第963集 林家传承 林郑德闭了闭嘴 继续道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 难是外面 而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为里面 什么 秦浩听了林郑德的话 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恶 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这是什么情况 他看着林郑德 追问道 里面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林郑德摇了摇头道 我也不太清楚 他也只是从他们林家代代家主 口头相传中得知的而已 所以他并不知道 里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不过 据说里面那个世界 很是奇妙 奇妙到能颠覆外面的一切观念 林郑德说道 秦浩听了之后 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很奇妙 而且还是奇妙到颠覆这里的一切观念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世界 随后他看着林郑德 问道 难道林家来自里面的世界 此时 秦浩看着林郑德 脸上充满了好奇之情 他没想到 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一个李世界 而且这个李世界 似乎十分的神秘 而林郑德 突然跟他说这些事情 难道林家 也是来自这个神秘的李世界吗 在秦浩好奇的目光之下 林郑德 敏了敏嘴 沉声道 没错 我们林家 确实是来自里面的世界 什么 虽然内心有所猜测 但是 此时听了林郑德的回答 秦浩还是浑身一震 脸上露出一抹惊讶之情 林家还真是来自 那个神秘的李世界 怪不得 林家虽然不是 汉东省的本土势力 但是 来到汉东省之后 竟然能在短期内 就成为了汉东省 第一大武道家族 秦浩喃喃自语 脸上露出一副 恍然大悟的神情 那个李世界 如此神秘 如果林家 真是来自那里 那么林家 肯定有非凡之处 所以 林家 能在短期之内 成为汉东省 第一大武道家族 也不是不可能的 随后 他看向林正德 道 你们林家 为什么要从 里面的世界出来 按照林正德说的 里面的世界 很是奇妙 而且 还是适合修炼的 既然如此 林家为什么 还会离开那里 出来外面这个世界呢 林正德摇了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 嗯 秦号文言 神情也争 林正德 不是林家的家主吗 竟然都不知道 他们林家 为什么要离开 里面这个世界 这是什么情况 林正德 抿了抿嘴道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 也是我们林家 每一任的家主 口口相传的而已 哪怕是林家的历史记载 也没有说明 林家真正的来历 只有每一任的家主 才有资格知道 这个秘密 而且 都是口口相传的 同时 他们还会被告诫 绝不能跟外人说 所以 林正德 今日跟秦号 说起这些 其实已经是破例了 哦 秦号 哦了一声 脸上露出 若有瑟瑟的表情 林家为什么会 离开里面的世界呢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而且林家在里面的世界 地位如何呢 秦号内心 对这些充满了好奇 随后 他看着林正德 问道 那 怎么能进到里面的世界呢 林正德还是摇了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 秦号听了之后 脸上露出一抹失望之情 他还想看看 怎么能进入里面的世界呢 林正德 沉吟了一会儿 我虽然不知道 怎么能进入里面的世界 但是 听说世界上 有一些十分神秘的地方 似乎 就是通往里面世界的入口 嗯 秦号文言 神情也争 神秘的地方 通往里面世界的入口 他看着林正德 追问道 比如呢 林正德 哭笑了一声 哼 我哪里能举例呀 他去过不少神秘的地方 但是 他从来没有发现过 进入里面世界的入口 所以 他哪里能举例呀 秦号文言 内心一阵惋惜 林正德 看着秦号 沉声道 秦号 里面的世界 太过神秘了 而且据说 很是恐怖 你 可不能太过梦浪了 他担心 秦号听了 他的话之后 对里面那个世界 太过向往了 从而想尽办法 找入口 那他可就是 害了秦号了 秦号点了点头 道 我知道的 他虽然还是好奇 里面那个世界 但是他也知道 不能乱来 毕竟在外面这个世界 他都还不算顶尖高手 更别说 在里面那个世界了 随后 他看着林正德 问道 所以 这就是你们林家的大秘密 林正德点了点头道 没错 这正是我们林家 最大的秘密 秦号抿了名嘴道 那 傅家他们 想要你们这个大秘密 是为什么呢 此时 秦号内心 充满了疑惑 既然林家的来历 那是林家最大的秘密 那岂不是说 傅家等各方 对林家的来历 很感兴趣 这是为了什么呢 突然 秦号似乎想到了什么 问道 难道 他们想进入里面的世界 林正德摇了摇头道 应该不是 汉东省的各方势力 都很是好奇 他们林家从哪里来 但是 各方势力 都调查不出 他们林家的来历 因为没有人能想到 他们林家是来自里面的世界 那是为了什么 秦号好奇地问道 林正德沉吟了一会儿 他们应该是为了我们林家某一物而来 嗯 秦号文言 深情也争 问道 什么东西 林正德抿了抿嘴道 一个 让我们在短期之内 快速成为了 汉东省第一大武道家族的宝物 什么 秦号听了林正德的话 脸色也争 问道 是什么 林正德没有说话 而是紧紧地抿着嘴 扮上之后 他才沉声说道 我们林家 虽然来自里面的世界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我们林家并不能使用里面的功法等传承 所以 我们现在的传承 其实是新的 什么 秦号文言 神情也争 惊愕地看着林正德 他还以为 林家之所以 能快速成为汉东省第一大武道家族 那是因为 有来自里面世界的传承呢 没想到 竟然不是 林家竟然不能使用里面世界的传承 这是怎么回事 他看着林正德 问道 那你们现在的传承 是从哪里得到的 林正德沉吟了一会儿 道 从一个宝物上获得的 宝物上获得的 秦号听了之后 一脸的惊讶 道 所以 汉东省各方势力 其实是对你们这个宝物感兴趣 林正德点了点头道 没错 汉东省各方势力 并不知道他们林家来自里面的世界 但是 这些势力都知道他们林家的传承来自一个宝物 所以各方势力都对这个宝物很是热衷 但是 从来没有人能见到过林家这个宝物 所以 这个宝物就成了林家的一个大秘密 秦号听了之后 内心一阵了然 原来 汉东省各方势力 是对林家这个宝物感兴趣呀 他抿了抿嘴 看着林正德问道 那 你们的宝物是什么 此时 秦号看着林正德 脸上充满了好奇之情 他还以为林家的传承是来自里面那个世界 所以才能如此的传奇 所以才能那么短时间之内成为汉东省第一大武道家族 甚至能威压整个汉东省各方势力 然而 他没想到 林家的传承竟然是新的 并不是来自里面那个神秘的世界 而是来自一个宝物 这是什么情况 来自什么宝物啊 在秦号好奇的目光之下 林正德抿了抿嘴道 秦号 你扶我起来 秦号听了林正德的话 神情也争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林正德补充道 去一个地方 秦号文言 一脸的好奇道 去哪儿 林正德抿了抿嘴道 你扶着我出去就知道了 秦号见状也不再追问什么 而是把林正德扶了起来 最后两人缓缓地离开了死河院 出来之后 秦号按照林正德的指示 缓缓地走着 很快 秦号就神情也争 因为他发现 林正德要去的地方 竟然是林家后方 而且看他们的方向 似乎是林家后方那座小山 没多久 秦号发现他的猜想是对的 林正德确实是要去那座小山 因此此时秦号已经隐约能看到一座小山了 正是他刚才自己去的那座林家后院的小山 很快两人就到了这座小山的山脚 秦号刚才也来过这里 但是他并没有靠近 而且就站在山脚下 这么近距离地看着这座小山 秦号内心很是震惊 因为他发现 这座小山的地势布局 很是奇特 这地势布局 似乎是天然形成的 但是好像又像是人为的 想到这儿 秦号内心不由狠狠一整 如果真是人为的 那么到底是何人做的呀 而且这人该是多么的强大呀 同时秦号发现 这座小山虽然不大 但是很是奇特 我们上山吧 林正德说道 秦号迟疑了一下 扶着林正德 缓缓往前走去 刚上山没几步 秦号就浑身一震 脸上露出一抹震惊之情 林正德注意到了秦号的神情 浑浊的眼中闪过一抹精芒 他看着秦号问道 秦号你看出什么了 秦号抿了抿嘴 沉声道 这里似乎有一个强大的阵法 在山脚的时候 秦号就觉得 这个小山上面似乎有什么波动 而且他还是看不出来什么 而今踏上小山之后 他才发现 这小山上竟然有个阵法 这个阵法十分的强大 恐怕把整座小山都给覆盖住了 而且这个阵法还相当的神秘 哪怕他的阵法造诣不低 而且有着天眼通的辅助 但是他还是得上到这里才能发现 这让他很是惊讶 这个小山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阵法 其实不仅秦号震惊 一旁的林正德更是惊讶无比 因为这座小山确实有个阵法 但是十分的神秘 而且很是隐蔽 所以哪怕是强大的阵法师 也不能发现这个阵法的存在 然而秦号只是刚上来这里而已 竟然就发现了这个阵法的存在 这一刻他看向秦号的眼神又变了 自从知道秦号的世界之后 他已经很是高看秦号了 但是而今他才发现 自己似乎还是低看秦号了 他抿了抿嘴 看着秦号 再次问道 你还看出了什么 秦号沉吟了一会儿 道 我隐约感觉到 一些若隐若现的气息 这些气息 不知道是人类强者散发出来的 还是什么宝物发出的 什么 林正德听到秦号这话 又是浑身一整 他看着秦号 脸上充满了惊骇之情 比他刚得知秦号的事迹的时候 还要震惊 秦号看到他这表情 不由他好奇地问道 怎么了 林正德正诚地看着秦号 办上之后 他才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静内心的情绪 他看着秦号 沉声道 秦号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秦号摇了摇头 道 不知道 他刚来汉东省没几天 哪里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呀 林正德沉吟了一会儿 道 这里乃是我们林家的禁地 禁地 秦号文言 深情也争 林正德点了点头 道 准确地说 这里是我们林家的圣地 嗯 秦号听了之后 脸上带着疑惑之情 怎么又是禁地 又是圣地呀 林正德抬头看一下山体 道 这里乃是我们林家先祖的长眠圣地 什么 秦号文言浑身一枕 这里是林家先祖的长眠之地 怪不得如此的神秘 他看着林正德 道 林家先祖全都葬在这座小山上 林正德摇了摇头道 不是 嗯 秦号文言 一脸的疑惑 问道 什么意思 这里不是林家先祖的长眠之地吗 怎么又不是了 林正德沉吟了一会儿 道 他们是长眠于此 但是 他们并没有死 什么 秦号听了林正德的话 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骇 道 你说什么 他们没有死 林正德点了点头道 没错 顿了顿 他又补充道 至少他们上山之前还活着 这 秦号张了张嘴 满脸的惊恶 林家先祖没有死 他们都在这山上 这是什么情况 他看着林正德 问道 那他们为什么要在这小山上 闭关吗 林正德 抿了抿嘴 道 可以这么说吧 嗯 秦号文言 一脸的疑惑 听林正德这话 似乎并不是这样 林正德 沉吟了一会儿 他们也算是 为了闭关 但是 他们其实是被逼闭关的 嗯 秦号听了之后 更加的不解 问道 谁逼迫他们闭关 林正德 抿了抿嘴道 他们自己 什么 秦号文言 满脸的疑惑 林家先祖 逼迫他们自己 再次闭关 为什么 秦号好奇地问道 林正德没有说话 这是紧紧地抿着嘴 扮上之后 他才深吸一口气 脸上露出坚定之情 他仿佛 做出了一个 什么大决定一样 他看着秦号 沉声道 因为 他们疯了 因为他们疯了 秦号听了林正德的话 浑身一震 惊恶道 你说什么 疯了 此时 他双目浊浊地 盯着林正德 他在怀疑 他是不是听错了 林正德竟然说 林家先祖 他们疯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在骂他们 林家先祖吗 林正德 胆子这么大 林正德仿佛看出了 秦号的内心所想 他抿了抿嘴 我没有骂他们 他们是真的疯了 啥 秦号张大了嘴巴 惊恶地看着林正德 林家先祖真的疯了 这是什么情况 林正德沉吟了一会儿 倒 准确地说 他们有些是疯了 有些则是快疯了 有些则是怕自己疯了 秦号听了林正德这话 一脸的惊恶 问道 什么意思 林正德看看秦号 你应该也注意到 我们林家年轻一辈之中 没几个练武之人 而且也没有什么武道天才吧 秦号点了点头道 没错 从第一次进入到林家大院的时候 秦号就发现了 林家年轻一辈没有几个练武的 而且也没有几个是修为高深的 当时他就很是诧异了 他看着林正德 问道 这是什么原因 此时 秦号内心充满了疑惑 林家不是汉东省前十的武道家族吗 而且曾经还是威压整个汉东省的第一大武道家族 就算林家再没落 也不可能没落到如此地步吧 在秦号好奇的目光之下 林正德 沉吟了一会儿 道 因为我不给他们修炼 秦号文言 神强野政 问道 为什么呀 林家都已经如此没落了 林正德 为什么还不给林家年轻一辈修炼呢 这是要闹哪一处啊 第九百六十四集 神秘的卷轴 林正德 敏了敏嘴 因为我林家人 只要修炼的话肯定会出事 嗯 秦号听了林正德这话 脸色一睁 问道 出什么事 突然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问道 难道 汇丰 林正德点了点头道 没错 什么 秦号 秦号 秦号见到林正德点头 浑身一震 脸上闪过一抹惊恶之情 还真是 这是什么情况 林正德 抿了抿嘴道 我们林家人 如果修炼了 很容易走火入魔 而且到了老年 或者武道修为 到了一定的高度 就会突然发疯 这 秦号听了林正德这话 满脸的惊骇 问道 为什么呀 林正德摇了摇头 道 我们也不知道 秦号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还有这样的事 这也太神奇了吧 他看着林正德 迟疑道 会不会是 林家修炼的功法有问题 林正德还是摇了摇头 道 不会是功法传承的问题 为什么 秦号好奇地问道 因为我们林家人 修炼不同的功法 结局还是一样 唉 林正德叹息道 秦号文言 神情也争 不是功法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呀 林家怎么会有 如此神奇的事情呢 突然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内心一动 难道 林家之所以离开 那个神秘的理事界 跟这一件事有关吗 林正德 仿佛看出了 秦号的内心所想 他沉吟了一会儿 道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有关系 他虽然是林家的家主 能了解很多林家人 都不知道的信息 但是他确实不知道 他们林家为什么会离开 那个里面的世界 秦号抿了抿嘴 没有说话 怪不得林家年轻人 没有几个是修炼的 同时他也想明白了 为什么昨晚林正德 知道林海洪修炼之后 神情骤变 原来如此 随后他看着林正德 问道 这小山上的林家仙祖 这所以在这里 是为了闭关 找尋办法 林正德 抿了抿嘴 道 这是原因之一 因为林家人身上 会出现这样的怪事 所以每个林家仙祖 只要到了一定的年龄 或者修炼到了一定的修为 他们要是感知到身上 发生什么变化了 他们就会上这座小山闭关 他们这样做 是担心他们发疯了 他们会失去理智 会做出什么大事来 除此之外 他们也想闭关修炼 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林家仙祖猜测 他们林家之所以如此 可能是因为 他们修炼的功法 确实有问题 除此之外 他们觉得 可能是因为 他们的修为 到达了一定的瓶颈 所以 如果突破了 说不定就没事了 于是 时间久了 这座小山上 就有不少的林家仙祖 闭关于此 那 他们还活着吗 秦浩好奇地问道 林正德摇了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 因为时间太久了 而且林家的每一位仙祖 闭关之后 都没有出关过 所以林正德并不知道 他们林家这些仙祖 还活没活着 还有多少人活着 秦浩抬头看着前方的山体 脸上露出 若有所思的神情 同时 秦浩还暗中 打开了天眼通 但是 秦浩发现 还是什么都没能看出 好了 我们继续走吧 这时林正德开口说道 秦浩点了点头道 好 随后 秦浩跟着林正德 缓缓地走着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林正德停了下来 秦浩抬头一看 发现前方竟然有一个山洞 这个山洞并不大 洞口也就三四米宽而已 此时 洞口被一扇石门给关着 这扇石门呈暗灰色 看起来很是厚重 而且石门的表面 还有一道的防傲的纹落 秦浩发现 这些纹落竟然是正纹 这扇石门之上 有一个强大的阵法 林正德来到石门前 双手不停地截眼 最后更是咬破手指 然后一张按在石门之上 只见石门之上的纹落 突然亮了起来 随后在石门之上 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图案 最后 这个图案突然光芒四射 石门突然缓缓地转动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石门才完全打开了 林正德看着秦浩 我们进去吧 秦浩微微点头 扶着林正德缓缓地走进去 此时 他的内心充满了好奇 这个山洞里有什么呀 是林家那传说中的宝物 还是林家某位先祖呢 此时 秦浩抿着嘴 扶着林正德 缓缓地走进山洞 他很是好奇 这个山洞里面到底有什么 走进洞口之后 秦浩发现 里面还有一条长长的通道 这条通道并不宽 四周都是石壁 而且秦浩发现 这些石壁之上 也有一些灰色的纹落 同时秦浩发现 这通道之中 有着一股能量波动 这股能量波动 十分的强大 就算是他 也感到莫名的心惊 林正德来到一块石头前 又是双手快速的结野 然后一掌按在上面 这件石壁之上的纹落 突然亮了起来 同时 一片光芒 就如一片水波一般 直接在整个通道 一扫而过 很快 秦浩就感到 那股能量波动 在缓缓地消失 走吧 林正德说道 秦浩点了点头 扶着林正德 继续沿着通道走 走过通道之后 秦浩来到了一个石室 这个石室并不小 恐怕有两三百平米 而且这个石室的四周 还有三个石门 林正德让秦浩扶着他 来到了最中间的那个石门 同时他快速结野 随后 一掌按在了石门之上 同时他咬破舌尖 吐了一口精血到石门之上 林正德的精血 吐在石门之后 竟然蠕动了起来 林正德的精血 竟然化无了一道道 细长的血线 在石门之上游堵 最后 这些细长的血线 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图案 林正德又是快速结野 然后一直点在图案之上 这件这个图案 突然爆发出耀眼的血色光芒 最后 石门缓缓地打 林正德说道 此时 林正德看向石门之后 脸上竟然露出了一抹敬畏之情 秦浩抿了抿嘴 扶住林正德 走进了石门 进去之后 秦浩就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发现石门之后 竟然是一个大殿 这个大殿十分的庄严 充满了神圣感 而大殿之中 有一张石桌 石桌之上 有着一个香案 香案之上 还有三只长箱在燃烧着 而香案后方的墙壁之上 则挂着一幅人物画像 那是一个老者 秦浩看着这个老者 神情一动 这老者是谁 难道是林家的始祖不成 林正德 仿佛看出了秦浩的内心所想 他抿了抿嘴 道 这画像 据说确实是我们林家的始祖 据说 秦浩听了林正德的话 脸色一争 林正德沉吟了一会儿 确实是据说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就是我们林家的始祖 这幅画像 据说是他们林家的一位仙祖 从那个神秘的里面的世界带出来的 这位林家仙祖 也没有说这幅画像中的人物是谁 只是说他们林家 要世代供奉这幅画像 而且也不能让外人知道这幅画像的存在 秦浩听了林正德的解释之后 内心充满了惊讶 这幅画像的这人物到底是什么人 而且这幅画像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还不能让外人知道呢 随后他看着林正德 问道 难道这就是你们林家的宝物 你们林家传承 就是从这幅画像这中得到的 林正德摇了摇头 道 那倒不是 说完林正德扶着石桌来到香岸前 缓缓地把香岸转动了起来 同时林正德右手不停地解释 然后一掌按在了石桌之上 这件香岸突然光芒炸起 最后形成了一道亮光 直接射在了旁边的墙壁之上 这时一道异响响起 这件被亮光射中的墙壁上的一块石头 突然缓缓地打开了 那里有着一个小方阁 林正德来到小方阁前 从里面拿出了遗物 这是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并不大 而且竟然是石质的 而且秦浩发现 石盒之上竟然也有一些隐晦的纹落 这个石盒之上也有阵法 林正德拿着石盒来到秦浩面前 道 秦浩 这就是我们林家的宝物 秦浩看着石盒 好奇地问道 就这个石盒 林正德摇了摇头道 不是 说完 林正德左手快速接应 然后一直点在石盒的某个位置 只见石盒上的纹落突然亮了起来 瞬间而已 整个石盒就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林正德的手中仿佛就拿着一个小太阳一般 过了好一会儿 石盒上的光芒才缓缓消失 林正德手中的石盒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秦浩能感觉得到 石盒之上的阵法暂时消失了 林正德看着石盒 满是皱纹的脸上 也是露出严肃的神情 随后他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打开了石盒 秦浩也是双眸灼灼地盯着石盒 他想看看 石盒之中到底是什么 下一刻 秦浩神情也争 因为秦浩发现 石盒之中竟然有着一个卷轴 这个卷轴可能有十厘米的长度 林正德把卷轴拿了出来 同时缓缓地打开 秦浩还以为 卷轴之中有什么功法之类的呢 然而 待到看清卷轴之后 秦浩却是愣住了 因为秦浩发现 这个卷轴之上什么都没有 这个卷轴并不是纸张 而是好像是什么材质做成的 看起来有点像羊皮 但是似乎又不是羊皮 而且很有岁月的痕迹 秦浩看着林正德 好奇地问道 这就是林家的宝物 汉东省各方市里都想要的宝物 林正德点了点头 没错 说着他沉吟了一会儿 这个卷轴很是神奇 神奇 秦浩文言一脸的好奇 问道 怎么神奇了 林正德抿了抿嘴道 我们先祖曾经在这个卷轴之上 参透出了一套神秘的功法 而它就是我们林家新的传承 什么 秦浩听了林正德的话 神奇也争 参透出一套功法 这是什么情况 林正德沉吟了一会儿 又继续道 而且我们林家还有一位先祖 在这个卷轴之中 参透出了一套长法 这套长法后来被评为汉东省五大长法之一 什么 秦浩听了林正德的话 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恶 又参透出一套长法 而且还被评为汉东省五大长法之一 秦浩看着林正德手中的卷轴 内心充满了震惊之情 这个卷轴如此的神秘吗 此时 秦浩看着林正德手中的卷轴 内心充满了震惊 林正德手中的卷轴一片空白 一个文字和图案都没有 就是一张破旧的羊皮卷而已 然而林家先祖竟然在这么一张羊皮卷之上 参透出了林家新的传承 而且还能参透出一套强大的长法 这是什么情况 他看着林正德问道 怎么参透的 这张羊皮卷除了看起来很有岁月感之外 并没有任何的其他信息 这怎么能参透出传承和长法呀 林正德摇了摇头道 不清楚 按照他们先祖的描述 他们先祖是在研究这个羊皮卷的时候 突然心神发出了某种变化 然后他们就在羊皮卷之上得到了某种指示 秦浩听了林正德的解释之后 满脸的惊恶 这张羊皮卷如此的神秘吗 那后来还参透出了什么 秦浩追问道 林正德摇了摇头 什么都没有参透出来了 秦浩闻言 神情也争 问道 你们再也没有参透出什么了 林正德点了点头道 没错 他们林家历代的强者 都研究过这张羊皮卷 但是除了那两位先祖之外 其他人并没有能研究出什么 就连林正德自从当上家主之后 因为有资格得知这张羊皮卷 所以也一直在研究 但是他研究了那么多年 还是没研究出什么来 秦浩听了之后 一脸的诧异 就参透出了两样东西而已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林正德把卷轴递给秦浩 道 秦浩 这个卷轴就交给你了 秦浩神情一争 道 给我 此时 他内心赏过一抹诧异之情 这可是林家的大秘密呀 整个汉东省的武道势力都眼馋的宝贝 林正德竟然要给他 林正德点了点头道 没错 他研究了这么多年 但是什么话都没能研究出来 而且他的年纪也不小了 可能要不了多久 他就得自封在这座小山了 虽然他把林家交给了林泽民和林冰晚 但是林泽民两人都不是练武之人 所以如果他真的自封了 那么汉东省各方势力 恐怕就会按耐不住了 毕竟汉东省这些势力 已经隐忍多年了 如果他这位武尊强者不在了 就算这些势力 也听说过林家的一些传说 恐怕也忍不住要动手了 于是他希望秦浩能保护林家 当然他也知道而今的秦浩 还没有能力可以保护得了林家 所以他希望秦浩能尽快地提升修为 至少有武尊的战力 于是他当然也希望能帮到秦浩 而他最希望这个卷轴能帮到秦浩 他希望秦浩能在这个卷轴之中参透出点什么来 因为按照他们林家两位先祖参透出来的东西来看 如果真的能参透的话 肯定不是一般的东西 这对于秦浩来说 肯定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秦浩看着林正德 这不太好吧 他确实对这个卷轴很是好奇 但是他并不想把它拿走 毕竟这可是林家的宝物 实在是太过贵重了 林正德抿了抿嘴 沉声道 秦浩 你怎么说也算是我们林家的一份子了 所以你拿着吧 说着 他直接把卷轴放到了秦浩的手中 秦浩 我别捂他球 只希望哪天我不在了 你可以护着林家 林正德看着秦浩 满脸的诚恳 秦浩沉吟了一会儿 我会尽力的 他看得出 现在的林正德是真的信任他 而且也是真的想帮助他 而且因为林冰晚他们 所以他当然也希望 能护着林家 林正德听了秦浩的回答 内心很是高兴 虽然而今的秦浩可能还无法保护林家 但是他相信秦浩的潜力 他相信 只要给秦浩足够的时间 秦浩肯定能成长为一方巨拨的 第九百六十五集 第九百六十五集 林家先祖苏醒 希望我能坚持到秦浩成长起来吧 林正德内心喃喃自语道 随后他看着秦浩道 秦浩 你看看能参透出来什么吗 秦浩点了点头 道 好 随后 秦浩开始打量手中的卷轴 这个卷轴的材质真的是很特别 摸起来很是柔软 也不知道是用什么做成的 不过除此之外 秦浩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特别之处 甚至秦浩还暗中打开天眼通 仔细地查看了一番 但是他还是什么都没发现 随后 秦浩运转天旋局 体内的天旋真气注入到了卷轴之中 但是卷轴还是什么变化都没有 研究了大半个小时之后 秦浩还是没能研究出什么来 这让秦浩很是郁闷 林正德也是叹息了一声 看来想要在这个卷轴之中 参透出点什么来 还真不容易 随后他咳嗽了两声 看向秦浩 道 秦浩 你把他收起来吧 回头你再好好的研究 现在我们先下山吧 秦浩点了点头道 好 如果这个卷轴真的那么的神奇 恐怕也是半会儿 也研究不出什么来 而且林正德原本就受伤了 刚才又连续打开阵法 甚至还耗赏了不少的惊喜 所以林正德此时的身体状态并不太好 于是秦浩扶着林正德 缓缓地离开了大殿 出来之后 秦浩又看了一眼旁边的两个石门 不过 他见到林正德 并没有想到他去的想法 所以他也没有问什么 而是扶着林正德 缓缓地离开了石石 经过通道 再次出现到了外面 出来之后 林正德抬头看向山体 叹息了一声 如果他们林家先祖没有还活着的 如果他们林家先祖没有一个能出关的 那么几天之后 他们林家可能就真的危险了 他摇头叹息了一声 我们回去吧 秦浩点了点头 扶着林正德 缓缓地走下山了 下山之后 秦浩扭头看向山体 眼中上过一道精芒 不知为什么 他刚才有种感觉 自己似乎被什么扫尸了一番 这让他内心很震惊 难道林家先祖还有活着的 而且已经苏醒了 此时 秦浩扭头看向小山 眼神微眯 这座小山并不大 但是却有种莫名的神秘感 而且秦浩就在刚才那一刻 他总感觉自己被什么扫尸了一下 不过 此时他发现 自己什么都没感觉到 甚至 他还暗中打开了天眼通 但是还是什么都发现不了 难道刚才是错觉 秦浩眉头微粗 内心喃喃自已 怎么了 林正德看向秦浩 好奇地问道 秦浩摇了摇头道 没什么 说完 他扶着林正德 缓缓往前方走去 最后 两人又再次回到了四合院 姑爷 老爷 你们回来了 孟老建的秦浩两人回来 笑着打招呼 秦浩点了点头 扶着林正德坐下 林正德抬头看着秦浩 秦浩 今日之事 希望你别跟其他人说 说着 他一脸的告诫之情 林家后方那个小山 乃是他们林家的大秘密 而且那个卷轴 还如此的宝贵 如果这些事 被外人知道的话 秦浩恐怕会有危险 秦浩点了点头道 我知道 最后他看向一旁的孟老 孟老 我先给您治疗吧 孟老摇了摇头道 姑爷 您还是不要为我浪费精力了 他的伤势太过严重了 就算秦浩再给他治疗 也不可能康复的 而且他也不能再次动武 而今 傅家各方很快就会到来了 所以他不想秦浩 为了他而浪费精力 他希望秦浩能保持巅峰壮碍 或者给林正德治疗 秦浩抿了抿嘴 孟老 您必须要治疗才行 他虽然给孟老治疗过了 而且孟老现在 也没有生命危险了 但是孟老受伤太过严重了 特别是孟老体内的五脏六腑都受损了 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 恐怕会留下隐患的 虽然秦浩现在还无法炼制住卖单 还无法让孟老完全康复 但是他还是希望孟老更好 可是 孟老看着秦浩 脸上露出担忧之情 秦浩摇了摇头道 放心吧 孟老 我没事的 说完 秦浩拿出几枚银针 分别扎进了孟老身上的不同穴位 同时 秦浩体内的天旋针器 缓缓地注入到孟老的体内 修复着孟老体内的伤势 半个小时之后 秦浩才把孟老身上的银针都拔掉 此时 孟老的脸色更加的好了 而且 孟老也察觉得到 他体内的伤势没那么严重了 特别是 他感觉 他的双腿更有力量了 孟老的双手 被傅明硕废掉了 经脉都断了 所以 恐怕短期内很难恢复 但是 他的双腿 只是被傅明硕 用血色长枪刺伤了而已 所以 还是能尽快恢复的 孟爷 谢谢你 孟老说道 秦浩看着孟老道 孟老 你以后 不要再跟我这般客气了 说着 秦浩一脸的认真之情 孟老之所以受伤如此严重 可以说是因为他的原因 孟老沉吟了一会儿 笑道 那好 那我以后尽量不跟孤爷您客气 秦浩听了孟老这话 内心一阵苦笑 听孟老这语气 恐怕 以后还是会很客气 秦浩摇了摇头 来到林正德面前 道 我再给您解毒和治疗吧 林正德体内的毒 虽然被他解了一些 但是 还是有大部分没有解 而且林正德体内的暗伤 也得尽快治疗才行 林正德看着秦浩 道 要不 你先休息 秦浩刚给孟老治疗了 消耗肯定不小 他担心秦浩 会消耗太大了 秦浩摇了摇头道 不用 随后 他再次拿出几枚银针 分别扎进了林正德的身上 同时 秦浩运转天旋角 体内的天旋针气 疯狂地注入到了林正德的体内 此时 林正德体内的经脉 有好多都已经变成灰黑色了 这些都是毒素 而且 这些毒素 十分的神秘 竟然能紧紧地附在林正德的经脉上 甚至 连五脏六腑都有 秦浩控制着天旋针气 缓缓地 把这些灰黑色的毒素 给包裹住 同时 秦浩给了林正德 吃了两枚丹药 这两枚丹药都是在石阴山得到的 而且 都是解毒的灵药 虽然不是这个毒的解药 但是 还是能有点作用的 就这样 秦浩违比双眼 不停地 给林正德解毒和治疗 两个多小时之后 秦浩才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此时 他脸色苍白 深情萎靡 顾业 您没事吧 孟老看向秦浩 满脸紧张地问道 秦浩 你还好吧 林正德见到秦浩这状态 也是脸色骤变 担忧地问道 秦浩吃了一枚丹药 还好 随后 他看向林正德 眉头微醋 因为他虽然给林正德治疗了 甚至把体内的天旋真气 都差点消耗殆尽 但是 林正德体内的毒素 还是没能清除多少 看来这毒还不是一般的毒呀 林正德看着秦浩 笑道 没事 已经很好了 他能感觉到 他的身体好了不少 至少 此时他体内的气节 能缓缓地运转了 当然了 他还是无法动武 秦浩 你先回去休息吧 林正德说道 秦浩沉吟了一会儿 行吧 他体内的天旋真气 都消耗殆尽了 现在也无法给林正德 和孟老治疗了 于是 他拿出了一些丹药 给两人 道 这些丹药 你们先吃着 这些 都是他在石阴山中 得到的疗伤领药 而且等级都不低 好 两人也不矫情 直接接过了丹药 随后 秦浩跟两人打了一声招呼 然后就离开了 开着车 秦浩直接回到了华顶小区 回房之后 秦浩拿出几枚丹药 直接吞浮了下去 秦浩微闭双眼 进入了修炼状态 一直到了傍晚 秦浩 才缓缓缓地睁开了 睁开了双眼 随后 秦浩手中光芒一闪 只见一个卷轴出现在他手中 秦浩缓缓地把卷轴打开 他再次研究了起来 但是研究了好久 秦浩还是什么都没能发现 这让秦浩很是无语 这块羊皮卷到底有什么特别呀 突然 秦浩感到眼睛干涩无比 他忍不住闭上了双眼 等到秦浩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只见他的双眸之中 突然爆发出耀眼的金光 就跟两个小太阳一般 羞羞 随后 金光画布了两道璀璨的光柱 直接射在了秦浩手中的卷轴之中 秦浩健壮 脸色一争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他的双眸 自动做出这种反应 而且秦浩发现 金色的光柱射进卷轴之中 竟然融入进去了 仿佛被卷轴吸收了一般 就跟水被棉布吸收了一般 很是神奇 秦浩看到这一幕 神情也争 这是怎么回事 下一刻 卷轴之中 竟然有着金色的光芒一闪而过 就如水波一般 这个卷轴竟然泛着淡淡的光芒 而且这时 秦浩发现 他双眸之中 那个神秘的金色空间 竟然传来波动 最后 一道黑色的火龙 从他的左眼之中喷涌而出 不过 这道黑色的火龙 跟秦浩之前在石阴山释放出来的黑龙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此时 这条黑龙十分的小 也就半米长而已 黑色的火龙 也直接射中了卷轴 瞬间就把整个卷轴 给包裹了起来 随后 卷轴竟然燃烧了起来 秦浩看到这一幕 神经一凝 他下意识地松开了双手 然而 他发现 卷轴竟然没有掉落在地上 而是悬浮在空中 卷轴就这么悬浮在空中 被一团黑色的火焰包裹着 同时 秦浩发现 卷轴表面竟然在发生变化 卷轴表面竟然缓缓地裂开了 就如石皮一般裂开 然后在天幽火之中 直接被烧成了灰烬 没多久 卷轴上的天幽火 缓缓地消失了 秦浩定睛一看 发现卷轴已经发生了变化 而且是大变化 原本的卷轴 看起来很是古朴 就跟羊皮卷差不多 而且还充满了岁月感 但是 此时却是一片金光闪闪 卷轴变成了一张金色的纸张 秦浩看着这张金色的纸张 满脸的惊恶 这是什么情况 这羊皮卷 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秦浩迟疑了一下 抿了抿嘴 伸手过去 就欲接过金色的纸张 然而这时 金色的纸张 画完了一道流光 这奔秦浩而来 秦浩还没来得及躲上 流光就射进了 他的左眼之中 秦浩见状 神情也慌 不过下一个 秦浩就浑身一震 脸上露出一抹震惊之情 因为秦浩发现 在双眸之中的 那个神秘的金色空间之中 多了一张金色的纸张 这张金色的纸张 就这么悬浮在金色的空间之中 很是神秘 此时 秦浩的内心 充满了惊恶 这张纸张 为什么会进到 他这个神秘的金色空间呢 这张金色的纸张 到底是什么呀 这时 悬浮在空中的金色纸张 突然轻颤了一声 发出一道声音 而且这道声音 很是特别 竟然跟剑鸣声一样 下一刻 秦浩就发现 金色纸张上 竟然有着纹落出现 而且 这些纹落 很是奇特 这些纹落 看起来像正文 但是 好像又不是正文 而且还相当的 防傲复杂 秦浩而今的阵法造诣 已经不低了 但是 他发现 他根本看不懂这些纹落 呛 这时 又是一道剑鸣声响起 而且 这道剑鸣声 十分的清脆 仿佛还带着某种 韵味一般 在这个金色的空间回答 紧接着 秦浩发现 金色纸张上的纹落 突然蠕动了起来 最后 竟然在金色的纸张纸上 形成了一把 长剑的形状 同时 这把长剑 突然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最后 这些光芒 竟然形成了一把光芒之剑 这把光芒之剑 看起来很是普通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秦浩却是感到心惊肉跳的 而且 这把光芒之剑上 似乎带着某种神秘的气息一般 秦浩看到这把光芒之剑 内心充满了惊恶 这是什么情况 这时 这把光芒之剑 直接劈出 下一刻 秦浩就有种错觉 他感觉 自己来到了一片神秘的空间 这片空间一片荒凉 而且还有一座座山峰 这些山峰都微然无比 仿佛上古神山一般 这些神山 似乎按照某种规律 悬浮在空中 把前方都完全挡住了 就如天墙也般 哦 欲向天界一剑 这时 一道古老 而又充满忙慌的声音 在这片空间之中响起 紧接着 秦浩就看到 虚空之中 有着光芒闪烁 下一刻 一把长剑就凝聚而起 这把长剑 看起来很是普通 但是 秦浩 确实能从他上面 感受到一道莫名的韵味 仿佛 带着某种强大的意志 一般 这把长剑 凝聚而成之后 就直接劈出 一道剑芒 直接劈向前方的神山 这道剑芒 十分的璀璨 而且恐怖无比 秦浩就从来没见过 这么恐怖的剑芒 瞬间而已 天方的所有神山 全都炸开 化为了虚无 就连空间都被劈开了 紧接着 空间爆炸开来 随后 秦浩什么都看不到了 只看到了一片虚无 秦浩感觉 自己回到了 开天辟地之前 下一刻 秦浩就眼前一晃 他发现 他的心神 回到了金色的空间 而且秦浩发现 金色纸张上的光芒之剑 也消失了 就连金色纸张上的纹络 也是消失了 此时 金色的纸张 似乎沉睡了一般 就这么漂浮在空中 而秦浩心神 也退出了金色的空间 不过 此时 他还是满脸的惊恶 刚才那一剑 未免太过恐怖了吧 而且 刚才那道古老的声音 是什么人发出的 杠根天杰剑 还真是霸气无比呀 秦浩难难自语的 第九百六十六集 拒绝 此时 只是回想那道声音而已 秦浩竟然都感到 莫名的压抑 仿佛被什么压着一般 那道声音 仿佛带着某种意志一般 太过恐怖了 这让秦浩震惊无比 那人到底是何等的强者呀 他摇了摇头 不敢再想那道声音 此时 他的脑海里回荡着 刚才看到的那一剑 刚才那一剑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批而已 但是 秦浩却是感觉 他带着某种韵味 仿佛有无数的悬傲在里面 秦浩微闭双眼 脑海里 自动播放着 刚才的画面 秦浩正在尝试 参透刚才那一剑 此时 秦浩微闭双眼 脑海中 不停地重复着 刚才看到的那一剑 他越是研究 内心越是震惊 因为他发现 那一剑看似简单 但是 充满了无数的悬傲在里面 仿佛有千变万化一般 秦浩越是参透 越是能得到某种心得 他发现 他对于剑道的理解 似乎都更深了 但是 他发现 他想批出那一剑 但是 竟然不知如何批出 他发现 总是缺少了点什么 所以无法参透那一剑 就这样 秦浩一次又一次地 尝试着试出那一剑 然而 秦浩确实有一点心得体会 但是还是没能成功 秦浩缓缓地睁开双眼 脸上带着一抹疲惫之情 因为那一剑实在是太繁傲了 所以很是消耗心神 他只是参透了一会儿而已 竟然就感到疲借了 同时秦浩内心还很是郁闷 没想到 没想到得到了一招剑法 竟然参透不了 秦浩虽然不明白 那一剑是什么 但是 秦浩能感觉得出 那一剑 威力极大 如果秦浩能够参透 他的话 肯定能成为一大杀招 唉 罢了 慢慢来吧 秦浩叹息了一声 正准备再次参透剑法 这时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秦浩从床上起来 打开门 发现一个女子站在门前 正是林若涵 秦浩看着林若涵 问道 怎么了 林若涵一脸的无语 道 姐夫 你午饭不吃 晚饭也不吃呀 林若涵的脸 敷着药泥 所以他这一天 都没有去哪 上午的时候 他看到秦浩回房之后 就一直没有出过门 秦浩听了林若涵的话 这才注意到 天已经黑了 他笑了笑 道 太累了 所以休息一下 睡过头了 林若涵歪着脑袋 看着秦浩 道 姐夫 你确定 你是在休息 秦浩愣了一下 随即笑道 不然呢 顿了顿 林若涵神秘一笑 道 你确定不是在 做什么坏事 秦浩闻言 一脸的疑惑 问道 什么坏事 林若涵挤了几眼 嬉嬉一笑 道 我姐都不给你碰 难道你就没有 秦浩听了林若涵的话 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才明白林若涵想说什么 秦浩直接在他赢白的额头上敲了一下 你这脑袋装的是什么东西 此时 秦浩一阵无语 这小逆子怎么什么都敢想啊 林若涵捂着发疼的额头 委屈道 我这不是在关心你吗 怕你憋坏了 秦浩闻言 满脑子的黑险呢 这小逆子 这是什么都敢说呀 最后 他直接转移话题 道 你敲我门干嘛 不会是为了关心我吧 林若涵嬉戏一笑 姐夫 晚饭已经做好了 我们先去吃饭吧 秦浩点了点头道 行 反正刚才为了参透那剑法 他消耗的心神太大了 也确实不太适合继续参透了 确实也该先缓缓 林若涵搂着秦浩 嬉笑道 来 皇上 我扶您下楼用膳 秦浩摇头一笑 跟着林若涵 直接下楼 下楼之后 秦浩发现 林苍晚和林泽明也回来了 他看向两人 正想说话 哼哼 这时 一道冷笑声传来 这见 为书凤看向秦浩 一脸的恼怒道 秦浩 你现在 还真是长本事了 秦浩看着他 眉头微醋 道 我又怎么了 为书凤一脸的厌恶道 现在连吃饭都要请你下来了 你不是长本事了 是长什么了 书凤 你这是做什么呢 为书凤刚说完 一旁的林泽明脸色一沉 道 你为什么老是针对小号 为书凤 扭头看向林泽明 怒道 林泽明 你是不是觉得 你掌权了 你就高高在上了 林泽明满脸的怒气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只是希望 你别老是针对小号 为书凤脸色一怒 直接站了起身 丁泽明 你竟然敢对我凶 你这个没良性的混蛋 如果没有我 你能有今日 说着 他指向秦好 就与继续说话 好了 妈 我跟爸爸已经很累了 你少说两句吧 这时 一旁的林冰丸 很是无奈地说道 为书凤张了张嘴 似乎还想说点什么 但是他见到林冰丸脸上的疲惫 最后还是忍住了 最后他冷哼一声 直接坐了下来 不过他看下秦好 眼中充满了厌恶之情 因为在他看来 如果不是因为秦好 他的丈夫和女儿 怎么会现在对他如此的态度呢 秦好 你等着 我一定让你什么都得不到的 为书凤内心恶狠狠地想道 秦好懒得理他 而是看下林冰丸 问道 老婆 你没事吧 他看得出 林冰丸很是疲惫 他担心 林冰丸在林家又遭遇了什么 林冰丸摇了摇头 道 我没事 这是公司上的一些繁琐知识而已 林海洪的人离开之后 林氏集团确实出现了混乱 不过还好 他的能力很强 而且他跟他父亲在林氏集团 也有一定的威望和追随着 所以事态并没有失控 秦好看着林冰丸 道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一定要跟我说 林冰丸文言 内心闪过一抹暖流 他汗手轻点 道 嗯 吃过晚饭之后 威叔缝就出门去了 他要去打麻将了 而林冰丸和林泽明 都接了一个电话 然后就出去了 临走之前 林泽明来到秦好身边 认真道 秦好 你放心 你爷爷说了 哪怕拼上我们林家底蕴 也会保护你的 秦好文言 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也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看来林泽明也知道 富家三方对他的发纳 他看着林泽明 你放心吧 他们想收拾我 可没那么容易 说着 秦好眼中 闪过一抹精芒 林泽明拍了拍秦好的肩膀 然后就出去了 而秦好则是回到了房间 他并没有修炼 也没有继续研究那一件 他拿出手机 拨通了曹虎的电话 秦声道 让老魏来汉东 电话那边 曹虎正在跟一个客人吃饭 此时 他听了秦好的话 神情一争 道 秦也 是不是 你那边出事了 秦好 得您亲自叫魏老才行 秦好眉头微醋 为什么 曹虎苦笑了一声道 我都见不到魏老的样子 秦好深情一争 他不在燕云山吗 曹虎脸上露出一抹尴尬之情 道 他在燕云山 但是 他神龙剑手不见尾的 秦好闻言 脸上露出一抹好奇之情 道 难道 他经常闭关 操忽尴尬一下 道 差不多吧 顿了顿 他又苦笑道 魏老交代我们 绝对不能去烦他 所以 秦也 还是您亲自叫他吧 秦好眉头微醋 我现在在阳城 怎么叫他 据他所知 魏音并没有手机 所以 他怎么叫啊 难道 他得回一趟天海不成 秦也 魏老已经有手机了 曹虎说道 嗯 秦好愣了一下 他不是说 不喜欢带手机吗 怎么突然买手机了 曹虎笑了笑道 他说 为了方便联系 方便联系 秦好闻言 一脸的疑惑 道 他不是 不让你们找他吗 还联系个啥呀 曹虎尴尬一笑 道 他买手机 并不是为了 跟我们联系 秦好听了曹虎这话 内心更是疑惑不已 魏音 在天海 除了曹虎 他们这几人 还认识其他人吗 还有其他朋友吗 不过 此时他也懒得想那么多 而是问道 那你把他的号码发给我 曹虎点了点头 立马把魏音的手机号码 报给了秦好 秦好记住之后 陈寒一会儿问道 对了 天旋十八旗怎么样了 他们每天都在修炼 修为提升很快的 曹虎恭敬地回答道 正反的 秦好问道 因为有着诸多的丹药 而且还有燕云山 再加上天旋大阵的帮助 天旋十八旗的修为提升很快 但是随着秦好修为的提升 秦好所面对的敌人 也越来越强大了 所以天旋十八旗的速度 还是慢了一点 于是秦好之前 交给了天旋十八旗 一个合体阵法 让他们加快速地修炼 只要天旋十八旗 能把那个合体阵法练成了 他们将能形成一个恐怖的战力 他们已经练成功了 最近一直在磨合 曹虎说道 秦好微微点头 好 随后秦好抿了抿嘴 你让他们也跟着老魏 一起来扬城 天旋十八旗 修炼了那么久 也是该出来练练手了 而且这次 也正好是一次历练的机会 曹虎愣了一下 随即一脸的激动 道 好 挂掉电话之后 曹虎就直接离开了 正在跟曹虎吃饭的客人 看着曹虎远去的背影 脸上都充满了惊恶之情 曹总这是怎么了 怎么如此匆忙就离开了 而且谁给曹总打的电话呀 为什么曹总刚才接电话 如此的恭敬啊 难道电话那边是什么大人物不成 另一边 秦好挂断了曹虎的电话之后 就直接拨打了卫音的手机号码 这是拨打了好久都没有人借 秦好眉头微粗 脸上上过一抹疑惑着色 老卫在干嘛呢 还是说曹虎给错电话号码了 喂 秦好没块了 不约了 就在秦好 想要挂掉电话的时候 那边传来一道男子的声音 正是卫音的 秦好闻言愣了一下 所以记得 什么乱七八糟的 男的 咋回事 秦好刚说完 那边又传了卫音的声音 而且卫音的话语中 还充满了不解 甚至还有不满 仿佛再说 男的怎么还给我打电话 有毛病啊 秦好闻言眉头微粗 老卫 你搞什么鬼 我是秦好啊 秦好 电话那边 卫音听了秦好的话 神情也争 随即怒道 你打电话给我干嘛 你不知道老夫很忙吗 你妹的 秦好听了卫音这话 内心暗骂了一句 看来曹虎说的没错 这老家伙果然不喜欢别人打扰他 他冷笑了一声 道 你有什么忙的 你懂什么呀 电话那边 卫音直接怒道 你他妈的打电话 也不会看时间吧 秦好眉头微粗 老子把你救出来 还不能给你打个电话了 卫音嘿嘿一笑 那倒不是 不过老夫只喜欢跟美女打电话 靠 秦好文言 内心又是暗骂了一句 此时他终于明白 刚接通电话的时候 这老家伙那几句话是什么意思了 而且他也明白 曹虎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感情这家伙 这个电话号码 还不是为了跟他们联系 而是跟美女联系 所以这老家伙 刚才听到他的声音 才会如此的诧异 如此的不爽 他冷笑了一声 你他妈都一个老家伙了 还学别人泡妞 秦好刚说完 卫音脸色一怒 老夫才五十不大 年轻的很 怎么就不能泡妞了 你妹的 他五十了都还叫年轻的很 秦好听了卫音的话 一阵无语 不过 他也懒得跟这老家伙扯那么多 而是晨声道 你来一趟阳城 去阳城 卫音文言 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道 怎么 你有啥事了 秦好点了点头道 嗯 他没有隐瞒 直接把 富家三方的事情 跟他说了一遍 卫音听完之后 满脸的惊恶 这小子 这小子刚去 汉东省没几天 竟然就惹上了 三个如此大的势力 他冷笑了一声道 小子 你还真够能惹事的 秦好抿了抿嘴道 他们想要我的命 我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卫音听了之后 也是微微点头 他跟秦好 虽然没认识多久 但是他也看得出 秦好虽然有时候很张狂 但是一般都不会主动惹事的 所以老魏 你马上来一趟洋场 秦好说道 卫音直接摇了摇头 拒绝道 不去 不去 秦好听了卫音这话 愣了一下 道 干嘛不来 电话那边 卫音此时 在一个装修的 古色古香的房间里 他靠在一张豪华的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一脸的悠哉 你小子在外面惹事了 然后想让我替你当打赏 你当我傻呀 秦好摸了摸鼻子 脸上上过一抹尴尬的色 他笑了去 我这不是想让你来洋场 开开眼界吗 滚蛋 秦好刚说完 卫音就脸色一怒 道 你当老夫是像不老啊 老夫见过的大世面 比吃过的盐吧 还要多呢 你妹 秦好内心暗骂了一句 随后 他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平静内心的情绪 道 你到底来不来 闻想都没想 直接摇头道 不去 靠 秦好真想破口大骂 不过他还是忍住了 淡淡道 老魏 我可告诉你 如果我出事了 你的问题 可别想治好 卫音修炼出了问题 或仅五道根基受损了 就连神魂也受伤了 而卫音之所以还愿意跟着秦好 就是因为秦好有办法治好他的伤 此时 秦好冷笑了一声 道 老魏 你可是答应过我 当我一年的保镖 你现在想食言 老夫是答应当你保镖 但是我也说过了 不会时时都帮你出手的 卫音说道 你妈 秦好内心暗骂了一句 然后开口道 老子现在都要被人围攻了 你还不出手 你等什么时候 等着给我收尸啊 电话那边 卫音突然沉默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电话那边才传来卫音的声音 秦好文言 深情也争 这老家伙问这个干嘛 这老家伙的脑回路是怎么回事啊 或过 他也懒得想那么多 而是鄙视的 你这不废话吗 扬城是一个大城市 怎么可能没美女呢 那行 我可以去扬城 秦好刚说完 卫音就突然答应了 第九百六十七集 卫音的条件 秦好听了卫音这话 脸色也争 这家伙怎么突然就答应了 秦好抿了抿嘴 正想说话 不过 我有个条件 这时 电话那边 传来卫音的声音 什么条件 秦好好奇地问道 卫音嘿嘿一笑 等我去扬城之后 你要安排十个美女给我 靠 秦好还以为 卫音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呢 没想到竟然是这个 此时 秦好真想喷他一脸的烟气水 他一脸的无语 道 我说你这老家伙 还要不要脸呢 靠 秦好刚说完 那边就传来卫音暴怒的声音 道 我说了 老夫还是一个五十八道的小年轻 你别他妈的老家伙老家伙的喊着 你妹的 五十八道还叫小年轻啊 靠 那三十多的是不是小鲜肉了 你就说吧 你答不答应我的条件 卫音追问道 秦好一脸的不耐烦 道 你什么时候来 卫音笑了笑道 我在天海还有事 所以不能去那么快 秦好闻言 神情也争 问道 你有什么事 此时 他内心充满了疑惑 这老家伙 在天海也没几天 那有什么事啊 卫音黑黑一笑 反正我有事就对了 顿了顿 他又继续道 而且你急什么呀 不是还有几天吧 反正我肯定能及时赶到就行了 秦好沉吟了一会儿 道 行吧 反正你要记住 我出了什么事 你的伤也别想好就行了 卫音一脸的不在意 道 放心吧 老夫既然答应你了 那肯定能及时赶到的 随后 他又神情认真 道 对了 你别忘了 给我准备十个美女 秦好闻言 满脑子黑线 我说你吃的笑吗 秦好刚说完 卫音就脸色一怒 老夫是觉得 从天海去阳城 路途遥远 路上又不能洗澡 所以想到阳城之后 让他们帮我搓澡 你以为是要干嘛呀 你能不能别那么龌龊 你妈 秦好真的想顺着信号冲过去 吐着老家伙 一脸的盐气水啊 我卧槽 你还能再扯点吗 接着及时赶到 秦好说完这句话 就直接挂掉了电话 卫音听到电话里 传来的嘟嘟声 气得直跳脚 他直接站了起来 怒道 这个小兔崽子 竟然敢挂老夫的电话 也不知道 他到底听没听到我的话 说完 他就欲再次拨打秦号的电话 老魏 这时 屋门被人推开 只见一个青壮年走了进来 正是阿丽 阿丽见到卫音的神情 似乎不对 不由得好奇问道 老魏 你怎么了 卫音笑了笑 道 没事 你们家秦爷 在阳城有麻烦了 所以叫我过去解决 什么 阿丽听了卫音的话 脸色骤变 老魏 那我们要马上 去支援秦爷才行啊 卫音摆了摆手 道 不急 还有几天时间呢 说着 他嘿嘿一笑 道 走 阿丽 你上次不是说 又有个好地方吗 阿丽闻言 浑身打了个机灵 老魏 昨晚刚玩 今晚还去啊 卫音板着脸 道 你这不废话吗 怎么 你不想等老夫去嗨吗 阿丽一脸的苦笑 道 老魏 我们休息一晚吧 好好备战 准备去支援秦爷 此时 阿丽内心 真是哭涩不已 这段时间以来 他跟卫音 混得相当的熟 而且卫音 也在舞蹈上 指导了他不少 让他受益匪浅 但是 卫音每天要去嗨 实在是让他 折腾不起了 背着个毛啊 老风光还需要背战吗 卫音摆了摆手 直接说道 说着 他看着阿丽 道 十三那家伙呢 去吗 阿丽摇了摇头道 他说要修炼 不去 真是个傻小子 修炼个毛啊 却还不好吗 卫音很是不懈地说道 最后 他拉起阿丽 直接离开了屋子 另一边 秦浩挂断了 卫音的电话之后 站在窗前 看着外面的夜空 他沉吟了一会儿 拿出手机 再次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喂 很快 电话那边就传来一道声音 这是一道女子的声音 就如大猪小猪落狱盘般的悦耳动听 仿佛从仙剂而来 秦浩笑了笑 道 圣女姑娘 还没睡呢 电话那边 有着一个女子 正盘膝坐在一张床上 女子 身穿白色长裙 气着空灵 仿佛从仙剂而来的仙女 女子 正是圣女 圣女挽了往额前的秀发 我正准备睡了 顿了顿 她完美无暇的脸上 露出一抹疑惑 你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 是不是在寒冬省惹事了 又想找我当打手了 秦浩没想到 她还没说呢 圣女竟然就猜到了 果然是蹊跷玲珑心呢 不过 她当然不会承认 而是笑了笑 圣女姑娘 你想多了 你长得这么漂亮 我怎么可能找你当打手呢 圣女听了秦浩这话 直接翻了翻白眼 你找的次数还少吗 那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 圣女轻声问道 秦浩黑黑一笑 我这不是那么久不见你了 所以想你了吗 想问问你在燕云山过得好不好 圣女完美无暇的脸上 露出一抹笔道 你确定不回头看看 回头看看 秦浩闻言 神情也争 回头看什么呀 圣女冷笑了一声 你确定不回头看看 你老婆在不在你身后 秦浩听了圣女这话 脸色一整尴尬 说吧 这次惹到谁了 圣女直接说道 秦浩尴尬一笑 确实是惹到了一点麻烦 随后 他把附加三方的事 简单地说了一遍 圣女听完之后 小嘴微张 完美无暇的脸上 露出一抹惊恶之情 这家伙 还真是够能惹事的 所以圣女姑娘 你看看 能不能回你们圣教 帮我请几个五尊强者 来养成啊 秦浩笑道 圣女听了秦浩这话 直接鄙视道 帮你请几个五尊强者 你以为五尊强者是大白菜吗 秦浩笑了笑 你们圣教 应该不差五尊强者吧 虽然他不知道圣教有多少强者 但是圣教既然是苗疆第一大武道势力 肯定强者不少啊 而且苗疆这地还那么的神秘 圣教也是相当的神秘 所以圣教的五尊强者肯定也不少啊 我明天回一趟圣教 圣女轻声说道 嗯 秦浩听了圣女的话 神情也争 他刚才那话 其实是有点放开玩笑的 但是他没想到 圣女竟然答应了 而且答应得如此之快 同时 秦浩也越加相信 他的判断没有错 圣教 高手众多呀 他一脸的感激 多谢圣女姑娘 圣女抿了抿嘴 我会尽量帮你 但是能不能帮到你 还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你还是得小心 虽然他们教主很是看重情好 但是他们教主二斤已经闭关了 所以他此次回圣教 还得游说圣教的高层 毕竟圣教当中 并不是所有人 都对秦浩满意的 特别是 秦浩还杀过圣教的人 所以圣教当中 甚至还有不少人 对秦浩有意见 秦浩也明白圣女的意思 他点了点头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谢谢你 随后 两人聊了一会儿 然后就挂掉电话了 圣女 怎么了 圣女刚收起手机 一旁的一个身穿紫色长裙 脸蛋亮丽的少女 就好奇地问道 少女正是阿子 此时 阿子看着圣女 脸上带着疑惑之情 圣女 你要回家里 圣女点了点头 秦浩遇到麻烦了 所以我得回去帮她找帮手 什么麻烦 阿子好奇地问道 圣女沉浸了一会儿 然后把秦浩刚才跟她说的 全都跟阿子说了 阿子听完之后 瞬间瞪大了眼睛 喃喃自语道 这家伙 这家伙还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随后 她就顾着腮帮 一脸的恼怒 这家伙 还真是把圣女你当成打手了 哦不 是把我们圣教都当成她的打手了 真是可恶 说着 她一副气哄哄的模样 她看着圣女 道 圣女 你真要帮她呀 圣女汗手轻点 秦浩曾经帮过我们进入圣殿 所以 我们现在可不能袖手旁观 可是 可是现在教里 有不少人都对秦浩很不满 如果你此时回去 帮秦浩找帮手的话 恐怕会被人刁难呢 阿子脸上带着担忧着情说道 圣女沉沉了一会儿 没事的 说着 她看向阿子 阿子 要不 你别跟我回去了 此次回圣教 她肯定真的会遭遇到刁难 所以 她并不想让阿子跟她回去 阿子摇了摇头 道 那可不行 我得跟着圣女你 好吧 圣女无奈地摇了摇头 阿子见到圣女没有一定要她留下 她内心暗松了一口气 她就担心 圣女坚决不让她跟着 最后 她看向窗前 道 秦浩这次麻烦有点大 恐怕 燕云山这帮人 也都会去扬城吧 燕云山这帮人 都对秦浩十分的崇拜 而且相当的忠诚 而今秦浩遭遇到如此大的危机 这帮人 怎么可能会坐得住呢 圣女没有说话 因为她已经感觉到 外面有着动静传来了 整个燕云山 似乎都骚动了起来 而此时 燕云山山顶处 有着一道道身影 正笔直地站着 一共 整整十八道身影 这十八道身影 全都浑身散发着煞气 气势逼人 而他们的前面 则站着一个 身穿得体西装 气质沉稳的中年男子 正是刚从外面赶回来的曹湖 而他前面的十八道身影 则是天旋十八旗 刚才 他已经把今晚秦浩打电话 给他的事情说了一遍 此时 他看着天旋十八旗 沉声道 秦爷此次的敌人 十分的强大 我们此次扬成这行 恐怕有去无回 是此追随秦爷 曹虎刚说完 一道蒸汽化意 响彻天地的喊声 就在这片夜空之下响起 这道声音 整齐化意 震耳欲聋 在燕云山之中回答 虽然天旋十八旗 不知道秦浩在阳城 遇到了什么危机 但是 秦浩竟然需要卫阴去帮忙 那肯定是大危机了 毕竟卫阴 可是货真价实的 无尊强者呀 所以他们也知道 此番去阳城 肯定很是危险 但是 他们还是目光如炬 深情坚定无比 哪怕付出性命 他们也要追随秦浩 好 曹虎听了天旋十八旗的 这道怒吼 满意地点了点头 天旋十八旗 全都踏入到无胜之列了 而且因为有充沛的丹药 而且还有天旋大阵的帮助 特别是这段时间 老魏虽然天天去大宝剑 但是 你还是时不时地 知道燕云山的这帮人 所以 天旋十八旗的修为 提升十分之快 他们当中 已经有好几个 是无胜大圆满了 而陆瑞义 更是半步神经强者了 这修炼速度 可以说是相当的逆天了 如果让外人知道的话 恐怕要惊掉下巴了 但是 其实天旋十八旗 都还不怎么满意 因为他们觉得 自己还是无法追上秦浩的步伐 所以 他们更是拼命地修炼 霍言 我们什么时候去阳城 陆瑞义身子挺拔 眼神犀利 开口问道 陆瑞义 原本只是一个富二代 虽然也是练武之人 但是 修为并不高 然而 他现在 就是突破的半步神经强者了 而且 他的气势 十分的逼人 此时的他 可以说跟之前 完全是两个人 此时的他 已经完全蜕变了 变得越加的犀利 其他人 也是齐刷刷地 看着曹虎 他们恨不得 立马去扬城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曹虎抿了抿嘴 道 我们等魏老带我们去 魏老 天旋十八起 听了曹虎这话之后 全都一脸的古怪之情 陆瑞义 也是眉头微醋 道 等老魏这家伙 恐怕不到点都不去 其他人也是纷纷点头不已 这一段时间 他们也已经明白 魏英是什么样的人了 那家伙的舞蹈修为 确实高 而且 舞蹈上的见解也很厉害 为他们讲解了很多 但是那家伙 实在是有点 物正业呀 天天出去嗨 曹虎也是苦笑了一声 道 唉 我们还是得靠魏老啊 他们的修为提升都很快 但是 跟秦浩的敌人相比 还是太低了 所以雁云山的主要战力 还是得靠魏英 天旋十八级众人 也是微微点头 他们当然也知道 他们的战力有限 还是得靠魏英 老魏去哪了 我们问问 他什么时候出发 陆瑞义看向曹虎 开口问道 曹虎摇了摇头 我哪里知道啊 魏英虽然住在雁云山 但是神龙剑手不见尾的 他很是少见 而且他估计 除了阿力之外 恐怕其他人 也很难见到魏英 魏前辈 跟立格出去了 这时 一道略带稚嫩的声音传来 这间远处一个 十三四四的少年 缓缓而来 十三 你说什么 老魏又跟你也出去了 陆瑞义看向少年 不敢置信地问道 没错 少年正是十三 十三而今 也已经踏入到 无胜之力了 所以他看起来 虽然还很稚嫩 但是气势 也是相当不凡的 此时 他来到天玄十八旗面前 点头道 魏前辈他们确实出去了 曹虎闻言 好奇地问道 他们去哪了 十三还没回答 一旁的陆瑞义 就鄙视道 虎爷 您这话问的 有点傻呀 他们还能去哪 曹虎听了陆瑞义的话 也是尴尬一笑 随后 他看向十三 疑惑道 十三 你怎么没去呀 曹虎刚说完 十三就脸色一阵战红 我 我去干嘛呀 哈哈哈哈 老魏不是经常叫你出去吗 一旁的天玄十八旗 全都大笑不已 他们看向十三 脸上都带着神秘的笑容 十三听了他们的话 脸色更是羞红无比 他急忙辩解道 我才没有经常出去呢 我就去过一次 而且我什么都没做 天玄十八旗众人 全都没有说话 这是面的神秘笑容地看着十三 十三看到他们这表情 更是焦急无比 他张了张嘴 似乎想在解释什么 不过他最后 还是如泄气了皮球一样 他放弃解释了 第九百六十八集 誓死追随秦爷 他急忙转移话题 看向曹虎 道 虎爷 您说秦大哥有危险了 曹虎点了点头 道 没错 六天之后 我们将会去阳城支援秦爷 十三文言 神情一阵交集 道 那我也要去 你要去 曹虎听了十三的话 眉头微粗 道 秦爷说 你还是在燕云山好好修炼 秦豪曾经说过 十三的体质很是特殊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他 要给十三足够的资源和时间成长 当时他还很诧异呢 因为他并没有看到十三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这段时间以来 他发现十三的修为在卫阴的指导之下 竟然就跟火箭一样直窜 他终于明白了 十三真是一个异类 所以而今十三虽然踏入到五胜了 但是终究是刚踏入而已 他并不希望十三跟着去 然而 十三却是一脸的坚定 秦大哥有危险 而且你们也都去了 我怎么能自己在这里呢 说着 他看着曹虎满脸的哀求 曹虎沉吟了一会儿 好 十三见到曹虎答应了 很是高兴 而且很快 又是一道道身影 闪烁而来 他们都是阮老等人 他们听说了秦浩的事情之后 全都脸色已慌 特别是徐悦和阮乔乔 乔脸上更是充满了担忧之情 徐悦看着曹虎道 曹总 我们要去阳城 没错 我们要去 其他人也是全都点头 脸上露出坚定之情 曹虎原本是想拒绝的 但是看到他们神情中的坚定 他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沉声道 那好 我们燕云山全体出动 目标直指阳城 燕云山众人 也是全都神情坚定 怒吼道 哪怕身死到消 我们也要死在秦爷之前 这是燕云山众人的决心 燕云山的众人 这道声音争其化疑 坚定无比 所有人都知道 此次阳城之行 很是危险 但是 没有人会退缩 哪怕他们知道 他们或许帮不上忙 但是他们还是毅然决然 他们想跟在秦豪身边 哪怕能帮秦豪 挡住一点危险 也足够了 曹虎也是满脸的坚定 随后 他看向天宣十八旗 道 我们先等魏老 然后一起出发阳城 在这之前 你们要继续修炼 秦爷交给你们的阵法 天宣十八旗 全都点了点头 秦豪交给他们的 乃是一个合体阵法 只要他们十八人 能把这个合体阵法 融会贯通 他们的战力 将能翻好几倍 随后 曹虎跟燕云山众人 说了一些事之后 然后就离开了 而秦秦豪遭遇了 前所未有的危机 他担心 汉江省的一些势力 得到这消息之后 会做出对大秦集团 不利的事情 而且几天之后 他们就要去扬城了 所以他得先去 安排一些工作才行 曹虎离开之后 众人也是纷纷离开了 特别是天宣十八旗 他们更是去到了别处 开始修炼了起来 徐悦站在山崖前 抬头看向某个方向 精致的脸上 闪过一抹担忧着情 徐悦姐 你这么担心那个混蛋呢 这时 一道嬉笑声传来 只见一个 长相乖巧可爱的女子 走了过来 正是阮瞧瞧 徐悦惊着的脸上 上过一抹飞红 你乱说什么呢 我可没担心秦浩 阮悄巧笑了笑 我也没说你当心秦浩啊 徐悦闻言 脸蛋更是飞红无比 同时他放心 碰碰直跳不已 阮悄巧看着徐悦 道 徐悦姐 你是不是 现在就想去阳城啊 你这也太担心了吧 说着 他脸上带着调笑的表情 徐悦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好像你不担心一样 阮悄巧 原本是满脸的笑容 听了徐悦这话 先是深情一致 最后脸蛋微红 我才不担心呢 徐悦抬头看向夜空 道 我们再担心 又有什么用呢 阮悄悄点了点头道 没错 我们又帮不上他什么 徐悦摇了摇头道 我不是说这个 那是什么 阮悄悄看着徐悦 脸上充满了疑惑之情 徐悄看向夜空 悠悠道 他的心已有所属 我们再担心 又能怎么样 阮悄巧闻言 先是焦虚一场 随后 他的俏脸上 也是露出一抹黯淡之情 他不再说话 而是跟着徐悦 一起静静地看着夜空 两女也不知道 在想什么 阳城 秦豪潘西坐在床上 微闭着双眼 此时 他的脑海里 正在回放着 之前看到的那一件 他继续尝试 透着那一件 这一件 实在是太神秘了 而且太过玄傲了 所以哪怕秦豪 对武道的领悟力极强 但是 还是无法参透他 不过他也收获极大 此时 秦豪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盛 仿佛一把要出鞘的利剑 就这样 一直到了大半夜 秦豪才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咻 一道金色的光芒 就如一把利剑一般 从秦豪的眼中一闪而过 秦豪微微点头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他虽然尚未完全吃透那一剑的玄傲 但是 他也获得了不少的心得 他发现 他对剑道的理解 又更深了一些 甚至 他有种错觉 如果此时 他是战杰天剑这样的剑道武器的话 威力 恐怕都要更上一层楼 这让他很是高兴 这一剑 果真是玄傲啊 秦豪难难自语 只是研究那一剑而已 既然对其他的剑法都能有帮助 这还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同时 也让秦豪对那一剑 更是充满了好奇 他很想继续研究下去 不过 他发现 研究那一剑 十分的消耗心神 所以他洗漱了一番 然后就睡觉了 次日 秦豪早早就起来了 然后又配置了一些药泥 他拿着药泥下楼 发现 餐厅中只有林若涵和维叔凤 维叔凤见到秦豪下来 冷哼一声 满脸的厌恶 姐夫你醒了 林若涵则是嬉笑了一声 笑着打招呼 秦豪看向林若涵 问道 你姐呢 我姐和我爸刚才已经出门了 林若涵说道 那么早 秦豪闻言 神情也争 林若涵 汉手清点 道 他们说 公司里有紧急的事 所以需要马上去开会处理 哦 秦豪听了之后 饿了一声 看来 林氏集团里 还真不是一般的复杂 否则 有着林正德的亲自制定 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事呢 冰晚他们之所以这么累 还不是因为你 这时 你的冷笑声传来 秦豪看向韦书凤 眉头微粗 道 有关我什么事 韦书凤 抬头看着秦豪 冷笑道 哼 如果你能有点本事 帮上冰晚他们 他们也不会那么累了 秦豪一脸的淡然 道 你怎么就知道 我没帮上他们 韦书凤冷笑了一声 道 哼 你帮上他们什么了 说完 他满脸的不屑 冷哼一声 然后起身出门去了 他要去打麻将了 否则要是迟到了 那就轮不到他了 秦豪懒得理他 而是来到林若涵面前 把昨天附在林若涵脸上的药泥取下来 此时林若涵脸上的伤疤已经奇迹般的愈合了 但是还是没能修复 林若涵抬头看着秦豪问道 姐夫 我的脸真的能恢复吗 秦豪点了点头 认真道 那当然了 姐夫什么时候骗过你 说着 他把今早配置的药泥 敷上了林冰晚的脸 包扎好之后 秦豪看着林若涵 笑道 要不了几天你就能恢复了 林若涵看守轻点 道 嗯 说着 他搂过秦豪的手臂 嬉笑道 姐夫 有你真好 秦豪看着他这样 摇头一笑 吃过早餐之后 秦豪就去林家大院了 到了林家大院之后 秦豪就开着车 直接到了林家大院后方 刚下车 秦豪浑身一枕 因为他感觉 林家后院 似乎发生了某种异变 此时 秦豪双眸灼灼地 往林家大院后方望去 那里正是那座神秘小山所在 他总感觉 那里似乎发生了某种异样 特别是刚才 他有一瞬间 觉得那里似乎有什么 又扫视了他一番 但是此时又没有那种感觉了 仿佛刚才他只是错觉罢了 他暗中打开了天眼通 但是还是什么都没发现 这让他眉头微粗 脸上闪过一抹疑惑之情 难道真是错觉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 那座神秘小山的方向 然后走进了死河院 进屋之后 秦豪发现孟老和林正德都醒了 特别是林正德 他的脸色已经好了许多 不过孟老还是只能躺在椅子上 秦豪来到孟老面前 孟老 我先给您治疗吧 孟老张了张嘴 就欲拒绝 不过看到秦豪的深情 他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只是点了点头 秦豪拿出银针 快速地扎进了孟老的身上 孟老体内的不少经脉都断了 这短期内肯定好不了 不过秦豪还是想把孟老体内的其他伤势给治好 特别是孟老的双腿 虽然被傅明说用血色长枪刺中了 但是并没有废掉 还是能治好的 秦豪希望能让孟老正常的行走 就这样 秦豪先是给孟老治疗了一番 然后再次给林正德解毒 两个小时之后 秦豪脸色苍白 深情唯靡 同时他看着林正德 眉头微醋 因为他发现 竟然无法把林正德体内的余毒给清理干净 这毒有点棘手啊 同时秦豪的脸上还闪过一抹凝重之情 因为如果不能快点把林正德体内的余毒给清理干净的话 那么林正德的战力就无法发挥出来 这就相当于他们这边少了一名无尊强者也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孟老爷注意到了秦豪的神情变化 他一脸的紧张 孟爷 老爷怎么样了 请好沉溢了一会儿 他体内的毒素 短期内恐怕难以清除干净 什么 孟老闻言 脸色骤变 难以清除干净 那老爷如何为孤爷解决接下来的麻烦呢 林正德也是苦笑了一声 他就知道他体内的毒素不可能那么容易清除的 没想到还真是 随后他看一下秦豪 秦豪你先回去休息吧 秦豪为了给他解毒和治疗暗伤 已经消耗太多了 是时候回去休养了 而且他决定了 当下他还要继续上山 不管怎么样 他一定要唤醒他们林家的先祖 哪怕唤醒一个也好 秦豪沉溢了一会儿 正想点头 这时 他的口袋传来一阵动静 随后 两条长长的处须就冒了出来 紧接着 光芒一闪 一条雪白的虫子 从秦豪口袋中出来 就这么飘在秦豪的面前 正是小白 此时 小白悬浮在空中 两根长长的处须揉着眼睛 一副刚睡醒的模样 林正德看到这虫子 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一抹诧异 这虫子竟然能悬浮在空中 而且不知道为何 他总感觉 这只虫子身上 似乎透着某种神秘的色彩 这只虫子 不简单呢 秦豪看着突然出现的小白 也是神情也张 这家伙自从回来之后 就一直在沉睡 怎么现在醒了 小白先是揉了揉眼睛 最后来到林正德面前 两只眼睛好奇地盯着林正德 突然 小白后脑勺 那道纹落 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随后 小白就被一片光芒笼罩在旗内 这片光芒 呈韭彩之色 很是神秘 而且相当的梦幻 林正德看到这一幕 浑身一震 这虫子果然不简单呢 秦豪看着被韭菜光芒笼罩的小白 脸上也是闪过一抹惊怡 小白这是要干嘛 突然 小白身上的韭菜光芒 直接脱体而去 瞬间就把林正德给笼罩了 林正德内心一惊 就意做出反应 毕竟 这韭菜光芒看起来如此的神秘 他不知道自己被这韭菜光芒笼罩住会发生什么事 别动 这时 秦豪急忙叫住了他 虽然他不知道 小白这是要做什么 但是他知道 小白是不会伤害林正德的 林正德虽然内心有点慌张 但是也没有做出什么其他反应了 就这样 韭菜光芒笼罩着小白 而小白的两根长长的触须 则递在韭菜光芒之上 仿佛在传递着什么一样 秦豪双眸卓卓的盯着林正德 同时 他还暗中打开了天眼通 下一刻 秦豪就浑身一震 脸上露出一抹惊恶之情 因为他发现 韭彩光芒不仅笼罩住了林正德 而且还钻进了林正德的体内 一丝丝韭彩光芒就如流水一般 在林正德体内流转 韭彩光芒所过之处 林正德体内的灰黑色的毒素 竟然缓缓地消失了 没错 林海洪给林正德下的毒 十分的神秘 之前一直附在林正德的五脏六腑 和经脉之中 很难清除 哪怕情好医术逆天 而且天旋阵气十分神秘 也给林正德治疗了两天 但是也只是清除了一心而已 但是此时 这些毒素 在小白的韭彩光芒之下 竟然肉眼可见地消失了 这可比他利用阵法和天旋真气来解除 要快得多了 其实不仅情好 此时林正德也是惊讶无比 因为他能感觉到他体内的变化 自从中毒之后 他体内的气节就动不了了 仿佛被凝固了一般 就算情好这两天给他疗伤 也清除了一些毒素 但是他体内的气节还是难以涌动 但是此时他发现 他体内的气节竟然在缓缓地复苏 他体内的气节竟然在经脉之中缓缓地流动起来了 仿佛刚枯的河岛引来了流水一般 很是舒畅 而且他能感觉到 他体内的毒素正在消失 这让他很是震惊 这只雪白的虫子是什么灵虫 竟然能解毒 第969集 秦昊的诧异 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 林正德身上的韭菜光芒 才缓缓地消失了 秦昊发现 林正德体内的毒素 竟然已经清除一大半了 这让秦昊很是震惊 小白竟然能解除这么难缠的毒 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同时 秦昊看着小白 眼中闪烁着精芒 小白能不能清除冰丸体内的韩煞之气呢 此时 秦昊双眸灼灼的盯着小白 眼中闪烁着精芒 小白竟然能解这么难缠的毒 那么 他能否解林冰丸体内的韩煞之气呢 如果小白能做到的话 那么 岂不是不需要天玄九珍了 想到这儿 秦昊内心上过一抹激动之情 因为天玄九珍 所需要的九阳石 实在是太难寻找了 而且 天玄九珍 必须要炼制九珍才行 哪怕到现在 他所找到的九阳石 也只能炼制四珍而已 还远远不够 所以 他一直也在找寻其他办法 不过 他一直都找不到其他办法 而如果小白能做到的话 那就太好了 这时 悬浮在空中的小白 咻的一声 落在了秦昊的口袋上 此时 小白两根长长的处须 鼓励地下垂着 看起来很没精神 而且 他原本经营雪白的身躯 此时 也变得暗淡了不少 秦昊看着他这样 不由得一阵紧张 小白 你没事吧 小白两根长长的处须晃了晃 仿佛在说 我没事 随后 他两根长长的处须 不停地摆动 似乎在说着什么 最后 他看了一眼林正德 然后 就钻进了秦昊的口袋里 林正德 看向秦昊的口袋 满是周文的脸上 伤过一抹担忧着情 他没事吧 秦昊抿了抿嘴 还好 他说 休息好了 再给你解读 说着 他看着林正德 问道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林正德沉吟了一会儿 然后 缓缓地运转功法 很快 他苍老的脸上 就露出一抹喜色 因为 他发现 他体内的气节 竟然能运转起来了 最后 一股气息 从他体内冲天而去 老爷 您 孟老感受到这股气息 满脸的激动 林正德也是一脸的高兴 这股气息 虽然没有他全生时期那么强大 但是也相当的强大了 当然 最重要的是 这代表他能动武了 他抬头看向秦豪 诚恳道 秦豪 谢谢你 此时 他内心充满了复杂之情 以前 他一直都对秦豪很有意见 因为他觉得 他的孙女嫁给秦豪 完全就是鲜花插进了牛粪里 然而 他没想到 他现在竟然全靠秦豪 秦豪 秦豪败了白手 是小白给你解毒的 你不用谢我 不管怎么样 都谢谢你 林正德沉声道 小白确实是帮他解毒了 但是 他体内的伤势 其实还是秦豪帮他治疗的 好了 我先回去了 秦豪说道 他刚才给孟老和林正德治疗 消耗太大了 所以 他得先回去恢复一下才行 嗯 林正德点了点头 随后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看向秦豪 秦豪 这几天 你要注意点 虽然 虽然距离附家三方约定的时间 还有几天 但是 他担心附家三方会玩音的 秦豪也知道林正德想说什么 他沉吟了一会儿 我会注意的 林正德点了点头 那就好 随后 他叹息了一声 这几天 我会经常去我们林家圣山的 他说的当然是指他们林家后方的那座小山 他要去看看能不能唤醒他们林家的仙祖 哪怕唤醒一个也好 希望小白能帮老爷尽快把体内的毒素全解了 孟老爷是沉声说道 此时 两人脸上都带着担忧之色 秦豪抿了抿嘴道 傅家的事 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我有安排的 两人听了秦豪的话 深情也争 难道秦豪还有其他帮手不成 好了 我先回去了 秦豪跟两人打了一声招呼 然后就离开了死河院 秦豪开着车 直接回到了华顶小区 一进屋 秦豪发现林若涵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此时见到秦豪回来 他神情一喜 瞬间来到秦豪面前 搂过秦豪的手臂 撒娇道 借夫 你终于回来了 林若涵的脸受伤了 所以他哪里也不去 所以他很闷 他抬头看着秦豪 委屈道 借夫 我的脸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说着 他的一双大眼睛中充满了渴望之情 秦豪摸了摸他的脑袋 你别着急 很快的 虽然他配置的药泥 有着很好的效果 而且加上他特殊的针灸手法 林若涵的脸已经奇迹般的 在快速恢复了 但是终究不可能那么快就能恢复的 林若涵听了秦豪的话 嘟着嘴 委屈道 那我每天在家 好无聊啊 秦豪看着林若涵 脸上也是闪过一抹心疼 这小妮子原本就活泼好玩 而今因为脸受伤了 只能他在家里 确实委屈了他 而且他也确实很无聊 突然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问道 对了 那大傻猫呢 这次回来之后 秦豪就没见过不吃鱼的猫儿 那只大傻猫 这让他很是好奇 林若涵嘟着嘴 委屈道 上次你走了之后 猫儿也失踪了 不知道去哪了 失踪了 秦豪闻言 神情也争 那大傻猫不见了 这是什么情况 一直没回来过吗 秦豪好奇地问道 林若涵点了点头道 嗯 说着 他神情黯淡 自从他捡到不吃鱼的猫儿之后 他就没有失踪过 所以 此时他很是担心 秦豪摸了摸他的脑袋 安慰道 那只大傻猫 狡猾得很 不会有什么事的 说不定 他去哪偷吃什么好东西了呢 林若涵也是汗手清点 嗯 随后 秦豪陪林若涵聊了一会儿 然后就上楼去了 上楼之后 秦豪吃了几枚丹药 修炼了一番之后 然后从他口袋中把小白拿了出来 此时 小白也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秦豪看着小白 问道 小白 你能解我老婆体内的寒煞之气吗 说着 他的眼中带着期待之情 小白直接摇了摇头 秦豪见状 脸上闪过一抹暗淡之情 看来 要想解寒煞之气 还是要靠天玄九针才行啊 随后 小白就再次钻进秦豪的口袋 而秦豪则再次仓污那一剑 他要趁着这几天 把那一剑完全吃透才行 这样 他就能多一招大杀招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 秦豪每天都去给孟老和林正德治疗 而且小白也在帮着林正德解读 剩下的时间里 秦豪除了吃饭睡觉之外 基本都在研究那一剑的玄傲 很快 七天的期限就到了 七天已过 这意味着 傅家三方给出的期限到了 汉东省的武道势力 全都再次沸腾了起来 七天时间已到 林家似乎并没有要交出秦豪的答案 秦先生如此的妖孽 可能是振兴林家的唯一机会 你觉得林家会交出来吗 林家不交出来 恐怕这次要彻底被灭了 各方势力全都开始议论起来了 傅家三方给的时间已经到了 但是 众人并没有消息说 林家把秦豪交出来了 这还真是让人惊讶 毕竟这可是傅家 邪音宗和星宇门三方一起发难 林家难道真的不怕吗 不过 也有人觉得 林家不把秦豪交出来 并不算什么意外 毕竟秦豪如此的妖孽 武道潜力太大了 未来成就肯定不低 林家说不定会因为秦豪 而再次崛起 林老爷子怎么可能会把秦豪交出来呢 除非脑子被驴踢了 不过 更多的人则是冷笑不已 他们觉得 林正德这完全就是找死的行为 因为傅家三方不可能放过秦豪的 而林正德还敢如此刚 这正好给傅家三方一个借口 一个对林家动手的正当理由 而林家终究不是曾经的林家了 林家现在如此不识好歹 完全就是找死的节奏 傅家他们想灭了林家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这时有人开口说道 其他人也是纷纷点头不已 傅家三方确实很是强大 而林家也确实是没落了 但是傅家和秦天宗都表示会支持秦豪到底了 这两家也是十分之强大 而林家虽然没落了 但是林正德也还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武尊强者呀 你们觉得 傅家和秦天宗为了秦豪能出动多少武道高手 有人却是冷笑道 众人也是全都纷纷点头 叹息不已 傅家和秦天宗确实说过会支持秦豪 但是恐怕也只是派出一小部分高手来而已 甚至会不会派出武尊强者 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毕竟这两家肯定不会跟傅家三方来个生死决斗的吧 而且我得到了一个消息 据说林正德已经中毒了 突然有人爆料道 什么 各方势力的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全都浑身一阵满脸的惊恶 林正德中毒了 这怎么可能 林正德不是一直都只是在林家大院闭关吗 林正德不是好久都没露面了吗 而且林正德不是武尊强者吗 谁能让他中毒呀 据说是林家二爷做的 爆料的那人再次放出猛料 什么 林家二爷 众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更是全都张到了嘴巴 半天说不出话来 林家二爷不是林正德的亲生儿子吗 他竟然会给林正德下毒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为了掌权 突然 不少人内心也动 众人文言也是反应过来了 全都纷纷点头 随后 众人全都一脸的感慨 他们都知道 林家内部为了掌权而争斗不已 但是他没想到 争斗竟然如此激烈 而且林家二爷还真是够狠的呀 竟然能给自己的亲生父亲下毒 还真是 为了权力 什么都可以做得出啊 不对呀 林老爷子乃是五尊强者 林海洪怎么可能让他中毒呢 突然 有人想到了什么 迟疑到 众人文言 也是全都很是疑惑 对呀 林正德可是五尊强者呀 而林海洪不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吗 他去哪能得到 可以让五尊强者都中招的毒药啊 据说 林海洪跟傅家合作了 而他的毒药 也是从傅家中得到的 刚才爆料的那人 再次把这个猛料给爆出来 哄 这个消息一出 整个汉东省武道界都沸腾了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一脸都不敢置信 傅家跟林家不是敌对势力吗 傅家不是一直想着吞并林家吗 林家二爷竟然还会跟傅家合作 这是什么情况 这林家二爷是不是疯了呀 真的是为了掌权 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吗 难道他不怕林家被傅家吞并了吗 所有人都觉得林海洪这是疯了 没想到这位林家二爷还真是一位枭雄啊 枭雄 我看是秦寿吧 没错 而且还会是林家的罪人 众人全都感慨不已 所有人都觉得林海洪这人太过心狠手辣了 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能下得了手 这跟秦寿已经差不多了 一栋豪华的别墅之中 林海洪的脸色阴沉无比 他也知道了外界对他的评论 这让他很是愤怒 但是他也无话反驳 因为他做的事确实太秦寿了 只要我再次掌控林家 带领林家走向辉煌 我的这黑历史也不算什么 林海洪喃喃自语道 而此时 汉东省各方武道势力还在议论着 他们都在猜测 林正德中毒之后 还有几分战力 林正德原本就有暗伤了 所以一直都在林家大院中休养 而今又中了附加神秘的剧毒 林正德已经完全失去战斗力了 之前爆料的那人再次发出消息 什么 完全失去战斗力了 这个消息就如一颗惊雷一般 在众人的耳朵里炸响 众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全都一脸的惊恶 傅家的毒竟然如此的恐怖 竟然让林正德完全失去战斗力了 那岂不是说 林家唯一的一名武尊强者都没了 那么就算有楚家和秦天宗的支持 林家恐怕也顶不住傅家三方吧 甚至众人还在猜想 楚家和秦天宗还会继续支持秦浩吗 还会站在秦浩这边吗 毕竟现在就相当于 他们两家护着秦浩而已了 至于林家已经废掉了 温城 楚家大院 一个巨大的大殿之中 坐着一道道身样 这一道道身样 周身都散发着淡淡的威压 此时 整个大殿的气氛有点凝重 没有人说话 所有人都沉着脸 似乎在思考什么 我们计划得改变 我们放弃吧 这时 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这道声音一出 大殿之中的众人全都瞳孔一缩 楚雪轩听到这话 翘脸一阵慌张 不行 我们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 改变立场啊 他原本是没有资格坐在这里的 但是因为涉及到秦浩 而秦浩跟他的关系很不一般 所以 楚家高层 让他坐在这里参与讨论 此时 他的内心充满了交集 因为自从得到林郑的受伤之后 楚家内部就变了 有不少声音 还是反对支持秦浩了 因为在不少人看来 林郑德已经废掉了 秦浩就已经失去保护了 就算秦浩这次能度过危机 以后肯定也很艰难的成长 因为 富家这些势力 不会让秦浩顺利成长的 而他们楚家和秦天宗 是不可能一直护着秦浩的 所以 秦浩已经不值得投资了 秦浩真的很是娇孽 他未来的潜力极大 值得我们支持啊 楚雪轩看着楚家众人 焦急地说道 楚雪昌也是一脸的交集 对呀 秦浩这个青年为人很好 如果我们帮了他 他肯定会记得我们楚家的好 但是 林郑德已经废掉了 而且 林家的传说 也没见有什么踪影 刚才说话的那人 再次开口说道 他们楚家之所以支持秦浩 那是想着林家是主力 而他们只是辅助 但是 现在林郑德已经中毒 失去战斗力了 而且林家的传说 也没见出现 所以 他们楚家 恐怕要成为主力了 这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屋子当中 有不少人也是纷纷点头 他们觉得有道理 第九百七十集 魏音出发 楚雪轩看着这些人点头 内心焦急无比 随后 他想到了什么 眼眸一亮 急忙道 可是 我们之前 已经放话出去了 一定会支持秦浩的 甚至为秦浩 不惜一战 而今 突然又说放弃 这让外人怎么想我们 楚雪轩这话一出 屋子里一片沉默 确实 楚雪轩说的话很有道理 几天前 他们楚家那么坚定地支持秦浩 而今又突然说放弃支持了 这会让外界觉得 他们楚家羊而无险 同时 外界也会明白 他们是因为得知林郑德 失去战斗力 所以才放弃的 这会让外界觉得 他们楚家 太会算计了 那以后 谁还敢跟他们楚家合作呀 但是 林郑德已经失去战斗力了 林家已经帮不上秦浩任何忙了 有人叹息道 众人也是纷纷 众人也是纷纷点头 林家本来就不行了 只剩下唯一的一个林郑德 但是而今 连林郑德都失去战斗力了 林家算是彻底废掉了 我问过秦浩了 秦浩说 他这几天都在给林老爷子戒毒和疗伤 林老爷子已经快要恢复了 楚雪轩说道 自从得知林郑德中毒之后 楚雪轩就给秦浩打电话了 秦浩也没有隐瞒 把林郑德中毒的事也跟他说了 屋子里的众人听了楚雪轩的话 全都神情也争 秦浩竟然能给林郑德解毒 听说那是傅家专门调制的毒药 除了解药之外 无人能解呢 又有疑惑的人说道 秦浩原本就懂医术 而且秦浩太神秘了 说不定他有办法解毒呢 楚雪轩急忙说道 楚家众人听了楚雪轩的话 全都摇了摇头 他们也听说秦浩懂医术 但是他们更知道 傅家的那个毒药不可解 所以他们并不相信秦浩能解毒 说不定秦浩是故意忽悠他们的呢 为的是获得他们的支持 不可能秦浩才不是这种人呢 楚雪轩认真地说道 楚讯昌也是抿着嘴 没错 秦浩不可能会骗我们 他虽然跟秦浩没接触多久 但是他看得出秦浩这个青年 不可能会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 而捏造谎言 你们跟他踩 楚雪轩两人刚说完 就有人要反驳 好了 这时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 这间围首的一个老者 看着众人道 你们一个个的吵什么吵 还有一点样子吗 老者正是楚景培 屋子里的众人 见到楚景培出生了 全都低着头 不敢再议论 景培 我们要支持秦浩吗 有人问道 楚雪轩和楚讯昌看向他 就与说谎 不过 楚景培却是摆了摆手 直接阻止了他们 楚景培看着众人 当然支持了 什么 众人听了楚景培的话 劝他神情也争 楚景培为什么要如此坚定的支持啊 楚景培看着众人 沉上道 我们之前已经表态要支持秦浩了 现在怎么能退缩呢 这不是让人笑话我们吗 众人闻言 劝他沉默不已 确实 如果他们现在退缩的话 肯定会被人笑话的 而且就算林整德受伤了 但是你们觉得 秦浩就没人了吗 楚景培开口说道 众人听了楚景培的话 全都脸色一睁 好奇地看向楚景培 楚景培抿了民嘴道 你们别忘了 秦浩在汉江省 可是有一个势力 而且还有一名武尊追随着 众人闻言 这才想起这事 只是 就算秦浩有一名武尊帮手 恐怕也不够啊 有人担忧道 其他人也是纷纷点头不已 富家三方 这次肯定会出动武尊强者的 而且肯定会是好几位 更别说三方的其他高手了 除了那名武尊强者 你们是不是忘了 那位一脚踩了天明宗的强者呢 楚景培突然说道 嗯 众人闻言 全都浑身一震 脸上闪过一抹惊恶之情 他们当然也听说过这事了 也得知那人至少也是武尊修为 但是 不是说那人跟秦浩并没有多大关系 这是刚好路过 觉得秦浩这个青年不错 所以才出手警告一番天明宗而已吗 难道那人还会再来帮秦浩吗 景培 你 是不是得到了什么消息呀 一个跟楚景培年龄相仿的老者疑惑地问道 楚家众人也是全都好奇地看向楚景培 就连楚雪轩看向楚景培 精致的脸上也是带着好奇之情 难道景培爷爷知道那人是谁吗 此时 楚雪轩看着楚景培 笑脸之上带着疑惑之情 他当然也听说过 有那么一人为了秦浩而一脚踩踏了天明宗的大殿 而且还警告了一番天明宗 但是那人只是出了一次手而已 自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出过手了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那人跟秦浩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但是为什么景培爷爷现在突然说到那人呢 难道景培爷爷知道那人是谁 难道景培爷爷知道那人会出来帮秦浩 其实不仅他 屋子里的楚家众人看向楚景培 内心也是同样如此疑惑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楚景培摇了摇头道 我并不知道那人是谁 他也派人调查过了 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关于那人的信息 不过他还是有种感觉 那人并不是路过的 那人跟秦浩肯定有不一般的关系 于是他看向屋子里的众人 沉声道 不管怎么样 我们支持秦浩到底 好 既然楚景培都这么说了 他们也没有再说什么了 而是全都点了点头 楚雪轩见那众人点头 内心一喜 楚景培沉吟了一会儿 道 好了 按照我们之前的计划 准备去扬城 好 众人全都点了点头 眼中闪过一抹精芒 很快 楚家继续支持秦浩的消息 就传出去了 汉东省各方势力 得到这消息之后 全都一点的惊恶 林正德都已经废掉了 楚家竟然还支持秦浩 他们这是又一条路走到黑吗 看来他们对秦浩不是一般的看重啊 众人全都感慨不已 没有了林正德 林家已经算废掉了 可以说 此时谁支持秦浩 完全就是自己扛着而已 楚家竟然还是选择了继续支持 这肯定是因为秦浩的原因 他们很是看重秦浩的潜力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看重 很快 秦天宗也传出消息了 秦天宗继续支持秦浩 这 汉东省各方势力 得到这消息之后 全都神情一争 秦天宗也还继续支持 秦浩 真的如此值得他们这么做吗 天海市 燕云山 曹虎背负着双手 一脸的交集 在他面前 天宣十八级等人 也是神情交集的 看着曹虎 虎爷 老魏什么时候回来呀 站在最前方的陆锐义 看向曹虎 催促的问道 其他人看向曹虎 内心也很是交集 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但是他们发现 魏音竟然还不回来 曹虎看向一旁的十三 问道 十三 魏老怎么说 整个燕云山中 除了阿丽 也就十三能跟魏音联系了 十三看着曹虎道 魏前辈 叫我们不要交集 他马上就回来了 曹虎闻言 一阵哭笑 马上就回来 这都马上一个多小时了 怎么还没见回来呢 实在不行 我们就自己去吧 陆锐义沉声说道 没错 其他人也是纷纷点头 你们一帮菜鸟 去个忙了 这时 一道不屑的声音传来 众人扭头一看 只见两人 从山下走了上来 其中一人 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 另外一人 则是一个青壮年 众人看到这两人 脸色一喜 因为这两人 正是魏音和阿丽 曹虎也是一阵激动 立马迎了上前 恭敬地说道 魏老 您回来了 我们等候您多时了 曹虎刚说完 魏音就看着曹虎 吹火的瞪眼 怒道 魏老你妹呀 老夫不是叫你 不要叫我魏老了吗 老夫有那么老吗 曹虎听了魏音的话 神情一整尴尬 他知道魏音是五尊强者 所以 为了表示尊敬 他一般都称呼魏音 为魏老 然而 没想到魏音每次都生起 此时 他急忙改口 魏前辈 我们该出发去阳城了 魏音先是扫视了一番天旋十八旗 随即看向 徐悦和阮瞧瞧 道 你们也去 天旋十八旗去阳城 他可以理解 毕竟天旋十八旗 一个个战力都不凡 而且他们还修炼了 秦号传授的合体阵法 但是 徐悦这些人也跟着去 他就有点不理解了 徐悦汉手轻点 我们要去帮秦号 哪怕挡在他面前 帮他挡下一个武技 我们也心甘情愿 说着 他精致的脸上露出一抹坚定之情 阮瞧瞧也同样重重的点头 魏音撇了撇嘴 就秦号那木头哥的 你们去了 他也是不开窍的 你们白去 徐悦和阮瞧瞧听了魏音的话 脸上都闪过一抹飞红 行吧 既然你们都想去 那么就去吧 刚好让你们看看世面 让你们知道 武道一途并不只是闭关 还有生死历练 魏音扫视了徐悦等人 摆了摆手说道 随后 魏音随手一甩 只剑往山下走去 曹虎等人急忙跟上 下山之后 曹虎却是神情也争 因为他发现 山脚下正站着一个女子 女子三十岁出头 身穿旗袍 把傲人的身材勾勒得十分的诱惑 女子正是柳云 曹虎看向柳云 诧异道 云姐 你在这干嘛 柳云抿了面嘴道 我要跟你们去 前几天 曹虎已经跟他说过 秦号那边的事了 他很是担心 曹虎愣了一下 随即道 可是 云姐你 他们可是要去拼命的 而柳云终究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就去看看他 柳云说道 他知道 秦号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危险 他帮不上忙 但是 他就是想看看秦号 如果秦号真的陷入了危机 他愿意为秦号付出一切 哪怕 能跟那个男人死在同一时候 他也心甘情愿 曹虎没有说话 而是扭头看向魏音 魏音一脸的不耐烦 那小子有什么好的 云我脑袋一个 你们怎么全都那么傻呀 说完 他不再说什么 直接钻进了车子 曹虎痴疑了一下 随即一看向柳云 云姐 那你跟我们走吧 柳云妩媚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随后 一帮人直接上车了 车子缓缓地离开了雁云山 赶往天海机场 雁云山第一次全体出动 车子缓缓地行驶 离开了雁云山 只问天海机场而去 因为汉江省距离汉东省太远了 两者之间还隔着其他省份 为了赶时间 所以曹虎包下了一架客机 很快 雁云山的行动 就被天海市各方势力知道了 而且还在整个汉江省传开了 这 雁云山这是要干嘛呀 对呀 怎么全体都出动了呀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嘿 你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哎 难道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快点说说 汉江省各方势力 到达雁云山全体出动之后 全都一脸的疑惑 雁云山众人 这是要做什么呀 为什么要全体出动呢 难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很快 一些消息比较灵通的势力 把秦浩在雁云山的事情 报出来了 而且 他们还把附加各方势力 在汉东省的地位 给科普了一番 什么 整个汉江省各方势力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让他浑身一枕 满脸的惊骇 秦浩竟然杀了汉东省 前十势力的人 现在遭遇到三方势力的围剿 秦先生 真是无所畏惧啊 众人全都感慨不已 汉江省的很多势力 之前都没听说过 附加 邪音宗和星云门等势力 毕竟汉江省的武道 太落后了 但是 刚才从科普这口中 他们也知道 附加等各方 是什么样的存在了 此时 他们内心震惊无比 秦浩 这才去汉东省 没几天 竟然就招着到了 这么强大的势力 而且还是三个 秦浩还真是天不怕 地不怕呀 怪不得燕云山 要全体出动了 他们这是要去支援秦先生啊 看来 一场大决战 要开始了呀 燕云山 全体出动 看来那什么 傅家要惨了 你在说梦话吗 你知道傅家 是什么样的存在吗 汉江省各方势力 全都议论不已 不少人觉得 燕云山全体出动 傅家三方肯定要麻烦了 主要是他们的武道境界太低了 他们的见识也太低了 所以虽然经过科普者的科普了 但是 他们对傅家等大势力 还是没有一个全面的认知 而秦浩之前在汉江省 可是一个神话 很多人都崇拜秦浩 把秦浩当成了偶像 所以 他们觉得 这次秦浩肯定也能赢 不过 也有很多人觉得 秦浩这次肯定要惨了 秦浩这次可能要翻车了 因为他们知道 傅家三方是什么样的势力 不管是傅家 还是邪音宗 或者还是星云门 他们对于汉江省来说 都是不可想象的大势力 秦浩 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所以 现在不少人 眼中都闪烁着精芒 因为如果秦浩真的倒了 燕云山这次 真的全军覆灭了 那么 大秦集团 肯定也倒了 汉江省的势力格局 将会彻底变化 不过 也没有人敢乱来 因为而今四海八州 都以秦浩为尊 四海八州都知道秦浩的妖念 秦浩就是一个未知数 不能够用常理来猜测 你们说 天明宗和八级宗 会不会搞事情啊 突然 有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迟疑到 汉江省各方势力 想到天明宗和八级宗 也是全都神情隐灵 虽然现在四海八州 都以秦浩为尊了 看起来 四海八州都被秦浩一统了 但是 汉江省还有三个武道势力 是没有屈服于秦浩的 这三个势力 分别是 段进宗 天明宗 和八级宗 而天明宗和八级宗 跟秦浩可都是有恩怨的 而今秦浩遭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危机 天明宗和八级宗 会不会趁机搞事情呢 这两家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呢 天明宗和八级宗 不会趁此机会 收服我们汉江省 四海八州的势力吗 应该不会 我们汉江省的武道势力太弱了 没错 但是我猜测 他们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 汉江省各方势力 全都议论不已 不少人在猜想 天明宗和八级宗 会不会趁着燕云山全体出动了 然后 把汉江省的各方势力收服 但是这样的言论一出 众人就全都摇头不已 因为汉江省的武道势力 和武道家族太弱了 天明宗他们应该看不上的 不过 众人猜测 天明宗和八级宗 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 他们肯定会搞事情的 第971集 这一次 秦昊避倒了 不少人猜测 天明宗和八级宗 可能会加入到 围剿秦昊的行动之中 毕竟现在可是有 汉东省的大势力 对秦昊发难了 正是收拾秦昊的最好时刻 而且天明宗和八级宗 也刚好可以借此机会 跟富家等大势力搭上线 毕竟天明宗和八级宗 在汉江省 虽然是顶尖的武道势力 但是 在整个江南六省来说 还是不够看的 他们如果能依附上 富家等大势力 也是一种姓氏 不管怎么样 天明宗和八级宗 肯定有所行动 众人内心都暗暗想到 而此时 一片连绵的山脉之中 有着一个峡谷 这个峡谷十分巨大 而且有点阴暗 峡谷之中 还有一些屋子 这些屋子也呈灰黑色 看起来偷着一股阴森的寒意 而一座高耸如云的山峰之中 有着一个大殿 此时 大殿之中 有着一个青年 这个青年 脸色苍白 看起来有点病痒痒的 如果秦浩在这里的话 肯定能认出这个青年 他正是天明宗的少宗主 罗宇 在龙光谷的时候 罗宇被秦浩打败了 所以 他找了神情二重天的赵全 想替他报仇 但是没想到 在中州的时候 连神情二重天的赵全 都败给了秦浩 这对罗宇的打击很大 所以 从中州回来之后 罗宇就必死关了 他要突破修为 这时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罗宇体内冲出 咻 罗宇睁开双眸 一道阴森的寒芒 一闪而过 同时 他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神情 因为他突破了 他突破到了神情二重天 哈哈哈哈 我终于突破了 太好了 罗宇满脸的激动 大笑不已 随后 他站了起身 眼中闪过一抹阴森的寒芒 秦浩 我们之前的账 该算算了 罗宇说着这话 眼中闪烁着阴森的寒芒 想到秦浩 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暴怒 他是谁 他可是天明宗的少宗主 竟然被秦浩这么一个上门女婿打败了 真是可恶 真是太丢人了 所以他一定要打败秦浩才行 这样他才能找回他的威望 连赵全师兄都被你打败了 确实让我惊讶 不过我现在突破了 我会替赵全师兄报仇的 罗宇喃喃自语 脸色阴森无比 随后他站了起身 伸展了一下筋骨 然后就走出了大殿 刚走出大殿 罗宇就看到了一个中年男子正走来 中年男子看到大殿门口的罗宇 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惊喜道 少宗主 您出关了 同时他感受到了罗宇身上的气息 似乎不一样 他迟疑了一下 问道 少宗主 难道您突破了 罗宇点了点头 没错 什么 中年男子见到罗宇点头 神情一阵激动 少宗主在龙光谷的时候 才突破的神经而已 现在竟然又突破了 少宗主的武道天赋 果然不一般呢 罗宇看着中年男子 道 刚好你也来了 等我父亲出关 你跟他说一声 我要离开宗门几天 中年男子闻言 神情一争 问道 少宗主 你要去哪儿 罗宇眼中闪过一抹精芒 道 我要去天海 去天海 中年男子内心一个咯噔 难道少宗主是要 没错 我要去找秦豪报仇 罗宇说着 苍白的脸上带着阴森的笑容 什么 中年男子听了罗宇的话 脸色骤变 少宗主 您可别乱来呀 罗宇摆了摆手道 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 虽然 他才突破到神情二重天而已 而且秦豪 也曾经的打败过 神情二重天的赵全 但是 他还是有自信的 说着 他就欲往山下走去 中年男子 接马拉住罗宇 少宗主 你不能去找秦豪吧 罗宇看着中年男子 眉头微醋 为什么 此时 他内心充满了疑惑 秦豪就算再妖孽 也不用这么害怕吧 秦豪现在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秦豪了 中年男子说道 嗯 罗宇文言 神情也正 不解道 什么意思 此时 他看着中年男子 满脸的好奇 难道秦豪又突破了 中年男子苦笑了一声道 秦豪完全就是一个妖孽呀 说完 他把秦豪这段时间的事迹 快速的说了一遍 什么 罗宇听了之后 双头一软 直接摊坐在地上 秦豪竟然 神经六重天了 这一刻 他感觉这个世界疯了 从龙光鼓出来到现在 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呢 他能突破的神经二重天 他都很是自得了 他都觉得自己是天才了 然而 秦豪竟然突破到神经六重天了 这还识人吗 秦豪不是一般的妖孽天才 就是跟那些大家族的天才相比 也不成相让啊 罗宇难难自语 哪怕他跟秦豪是敌对关系 但是他也不得不佩服秦豪 秦豪才是真正的悟到妖孽呀 而他竟然想着去找秦豪报仇 真是搞笑啊 这一刻 他的脸上充满了无比的绝望 邵宗主 你也别太灰心了 秦豪确实妖孽 但是他太过嚣张了 俗话说过刚一辙 秦豪这次能不能活着 还是一回事呢 中年男子也注意到了 罗宇脸上的绝望之情 急忙安慰道 罗宇听了中年男子的话 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激动道 没错 秦豪确实很是妖孽 但是他招惹到了汉东省的大势力 这一次 秦豪能否还活着 还是一回事呢 而且 宗主他们已经在研究了 准备对付秦豪 中年男子沉声道 罗宇文言脸色一喜 他们在哪 他们就在主殿里 中年男子恭敬地回答道 好 罗宇身行一闪 这边另外一座山峰而去 那座山峰比他这一座还要微然 那座山峰的山顶之身 有着一个漆黑的大殿 此时 大殿之中坐着十几个人 这些人 很多都是头发灰白的老者 但是他们还是精神异异 并没有老太隆重 为首的是一个五十多岁模样 浑身散发着淡淡微压的中年男子 他正是罗宇的父亲 天明宗的宗主 罗新剑 此时 罗新剑抿着嘴 脸上带着凝重之情 其实不仅他 大殿之中的所有人 全都神情凝重 没有人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 罗新剑才看向众人 称声道 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我们要不要出手 天明宗前几天 就得到了关于秦浩的消息 当时 罗新剑等人全都浑身一枕 满脸的惊骇 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呢 秦浩竟然就突破到神经六重天了 而且秦浩还能越境杀敌 秦浩还世人嘛 当时 他们内心都感到慌张无比 因为他们天明宗跟秦浩的关系 可是敌对关系 秦浩越是妖孽 他们越是感到不安 不过 还好 秦浩得罪了傅家三方了 所以 他们这几天 一直在讨论 要不要对秦浩动手 特别是现在得知雁云山的众人全都出动 离开了天海之后 他们再次开会讨论了起来 天明宗的众多长老听了罗新剑的话 全都沉默不语 这次确实是一次好机会 但是秦浩这个人太过妖孽了 如果我们贸然出手的话 我怕会出什么事啊 过了好一会儿 才有一人开口说道 其他人也是纷纷点头不已 傅家三方一起对秦浩发难 可以说秦浩陷入了绝境 现在确实是动手的好机会 但是 这一路上 秦浩总是屡屡创造奇迹 他们有点怕了 有什么可怕的 这时 门外传来一道波械的声音 只见一个留着长发 脸色有点病态苍白的青年 走了进来 正是罗宇 罗宇走进来之后 看着众人 愣笑道 各位长老 你们怕什么呀 这一次 秦浩必定倒了 罗宇说着这话 眼中闪烁着阴森的寒芒 这才短短的时间而已 秦浩竟然就突破到 神经六重天了 而且竟然能跟 神经七重天的 副十少交战了 甚至还打败了副十少 可以说 秦浩相当的妖孽 罗宇也不得不承认 秦浩跟他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天才了 但是 此时他还是相当的自信 他相信 秦浩这次 肯定要栽了 因为秦浩这次得罪的 可不是一般势力 秦浩得罪的 可是富家三方 而富家三方 可是汉东省的大势力 这三方 不仅武道高手众多 而且还有武尊强者 所以秦浩再咬你 这次也肯定惨了 所以他看着屋子里的天明宗众人 这次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天明宗众人没有说话 全都抿着嘴 他们当然知道 这是他们最好的一次机会 毕竟秦浩现在 可是被富家三方大势力围剿 秦浩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但是 他们内心还是有点忐忑 毕竟秦浩这个人 有点神秘 罗宇见他众人沉默 内心焦急无比 他知道他报不了仇了 但是 他可不想错过这次报仇的机会呀 他扭头看向罗新剑 爸 我们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呀 罗新剑沉溺了一会儿 我们确实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顿了顿 他又继续道 这次我们不仅能灭了秦浩 说不定还能跟富家他们搭上关系 屋子里的众人文言 全都内心一动 对呀 而今富家三方跟林家三方 已经形成对峙了 如果他们天明宗能加入到富家的阵容 肯定能结交一个善缘 只是情号背后似乎有人呢 突然 有人开口说道 这人刚说完 屋子里的众人就全都浑身移着 脸上闪过一抹惊慌之情 因为他们脑海里想到了 曾经的一个老者 一脚把他们天明宗的一个大殿 踩成了废墟 现在那片废墟都还在呢 那个老者乃是五尊强者 而且恐怕还不是一般的五尊强者 而那个老者可是警告过他们 四十岁以上的五者 不能对情号出手 他们一直都不敢跃限 如果他们现在一起围攻情号的话 岂不是违背了那个老者的警告呢 罗新建文言也是瞳孔一缩 不过他还是闭了闭嘴 那个老者跟秦浩恐怕没什么关系 众人闻言 劝他神情也争 不解的看向罗新建 罗新建沉吟了一会儿 我已经调查过了 他已经暗中派人调查过秦浩了 秦浩跟那老者并没有见过面 而且那老者只是出现在他们天明宗一次而已 自那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而且也没有再帮过秦浩 所以他猜测 正如很多人所想的那样 那老者只是刚好路过汉江上 见到他们天明宗太欺负人了 毕竟他们天明宗乃是一个武道门派 而秦浩只是一个孤家寡人而已 而他们天明宗却要动用整个门派高手来对付秦浩 那确实有点欺负人 所以那老者看不惯才警告一番而已 否则如果那老者真的跟秦浩关系很不一般的话 那就不是警告而已了 恐怕要大开杀戒了 而且现在傅家三方如此强势 但是也没见到老者出现 罗欣剑继续说道 他们前几天都得到消息了 但是一直没有说要对秦浩动手 为的就是等待 他们想看看傅家三方如此强势之后 那位老者会不会出现 或者说会不会有什么神秘的势力 出来警告傅家三方 而今几天过去了 并没有任何神秘的势力站出来 所以罗欣剑更加坚定了他的内心所想 那位老者真的只是路过而已 众人听了罗欣剑的分析 也是纷纷点头 罗欣更是一脸的激动 所以我们没什么好害怕的 只是就凭我们 就算去了汉东省 恐怕也对秦浩够不成威胁吧 突然有人苦笑道 众人文言 脸上也是带着苦笑 从龙光谷出来之后 他们当中的人都可以说 对秦浩很是蔑视 毕竟秦浩虽然突破神境了 但是终归只是神境一重天而已 然而秦浩这才过去多久啊 竟然就突破了神境六重天了 而且还拥有神境七重天的战力 特别是还能一对三 打败了复明朔三个武道天才 可以说秦浩的战力太恐怖了 比他们当中不少人的修为都还要高啊 而且还有楚家和秦天宗 这两方站在秦浩那边呢 他们天明宗 虽然是汉江省三大武道门派之一 但是他们可不认为 他们可以跟楚家或者秦天宗相比 两者相比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 罗新剑也是抿着嘴 深情凝重 他们就这么去扬城的话 确实成不了气候 而且傅家恐怕也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 更别说结交关系了 他沉吟了一会儿 我们等太上长老出关吧 众人文言也是纷纷点头 他们天明宗的太上长老正在闭关 有着太上长老这名武尊强者带队 他们天明宗才能对秦浩 构成真正的威胁 罗宇看向罗新剑 问道 太上长老什么时候出关的 罗新剑摇了摇头道 不知道 不知道 罗宇听了罗新剑的话 脸色也正 随即道 那 当下错过这次机会了呢 罗新剑抿了抿嘴 正想说话 突然 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 众人听到这道声音 全都神情也争 最后 全都身形闪烁 走出了大殿 众人定睛看去 这件旁边的一个大殿之中 有着一股空波的能量 正在涌动 哄 最后 这股能量突然冲天而起 同时 众人看到了一道神仰 也是飞略上空 此时 那道神仰 零度在空中 浑身被一股空波的能量风暴 给包裹着 众人看到这道神仰 全都一脸的激动 因为这道神仰 正是他们天明宗的太上长老 五开红 罗宇更是浑身一阵 激动的颤抖 太上长老出关了 真是太好了 秦豪 你死定了 此时 罗宇看向空中 被恐怖能量风暴 包裹的身躯 满脸的激动 太上大长老 竟然在这个时候出关 那岂不是刚好可以赶上 围攻秦豪的时候了 真是太好了 其实不仅罗宇激动 此时罗宇建等人 甚至整个天明宗的子弟 都是激动无比 太上长老出关了 难道 太上长老突破了 第972集 古开红的愤怒 此时 古开红立于虚空之中 周身都是能量丰富 看起来太恐怖了 过了好一会儿 古开红四周的能量风暴 才缓缓消失 古开红背负着双手 骚拾四周 恭迎太上长老出关 整个天明宗的子弟 全都跪在地上 神情恭敬无比 就连罗宥建等人 也是低着头 一脸的恭敬 古开红 踩在虚空之中 一步步地 往罗宥建 他们所在的 山峰而来 很快 古开红 就到了 罗宥建等人的面前 太上长老 罗宥建等人 恭敬地打招呼 恭喜太上长老 罗宇也是低着头 申请恭敬无比 古开红 看向罗宥 微微点头 笑道 罗宥 你很不错 他看得出 罗宥此时已经突破了 从龙观古回来 这才多长时间而已 罗宥竟然就从 神境一重天 突破的神境二重天了 罗宥的武道天赋 还是可以的 说不定以后 能突破到五尊境界 那么对于他们 天明宗来说 那可是一件姓事 罗宥听了古开红的夸杂 内心很是高兴 随后 古开红 看向罗宥建等人 问道 你们在这干嘛 他发现 他们天明宗的长老 除了一两个 不在这里之外 其他人都在这里 而且罗宥建 也在这里 他们这是要讨论 什么事吗 否则怎么全都聚在一起呢 至于为了迎接他 他觉得不太可能 毕竟他从来没说过 他什么时候出关 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突破 罗宥建 一脸的恭敬道 太上长老 您出关了 就太好了 我们刚好有一件事 想跟您汇报 汇报事情 古开红看着罗宥建 问道 什么事情 此时 他内心充满了疑惑 他乃是天明宗 上一任宗主 但是 已经退位了 虽然现在是 太上长老 但是 其实天明宗的事情 基本都不用过问他了 怎么罗宥建 这个宗主 还要跟他汇报事情 这是什么情况 罗宥建 抿了抿嘴 是关于秦浩的事 秦浩 古开红听到这个名字 瞳孔一缩 他虽然没见过秦浩 但是 对秦浩这个名字 并不陌生 而且印象深刻 因为他可是记得 他们天明宗 因为秦浩 而受到一名 武尊强者的警告 此时 他看着罗宥建 道 秦浩怎么了 难道他突破了 罗宥建 点了点头道 没错 嗯 古开红文言 深情也争 秦浩这个青年 也突破了 随后 他抿了抿嘴道 刚好 罗宥也突破了 让罗宥去收拾他吧 既然他们天明宗 四十岁以上的人 无法对秦浩动手 而罗宥也刚好突破了 那么让罗宥去 是再好不过的了 一来 可以让罗宥打败秦浩 洗刷曾经的欺辱 二来 如果罗宥这个天明宗 少宗主 打败了秦浩 也刚好可以为他们 天明宗掌脸 只是 他发现 他说完这话 一旁的罗宥就神情 尴尬无比 他看向罗宥 眉头微粗 怎么 你没有信心 他对罗宥 其实是寄予厚望了的 毕竟 罗宥的武道天赋挺高 而今都已经是 神经二重天了 未来 还是有很大机会 可以突破的 五尊强者的 但是 罗宥这表情是什么意思 这是不敢挑战情号了吗 这让他对罗宥 很是失望 罗宥曾经败给了情号 确实有点丢人 但是 失败了也不要紧 只要好好修炼 再次战胜情号 不就行了 然而 罗宥现在是连挑战的信心 都没有了 一个舞者 竟然因为曾经的失败 而就对敌人如此的畏惧 那以后的武道之路 还能长远吗 罗宥建 也注意到了 骨开红的神情 他脸色一阵焦急 太上长老 鱼儿并不是不敢挑战 而是 现在的情号 不是一般人了 嗯 骨开红文言 脸上带着疑惑 问道 怎么不是一般了 罗宥建 苦笑了一声道 嗨 鱼儿现在已经跟他 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了 嗯 骨开红神情一争 问道 难道 秦号突破的神情三重天了 罗宥建摇了摇头道 不是 骨开红 见到罗宥建摇头 不解道 那是什么 此时 他内心充满了疑惑 既然秦号尚未突破的神情三重天 那有什么好害怕的 罗宥怎么就跟他 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人了 罗宥建摇了摇嘴道 秦号 已经突破到神情六重天了 哦 骨开红下意识地恶了一声 突然 他似乎才注意到了什么 浑身一阵 看着罗宥建道 你说什么 秦号突破的神情六重天了 罗宥建点了点头道 没错 这 骨开红 见到罗宥建点头 满是皱纹的脸上 充满了惊骇之色 秦号不是在龙光谷的时候 才跟罗宥一起争夺踏入神境的机遇吗 这才过去多久啊 竟然就突破的神境六重天了 这还是人吗 过了好一会儿 骨开红才喃喃自语 秦号这武道天赋 恐怕不比那些真正的大势力子弟弱呀 刚才 他也明白了为什么罗宥刚才是那样的表情了 为什么罗宥建说 罗宥跟秦号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了 罗宥的武道天赋确实不低 至少在整个汉江上来说是不错的了 但是秦号更加的变态呀 量着这么一对比 罗宥确实不算什么了 这么说 我们想对付他 还真的有点难了 骨开红 眉头微醋 脸上闪过一抹凝重 秦号竟然这么短时间之内 就突破的神境六重天了 他们必须尽快解决秦号才行 否则要不了多久 恐怕他们就压不住秦号了 但是 那位神秘老者 有警告过他们了 四十岁以上的武者 不能对秦号动手 但是 他们天明宗四十岁以下的子弟 可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秦号啊 所以 只能用计谋了 罗宥确苦笑了一声 这一次 恐怕得您亲自出马了 嗯 骨开红文言 神情也争 愤怒道 你说什么 要我亲自出马 你脑子没毛病吧 此时 骨开红看着罗新剑 脸上带着韵怒着色 现在 他甚至怀疑 罗新剑是不是脑抽了 他是谁 他可是堂堂的天明宗太上长老 无尊强者 地位尊贵无比 然而 罗新剑竟然让他去对付秦号 这么一个年轻一辈 就算秦号再妖孽 年纪轻轻而已 就是神经六重天了 那也用不到他这个武尊强者 亲自动手吧 再说了 他这样的身份 如果出手收拾秦号了 那岂不是被人说以大欺小了 那他以后还怎么见人了 外界对他们天明宗 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于是 他沉着脸 怒道 新剑 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罗新剑见到谷开宏恼怒 不由得苦笑道 哎呀 太上长老 我不是跟您开玩笑的 主要是秦号太变态了 嗯 谷开宏见到罗新剑这般说 也不由得眉头微醋 什么意思 罗新剑沉言了一会儿 秦号可不是一般的神经六重天强者 他去了汉东省没多久 就把汉东省副家的副石少给打败了 而副石少可是神经七重天的 什么 谷开宏听了罗新剑的话 神情也争 关于汉东副家 他当然听说过 那可是汉东省前十的武道家族啊 而这位副石少的名气也不小 因为据说 他哥哥副九少 乃是副家未来张舵人的 优历竞争者 没想到 这位副石少 乃是神经七重天的修为 竟然还败给了秦号 要知道 这些大势力的武道天才 那战力可都是不一般的 这么说 秦号岂不是可以跟汉东省 大势力的天才相比较了 而且秦号还把副石少给杀了 罗新剑继续说道 什么 谷开宏闻言脸色一变 看着罗新剑道 你说什么 秦号把副石少杀了 罗新剑点了点头道 没错 这 谷开宏见到罗新剑点头 满脸的惊恶 随后 他浑浊的眼中 闪过一抹精芒 那么副家 肯定不会放过秦号吧 罗新剑抿了闭嘴的 不仅副家 就连写音宗和星月门 都不会放过秦号 嗯 谷开宏闻言脸色一睁 问道 为什么 据他所知 写音宗和星月门 也是汉东省前十的武道势力 难道 秦号也得罪这两个势力了 罗新剑沉吟了一会儿 秦号也把这两方的武道天才杀了 什么 虽然内心有所猜测 但是 此时听了罗新剑的话 谷开宏内心 还是微微一振 而且 秦号不仅杀了这三方的武道天才 还杀了好多高手 当中 甚至还有神经九重天强者 罗新剑继续说道 你说什么 罗新剑刚说完 谷开宏就浑身一震 惊呼道 他能杀神经九重天强者 罗新剑抿了抿嘴 解释道 他好像是用了什么办法做到的 并不是他自己的实力 谷开宏张了张嘴 满脸的惊恶 他乃是武尊强者 修炼了大半辈子 心性已经很是沉稳了 但是今日 他发现他的情绪还是各种震荡 秦号竟然能杀了神经九重天强者 哪怕是用了什么办法 那也是足够变态了 秦号真是太妖孽了 现在傅家 谢殷宗和姓女们 已经开始围剿秦号了 汉东是武道界发生了大事了 所以 太上长老 这次是一次截杀秦号的好机会呀 罗新剑看向谷开宏 沉声说道 对呀 太上长老 我们可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呀 罗宇也是开口说道 谷开宏没有说话 而是紧紧的抿着嘴 随后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看着罗新剑 问道 对了 哪个神秘老者呢 想到那个神秘老者 谷开宏眼中就上过一抹忌惮之色 他虽然是武尊强者 但是 面对那个神秘老者 他还是感到一股莫名的压力 所以他猜测 那个神秘老者 恐怕不是一般的武尊强者 罗新剑抿了抿嘴 那个老者 恐怕跟秦浩 没有什么关系 说着 他把他的调查 和他的猜想 说了一遍 谷开宏听完之后 没有说话 这是浑浊的双眼之中 扇述着精芒 太上长老 我觉得 我们可以参与这次 围剿秦浩的行动 罗新剑沉声说道 谷开宏抿着嘴 眼神微眯 他之所以忌惮秦浩 那是因为 秦浩身后的 那个神秘老者 毕竟秦浩再妖孽 那也终究是孤家寡人 而且秦浩现在 也终究还没成长起来 但是 如果那个神秘老者 跟秦浩没有关系 那么事情就好办了 而且 他就得必须对付秦浩了 因为秦浩太妖孽了 绝不能再隔的时间成长了 他看向罗新剑 沉声道 你的调查没问题吧 罗新剑点了点头道 绝对真实可靠 秦浩从来没跟 那神秘老者接触过 而且 那神秘老者 也就上次出现一次 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顿了顿 罗新剑又继续道 而且 孤家三方 放出消息这么多天了 但是也没见到 神秘老者出现 顾开宏 点了点头道 你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 太上长老 我们绝对不能 错过这次机会 罗宇再次说道 顾开宏 沉吟了一会儿 我们马上动身 去阳城 去阳城 罗新剑闻言 神情也争 我们不去天海吗 据说 燕云山 乃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如果能把燕云山 抢下的话 那是一件好事啊 而且 大秦集团 虽然成立时间短 但是 现在规模已经不小了 也是可以收割的时候了 顾开宏摇了摇头道 我们去阳城 参与围剿秦浩 才是正事 只要把秦浩灭了 那才是真正的灭了 对他们天明宗的威胁 而且只要把秦浩灭了 什么大秦集团 燕云山 还不是他们的掌中之物 最重要的是 他们去阳城 参与围剿秦浩 说不定 可以跟傅家 等汉东省大势力 结交个善缘 那对于他们天明宗来说 也是一次机遇 于是他扫射了一番 在场的众人 陈生道 大家准备一下 我们立马动身 说着 顾开宏浑浊的眼中 闪过一抹精芒 此番阳城之行 将会是他们天明宗的 大机遇 此时 顾开宏浑浊的双眼中 闪烁着精芒 秦浩如此年轻 竟然就是神经六重天了 而且战力如此的恐怖 秦浩这个青年的潜力太大了 所以 必须扼杀在摇篮 而且秦浩现在 竟然得罪了傅家 这样的汉东省大势力 那真是太好不过了 这次阳城之行 不仅能灭了秦浩这个威胁 而且 还能结交到傅家 这样的大势力 真是一举两得呀 是 太上长老 罗欣浅等人 听了谷开宏的话 全都恭敬地点头 众人眼中 都闪烁着精芒 如果能结交到傅家 这样的大势力 那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一次机遇 罗宇则是满脸的激动 同时 他的眼中 闪烁着阴森的寒芒 秦浩 这下 你还不惨 很快 天明宗的众多高手 就跟着谷开宏 走下了山峰 此时 众多的天明宗子弟 正在恭候着 见到谷开宏等人下来 众人全都跪在地上 喊道 恭迎太上长老 宗主 谷开宏 微微点头 都起来吧 众人全都站了起身 申请恭请 谷开宏 看向几个天明宗的长老 沉声道 你们几个留下 这段时间 你们负责天明宗的事 说完 他身形一闪 率先往峡谷口而去 罗宋剑等人 也是急忙跟上 众人看向 谷开宏等人离去的身影 脸上都带着疑惑着情 太上长老他们 这是要去哪啊 罗绍 你们这是要去哪啊 这时 一道女子的声音传来 这件一个脸蛋亮丽 身材火爆 穿着一件超短皮裤 露出一双修长玉腿的女子 走了过来 女子正是 庞伟霜 罗宇的女人 此时 庞伟霜看着罗宇 脸上带着疑惑着情 问道 罗绍 你们这是要去哪啊 四周的众人也是看着罗宇 全都一脸的好奇 罗宇冷笑了一声道 我们去围剿秦浩 秦浩 秦浩 庞伟霜听到秦浩这个名字 脚趋一刹 随即双眸中充满了恶毒之情 他对这个名字太熟悉了 因为他爷爷乃是汉门的掌舵人 庞九爷 而汉门 而汉门来是汉北地下世界的王者 但是 却是死在了秦浩的手中 甚至 连他的父亲等人 也死在了秦浩的手中 所以 他的秦浩充满了仇恨 甚至 他现在晚上睡觉 还经常梦到秦浩呢 他曾经也对罗宇寄予了希望 希望罗宇能杀了秦浩 为他爷爷和父亲报仇 但是没想到 在龙关谷的时候 罗宇竟然败给了秦浩 甚至 罗宇找到了赵权去 还是失败了 所以 他还以为报仇无望了呢 没想到 而今罗宇他们再次动手了 而且 还是去围剿秦浩 真是太好了 于是 他看着罗宇 激动道 罗宇 您带我去好不好 说着 他的眼中充满了期待之情 他要亲眼看到 秦浩灿烈的下场 这样 他才觉得内心舒畅 罗宇沉吟了一会儿 好 庞维霜乃是他的女人 他当然也希望 庞维霜能报仇 庞维霜 见到罗宇答应 一脸的激动 道 谢谢罗宇 罗宇没有说话 而是身形闪烁 往峡谷口而去 庞维霜没有任何的迟疑 急忙跟上 天明宗的子弟 看向峡谷口 内心也是充满了激动之情 原来 太上长老他们 竟然是去围剿秦浩 真是太好了 他们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秦浩 但是对秦浩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的少宗主 罗宇就曾经败在了这个名为秦浩的人手下 而且连赵全都败了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们知道 曾经有个神秘老者来他们天明宗挑衅 竟然一脚把他们天明宗的一座大殿给踩成了废墟 而且那老者竟然还敢警告他们 让他们天明宗四十岁以上的人不能对秦浩出手 真是太嚣张了 所以天明宗的所有子弟都对秦浩充满了仇恨 他们恨不得亲手杀了秦浩 这样他们才能解气 但是他们也知道 他们绝大部分人都不是秦浩的对手 因为连赵全这样的神秘二重天强者都败给了秦浩 所以他们这段时间以来觉得很是憋屈 而今得知他们太上长老竟然亲自带队去围剿秦浩 他们怎么能不激动呢 与此同时 另外一片山脉之中 这里的山峰之上也有一座座的屋子 而且这片山峰还有一丝丝天地元气弥漫 这也是一片修炼宝地 这里正是八级宗的宗门所在之地 此时一座山峰之上的一个大殿之中 有着一道道身影 这些身影一个个都散发着淡淡的威压 为首的是一个须发揭白的老者 老者正是八级宗的太上长老 长平海 同时也是一名五尊强者 此时大殿之中气氛凝重 没有人说话 太上长老 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出手 这时坐在尾座的一人 突然开口说道 这个人并不是老者 反而年纪很轻 这是一个青年 如果秦浩在此的话 一定能认出这个青年是谁 他正是韩辉 此时 韩辉的眼中闪烁着阴森的寒芒 在龙关谷的时候 他突破到了神经 但是跟罗宇一起联手 还是败给了秦浩 所以他对秦浩充满了无比的仇恨 而他们八级宗 前几天也得到了秦浩遭遇 附加三方的围攻的事情 他们八级宗也经过多次讨论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出结论 今日他们再次在这里进行讨论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觉得 要对秦浩出手 没错 我也支持出手 这时 大典之中的人纷纷出口 绝大部分人都支持出手 因为他们也觉得 这是一次猎杀秦浩的好机会 同时也是一次跟汉东省大势力结交的机会 毕竟他们八级宗 虽然是汉江省第三大武道势力 但是 终归是无法跟汉东省的大势力相比的 如果能跟附加这样的大势力联系上 甚至结盟 这对于他们八级宗来说 同样是一次机遇 长平海没有说话 而是紧紧地抿着嘴 扮上之后 他浑浊的眼中闪过一抹精芒 好 我们八级宗 加入围剿秦浩之力 长平海说着这话 眼中闪烁着道道精芒 他们跟秦浩之间的恩怨 其实并没有那么深 因为秦浩还没进龙光谷之前 他就因为灭了汉门 间接地跟罗宇结怨了 但是 他们八级宗跟秦浩之间的恩怨 完全是因为龙光谷里面的争斗而已 在这之前 并没有什么恩怨 不过 这不代表他们不想收拾秦浩 只是 他们一直想让天明宗冲在前面而已 特别是得知有神秘老者 一脚踩了天明宗的大殿 甚至还发出警告之后 他们更是选择了观看 毕竟他们搞不明白 那神秘老者是什么人 跟秦浩有什么关系 但是 现在他们已经不想观看了 他们想亲自动手 因为秦浩得罪的势力太过恐怖了 秦浩这一次 肯定逃不掉了 而且 长平海也觉得 这次也是他们八级宗跟汉东省大势力联系的一次极好的机会 好 八级宗的众人全都点了点头 杭辉更是激动无比 眼中闪烁着精芒 最后 长平海就带着八级宗的一部分高手出发了 他们的目的也是扬城 很快 天明宗和八级宗都奔赴扬城的消息 瞬间就在整个汉江省之中传开了 但是有资格知道消息的人 无不惊讶 天明宗和八级宗这是要干嘛呀 哼 这样还用问吗 当然是去围剿秦浩了 不是吧 他们不要命了吧 他们竟然敢去围剿秦先生 对呀 难道他们不怕留在扬城吗 汉江省的各方势力 全都一点的惊恶 纷纷议论不已 他们没想到 天明宗和八级宗竟然敢去扬城 他们竟然想参与围剿秦浩 难道他们不知道 儿今的秦浩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秦浩了吗 儿今的秦先生已经成气候了 现在的秦先生 恐怕比天明宗和八级宗 很多长老的修为都要高 而且秦先生在汉东上的时候 可是还灭杀过神经九重天呢 天明宗和八级宗 敢去围剿秦先生 难道就不怕 野死在扬城吗 不过 也有人知道 八级宗和天明宗 是什么样的想法 天明宗和八级宗 都跟秦浩有着恩怨 特别是天明宗 更是跟秦浩的矛盾很深 所以秦浩越是妖腻 他们当然就越是不安了 因为他们担心 哪天秦浩会灭了他们 所以他们当然想趁着秦浩 还没完全成长起来 把秦浩扼杀在摇篮之中了 但是 以前因为那神秘老者的缘故 他们不敢出动中年一辈的高手 然而 现在有着富家这样的汉东上 大势力出手 他们也不怕了 而且 天明宗和八级宗 并不是在汉江上 灭杀秦浩的势力 而是去到阳城 恐怕也是想跟富家这样的 汉东省大势力结交 毕竟 汉江省的武道 跟汉东省的相差太大了 天明宗他们 跟富家这些势力的差距更大 所以 如果他们能结交到富家 也是一件好事 看来 天明宗和八级宗的算盘 打得很好啊 想通了这些之后 汉江省各方势力 都无比感叹不已 这些武道势力 果然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每一个决定 都太有先见之明了 而此时 一个豪华的别墅之中 有着一个女子 躺在沙发上 端着一杯红酒 轻轻地摇晃着 她的脸蛋红彤彤的 看起来喝了不少了 娜娜 这时 一道笑声传来 这间一个中年男子 缓缓地走了进来 如果秦豪在这里的话 肯定能认出 这中年男子是谁 他正是天海市 周家的家主 周向荣 而躺在沙发上的女子 则是周向荣的女儿 周依娜 此时 周依娜 眼神迷离地 看向周向荣 爸 有什么事吗 自从秦豪 删了他一巴掌之后 他就对秦豪 充满了仇恨 他一直都想着报仇 但是好几次 还是失败了 而且他知道 秦豪的成就 越来越高之后 他就越来越自暴自己 特别是知道 而今四海八州 都以秦豪为尊之后 他更是充满了绝望 因为他知道 他一辈子 都不可能报仇了 同时 他内心对林冰婉 更是充满了嫉妒 因为在以前 他觉得 他比林冰婉更优秀 而且他的家境 比林冰婉也更好 然而 谁知道 林冰婉竟然是 汉东省千石家族的 千金大小姐 当然 最重要的是 林冰婉 还有秦豪这样的 妖孽老公 他觉得 他输给了林冰婉 他没有任何一样 可以比得上林冰婉的 所以 这段时间以来 他经常借酒消愁 此时 他看着周向荣 尤其无力地说道 爸 你不用劝我 你也不用担心 我没事的 这段时间以来 周向荣经常会来劝说他 让他放下了 因为他跟秦豪 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 他也知道周向荣说的是对的 他跟秦豪 确实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而且他猜测 他在秦豪面前 恐怕连蝼蚁都不算 但是 他就是放不下 他放不下对秦豪的仇恨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放不下对林冰婉的忌妒 周向荣看到周一娜这样 眼中上过一抹心疼 他抿了抿嘴 娜娜 我今天不是来劝说你的 周一娜看向周向荣 尤其无力道 那你想跟我说什么 周向荣笑了笑 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 什么好消息 周一娜喝了一口红酒 还是没多大的兴趣 周向荣沉吟了一会儿 秦豪 这下死定了 秦豪 这下死定了 周一娜听了周向荣的话 娇曲一颤 直接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追问道 啊 怎么回事 周向荣快速地 把秦豪而尽的情况 简单地说了一遍 周一娜听完之后 嗖的一声 直接站了起来 他小嘴微张 殃红的脸上 充满了惊恶之情 秦豪竟然成长到了 那么高的地步 不过 恨苦 他就激动无比 他的双眸之中 闪烁着恶毒之情 我也要去阳城 我要亲眼看到秦豪的下场 周一娜说着这话 眼中闪烁着恶毒之情 对于秦豪 他充满了仇恨 他是谁 他可是周家的大小姐 地位尊贵无比 但是第一次跟秦豪见面的时候 秦豪竟然就扇了他一巴掌 让他丢尽了颜面 而且秦豪还把他男人的家族 给打残了 让他损失惨重 当然最重要的是 因为秦豪他完全输给了林冰晚 所以他恨不得杀了秦豪 但是他也知道 自己不可能杀得了秦豪的 甚至他根本动用不了任何力量来杀秦豪 因为秦豪乃是一个武道妖孽 乃是一个神经强者 而且四海八州共尊 他们周家能有什么力量可以杀得了秦豪啊 甚至连秦豪都得罪不起 所以他也就只能喝喝酒 内心咒骂咒骂秦豪罢了 他甚至还以为自己再也报不了仇了呢 但是他没想到 秦豪去汉东省没多久而已 竟然就惹事了 而且还得罪了那么恐怖的势力 连汉东省前十的家族和武道门派 秦豪都赶上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不过这对于他来说真是太好了 所以他要去阳城 他要亲眼看得尽好 被各方势力围剿的画面 只是阳城已经成了是非之地 我们如果去的话 恐怕会遇到什么危险呢 周向荣迟疑道 其实他内心也有点想去阳城的 毕竟这可是一件大事 但是阳城恐怕已经汇集了众多的势力 而他们周家的汉江上都不算什么大家族 去到汉东上那更加不算什么了 他担心会得罪到什么势力 那可就麻烦了 周一娜一点地焦急 道 秦豪已经成为了我的心病 只要看到秦豪失败了 我的病才能好 顿了顿 他又继续道 到时候 我们远远地围观 也不要乱说话 不就行了 周向荣听了周一娜的话 一阵沉默 最后 他抿了抿嘴 那 行吧 这段时间以来 周一娜如此的消沉 他当然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当然知道那是因为秦豪 也正如周一娜所说的 秦豪已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了 只要秦豪倒霉了 他的这块心病才能好 而且到时候 他们小心一点 应该也没事 周一娜见到周向荣答应 脸色一喜 道 爸 那我们现在出发 周向荣点了点头道 好 周一娜闻言 神情一阵激动 道 那我们马上出发 周向荣看着周一娜 告诫道 娜娜 去到了阳城 你可不能任性 他知道他这个女儿的性子 他担心他这个女儿 去到阳城之后 会因为太任性了 从而又控制不了自己的性子 跟别人起冲突 毕竟现在去阳城的势力太多了 谁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势力 周一娜摆了摆手道 放心吧 我已经不是曾经的我了 周向荣点了点头道 那就好 我们走吧 说完 周向荣直接走出了门口 周一娜急忙跟上 两人出门之后 坐进了一辆小车 直奔扬城而去 没错 他们也是得坐飞机去才行 毕竟扬城距离天海 实在是太远了 而且不坐飞机的话 恐怕来不及 其实不仅周一娜和周向荣 往阳城赶去 此时天海市乃至整个汉江上的许多势力 也在考虑要不要去阳城 你们去不去阳城啊 我有点想去啊 对 阳城即将进行一场大决战 我们可不能错过呀 我要去看秦先生再创奇迹 再创奇迹 我看他这下要惨了 但凡有资格知道阳城知识的势力 此时全都蠢蠢欲动 这本阳城而去 他们都想去看看 秦浩跟傅家三方的对决会是什么样的 有人觉得秦浩这次可能还会再创奇迹 毕竟燕云山全体出动了 而且他们都知道 燕云山众人的修为提升十分折快 特别是那传说中的天旋十八旗 据说全都突破到五胜了 甚至还有半步神经强者 可以说燕云山众人的修为 就跟做火箭差不多 不过更多的人则觉得秦浩这下肯定惨了 毕竟傅家三方可不是一般的武道势力 而且天明宗和八级宗此时也往扬城而去了 他们也要参与围剿秦浩的行动 可以说秦浩要遭遇多方的围剿 秦浩就算再妖孽 也不可能可以对战这么多方势力吧 燕云山众人虽然提升很快 但是终究还是没有完全成长起来 他们如果在汉江上的话 确实算是一股十分强悍的力量 甚至可以横扫除了天明宗 等三大武道势力的其他势力 但是他们去到汉东省 那就不算什么了 毕竟汉江省跟汉东省的武道相差太大了 而附加三方都是汉东省前十的势力 所以请问他们怎么创造奇迹 你们似乎忘了 燕云山之中可是有武尊强者呀 突然有人冷笑道 众人听了这人的话 这才想起一件传说之事 据说在龙光谷的时候 有一位武尊强者出手帮助秦浩解围 也正是因为如此 秦浩才能在天明宗和八级宗的围攻之下离开了 而且据说那位武尊强者 还跟秦浩回到了燕云山 而且秦先生那边也并不是没有盟友 秦先生可是林家女婿呀 而且不是说楚家和秦天宗也支持秦先生吗 所以秦先生也不一定就会输了 有人继续说道 众人文言也是纷纷点头 林家虽然没落了 但是不可能没有武道高手了吧 再说了 楚家不是汉东省前十的武道家族吗 而秦天宗也是汉东省前十的武道门派 两者高手肯定众多 有着这两家支持秦先生 秦先生这边的底牌也还是相当的恐怖的 不管怎么说一场大对决肯定是免不了的了 所以我们还是尽快赶去阳城吧 没错这可能会载入我们江南六省武道使的大势 我们可不能错过这样的姓氏啊 走 汉江省各方势力全都一脸的激动 这本扬城而去 他们要去建成一场武道界的大势 此时 汉江省各方势力全都一脸的激动 这本扬城而去 秦浩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而已 竟然引来了多方势力的对峙 这将会是一件盛事 他们要去见证这件盛事 希望秦先生能赢啊 大部分人脸上都带着期待着情 汉江省武道十分的衰落 在江南六省之中乃是最弱的 甚至可以说 跟其他五省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所以他们在外的时候 也经常受到其他省份舞者的嘲笑 其他省份的舞者都嘲笑汉江省是垃圾 所谓的舞道天才 跟其他省份的天才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汉江省的舞道乃是一个笑话 他们听到这些嘲笑 内心很是暴怒 但是他们也无可奈何 也无法反驳 因为汉江省的舞道 确实太没落了 汉江省的顶尖天才 就算天明宗这样的大势力的顶尖天才 跟其他省份的天才相比 确实差距有点大 但是 现在他们汉江省终于出了一个舞道天才 这个舞道天才就是秦浩 秦浩可不是一般的舞道天才 乃是一个舞道妖孽 凭着秦浩在石阴山的战绩 秦浩至少不比汉东省的舞道天才差 甚至秦浩就算跟汉东省的顶尖天才相比 恐怕也不差 毕竟秦浩只是神经六重天而已 但是却是可以碾压神经七重天的副十少 而副十少虽然不是汉东省顶尖的天才 但是也算是汉东省赫赫有名的天才 而且秦浩可不是打败了副十少而已 秦浩还凭着一己之力 打败了副十少 协阴宗和星云们舞道天才的联手 这战力相当的恐怖啊 这让汉江上的舞者全都感到扬眉吐气 特别是那些年轻一辈 更是把秦浩当成了内心的神 他们对秦浩的崇拜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了 他们更加希望秦浩能在这次对峙之中赢了 这样以后谁还敢说他们汉江上舞者都是若鸡 谁还敢说他们汉江上没有舞道天才 秦先生将会为我们汉江上舞道证明 没错 只要有秦先生在 谁敢轻视我们汉江上舞道界 秦先生乃是我们汉江上的希望 也是我们汉江上的荣耀 汉江上众多舞者脸上 都露出自豪之情 他们全速赶往汉东上 他们要去替他们内心的偶像加油呐喊 不过也有不少人内心冷笑不已 这些人当中 有一些是被秦浩打残了的家族 也有一些是纯粹看秦浩不爽的 特别是一些大家族的子弟 他们看到秦浩的名气如此之高 内心很是羡慕嫉妒恨 至于那些因为秦浩 而被打残了的家族 眼中更是闪烁着恶毒之情 此时他们内心甚至 有一些很大胆的想法 不过他们也只敢在内心想想而已 他们可不敢表现出什么 因为他们担心 秦浩真的在这次对峙中活了下来 到时候秦浩找他们算账 那就麻烦了 希望傅家灭了这狂徒 这样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这些势力冷笑不已 脸上带着期待之色 凝成 傅府 此时 傅家大院之中 傅家子弟却都神情激愤 妈的 七天时间已到 林家竟然不把秦浩这上门女婿交出来 难道林家真的想被灭族吗 没错 这林家还真是不是好歹呀 我们傅家如此的宽重 竟然不懂得珍惜 林家太嚣张了 竟然如此 只能泯灭在历史中了 傅家上下全都一脸的愤怒 纷纷议论不已 在他们看来 他们傅家给了林家七天的时间 乃是对林家的恩赐 然而 林家竟然不懂珍惜 真是找死 从这就可以看得出 林家现在 在汉东省 是多么的被人轻视 要知道 林家曾经可是汉东省 第一大武道家族 而今被人如此的逼迫 别人竟然还觉得是恩赐 同时 从这也可以看得出 傅家上下是多么的嚣张 要知道 傅家虽然发展壮大 但是可没有能力 压汉东省各方势力 但是 他们现在竟然动不动就说 要灭了林家 楚家和秦天宗 同样嚣张至极 竟然还敢护着那个上门女婿 由傅家子弟愣笑不已 众人文言 也是纷纷点头不已 要说林家拼命地护着秦号 他们还可以理解 毕竟秦号虽然只是一个上门女婿 但是终究是林家的女婿 而且他们内心虽然对秦号很是不爽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 秦号确实是一个武道妖孽 而且在汉东上 也算是顶尖的年轻天才之一了 所以林家肯定要护着秦号的 毕竟如果让秦号成长起来的话 秦号可以让林家陌路的脚步停下 甚至可以带领林家继续壮大 但是楚家和秦天宗 如此地护着秦号 他们就有点不理解了 秦号跟他们似乎也没有多甚的交情吧 他们不是在石阴山才有交集吗 就算他们看上了秦号的潜力 而且秦号的潜力也确实大 但是而今他们傅家已经放话出去了 对秦号乃是志在必得的 而且不仅他们傅家 还有邪音宗和星月门也同样如此 可以说秦号是在劫难逃了 楚家和秦天宗还有必要为了秦号 而跟他们三方撕破脸吗 我看楚家和秦天宗 也是盯上了秦号这个上门女婿身上的秘密 没错 什么看重潜力 完全就是扯淡的 这是一个借口罢了 对 这两家就是希望装正经人 其实跟我们都一样 只是我们是真小人 他们是伪君子罢了 管他呢 我就不信 他们真的要跟我们拼命 傅家子弟此时全都冷笑不已 脸上带着嘲讽之情 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觉得 楚家和秦天宗都跟他们一样 是看上了秦号身上的大造化 这是傅家和秦天宗害怕落人口舌 所以说什么看重潜力 不过他们也不管这些了 因为他们相信 就算有着楚家和秦天宗的支持 秦号也逃不掉 此时 傅家子弟全都看向他们傅家后院的 一座山峰 他们都在等待着命令 出发阳城 秦号 一个上门女婿而已 竟然敢杀了他们傅家十少爷 而且还灭了他们傅家那么多高手 就连傅八爷这样的神经九重天强者 都被秦号一脚踩死了 所以 他们内心对秦号充满了仇恨 他们觉得秦号这完全是在打他们傅家的脸 特别是现在 林家还敢如此无视他们傅家 竟然敢不交出秦号 这让他们觉得很是没面子 所以他们恨不得现在立马就杀到阳城 他们要让秦号伏法 他们要灭了林家 他们要把林家作为他们傅家崛起的垫脚石 所以 此时 他们都在等待命令 而此时 傅家大院后方的一座山峰的半山腰上 一座宫殿式的屋子之中 坐着一帮人 这些人一个个浑身都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这些人都是傅家的高层 此时 这些人的脸色也是相当的难看 林家竟然真的无视了他们 林家竟然真的不打算交出秦号 真是可恶 随后 有人看一下为首的一个老者 问道 五爷 这傅家和秦天宗到底是想做什么呢 老者正是傅家五爷 傅希元 此时 傅希元也是眉头微醋 脸上带着不解着色 关于林正德中毒的事 乃是他让人放出的消息 而且他还是故意挑今天这个关键的时间来说的 因为他要给傅家和秦天宗一个措手不及 他要让傅家和秦天宗没有时间去调查 他之所以这么做 为的就是让傅家和秦天宗明白 林正德不行了 林家已经没有什么武道高手了 林家唯一的一个武尊强者也没了 傅家和秦天宗如此还支持秦号的话 完全就是这两方在跟他们三方对峙而已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傅家和秦天宗竟然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秦号 傅家和秦天宗这是做什么呢 傅家和秦天宗难道真的要如此呼着秦号吗 傅家和秦天宗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难道秦号真的知道他们如此吗 我看他们也是看上了秦号身上的造化 大殿之中有人冷笑道 不少人也是纷纷点头 他们跟外界不少人的想法都一样 傅家和秦天宗也是看上了秦号身上的秘密 毕竟秦号并没有什么出身 但是却能如此的妖孽 而且崛起的时间太快了 特别是秦号施展的各种武技都如此的神秘 所以秦号肯定得到了什么大造化 他们不相信 傅家和秦天宗不感兴趣 对 我看他们还想要邻家的大秘密 有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继续说道 这人刚说完 大殿之中的大部分人都纷纷点头 在他们看来 傅家和秦天宗之所以如此帮助秦号 不仅仅是因为秦号而已 傅家和秦天宗肯定也是为了林家的大秘密 他们想让林家欠下他们两家的人情 以后再一步步的让林家跟他们分享大秘密 傅希元没有说话 只是紧紧的抿着嘴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林正德都已经废掉了 傅家和秦天宗为什么还如此强硬呢 五爷 会不会是林正德的毒已经被解了 突然 有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沉声说道 什么 屋子里的众人听到这人的话 全都浑身一震 傅希元也是瞳孔微缩 随后 他看一下那人 问道 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得到什么消息了 那人抿了抿嘴 沉声道 我派出去的人 这几天都汇报说 秦浩每天都去林家大院 而且每次去了林家大院之后 都是两三个小时才出来 而他每次从林家大院回来的时候 都是脸色苍白 神情疲惫 他是听从傅希元的命令 专门监控林家大院和秦浩的 这些天以来 他发现 秦浩每天都只在林家大院 和华丁小区来回而已 而且每次从林家大院回到华丁小区的时候 秦浩的精神都不太好 似乎消耗很大 他猜到秦浩是在给林正德解读 消耗太大了 所以脸色才不太好看 不过 他的人也不敢进入林家大院 甚至靠近林家大院后方 而且也不敢太靠近秦浩 所以也得不到其他什么消息 嗯 大殿里的众人文言 劝得神情也真 难道秦浩还真的想给林正德解读 而且据说 秦浩的医术很是厉害 刚才说话的那人继续说道 什么 众人文言全都浑身一阵 脸上带着惊讶之色 情好不会真的有办法吧 复习员没有说话 而是紧紧的抿着嘴 很快他就摇了摇头 道 不可能的 他给林海洪的毒药 乃是他们傅家的特配毒药 而且专门是对付武尊强者的 除非能得到专门的解药 否则不可能可以解毒的 就算秦浩有逆天的医术 就算秦浩再神秘 也不可能可以解得了林正德的毒的 可能秦浩想尝试解毒 但是没有办法 所以才会每天都脸色苍白 精神萎靡 复习员说道 大殿里的众人 也是纷纷点头 他们也觉得很有可能 那林家为什么还如此的强硬呢 刚才说话的那人继续说道 众人也是全都一脸的疑惑 对呀 既然林正德的毒不能解 已经废掉了 为什么林家还不愿意交出情号呢 复习员看向刚才说话的那人 林家大院有什么异样吗 那人摇了摇头道 林家大院上下还是一副平时的模样 根本没人知道他们林家即将引来大灾难了 说着 他摇了摇头 脸上带着薄屑着色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林正德恐怕都没把林家现在的处境 跟林家子弟说 不过想想也是 林家已经没落不堪了 林家子弟也没什么武道天才 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他估计除了有限的几个林家人知道外 恐怕其他人都不知道 毕竟现在的林家子弟就跟普通人差不多 他们跟武道界的事情太远了 复习员看向那人 继续道 没有什么神秘的气息吗 那人摇了摇头道 没有 好 复习员浑浊的眼中 闪过一抹阴冷的寒芒 道 马上出发 兵林林家 复习员说着这一话 眼中闪烁着道道精芒 秦浩只是一个上门女婿而已 竟然敢杀了他们傅家这么多高手 完全就是无视他们傅家的威望 完全就是在挑衅他们傅家 而且秦浩年纪如此轻 出身也不是什么武道家族 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的卑微 但是竟然崛起这么快 而且战力如此恐怖 秦浩身上肯定有大奇遇 所以复习员对秦浩很是感兴趣 他想把秦浩拿下 逼问秦浩身上的这些秘密 如果有这些秘密的话 说不定他们也能造就一大批 武道天才出来 甚至说不定 对他们这样的强者都有帮助 特别是秦浩还是林家的女婿 虽然只是一个上门女婿而已 但是也是林家女婿 他们绝对不能让秦浩成长起来 他们绝不能让秦浩活着 否则秦浩说不定 真的能让林家末路的步伐停下 甚至再次让林家辉煌起来 这可是他们傅家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这么多年来 他们傅家跟林家的恩怨已经结下了 而且是相当的深了 如果林家崛起 他们相信林家肯定会报仇的 而且他们还想着让林家 来壮大他们傅家呢 也让林家成为他们傅家 快速崛起的助燃料 他们怎么能让林家壮大呢 好 大殿之中的众人 听了傅西元的话 眼中都闪过一抹精芒 特别是那些很是强硬的鹰派 更是一阵激动不已 西元 我们真的要去阳城 拿下秦号吗 不会有事吧 突然 一个须发揭白的老者 看向傅西元 开口问道 他的年纪比傅西元还要大 但是修为并不如傅西元 而且他出身并不是傅家嫡系 所以在傅家的地位 也不如傅西元 同时他还是一个温和派 傅西元听了老者的话 眉头微醋道 能有什么事 其他人也是不解的看着老者 虽然秦号有着楚家和晴天宗护着 但是他们这边 也不只是他们傅家单独行动而已 谢阴宗和星月门 也同样派出很多高手来参战 这样的阵容还能有什么危险呢 除非傅家和晴天宗清朝而出 但是可能吗 第975集 傅老四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老者抿了抿嘴 沉声道 不是说秦号身后有个神秘老者吗 众人听了老者的话 全都神情一争 他们这段时间也调查过秦号了 也得知秦号在汉江上搞出来的事了 他们也知道 曾经有个神秘的老者 一脚踩碎了天明宗的一座大殿 而且还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 据说那神秘老者是灵度在虚空之中的 那是一个五尊强者 如果这位五尊强者真的会帮秦号的话 可能还真的有点麻烦 当然 并不是说他们害怕五尊强者 他们在意的是 这位五尊强者是哪个势力的 跟秦号有什么关系 傅希元也是眉头微粗 紧紧地抿着嘴 最后他冷笑了一声 放心吧 那神秘老者跟秦号没什么关系的 他之所以给林家七天的时间 除了要等待傅老师出关之外 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看看会不会有什么 他们不知道的势力 会站出来支持秦号 毕竟秦号崛起得太快了 而且秦号修炼的功法 似乎很不一般 他们除了猜想 秦号是得到了什么奇遇之外 还猜想秦号背后 可能有什么势力在支持 但是七天以来 除了楚家和秦天宗之外 并没有其他势力站出来 支持秦号 至于那个神秘的老者 也没见踪影 更别说什么警告之类的了 所以他也跟外界猜想的一样 那个神秘老者 跟秦号并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因为西财和看不惯 天明宗的所作所为罢了 所以想帮一下秦号罢了 顿了顿 复书员冷笑了一声 而且就算多一位武尊强者 又如何 他本来就是武尊强者 所以哪怕那位神秘老者出现 他也无所畏惧 没错 别说多一位武尊强者 就是多两位 我们也不怕 大殿之中的其他人 也是纷纷点头不已 他们的脸上 也是带着自信的神采 他们副家虽然起步晚 但是崛起速度极快 所以他们相当傲气 老者沉吟了一会儿 也不再说什么 他也觉得 就算多一位武尊强者 也没什么好害怕的 复习员看了一下 旁边的一个挂钟 然后沉声道 好了 时辰到了 老四应该也要出来了 我们出去吧 傅老四其实今天就出关了 只是他得花一些时间 巩固修为罢了 复习员说完之后 站了起身 率先走出了大殿 其他人也缓缓地跟上 刚走出大殿 众人就扭头看向左边 此时 那里有着一道身影 正踩在虚空之中 一步步地往这边而来 很快 那道身影就落在了 他们的面前 这是一个身穿藏青色长袍 头发灰白的老者 四爷 众人看到这个老者 全都恭敬地打招呼 老者正是傅家四爷 傅四爷 要比傅锡元的年纪还要大 但是 他看起来 竟然比傅锡元要年轻 但是 他的修为 却是比傅锡元 也还要高 傅老四看向傅锡元 声音阴森道 我 什么时候出发去阳城 今天早上 他出关的时候 傅锡元已经把石音山的事情 跟他说了一遍 此时 他脸色阴森无比 因为傅老八跟他乃是同胞兄弟 而且两人的感情还极好的 他还想着 怎么帮助傅老八突破的五尊强者呢 没想到 这次石音山之行 竟然让傅老八死了 而且还是被一个青年一脚踩死的 这怎么能不让他动怒呢 如果不是因为他刚突破修为 需要巩固修为的话 他今天早上都想杀去阳城了 傅锡元抿了抿嘴 沉声道 现在 好 带我去阳城 捏死那蝼蚁 傅老四浑浊的 眼中闪过一抹冷芒 他率先一步 直接往山下而去 他的弟弟傅老八 已经是神经九重天的强者了 很有希望 在有生之年 踏入到五尊之列 到时候 五道之路就继续打开了 然而 他没想到 他只是闭关了一段时间而已 等他出来之后 他的弟弟竟然死了 而且 还是死在了一个上门女婿手中 一个神经强者手中而已 这完全就是在羞辱他的弟弟 也是在对他们傅家的挑衅 这怎么能不让他动怒呢 所以此时 他内心冷笑不已 林家的女婿 我倒要看看 林家如何护得住他 傅锡元等人也是满脸的冷血 身形闪烁 跟了下去 很快 傅老四等人就下山了 此时 山下已经有着众多的傅家舞者 在这儿等待着了 众人看到傅老四等人下山 脸上都带着激动之情 傅锡元看着傅家子弟 沉声道 按照我之前的安排 跟我走 他们不可能出动傅家 所有的高手 前往阳城 所以他早就有安排了 是 傅家众人 全都纷纷点头 出发 傅锡元长袖一甩 身形一闪 这本傅家大门而去 傅家高手也是一脸的激动 紧跟上去 这些人当中 大部分都是终老一辈 但是 也有不少年轻一辈 主要是 这次阳城之行 乃是一次 很好的历练机会 正是让年轻一辈 却锻炼的好时候 毕竟 要想成为真正的强者 除了闭关修炼之外 还得经过实战才行 祝 四爷五爷 凯旋归来 四周的傅家众人 看一下傅锡元等人的背影 劝他大声吼道 此时 所有人眼中都带着激动之情 只要这次阳城之行 他们傅家成功拿下了秦号 顺便灭了林家 那么他们傅家的声望 将会暴涨 他们傅家的汉东省武道界的地位 也会暴涨 而他们作为傅家子弟 那当然也是水涨船高了 希望这次战役 四爷他们可以打出我们傅家的威望 那当然了 不过 我们也不能太乐观了 毕竟林家也不容小觑呀 林家 算个什么东西呀 傅家众人全都议论不已 众人都觉得 他们傅家这次阳城行动 肯定没问题 不过也有人觉得 也不能太小看林家了 毕竟林家曾经可是汉东省第一大武道家族啊 虽然现在没落了 但是谁知道林家会不会还有什么牛逼的手段呢 不过这些人的话语 这些人的话语刚说出来 立马就被身边的人对了回去 林家曾经确实很是厉害 但是现在已经没落不堪了 如果不是汉东省各方势力有什么顾忌的 恐怕林家早就成为历史了 所以没什么可怕的 很快 傅家出动的消息就在外界传开了 但凡有资格知道这些事情的势力 脸上都是无比的惊恶 这傅家还真的出动了 各方势力此时全都议论不已 他们还以为傅家会有所迟疑呢 没想到 竟然行动如此的果决 傅家还真的是要带着众多高手 前往阳城 要知道 各个大势力一般都占据了一个大城市 或者一个神秘的地方作为大北营 比如林家在阳城 傅家在宁城 傅家在温城 一般情况之下 一个大势力是不会轻易带众多高手 去别的大势力的地盘的 因为这就是冒犯 这就是在挑衅 也代表了要撕破脸面了 而傅家还真的不考虑这些了 这真的是不把林家放在眼中了吗 这真的是要跟林家开战的节奏吗 话说傅家是谁带队呀 有人好奇地问道 众人内心也是疑惑不已 对呀 傅家派出了什么样的高手啊 据说是傅四爷和傅五爷他们 有消息灵通者立马爆料出来 什么 众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全都浑身一震 一脸的惊恶 傅四爷和傅五爷 可是老牌的五尊强者呀 没想到竟然是他们带队 可来秦浩惨了呀 众人内心暗暗想到 傅老八乃是傅老四的同胞兄弟 但是竟然死在了秦浩的脚下 傅老四怎么可能会放过秦浩的呢 想到这儿众人全都摇了摇头 脸上带着惋惜之情 秦浩如此的年轻 就是神情六重天强者了 而且还能越境杀敌 甚至还能一个人就站上了副石上 三个武道天才的联手 可以说秦浩乃是真正的武道妖孽 秦浩完全可以算得上 汉东省顶尖的武道天才了 秦浩未来的成就不可低估 可惜傅家不给他成长的机会了 恐怕傅家不仅仅是为了秦浩 而是真的想灭了林家呀 刚才爆料的人再次发出这样的声音 众人听到这人的话语之后 全都一脸的惊讶 这是什么意思 我听说傅家不仅仅派出了傅四爷和傅五爷 两大武尊强者 还有另外一名武尊强者 也一起前往阳城呢 爆料人再次说道 什么 众人闻言 全都浑身一震 瞬间张大了嘴巴 半天说不出话来 傅家竟然派出了三大武尊强者 他们这是要做什么 他们真的是想要跟林家大决战吗 他们难道真的要灭了林家吗 三大武尊强者 外加那么多的其他高手 傅家还真是下血本呢 对呀 难道他们就不担心去了阳城 回不来吗 你这话就搞笑了 阳城有什么能留住他们的 汉东省各方势力 此时全都一脸的惊讶 纷纷议论不已 有人觉得 傅家这样有点拼命啊 难道他们不怕在阴沟里翻船吗 毕竟林家还有传说在呀 不过 更多的人觉得 林家这次再劫难逃了 林家所谓的传说 更是假的罢了 话说 邪音宗和星云们会怎么样啊 随后 众人脸上都带着好奇之情 他们很是好奇 邪音宗和星云门会派出多少位武尊强者呢 很快就有消息传出 邪音宗和星云门也动身前往阳城了 邪音宗派出了三大武尊强者 而星云门虽然没有那么大的阵容 但是也派出了两大武尊强者 但是也派出了两大武尊强者 汉东省三大武道势力 一共派出了八大武尊强者 八大武尊强者 威亚扬 附家派出了三大武尊强者 邪音宗同样派出了三大武尊强者 星云门派出了两位武尊强者 整整八位武尊强者 带着众多的武道高手 一起直奔扬城而去 但凡有资格可以知道这些消息的 全都张大了嘴巴 满脸的惊骇 这 邪音宗竟然也派出了三大武尊强者 对呀 这邪音宗怎么也派出这么多的高手啊 星云门也不差呀 看来他们真是要灭了林家不成 此时 所有人脸上都带着震惊之情 纷纷议论不已 他们还以为 邪音宗和星云门 也只是派出一两位武尊强者而已呢 毕竟 这两家跟林家都没什么恩怨的 但是没想到 邪音宗竟然也派出了三位武尊强者 而星云门也同样派出了两大武尊强者 这是什么情况啊 不过 也有人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邪音宗已经跟富家联盟了 而且恐怕早就谈好了 如何划分林家了 所以邪音宗当然也得出力了 甚至他们觉得 这七天时间里 他们跟星云门肯定也接触谈判了 他们的目标 恐怕不仅仅是秦豪 而是林家 这三方势力 是为了灭林家而来的 这下林家恐怕要成为历史了 唉 林家曾经多么的辉煌啊 现在 哼哼 要怪就只能怪林家不懂得什么叫 使十五者为俊杰 各方势力脸上都带着感慨之情 富家三方一共派出了八大武尊强者 这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恐怖的 林家肯定是抵挡不住了 这次林家恐怕要栽了 还真是可惜呀 不过 也有不少人冷笑不已 他们都是追随富家三方的势力 所以他们当然希望能看到林家被灭 也不知道 楚家和秦天宗会派出什么高手去扬城 随后有人感慨到 汉东省的各方势力内心也才充满了好奇之情 而今富家一共有八大武尊强者 直逼扬城而去 他们很想知道 楚家和秦天宗会派出什么样的强者 毕竟这两家恐怕会影响着这次对峙的结局 我看他们这下恐怕害怕了 有人冷笑不已 不少人听了之后 也是纷纷点头不已 富家三方这完全就是要拼命的节奏 他们也猜想 楚家和秦天宗可能要放弃了 毕竟这两家不可能会为了秦豪 而跟富家他们拼命的 因为秦豪终归不是他们自己的子弟 而且就算秦豪潜力再大 现在也终归是尚未成长起来 温城 楚家 此时 楚家大院后方 一个大殿之中 有着一道道身影 这些身影浑身都散发着淡淡的威压 这些都是武道强者 不过现在这些身影 一个个都沉着脸 身情凝重 敬佩爷爷 我们能不能多派出一位武尊强者呀 此时 一个身穿长裙 脸蛋精致的女子 看着围瘦的一个老者 焦急地说道 女子正是楚雪轩 楚雪轩此时神情焦急 而且一双美眸之中 带着恳求之情 他们楚家 也已经听说 富家三方派出八位武尊强者了 所以他希望他们楚家 可以多派出一位 甚至两位武尊强者 因为他们楚家的计划 这是派出两位武尊强者而已 雪轩 你可不能胡闹 楚景培还没有说话 一个中年男子 就脸色一沉 不悦地说道 他乃是一名神情九重天的强者 地位虽然不高 但是也不低 而且他还是一个谨慎派 他一直都不怎么支持 他们楚家站在秦浩这边 因为在他看来 秦浩虽然潜力巨大 但是终归还是没有成长起来 而且秦浩也只是得到了奇遇而已 秦浩身后 并没有什么大势力支持 秦浩能不能成长起来 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而他们楚家 为了秦浩 而跟富家三方交物 并不是一件明智之事 此时他看向楚雪轩 道 富家三方 现在就是一心要得到秦浩 甚至灭了林家 我们如果跟他们硬碰硬的话 太得不偿失了 没错 中年男子刚说完 在场的不少人也是纷纷点头 他们知道富家三方 肯定会派出不少强者 但是他们没想到 竟然会派出八大武尊强者 这还真是有点出乎他们的意料啊 看来富家三方的决心很大 而且野心也很大 所以 此时他们甚至有点打退堂鼓了 可是 我们只是派出两位武尊强者 恐怕无法保护得了秦浩啊 楚雪轩 楚雪轩焦急地说道 雪轩 你想错了 刚才说话的那个中年男子 看向楚雪轩 再次开口道 我们楚家 这是分担林家的一些压力罢了 我们不能成为主力 毕竟秦浩不是我们楚家子弟 对 其他人也是纷纷点头 表示同意 第九百七十六集 楚雪轩的焦急 楚雪轩见得这么多人点头 精致的脸上更是焦急无比 他张了张嘴 就与说话 好了 雪轩 这时 坐在首位的楚景培压了压手 他看向楚雪轩 沉声道 就按照我之前的安排吧 楚雪轩闻言 申请一阵焦急 道 景培爷爷 只有你们两位武尊强者 实在是 楚景培抿了抿嘴 沉声道 就看秦浩的造化了 其实 他也希望楚家 能多派一两位武尊强者 前往阳城支持 必定 他虽然没跟秦浩接触过 但是 从楚雪轩他们的描述中 他总感觉 秦浩这个青年很是神秘 而且秦浩这个青年 很是重情义 这个青年 值得深交 只是 他虽然是一名武尊强者 在楚家地位也极高 但是 楚家终归不是他说了算 而且秦浩确实不是他们楚家的子弟 他们楚家 不可能为了秦浩 而跟富家三方决一死战 不仅他们在场都不同意 恐怕整个楚家上下 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同意的 楚雪轩听了楚景培的话 就予再次说话 但是 楚景培却是摆了摆手 好了 雪轩 你不要说了 我们马上懂身 前往阳城 说完 他直接站起了身 率先走出了大殿门口 楚家 只派两名武尊强者 楚雪轩 看着走出大殿门口的 楚景培众人 精致的脸上 带着焦急之情 他们楚家竟然只是派出两位武尊强者而已 这怎么够呢 要知道 富家那边可是派出了八大武尊强者呀 雪轩 你也不要怪你的景培爷爷 楚家终归不是他说了算 而且 我们不可能为了秦浩一个人 而把我们楚家底蕴全拼上 这时 一个老者缓缓地来到楚雪轩面前 叹息道 老者正是楚迅昌 他其实也很是惋惜 但是他也知道 他们楚家派出这样的阵容 已经算是相当的豪华了 楚雪轩汗手轻点 我知道 他并没有怪罪楚景培 他只是担心秦浩而已 毕竟林正德已经中毒了 也不知道 秦浩帮他把体内的毒素 都清除干净了没有 而富家三方可是派出了八大武尊强者呀 这可是相当恐怖的阵容啊 八大武尊强者 哪怕在武道昌盛的汉冬上 也是可以哼扫绝大部分的势力了 只能看秦先生的命了 楚迅昌叹息道 他也没想到 富家三方竟然会出动这么强大的阵容 这三方真的是对秦浩志在必得 而且恐怕也真的是要灭了林家呀 说着他看向楚雪轩 雪轩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我们虽然只是派出了两大武尊强者 但是也带了不少的高手啊 他们楚家的阵容也不弱 除了两大武尊强者之外 还有神经强者呢 而且这些神经强者 有些修为可不低 楚雪轩汉手轻点 同时他脸上带着叹息之色 喃喃自语道 可惜我哥还没出关 如果他哥哥出关了的话 他肯定能说服他哥哥 前往阳城去帮秦浩 楚雪轩抿了抿嘴 你哥正在闭关的关键时刻 不能轻易出关 提到楚雪轩的哥哥 哪怕是楚雪轩 他的脸上也是露出满意之情 这可是他们楚家顶尖的武道天才呀 随后他看着楚雪轩 好了我们要走吧 快点赶去阳城 楚雪轩抿了抿嘴 好 随后两人也走出了大殿 跟着楚景陪等人 离开了楚家大院 赶往阳城 楚家子弟看向远去的楚景陪等人的车子 脸上都带着复杂之情 没想到我们楚家竟然要护着一个上门女婿 真是无语 你懂什么呀 秦浩可不是一般的上门女婿 她可是一个武道妖孽 对而且在石阴山的时候 秦浩也帮我们楚家得到了不少的造化呀 那又如何 在石阴山的时候 我们楚家已经帮助过她一次了 难道我们有一辈子都护着秦浩吧 楚家大院中的众人全都议论不已 不少人脸上都带着激动之情 因为这些年来 傅家崛起速度极快 所以傅家人在外也很是嚣张 楚家子弟有时候在外面遇到傅家子弟 也是有不少冲突的 但是他们只能忍着 而这又被傅家子弟嘲笑 他们被嘲笑 楚家只会窝囊 而今看到他们楚家高手 又跟傅家直接对战了 他们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他们怎么能不激动呢 不过也有不少人内心很是不爽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楚家为了一个青年 竟然出动武尊强者 这有点太没面子了 有点当人保镖的感觉 这显得他们楚家有点掉价 而且这青年还是一个上门女婿 这更是让他们觉得恨不是滋味 不过也有人提醒 秦浩可不是一般的上门女婿 而是一个五道妖孽 一个可以碾压副十少的五道妖孽 秦浩这个青年还是值得结交的 而且秦浩的背后还有林家呢 说不定以后秦浩可以把林家带上崛起的道路 那么他们今日的行动 就是跟秦浩跟林家结了一个善缘 不管怎么说 楚家这中有人支持此次行动 有人反对这次行动 从这也可以看得出 楚家对秦浩的看法并不一致 很快 楚家高手前往阳城的消息 就在整个汉东省各方势力之中传开了 而且众人也知道 楚家派出了两大武尊强者 楚家竟然只派出两位武尊强者而已 你嘛 你这话说的真是搞笑 什么叫做只是派出两位武尊强者而已 你们家有武尊强者吗 就是啊 两大武尊强者 这还不够吗 各方势力得知消息之后 全都一脸惊讶 纷纷议论不已 众人得知楚家竟然派出两大武尊强者 很是震惊 他们没想到 楚家竟然也派出这么强大的阵容 看来他们还真是挺看重秦浩啊 不过 也有人觉得 楚家只是派出两大武尊强者而已 有点少啊 毕竟傅家那边可是有八大武尊强者呀 秦浩终究不是楚家子弟 楚家内部恐怕也有不同的意见 楚家不可能派出太多的高手 有人解释道 众人也是纷纷点头 表示同意 楚家再怎么看重秦浩的潜力 那也只是一种另类的投资而已 既然是投资 就不可能把全部身家都压上的 现在就看秦天宗会派出多少高手了 随后众人内心都带着好奇之情 楚家派出了两大武尊强者 他们也想知道 秦天宗会派出多少武尊强者呢 希望秦天宗能多派出几位武尊强者吧 有人脸上带着感叹之情 林正德而今已经中毒了 这就相当于说 林家唯一的一名武尊强者 已经废掉了 而楚家也只是派出了两大武尊强者而已 也就是说 秦浩这边只有两大武尊强者而已 而富家那边可是有八大武尊强者呀 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呀 双方的天平 已经完全往富家三方那边倾斜了呀 所以不少人都希望 秦天宗可以多派出武尊强者 至少尽量把天平撤平一点吧 罢了 先别管秦天宗会派出多少高手了 我们也敢往阳城啊 汉东省的各方势力 一副看热闹的姿态 开始往阳城赶去 一辆辆豪车马力全开 直奔阳城 而在众多的车辆之中 有着一辆红色的法拉利 也如一道妖艳的流光一般 这奔阳城而去 不过 现在有太多的车辆 赶往阳城了 而且 也有各种豪华的跑车 所以此时也没人注意 这辆红色的法拉利 也没有人知道 是谁在开这辆法拉利 不过 也有人惊鸿一片 似乎看到 红色法拉利里面 坐着一个妖艳的女子 这是 现在也没人关心这些了 此时 所有人都在关心 阳城今日会怎么样 晴天宗 到底会派出多少名武尊强者 而此时 一片连绵的山脉之中 有着一间间屋子 这些屋子都是仿古式的 而且很有岁月的痕迹 此时 一座山峰之上 有着一座大殿 大殿之中 坐着一些身影 这些身影 全都散发着 恐怖的气息 此时 一个身穿灰色长袍的老者 站了起身 看向为首的一个 虚发洁白的老者 我们晴天宗 就不能多派出 两位武尊强者吗 如果晴浩在这里的话 肯定能认出 这个老者是谁 他正是浊老 而这里 正是晴天宗的 门派所在之地 此时 浊老满是周文的脸上 带着恳求着晴 从石阴山回来之后 他就一直跟宗门叙说 秦浩的战绩 尽可能地把秦浩的妖孽之处 给展现出来 为的就是希望 他们晴天宗 能看中秦浩的潜力 从而支持秦浩 支持林家 而他也成功了 晴天宗也确实表达 支持秦浩了 而且他们晴天宗还决定 派出两位武尊强者 当时他还高兴无比 毕竟有两位武尊带队 那也是一股十分强悍的力量了 但是 他没想到 富家三方 竟然一共派出了八大武尊强者 所以他就希望 他们晴天宗 能够多派两位武尊强者 前往阳城 但是 晴天宗很多人都反对 甚至还有人觉得 不应该去阳城了 这让他很是焦急 测试 他看一下围瘦的老者 如果实在不行 就多派出一位 一共三位也行啊 围瘦的老者摇了摇头道 这老头 我知道你跟孟老头的交情深厚 但是这件事 可不能感情勇士 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要从宗门整体利益考虑 老者名为陆辉民 乃是晴天宗的一名长老 而且也是一名武尊强者 地位极高 此次去阳城支持秦浩的事情 就是他负责 卓老叹息了一声 可惜 这次傅家派出的阵容 有点强大呀 陆辉民也是紧紧地抿着嘴 脸上赏过一抹灵重之情 他也没想到 傅家三方竟然会派出 那么多位武尊强者 他看着卓老 这个世界上并不缺少天才 缺少的是能够成长起来的天才 所以秦浩能不能成长起来 就看他的命吧 卓老闻言 也只能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陆辉民看向众人 沉声道 好了 按照计划进行吧 我们现在出发 随后 陆辉民带着秦天宗的一帮高手 直奔扬城而去 很快 秦天宗也出发扬城的消息 就传来了 而且各方势力也知道 秦天宗只是派出了 两位武尊强者而已 秦天宗也只是派出 两位武尊强者而已吗 那岂不是说 秦浩那边 只有四位武尊强者而已 看来 秦浩这下麻烦了 林家这下麻烦了呀 各方势力得到这消息之后 全都议论不已 他们没想到 秦天宗也只是派出 两位武尊强者而已 那秦浩这边 也就只有四位武尊强者而已呀 毕竟林正德已经废掉了 这阵容如果是放在平时 确实也是十分的恐怖了 但是跟富家三方的八位武尊相比 就有点差了 看来秦浩这下惨了呀 四位武尊强者 怎么都无法抵挡得住八位武尊强者呀 你们错了 我听说汉江省的天明宗和八级宗 也派出了高手向他围剿秦浩 有消息灵通的人突然爆料道 什么 各方势力听到这消息之后 全都一脸的惊恶 汉江省竟然也有五道势力来围剿秦浩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两个势力都是汉江省前三的势力 而秦浩也刚好得罪过他们 爆料的人再次说道 各方势力全都张了张嘴 一脸都古怪着秦 秦浩竟然也把他们汉江省前三的势力 都得罪了两个了 秦浩还真不是安分的主啊 随后 众人很是好奇 这两个势力会派出什么强者来呢 他们也各自派出了一位武尊强者来 爆料者说道 什么 众人闻言 全都神情也争 汉江省的五道如此的衰落 哪怕天明宗和八级宗 都是汉江省前三的五道门派 但是 恐怕门派中也只有一两位武尊强者吧 没想到竟然都派出来了 他们跟秦浩之间的恩怨有点深呢 不过 也有人猜出了天明宗和八级宗的目的 这两个势力 恐怕也是想来参与 附加三方的行动 从而跟这三方势力搭上关系吧 毕竟这两方虽然都是汉江省前三的五道门派 但是跟汉东省的大势力是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 这么说 岂不是有十大武尊强者前来阳城围剿秦号了 众人想到这儿 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十大武尊强者呀 这得是多么恐怖的战力呀 随后 众人全都看向阳城方向 脸上都带着好奇之情 也不知道林家现在怎么打算 秦浩现在在做什么呢 他们该怎么应战呢 阳城 林家大院后方 有着一个湖泊 此时 秦浩潘西坐在湖泊边上的一块石头之上 距离他不远处 有着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是老者 其中一个坐在一张轮椅之上 另外一个 在双手扶着轮椅的把手站着 此时 两人正紧紧地盯着湖泊边上的秦号 我也到底在领悟什么呀 坐在轮椅之上的老者突然开口说道 没错 这两个老者正是孟老和林郑德 林郑德没有说话 而是紧紧地盯着秦浩 这几天 秦浩给他们治疗之后 并没有回去 而是选择在林家大院后方的湖泊边 盘膝着 秦浩似乎在领悟什么 此时 他抿了抿嘴 正想说话 突然 一道清脆的剑鸣声 骤然间响起 孟老和林郑德听得这一道剑鸣声 全都紧紧地盯着秦浩 此时 秦浩还是盘膝坐在湖泊边 周身也没有什么恐怖的气劲涌动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总感觉 秦浩就如一把要出窍的利剑一般 而且秦浩周身 好像有一股十分强悍的气息在凝聚 这股气息就如一把神剑一般 虽然林郑德两人的修为都极高 特别是林郑德 更是五尊强者 但是此时 他竟然感到皮肤隐隐发疼 这是因为秦浩周身的那股灵力的气息所致 这是什么情况 明明没有什么变化 为什么秦浩周身 透着一股这么神秘的气息呢 哗啦啦 这时 秦浩面前的湖水突然涌动了起来 随后 所有的湖水全都自动分开 仿佛被把神剑劈开了一般 第977集 剑翼 这时 又有剑鸣声响起 而且还不是一道 不过 这并不是从秦浩身上发出的 而是从远处的四合院之中传来 林郑德回头一看 这件四合院之中 有着几把长剑悬浮在空中 不停地轻颤着 林郑德看到这几把长剑 瞳孔一缩 这几把长剑乃是他收藏的剑 一直都在四合院之中 而今怎么突然悬浮在空中了 这时 那几把长剑竟然如一道流光一般 这奔秦浩而来 最后 直接盘膝在秦浩周身 仿佛在膜拜 哄 这时 秦浩浑身衣服鼓动 而且头发更是根根倒数 就如一把把神剑一般 此时 秦浩周身涌动着一股无形之中的剑气 这 姑爷这是在领悟什么 孟老看向远处的秦浩 一脸惊愕地问道 林正德也是紧紧地抿着嘴 双眸浊浊地盯着秦浩 随后 他沉声道 难道 是剑义 什么 剑义 孟老听了林正德的话 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恶 五道一徒 有着各种奇妙的东西 而剑义 正是其中一种奇妙的东西 据说 只有天赋异禀 对剑道有独特理解的天宗奇才 才能领悟出剑意 而且 还得五尊强这以上的修为 才有可能领悟到剑意 姑爷不是神情六重天而已吗 竟然能领悟出剑意了 这是怎么回事 林正德看着秦浩 满是周文的脸上 也是充满了惊恶之情 他已经很是高估秦浩了 但是他发现 他还是低估了 秦浩竟然能在神经之里 就领悟出了剑意 这领悟力也太强了吧 什么叫天宗奇才 这就叫天宗奇才呀 林正德喃喃自语 同时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之情 秦浩如此的妖孽 乃是他们林家的希望 所以 哪怕拼上他的老命 他也要护着秦浩 就这样 秦浩潘西坐在湖边 不停地领悟着那一剑 此时 他已经进入了某种奇妙的状态 完全忘记了周身 他脑海里 只有一把璀璨的神剑 一直到了天色 已经黑了下来 但是 秦浩还是没有从那种 奇妙的状态之中 苏醒过来 父亲 这时 一道恭敬的声音传来 只见一个中年男子 缓缓地走了过来 正是林泽明 此时 林泽明来到林正德面前 恭敬地说道 父亲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告诫我们林家人 今晚绝对不能出门 而且 绝对不能来林家大院后方 林正德点了点头道 那就好 今日正是傅家给出的期限之日 而且他也知道 傅家三方正带着高手 前往他们扬城 而且因为其他原因 他并不能离开林家大院后方 所以今晚 他们林家大院后方 肯定要有一场大战 他不希望 殃及到他们林家人 毕竟现在的林家人 基本都是普通人 他们都不是舞者 所以 舞者的事情 不应该让他们知道 他们也不应该 遭受舞者世界的苦难 随后 他看向林泽明道 泽明 你也回去吧 林泽明 林泽明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所以他也不希望林泽明留在这里 林泽明摇了摇头道 父亲 我不走 林泽明 林泽明 敏了敏了 敏了敏嘴道 泽明 舞者的世界 你不应该参与进来 父亲 虽然我并不是舞者 但是既然您已经把林家交给我了 而今我们林家面临着生死危机 我怎么能离开呢 林泽明沉声说道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之情 林正德张了张嘴 似乎还想说点什么 但是 见到林泽明如此的坚定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林泽明见状 暗松了一口气 他就担心 他父亲怎么样都要把他赶走 随后 他看着林正德道 父亲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今日 林正德和孟老 在聊起富家三方高手的时候 脸上都带着惊骇之情 他虽然不知道 富家三方派出了什么样的高手 派出了多少高手 但是 从两人的表情来看 他看得出 富家三方的阵容肯定很恐怖 所以 他很是担心 他们林家能否度过这次危机 他们能否保护好情好 林正德抿了抿嘴 沉声道 放心吧 如果是外面 我们或许没有能耐 保护好情好 但是在我们林家大院 他们想灭了我们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林正德 林正德听了林正德这话 深情也争 父亲这话是什么意思 林正德没有解释 而是看着林正德和孟老 你们在这看着情好 我再去山上看看 好 林正德 林正德和孟老都纷纷点头 林正德看了情好一眼 然后身形闪烁 很快就到了远处的那座山 他再次来到那个山洞 双膝跪在地上 各位老祖 我们林家出现了百年难遇的天才 恳请各位老祖 能出关庇护情好 说着 他不停地磕头 但是 山洞里还是没有传来任何的动静声 恳求各位老祖出关 林正德再次磕头 大声喊道 可惜山洞里 除了偶尔传来疯的呼啸声 并没有其他什么动静 林正德脸上露出一抹失望之色 不过 他还是抿了抿嘴 就欲再次开口 嗯 来了 突然 他内心一动 扭头看向北方 浑浊的眼中闪过一抹冷芒 他身形一闪 直接下伤而去 阳城南边的郊外 乃是一片小山脉 而且还有一个跟月牙状一样的湖泊 环境相当的好 而林家大院 就是坐落在这片小山脉的山脚处 一山傍水的 环境优美 此时 微弱的月光 洒落在月牙状的湖泊之中 泛着点点光芒 很是优美 但是现在 这片区域仿佛有着肃杀之意在弥漫 此时 林家四周已经有着不少的人影了 他们都躲在黑暗之中 远远地看着林家大院 而且此时 人影还不停地闪烁 还有更多的人正在汇集而来 这些都是前来围观的各方势力 而且 他们的距离阳城比较近 有些甚至就是阳城的本土势力 所以 他们来得比较早 此时 他们看向远处的林家大院 脸上都带着惊讶之情 这就是林家大院啊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呀 林家都已经没落不堪了 还能有什么特别呀 没什么特别 那你们可以闯进去看看呗 就是啊 有本事你们闯一下呀 各方势力看向林家大院 全都议论不已 不少人此时脸上都带着惊疑这色 因为他们都觉得 林家大院很是一般 在他们看来 林家大院虽然占地很大 就跟一个小公园一般 但是 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跟传闻的似乎不太一样啊 这就是汉东省前十五道家族的大本营嘛 似乎没什么危险啊 不过 也有很多人冷笑不已 因为他们可是听说了 林家大院表面看似很是普通 但是暗藏玄机 如果贸然闯进去的话 会有大危险的 所以他们对某些人的言论 很是鄙视 刚才说话的那些人 听了这些人的挤兑 也只是醒醒一笑而已 他们嘴上说说而已 但是他们可不敢闯林家大院 这可是曾经汉东省第一大五道家族的大院啊 虽然现在没落了 但也不是一般人能乱闯的地方 正所谓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嘛 不过 也有不少人则是撇了撇嘴 一脸的不屑 这些人都是追随傅家三方的 所以他们当然很是轻蔑林家 当然 他们也不敢乱闯 毕竟他们可不是傻子 话说 傅家他们什么时候到啊 突然有人激动的问道 四周各方势力的人 也是全都一脸的激动 脸上都带着期待着情 他们也想知道 傅家三方何时到来 因为傅家三方到来的话 就说明大战开始了 他们很是期待接下来的决战 快看 好像有大部队来了 突然 有人指向远处 惊呼道 众人顺着那人的手指看去 这间 远处有着一道的身影 直奔而来 恐怕有十几道 这些身影的速度极快 而且这些身影 全都浑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虽然还相隔很远 但是众人还是感到莫名的压迫 很快 这些身影就来到了这片小山脉 众人终于看清这些身影了 这些身影全都身穿浅色长袍 而且长袍的袖子上 还袖着几颗白色星星 为首是两个老者 左边一个身材刚苦 眼神阴森 右边的则是头发灰白 脸上布满了皱纹 但是浑身散发着淡淡微压 众人看得这帮人 全都浑身一枕 脸上都充满了敬畏之情 因为这帮人正是星云门的高手 而且这两个老者 乃是星云门的长老 其中 左边的老者 名为齐静烈 乃是一名武尊强者 右边的老者 名为吴文甫 也是一名武尊强者 这 星云门的这阵容 还真是强大呀 没错 没想到他们竟然让习长老 和吴长老带队 看来星云门对秦豪 很是动怒啊 躲在远处的各方市里 看到习静烈两人 脸上都充满了惊恶 小声议论不已 习静烈和吴文甫 都是早就突破五尊了 在汉冬省 有着极高的声望 没想到 星云门竟然让这两人来带队 而且他们发现 这两人身后的十几人 全都是神经强者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神经强者 这阵容 果真不小啊 看来 星云门对秦豪 很是动怒啊 不过 仔细想想 秦豪把星云门的方景杀了 而方景 乃是星云门年轻一辈的天才之一 虽然不是顶尖的天才 但是潜力极大 但是 就这么死在了秦豪的手中 而且 秦豪还灭了星云门那么多高手 当中 甚至还有一名神经九重天强者 星云门怎么能不动怒呢 当然 更多的人则觉得 星云门 恐怕是盯上了秦豪身上的秘密 除此之外 还有林家的大秘密 西经历 看向林家大院 眼中闪烁着精芒 他身形一闪 就一冲过去 老西 别冲动 这时 旁边的吴文斧 直接拉住了他 西经历 扭头看向吴文斧 脸上带着不解之情 吴文斧抿了抿嘴 道 我们先不着急 等傅家到来再说 说着 他看向林家大院后方 瞳孔微缩 西经历注意到了 吴文斧的表情 也是神情隐正 他看向林家大院 也是眼神萎靡 过了一会儿 他点了点头道 好 随后 两人带着星云门的众多高手 直接站到了一边 四周各方势力 看到这一幕 全都神情隐正 星云门怎么不进攻啊 他们应该是在等 傅家到来吧 肯定是了 他们可不想当冤大头呢 各方势力此时 全都小声议论不已 他们还以为 星云门到来之后 会立马进攻林家呢 毕竟林家现在看起来 并没有什么威胁 而且抢先一步进攻的话 岂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吗 没想到 星云门竟然只是厚在一旁而已 实在是想不明白 不过 也有人大概猜出 星云门为什么这么做了 星云门肯定是在等傅家的到来 毕竟傅家跟林家之间的恩怨更深 而且林家虽然没落了 但是还有不少的传说 相信星云门也不敢轻易攻进去 看来 他们是想等傅家和邪音宗都来了 然后一起进攻啊 众人内心难难自语道 只是 傅家和邪音宗什么时候到来呀 快看 又有人来了 突然 又有一道惊呼声传来 众人听到这道声音 也是全都齐刷刷看去 只见 远处也有一帮人 正往这边而来 这帮人的速度很快 眨眼功夫就来到了林家大院外面 众人定睛一看 发现这帮都是身穿黑色长袍 浑身散发着阴森气息的人 站在最前面的是三个老者 这三个老者都身材刚苦 阳眶深陷 看起来让人不寒而理 这帮人站在那里 仿佛就是黑暗 而且阴森无比 仿佛是从地狱而来的 让人忍不住打哆嗦 众人看的这帮人 全都脸色一惊 甚至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 不少人更是脸色苍白 浑身发冷 因为这帮人正是邪音宗的人 而前面的三个老者 分别名为 乌贺 马庆平 游顾元 这三人都是邪音宗的长老 而且都是武尊强者 没想到邪音宗竟然派这三位来 众人看向乌贺三人 脸上都带着恭敬之情 而且还很是畏惧 邪音宗原本就是形式怪异 作风很是阴暗 所以邪音宗在汉东省武道界的名声并不好 而乌贺三人的性格更加的怪异 而且三人都是心狠手辣之辈 特别是那乌贺 据说修炼了某种邪功 为了能快速提升修为 竟然曾经炼化了几百人 当然 这也只是传说而已 并没有确切的证据 但是 这件事竟然能被传出来 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 而马庆平和游顾元 同样有他们的传说 但是这些传说都不怎么好 所以四周的各方势力 此时都悄悄地往后退去 尽量跟邪音宗这帮人拉开距离 乌贺看了一眼前方的邻家大院 眼中闪过一抹阴森的寒芒 不过 他们也没有贸然地攻进去 而是缓缓地往旁边走去 他们走去的方向 正是星云门众人的方向 很快 乌贺等人就来到了 星云门众人的面前 星云门众人看着邪音宗的众人 脸色都不太好看 甚至还很是警惕 乌贺看向吴文府和习敬烈 笑道 没想到 吴长老和习长老来得这么快呀 看来星云门对秦浩也很感兴趣呀 吴文府和习敬烈都没有说话 他们虽然暂时跟邪音宗同一个立场了 但是他们星云门跟邪音宗长期以来都有矛盾 两家可以说是敌对势力 而且吴文府两人跟乌贺还曾经有过冲突 所以两人当然不会给乌贺好脸色看 乌贺见到两人竟然无视他 脸色也是一尘 吴长老 习长老 既然我们已经在同一个阵营了 你没有何必装呢 习敬烈冷笑了一声道 哼 你管我们呢 四周的各方势力看到这一幕 全都神情一争 邪音宗不是跟星云门都合作了吗 怎么乌贺界人还是这么刚呢 第978集 小姐 我们现在就动手 乌贺也是满脸的阴沉 眼中闪过一抹阴霾 而他身边的游故员 则是冷笑了一声 习长老 你是不是还想继续我们三年前的战斗呢 游故员刚说完 习敬烈就一步踏出 声音阴沉道 怎么 你以为我怕你 三年前 习敬烈在一个神秘之地 发现了一株灵药 那株灵药对他十分的重要 而且那株灵药还有两头强大的妖兽守护着 他费了好大的功夫 才打败了那两头妖兽 眼看着他就要得到那株灵药了 但是没想到 竟然有人突然袭来 而那人正是游故员 游故员带着人 直接把那株灵药抢走了 而且还把习敬烈打伤了 这也是习敬烈很是不爽游故员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时 他见到游故员 竟然还敢提三年前的事 而且一副瞧不起他的姿态 他内心的怒火 瞬间就升了起来 他双脚跺地 轰的一声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他体内冲天而起 四周的众人健壮 全都张大了嘴巴 一脸的惊恶 习敬烈这是要干嘛 他这是要跟游故员战斗嘛 他们不是为了情好 为了凌驾而来的吗 怎么现在变成了内斗呢 游故员也是冷笑了一声 哼 你以为我怕你 说完 他也是双腿跺地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他体内冲起 两人都没有完全把实力都释放出来 但是 哪怕如此 也相当的恐怖了 此时 两股强大的气息 已经撞在一起了 四周的天地元气 也是混乱了起来 四周的各方势力 急忙全都往后退去 这就是 五尊强者的气势吗 而且这两人 该不会真的要打起来吧 好了 老西 别乱来 这时 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 这见 吴文府一步踏出 按住了习近烈的肩膀 他其实也跟乌鹤三人有恩怨 但是 现在确实不是内讧的时候 游长老 别冲动 都是自己人 这时 一旁的乌鹤 也是看向游故员 笑了笑道 别忘了 我们今晚的敌人是谁 现在可不要乱消耗啊 游故员看了一眼林家大院 然后冷哼一声 体内的气息 缓缓地收了起来 习近烈也是冷哼一声 周身的气息 也是散开了 这里 重新归于宁静 乌鹤看向吴文府 笑道 吴长老 你觉得 这林家大院怎么样啊 说着 他是向前方的林家大院 吴文府 抿了面嘴道 很不简单 我看是你们星远们 怕了吧 吴文府刚说完 一旁的游故员 就不屑道 吴文府冷笑了一声道 既然游长老如此的自信 那么你们可以先冲下去 说不定能得到林家的大秘密呢 你 游故员听了吴文府的话 一阵语色 他虽然性格火爆 但是并不是傻子 否则也不能修炼到这个境界了 他当然知道林家大院的传说 也知道林家大院并不是表面的那么简单 吴文府见得游故员无话可说 冷哼一声 满脸的不屑 吴鹤笑了笑 道 吴长老 我们还是不要互相挤兑了 还是等父兄到来 一起把这林家大院踏平吧 说着 他看向前方的林家大院 浑浊的眼中闪过一抹阴森的寒芒 穆森乃是他们邪音宗的武道天才 被寄予了厚望 只要给穆森足够的成长时间 穆森肯定能踏入到无尊之力 那么他们邪音宗就能多一位真正的武道强者了 然而 没想到竟然被秦浩给杀了 不仅如此 秦浩还一把火 把他们前往石阴山的高手全都烧死了 甚至还有一名神经九重天的强者长老 这怎么能不让他们动怒呢 而且秦浩年纪轻轻而已 竟然有那么恐怖的战力 秦浩身上肯定有大造化 所以他们对秦浩也是志在必得的 但是他们此番扬成之行 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这个 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灭了林家 林家的大秘密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所以他此时恨不得立马冲进去 踏平林家大院 但是他也知道 这林家大院可不是那么好闯的 吴文府也是阴森一笑 好 虽然他们秦浩门跟邪音宗平时很不对付 乃是敌对势力 但是现在终归算是盟友 而且他们跟邪音宗的目的 其实也是一样的 他们不仅要得到秦浩身上的大造化 而且还要得到林家的大秘密 那我们就在这儿 静候父兄他们的到来 乌鹤直接笑了起来 笑声就跟叶鹰提叫一般 很是吓人 就这样 邪音宗等高手跟着乌鹤三人 站在了星云门旁边不远处 习近列内心很是不爽有骨圆 而且星云门的高手 也很是不爽邪音宗的高手 但是双方都没有说什么 两方势力都紧紧地盯着 前方的林家大院 两方势力的眼中都闪烁着灼热之情 不过两方势力都没有轻举妄动 他们都在等待着傅家的到来 等傅家的高手到来了 八道武尊强者齐聚 他们的底气也足了 哪怕林家大院再神秘 他们也无所畏惧 没想到邪音宗也不敢进攻啊 四周各方势力 见到邪音宗也只是静静地等着而已 脸上都露出惊讶之色 邪音宗做事不是很嚣张吗 怎么他们也不敢冲进去啊 难道他们是怕了 他们不是怕了 而是谨慎 有人解释道 林家虽然没落了 但是林家曾经可是汉东省第一大武道家族 而且关于林家还有种种传说 特别是这林家大院 可不是表面的那么简单 据说林家大院 有着一个十分强大的阵法守护着 邪音宗当然不敢贸然进攻了 这林家到底有什么呀 有人很是不解 脸上带着疑惑之情 在场的大部分人也很是好奇 林家不是已经没落了吗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没见哪个市里敢对林家怎么样呢 为什么林家还能成为汉东省前十呢 不过也有少部分人紧紧地抿着嘴 他们知道林家的一些传说 如果那些传说是真的 林家确实有资格 仍然位列汉东省前十家族 至于那些传说是不是真的 今晚恐怕就有结果了 这些人看向林家大院 眼中都带着期待之情 今晚的林家可以说是处于生死时刻 今晚的林家很有可能会成为历史 所以林家的那些传说如果是真的 那么肯定会出现了 快看 好像是富家到来了 这时有人突然大声惊呼道 众人听的这道声音全都扭头一看 下一刻众人就全都浑身一震 因为他们看得远处有着一大片身影而来 黑压压的一大片 比谐音宗和星云门的高手都要多 甚至比这两者加起来的还要多得多 这些身影不停地闪烁 很快就来到了林家大院附近 这些身影全都浑身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为首的是三个老者 众人看到这三个老者全都浑身一震 脸上带着惊恶之情 因为他们发现这三个老者 分别是富四爷 富五爷 以及富七爷 这三人都是五尊强者 特别是富四爷 更是早就踏入到五尊强者了 而且他曾经还打败过多名五尊 可以说富四爷的名气极大 而且不是说富四爷正在闭关吗 他怎么来了 不过一想到富四爷跟富八爷的关系 众人内心又一阵释然了 看来秦豪要惨了 众人此时内心喃喃自语道 富四爷跟富八爷乃是同胞兄弟 而富八爷被秦豪一把火烧残了 最后更是被秦豪一脚踩死了 富四爷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秦豪呢 看来大战要开始了 随后众人脸上都充满了期待之情 富家三方的高手全都到来了 八道五尊也已经在这里了 相信一场大战很快就要开启了 他们怎么能不激动 也不知道林家能不能挡得住富家三方呢 你觉得可能吗 没错 林家今晚注定要成为过去了 今晚富家三方的威望恐怕要更高了 众人全都小声议论不已 不少人脸上都带着惋惜之情 林家曾经是多么的辉煌啊 但是现在竟然只剩下林正德这么一位武尊强者了 而且林正德还中毒了 已经废掉了 所以林家今晚恐怕真的要成为历史了 而秦豪恐怕也要惨了 想到这儿众人更是惋惜不已 秦豪才二十岁出头而已 但就是神经六重天强者了 而且还能凭借着一个人的力量 就打败了富士少三个武道天才的联手 秦豪这武道天赋该是多么的恐怖啊 只要给秦豪足够的时间成长 秦豪必将成为一方巨拨 可惜呀 今晚恐怕就要成为历史了 而此时远处 一片黑暗之中 有着一辆红色的法拉利 法拉利之中坐着一个女子 女子脸蛋妖艳无比 身穿红色纱裙 把傲人的身材勾勒得越加的迷人 这女子一平一笑之中 都充满了无限的诱惑 此时 女子通过车窗 一双充满了诱惑的美眸 正静静地看向林家大院方向 小姐 八大武尊已经到齐了 我们现在就动手 这时 车外传了一道恭敬的声音 这道声音 没有什么激动之情 只是很是恭敬而已 仿佛只要车里的女子 点头同意就行 女子抿了抿嘴 轻声道 不急 随后 这片黑暗的区域 再次恢复了宁静 而此时 林家大院附近 傅家等人到来之后 全都看向前方林家大院 脸上都带着愤怒之情 因为他们知道 那个杀了他们林家 众多高手的上门女婿 就在里面 对于那个上门女婿 他们内心都充满了仇恨 因为他们觉得 那个上门女婿 在石英山的所作所为 完全就是在羞辱他们傅家 那是不把他们傅家放在眼里 所以今晚 必须让那个上门女婿 付出血的代价 同时 他们的眼中还带着激动之色 因为今晚过后 林家将会成为历史 而他们傅家的威望 将会再生一层楼 傅色爷看向前方林家大院 浑浊的眼中 闪烁着阴森的寒芒 不过 他也没有贸然冲过去 傅兄 你们来了 这时 乌鹤等人全都走了过来 笑着打招呼 傅老四微微点头 道 嗯 而傅西元则是笑了笑 道 没想到 邪音宗和星远门的道友都来了 那就太好了 乌鹤看着傅西元 问道 傅兄 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是直接踏平林家大院吗 说着 他的眼中闪过一抹阴森的寒芒 傅西元抿了抿嘴 沉声道 传说 这林家大院 有着一座惊天的大镇 所以 我们得小心才行 乌鹤也是微微点头 他们正是顾及这个 所以之前才不敢贸然闯进去 那我们怎么做 乌鹤问道 傅西元沉吟了一会儿 正想说话 哪那么麻烦 这时 一道阴森的声音传来 这件傅老四一步踏出 看向前方的林家大院 后道 秦浩小儿 马上出来受死 这道声音 就如一道惊雷一般 在林家大院上方响起 今晚 因为林正德的吩咐 林家人很多都外出了 剩下的也是全都呆在屋子里 此时 他们听到傅老四这道声音 全都一脸的惊恶 这是什么情况 不少人甚至跑出屋子 查看是怎么回事 出来之后 他们全都抬头 看向林家大院后方 因为他们发现 那道声音 好像是从林家大院后方传来 这是怎么回事 不少人甚至开始往大院后方而去 不过很快 四周就有着一帮黑衣人过来 这些黑衣人 立马把他们赶回屋子 因为是林正德的命令 所以他们也不敢违背 他们只好乖乖地回到屋子 不过 此时他们内心很是疑惑 他们林家大院后方 有人来找秦浩 秦浩这个上门女婿 又得罪什么人了吗 妈的 这个上门女婿又惹事了 怪不得林泽民不让我们出门 原来是害怕我们知道 他的好女婿 给我们林家惹事了 你可别乱说话 这可不是五爷的命令 而是老爷的命令 林家众人 此时有不少人内心 很是恼怒 因为他们觉得 肯定是秦浩 这个上门女婿 惹到什么人了 所以别人现在 才找上门了 他们对秦浩内心 充满了仇恨 不少人内心甚至希望 秦浩快点被人带走 这样 他们也不用被关在屋子里了 不过 也有一些人知道 是怎么回事 比如 林家三爷等高层人物 此时 他们全都抿着嘴 脸上带着凝重之情 他们知道 他们林家的危机来了 如果今晚 他们林家 度不过这次危机的话 恐怕 他们林家 就要成为过去世了 而他们这些人 以后的生活 恐怕也没有 现在这么舒坦了 甚至 可能会很是悲惨 林家大院外面 四周各方势力 此时也是张了张嘴 意念的惊恶 这傅四爷 还真是霸气侧漏啊 人家是武尊强者 当然可以霸气了 对 你如果是武尊强者的话 你也可以的 众人此时 全都小声议论不已 他们没想到 傅老四竟然如此的直接 而且说的话语 也很是霸气 这是根本不把林家 放在眼里 太好了 一片黑暗之中 有着两道身影 其中一个 乃是一个女子 这个女子身穿一件 超短热裤 露出一双笔直的长腿 而且这个女子的身材 也极好 但是 此时这个女子的脸上 缠满了绷带 很是滑稽 而女子旁边则站着 一个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五十岁出头 不怒自危 而且身上 有着一股上位者的气息 如果 仅好在这里的话 肯定能认出 这个女子和这个中年男子 是谁 这个女子正是林玉莎 而这个中年男子 则是林家二爷 林海洪 第979集 恶毒 此时 林玉莎眼中 充满了激动之情 自从她的两边脸 都被秦豪毁掉之后 她就找到了林海洪 林海洪搞知 她的父亲真的死了之后 她更是悲伤无比 同时 她内心对秦豪 更是充满了仇恨 但是 林海洪当时 还把秦豪的身份 以及秦豪所做的事 跟她说了 当时 她就直接被镇住了 秦豪 竟然是那么一个大人物 同时 她的内心充满了绝望 如果秦豪这么的厉害 她还怎么报仇呢 不过 林海洪 也把富家三方 又来找秦豪算账的事 跟她说了 当时她就激动无比 她觉得 自己虽然不能找秦豪报仇 但是 如果富家三方 能收拾秦豪 也算是为她报仇了 她一直盼着 七天时间快点过去 所以 今晚她知道 林海洪要来观战之后 她也吵着要来 原本 林海洪是不想带她来的 毕竟今晚 肯定会有大战 而且场面肯定 很是惨烈 而林雨沙 终归只是一个 普通人而已 林海洪担心她 受不了这样的场面 但是 她一直哭着吵着 最后林海洪 还是答应了 毕竟林雨沙的父亲 也是因为她而死了的 她内心觉得 有点亏欠林雨沙 秦豪 等你死了 我就去找林若恒 这个贱人 林雨沙眼中 闪烁着恶毒之情 她是谁 她可是林家的十二小姐 长得貌美如花 而今竟然成了这个模样 而且医院已经说了 她的脸恐怕难以恢复了 这让她很是绝望 难道 她真的要成为一个 丑八怪了吗 她当时甚至想死的心都有了 不过 一想到秦豪 她还是忍住了 她内心对秦豪 充满了无限的仇恨 所以 她要报仇才行 同时 她也对林若恒 很是憎恨 因为她觉得 她之所以这样 正是因为林若恒 如果不是秦豪 为了给林若恒报仇 她的脸 也不会成为这样的 所以 如果秦豪今晚 被附加三方的人杀了 她要再次去找林若恒 她要再次折磨林若恒 她要让林若恒 比之前更加痛苦 她要发泄内心的怒气 不仅林若恒 还有林冰晚这个所谓的冰山女王 我也要让她 成为一个笑话 林玉莎眼中露出疯狂之色 林冰晚乃是冰山女王 名气极高 而且还是秦豪的老婆 所以她也要毁掉林冰晚 想到这些 她的内心就激动无比 她能亲手毁掉了 精灵女王和冰山女王 她怎么能不激动呢 二伯 等秦豪死了 你就可以再回去了 随后 她看向一旁的林海洪 激动地说道 只要林海洪回去掌权了 她的地位也会更高 甚至说不定 她的脸还能恢复 林海洪没有说话 这是紧紧地抿着嘴 她的脸上带着复杂之情 特别是看到 富家三方那么多高手 围在林家大院四周 她内心更是无谓杂陈 她确实很想掌握林家的大权 但是 她并不希望林家被灭掉 毕竟她怎么说 也是林家人 哪怕现在 她被她父亲 驱逐出了林家 她也仍然认为 自己是林家人 她甚至还想着 哪天回去继续掌权 但是 今晚富家三方 这么多高手在此 林家 恐怕真的麻烦了 特别一想到 她下毒给她父亲 她的内心 也闪过一抹愧疚 如果她父亲没有中毒的话 至少也是一个战力 父亲 要怪就只能怪你 不愿意把林家交给我 而且还一定要护着那个上门女婿 不过很快 她的脸上就平静了下来 因为 在她看来 如果她父亲把林家交给了她 那么 她就有跟富家谈判的资格了 甚至 还能让她生活的大人物下场 而且 如果她父亲不是要护着秦浩 早点把秦浩交出去 哪还有今晚之事呢 随后 她紧紧地看着前方的林家大院 其实不仅她 四周的各方势力 此时也是全都看着林家大院 他们想知道 秦浩还敢不敢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 林家大院之内 并没有任何人走出来 嗯 秦浩怎么不出来 难道她害怕了 对 她肯定得知 外面那么多武道强者 所以不敢出来了 秦先生会害怕 我可不觉得 四周的各方势力健壮 全都一脸的惊讶 纷纷议论不已 众人都觉得 秦浩肯定是害怕了 毕竟现在外面 可是有着富家八大武尊强者呀 秦浩就算再妖孽 也不可能是这么多高手的对手 而林正德又已经废掉了 所以 秦浩肯定现在只能归缩着 等待富家和晴天宗的支援到来 富家三方的众多高手 则是冷笑不已 满脸的不幸 他们当然觉得是秦浩害怕了 富老四也是阴森一笑 随即就与再次说话 谁在叫你大爷我 这时 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 众人定睛一看 这件林家大院的后门 缓缓地打开 随后 只见里面有三人 缓缓地走了出来 其中一人 乃是一个身穿堂装 虚发洁白的老者 在他左边 则是身穿得体西装的中年男子 此时 中年男子推着一张轮椅 轮椅上正坐着一个身穿长袍的老者 最后一人 则是一个青年 青年二十岁出头而已 但是身子挺拔 脸庞俊朗 眼神犀利 这个青年就跟一把利剑一般 众人看的这几人 全都浑身移着 脸上露出一抹惊讶之情 因为众人发现 那唐装老者正是林老爷子 林正德 而那中年男子则是林家五爷 林则明 至于那青年 当然是秦浩了 我没看错吧 秦浩真的出来了 不是吧 秦浩竟然还敢出来 他不怕死吗 秦先生果然跟传闻一样 无所畏惧啊 哼 无所畏惧 我看他是知道自己逃不掉 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出来吧 四周各方势力 看到秦浩死人出来 全都神情也争 而今傅家三方 这么多高手在这里 而且还有八的五尊坐着 他们还以为 秦浩会害怕 不敢出来了呢 没想到秦浩竟然还是出来了 而且还敢说出那么嚣张的话 还真是不可思议啊 同时 众人看到了轮椅上的孟老 全都一脸的惊恶 据说孟老在石阴山的时候 被傅石少折磨得相当的惨烈 而这也彻底惹怒了秦浩 他们之前还以为只是夸张而已呢 现在看到孟老这样 众人全都一阵感慨 傅石少还真是够狠呢 同时 众人内心也很是惋惜 孟老乃是神情九重天强者 如果没有被傅石少折磨成了废人 现在至少也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战力吧 可惜了 不过 众人看到林正德 内心都很是诧异 不是说林正德已经中毒了吗 不是说林正德已经飞掉了吗 他怎么还能走出来呀 而且脸色似乎还不错呢 这是什么情况 林海洪看向林正德 脸上也是闪过一抹惊讶之情 前几天他父亲中毒之后 或是动弹不得 只能躺在椅子上而已吗 怎么现在竟然能走路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身边的林雨莎 则是神情激动无比 哼 秦昊出来了 真是太好了 此时他内心很是激动 他就不相信了 秦昊还能活过今晚 秦昊 可惜呀 你没有机会看到我怎么折磨你老婆和你小姨子了 林雨莎看向秦昊 眼中闪烁着疯狂之色 今晚他一直担心秦昊不敢出来 因为从刚才傅家三方高手的表情来看 他也大概猜出了 他们林家大院很不简单 如果秦昊一直躲在他们林家大院里 说不定还真的安全了 但是他没想到秦昊真的出来了 真是太好了 他相信秦昊逃不掉了 他就是秦昊 此时 傅家三方的高手看向秦昊 也是全都神情隐争 这几天 他们的脑海里都在回荡着秦昊这个名字 但是他们都没见过秦昊 没想到秦昊竟然是这么一个青年 随后 傅家三方的众人看向秦昊 眼中都带着阴森的寒芒 就是这小子杀了他们那么多高手 真是嚣张至极呀 特别是那些年轻高手 此时更是想立马冲上去 不过 他们终究还是忍住了 因为他们的长辈还没有发话 此时 傅老四等八大武尊强者看着秦昊 脸上也是露出了惊讶之情 他们都知道秦昊是一个青年 但是他们没想到 秦昊竟然如此的年轻 就是这么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 竟然把他们年轻一辈的天才打败了 而且还能杀了他们那么多高手 看来秦昊这个青年身上 果然有大造化呀 想到这儿 几人看向秦昊 眼中都闪过一抹炙热之情 如果能得到秦昊身上的秘密 对于他们的势力来说 肯定是一件好事 甚至说不定 秦昊的秘密 对他们也有用呢 要是能让他们的修为精进一点 哪怕只是一点点而已 那也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复习员见到秦昊 脸上也是赏过一抹差异 因为秦昊确实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年轻 不过 此时他看向秦昊旁边的林正德 更是惊讶无比 林正德不是中了他的毒了吗 怎么现在还能站着 而且还能站着出来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林海洪并没有下毒吗 难道林海洪跟林正德唱了一个双簧 这是根据他的情报 林海洪确实给林正德下毒了呀 这是怎么回事 突然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浑身一阵 内心惊呼道 难道秦昊这个青年 把林正德的毒给解了 想到这儿 他脸上就露出浓浓的震惊之色 林正德中的乃是他们富家特制的毒药 专门对付武尊强者的 武尊强者中毒之后 除非有解药 否则无人能解毒 如果秦昊能解毒的话 那真是太恐怖了 秦昊这人的手段 真的要逆天呢 不过很快 他就直接摇了摇头 他并不认为秦昊能给林正德解毒 难道 他用什么特殊手法 但是压制住了 还是说解除了部分毒素 所以林正德能站起来 傅希元内心喃喃自语道 林正德竟然能行走 这确实让他很是意外 不过他觉得 林正德应该没什么战力 毕竟秦昊再有拟天的手段 也不可能完全解除了 林正德体内的毒素的 于是他看向林正德 笑道 林兄 好久不见呢 没想到林兄的身体 还是如此阴冷啊 林正德冷笑了一声 多谢傅家的照顾 我林某人身体还好 傅希元淡淡一笑 要怪只能怪林兄 不懂得什么叫实时物者为俊杰了 林兄也不会中毒啊 四周的众人听了傅希元这话 全都神情一争 他们知道林正德中毒 跟傅家有关 那是傅家跟林家二爷合作的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出自傅家谁人的手中 现在傅希元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就是他跟林海洪合作的 林正德没有说话 只是阴沉地看着傅希元 傅希元看着林正德 林兄 如果你们林家愿意归附我们傅家 今晚林家可以无恙 呃 四周的众人文言 全都张了张嘴 满脸的惊恶 林家曾经可是汉东省第一大家族啊 虽然现在没落了 但是终归也是汉东省千十的武道家族 傅希元 竟然说让林家归附他们傅家 这话不是一般的嚣张啊 而这也体现了傅家的心态 是多么的膨胀啊 林正德冷笑了一声 哼 想让我们林家归附你们傅家 恐怕你们傅家没这个资格呀 傅希元笑了笑 正想继续说话 小子 你就是秦豪小儿 这时 他旁边的傅老四看向秦豪 阴沉的说道 嗯 众人听了傅老四这话 全都脸色一睁 傅老四什么都不问 就只是关注秦豪 看来傅老四对傅老八的死 很是在意呀 而且他对秦豪 恐怕也很是动怒啊 随后 众人看向秦豪 脸上都带着好奇之情 他们都想知道 秦豪在面对傅老四这样的武尊强者时 会怎么样呢 秦豪双手浮于身后 一脸都淡然道 正是你大爷我 你是傅家哪个小儿 呃 四周的众人听了秦豪这话 全都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们没想到 秦豪面对傅老四这样的武尊强者 说话竟然还敢这么的嚣张 大爷 傅家小儿 这恐怕除了秦豪之外 不会有人再敢这么说话吧 小子 你说什么 傅老四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他是谁 他可是傅家四爷 堂堂的武尊强者 谁敢对他不敬 现在一个黄毛小子 竟然敢这么跟他说话 真是可恶 秦豪淡淡的看着傅老四 神情没有任何的畏惧之色 他知道 就算他认怂庄孙子 傅家也不会放过他的 既然如此 那么又何必认怂呢 傅老四修炼了大半辈子了 什么人没见过 但是此时 看到秦豪这淡然的表情 他还是忍不住了 于是他阴森一笑 道 小子 如果你不想痛苦的话 马上跪下 把你身上的秘密交出来 我或许可以考虑留你一命 说着 傅老四浑身散发着一股恐怖的气息 这股气息阴森无比 仿佛随时要吞噬秦豪 随后 众人全都扭头看向秦豪 他们想看看秦豪该怎么选择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秦豪双手赋于身后 神情淡然道 原来武尊强者 没有傻兵啊 秦豪的话语很轻很淡 没有什么激动的情绪 但是却如一道惊雷一般 在众人的脑海里炸响 这 我没听错吧 秦豪说什么 武尊强者也有傻兵 你嘛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难道是在说 傅四爷是傻兵吗 嘘 你找死是吗 秦豪这小子 还真是在找死啊 四周各方市里 听了秦豪这话 全都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恶 第九百八十集 林正德的宣告 刚才秦豪问傅老四 是傅家哪个小儿 他们已经觉得 秦豪这话够嚣张了 但是他们没想到 秦豪现在竟然敢骂傅老四 是傻兵 傅老四是谁 他可是傅家的四爷呀 而且还是武尊强者 地位尊贵无比 难道秦豪不怕死的吗 秦先生 还真是跟传闻一样啊 众人内心感慨不已 在场的绝大部分人 都只是听说过秦豪而已 但是并没有见过秦豪 不过他们也听闻了 秦豪这个青年无所畏惧 今晚他们算是真正的见识了 秦先生果然是真的无所畏惧 哪怕面对武尊强者 也一样敢对 不过也有很多人冷笑不已 在他们看来 秦豪这完全就是找死的行为 秦豪你真是显命长啊 林玉莎看向秦豪 眼中带着嘲讽之色 林海洪没有说话 而是紧紧地盯着秦豪 说实话 他挺佩服秦豪的 如果他没有被赶出林家 他甚至可能会感到高兴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 他们林家人在对外的态度之上 很多时候只能隐忍 哪能像秦豪现在这么无所畏惧 不过他很快也摇了摇头 在他看来 秦豪这行为只会让傅老四动怒 而他也会因此而更快丧命 其实不仅他 在场的很多人也觉得 秦豪有点梦浪了 傅老四也是脸色一怒 喝道 小子 你找死 说完 他体内冲出一股强悍的气息 他轰的一声 直接杀向秦豪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而已 竟然敢一而再地挑衅他 真是找死 四周的众人见到傅老四动手了 全都摇了摇头 他们觉得 秦豪这下肯定惨了 因为秦豪 就算再妖孽 那也终归只是神经六重天强者而已 就算他有着神经七重天的战力 但是在五尊强者面前 还是不够看 而现在 楚家和秦天宗的五尊强者 都还没到来 谁能帮秦豪挡住呢 原本林郑德是可以帮忙抵挡的 但是林郑德已经中毒了 已经废掉了 所以秦豪这下肯定要麻烦了 就算不死 恐怕也得残废了 好 林玉莎的脸上已经缠满了绷带 根本看不到他的表情了 但是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激动之情 此时 他看向秦豪 内心很是兴奋 他虽然不知道 傅老四是什么样的强者 但是 从周边人的反应来看 傅老四肯定很是强大 所以 秦豪这下肯定要死了 众人的心思 也只是在电转之间而已 但是 就是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傅老四跟秦豪的距离 就不足十米了 死 傅老四无止成爪 手指上泛着阴森的光芒 他没有任何的留情 直接一爪抓向秦豪 羞羞 无道恐不着影 就如五把利剑一般 十分的恐怖 而且仿佛能穿透虚空 之奔秦豪而去 傅老四果然不愧是无尊强者 虽然这是随意积而已 但是威力却是恐怖无比 哪怕秦豪是神经六中天的强者 哪怕秦豪很是妖腻 但是 如果被击中了的话 只怕 立即就会化为肉泥吧 此时 傅老四满是皱纹的脸上 充满了争论 而且 他的眼神中充斥着残忍的光芒 秦豪不仅杀了他的同胞兄弟 而且今晚面对他 还敢如此的嚣张 他怎么能忍得了 就在傅老四的着影 要击中秦豪的瞬间 突然 一道身影 拦在了秦豪的面前 这道身影 没有任何的迟疑 双手摆动之间 一个气静护盾 挡在了秦豪的面前 而这时 傅老四的五道着影 轰在了护盾之上 傅老四的这五道着影 可以削尖断铁的 可以轻易地切开一栋别墅 但是此时 却是奈何不了林正德的护盾 最后 两者发出一道低沉的声音 随后都炸开了 咻咻咻 傅老四见到自己的攻击 被拦住了 他不再进攻 而是咻的一声 身形不停地往后退去 一连退了上百米 他才停下了脚步 他看向林正德 脸色阴沉无比 这是怎么回事 四周的众人 此时也是全都一脸的惊恶 正正地看着林正德 他们没看错吧 林老爷子竟然挡在了 秦浩的面前 这是怎么回事 林老爷子不是中毒了吗 林老爷子不是已经废掉了吗 林老爷子竟然还能挡住了 傅老四的攻击 这是什么情况 林玉莎原本眼神中 充满了兴奋之情的 因为他觉得 没有人能救得了秦浩了 他以为能看到秦浩 悲惨的下场了 但是没想到 他爷爷竟然挡住了 这让他很是不爽 林海洪则是瞬间张到了嘴巴 脸上露出惊恶之情 他父亲竟然能动武了 这是怎么回事 傅家三方的众多高手 也是全都神情也争 正正地看着挡在秦浩面前的林郑德 乌鹤等六位武尊强者 先是看了一眼林郑德 随即全都扭头看向傅西元 他们的脸上都带着询问之情 傅西元此时看着林郑德 满是皱纹的脸上 也是露出震惊之情 林郑德怎么还能使用气质 而且竟然还能挡住老四的攻击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林郑德身上的毒已经解除了 但是这不科学呀 傅老四则是满脸的阴森 林郑德 看来你恢复实力了 只是 不知道你恢复几层实力了呢 其实不仅他 在场的所有人 也是全都看着林郑德 特别是傅西元等 七位武尊强者 更是充满了好奇之情 他们也想知道 林郑德到底恢复了几层实力 林郑德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一步步踏空而上 扫视着傅家三方高手 宣告道 谁想杀秦浩 先从我林郑德的尸体上踏过 林郑德说着这话 满是周文的脸上 充满了坚定之情 而且 他一步步登天而上 就这样 守护在了秦浩的前方 这 我没看错吧 林老爷子领夺虚空了 不是吧 林老爷子这是武尊实力呀 林老爷子难道恢复实力了 什么 他恢复武尊的实力了 四周各方势力的人 看到这一幕 全都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恶 谁说林老爷子废掉了 他这明显是还有着武尊的实力呀 这 林玉莎也是张了张嘴 眼中充满了震惊之情 他知道 人类有舞者这样的存在 但是 他从来没见过 能够零度虚空的舞者 而且 这还是他的爷爷 这让他觉得 很是不可思议 他爷爷 竟然是这么一个神奇的人 林海红也是瞪到了眼睛 一脸的不敢置信 父亲这是怎么回事 他的实力恢复了吗 傅家三方的众多高手 此时也是满脸的惊恶 林正德竟然还能领度虚空 这是怎么回事 乌鹤等人 全都扭头看向傅锡元 他们脸上都带着一丝不悦之情 傅锡元不是保证说 林正德已经废掉了吗 那现在这算什么 傅锡元现在也是一脸的蒙边啊 他也没想到 林正德竟然还能领度虚空 此时 他内心充满了惊骇 林正德不是中了 他们傅家特制的毒药了吗 怎么现在还有五尊的实力 他扭头看向远处的情号 眼中充满了震惊之情 难道是秦浩 秦浩帮林正德解毒了 这怎么可能 林正德种的 可是他们傅家特制的毒药 专门对付五尊强者的 除了解药之外 没有其他办法解毒 秦浩就算有逆天的医术 也不可能才对呀 傅老四此时也是神情也争 惊讶地看着林正德 他抿了抿嘴 沉声道 原来如此 说着 他的脸上露出一抹凝重之情 因为他虽然跟林正德都是五尊强者 但是 林正德的实力是要比他强大的 他之所以敢这么无视林正德 那是因为 他得知林正德中了他们傅家的毒了 但是 刚才他看到林正德突然能挡住了他的攻击 他当时内心就是一个咯噔 所以 他直接就往后退去 没有再次进攻了 因为 他对林正德很是忌惮 他担心林正德恢复实力了 没想到 他的担心竟然成真了 林正德竟然恢复了五尊的实力了 秦浩抬头看着虚空之中的林正德 脸上也是闪过一抹羡慕之情 这就是五尊强者呀 灵度虚空 多么的炫酷啊 这时 他的口袋之中传来一阵动静 随后 两根长长的处须伸了出来 紧接着 一条雪白的虫子 从秦浩的口袋之中出来 正是小白 小白通体还是雪白 不过似乎并没有以前那么晶莹了 而且 他的脑袋上的那道韭菜绳纹 似乎也暗淡了不少 小白出来之后 直接爬上了秦浩的肩膀 他一个长长的处须 指向虚空之中的林正德 另外一个处须 则指着他自己 同时 他抬着头 一副求表扬的姿态 秦浩笑了笑 没错 确实是你的功劳 自从发现 小白可以给林正德解毒后 这几天 小白都一直给林正德解毒 这让小白的消耗极大 但是 林正德体内的毒素 也是被快速清除 而今 林正德体内的毒素 虽然还没有完全清除 但是已经清除绝大部分了 这剩下零星半点而已了 再加上 他这几天以来的治疗 林正德体内的暗伤 也恢复了一些 所以 林正德的实力 也恢复了不少 小白听了秦浩的话 傲娇地抬着头 秦浩见状 摇头一笑 而此时 虚空之中的林正德 看向傅老四等人 沉声道 各位道友 来我们林家 不知有何贵干 真以为我们林家好欺负 傅家三方的高手 听了林正德的话 全都紧紧地抿着嘴 就连乌鹤等五尊强者 也没有说话 林正德这个老牌五尊 竟然恢复实力了 这确实让他们 有点始料不及 当然 他们并不是害怕林正德 毕竟他们的人数上占优 就算林正德实力恐怖 也不可能是 他们这么多人的对手 他们此时 之所以神情凝重的原因是 他们搞不明白 林正德怎么就恢复实力了 难道林家的传说是真的 难道林家那些先祖 真的没有作画吗 难道林家那些先祖 出关给林正德解读了吗 林家大院之中 该不会有林家先祖 在远远看着他们吧 想到这儿 所有人内心都闪过悸动 复习员看向林正德 道 林兄 我们也不是有意冒犯你们林家的 但是你们林家女婿太过嚣张了 竟然敢把我们三方的高手 全杀了杀性太重了 杀性太重了 所以 只要你把他交给我们 我们可以离开这里 他的话语虽然这么说 但是他的眼底这中却是阴冷无比 林正德也是冷笑了一声 复习员 复习员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装什么 复家三方今晚是为秦浩而来 但是也是为了他们林家而来 而且他怎么可能会把秦浩交出来呢 复习员阴森一笑 如果要这样的话 你可不能怪我们不给你林兄面子了 复习员这话一出 四周仿佛刮起了一股阴冷的寒风 林正德也是冷笑了一声 哼 真当我们林家是没落不堪了 复习员听到林正德这话 内心也争 四周的各方式里 也是全都浑身一阵 惊愕地看着林正德 林老爷子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林家真的有什么底蕴不成 就连乌鹤等五尊强者 也是神经一宁 紧紧地抿着嘴 他们此时眼神微眯地 看向前方的林家大院 傅老四则是冷笑了一声 道 哼 林正德 你少吓唬人 就先让我来试试你的本事 说完 他一步踏出 轰的一声 一步步登天而上 直接杀向林正德 林正德也是浑身喷涌一股浩瀚的气息 迎击而上 五尊强者之战 五尊强者之战就此开启 此时 林正德浑身喷涌气劲 脚踩虚空迎击而上 在他前方 傅老四也是周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一步一登天地杀向林正德 两人都是五尊强者 气势都十分的恐怖 地面上各方势力抬头 看着虚空之中的两道身影 脸上都充满了激动之情 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只是来自小势力而已 所以根本没有见过五尊强者 而此时 他们竟然能亲眼看到五尊强者的战斗 他们怎么能不激动 特别是一些神经强者 眼中更是暴射出道道精芒 能光看五尊强者战斗 可是一件幸事 因为 如果他们能在五尊强者的战斗之中 得到一些感悟之类的 那可就是手艺匪浅了 邪音宗和星远门的高手 也是紧紧地盯着虚空 就连乌鹤等五尊强者 也是眼神微眯 紧紧地盯着傅老四 他们此时并没有贸然行动 他们想让傅老四去试试水 毕竟林正德突然恢复实力 这件事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此时 傅老四登天而上 脸色阴沉无比 他们还以为 林正德已经废掉了呢 没想到 林正德竟然恢复实力了 真是可恶 而且 他也注意到了 邪音宗和星远门诸多高手的迟疑 他知道 邪音宗和星远门的高手 都是因为林正德的突然恢复实力 而惊到了 所以 他得试试林正德才行 他要让邪音宗和星远门的高手 都把内心的迟疑打消才行 同时 他也想看看 他把林正德打败之后 林家大院之中 是否真的有什么高手出来 傅老师的速度极快 脚踩虚空 很快就到了林正德的面前 傅老师眼中闪烁着阴森的寒芒 同时 他体内的气劲 疯狂地涌出 注入到了他的手掌之中 瞬间而已 傅老师的手掌 就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傅老师没有任何的迟疑 双手直接打住 一道恐怖的气劲 从他的双掌之中涌出 就跟一片怒涛一般 直接轰向林正德 狂涛掌 同时 一道阴森的声音 从傅老师的喉咙之中发出 怒涛掌 乃是他们附加的一招武器 虽然不是压箱底的武器 但是杀伤力也极大 林正德冷哼一声 右手不停地摆动 仿佛在画着什么一般 随后 众人就看到 林正德面前的虚空 有着恐怖的能量涌动 紧接着 一个气劲掌印就凝聚而成 这个气劲掌印并不大 也就三四丈而已 但是 却是十分的凝联 同时 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 从这个气劲掌印中扩散出来 而这时 傅老师的怒涛掌 也刚好到了 第981集 嚣张个啥剑 林正德的气劲掌印 跟傅老师的怒涛掌 撞在一起 发出一道巨响 同时 虚空之中 有着一个能量光球出现 最后 能量光球直接炸开 一股浩瀚的能量冲击波 瞬间扩散开来 虚空仿佛的扭曲了一般 没想到 你还真的恢复了 傅老师见到 自己的攻击被林正德拦下了 脸色阴沉无比 林正德没有说话 满是皱纹的脸上 布满了冷漠 他立于虚空之中 双手快速的结液 瞬间而已 林正德头前方就有光芒闪烁 随后 一个气劲手掌 就凝聚而成 这个气劲手掌十分的巨大 而且泛着金色的光芒 手掌表面竟然还有一个个神秘的蚊子 仿佛是佛经 同时 手掌之上 还有一条巨大的气劲之龙缠绕着 这个气劲手掌一出 四周的天地元气都混乱了起来 地面上的各方势力 更是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压力 众人看得虚空之中的这个气劲手掌 全都一脸的惊恶 这 这是什么武器啊 此时 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 神情震惊 林老爷子 这才刚开始而已 咱们就施展出这么恐怖的武器了 这武器该不会是第级武器吧 这难道是龙佛之手 突然 有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惊呼道 什么 龙佛之手 众人听了这人的话 全都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恶 据说 龙佛之手 乃是林家众多武器中的一个大杀招 威力极大 没想到 这就是龙佛之手 怪不得气势如此的恐怖 秦浩看着林正德面前的龙佛之手 脸上也是赏过一抹诧异之情 林家果然不愧是曾经汉东省的第一大武道家族 竟然有这么强大的武器 傅希元等人也是抿着嘴 沉着脸 他们没想到林正德如此随意 就把一招这么恐怖的武器施展出来了 看来林正德的实力还真是恢复了 傅老四自从看到林正德施展武器之后 他体内的气劲就开始涌动了 此时他前方的虚空之中突然扭曲了起来 突然一道响声传来 众人抬头一看 只见傅老四前方的能量骤然间涌动了起来 随后一个气劲掌印就凝聚而成 这个气劲掌印至少有十丈大小 通体呈暗灰色 而且周身还有一道道气劲波纹 仿佛是道道波浪一般 而且似乎有成千上万道 这个气劲掌印一出 众人又感到一股莫名的窒息感 仿佛他们被海水淹没了一般 这是怎么回事啊 众人此时全都内心震惊无比 傅老四只是施展一个武技而已 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呢 就连秦浩也是眼神威秘 傅老四施展的这武技还真不简单 而且因为傅老四乃是武尊强者 所以这气劲掌印的威力更恐怖 这难道是傅家的千朗霸掌 突然有人认出了傅老四施展的武技 惊呼道 千朗霸掌 众人文言全都神情一争 这是什么武技 怎么没听说过呀 据说傅四爷修炼的功法 名为极朗霸掘 而这千朗霸掌 乃是这功法之中的一道大杀招啊 刚才说话的那人再次解释道 什么这是傅老四修炼的功法中的武技 怪不得威力如此的恐怖 林正德 就让我看看 是你的龙佛之手厉害 还是我的千朗霸掌更上一筹 傅老四看向林正德 满脸阴森的道 说完 他怒吼了一声 一掌按在了他面前的千朗霸掌之上 直接轰向林正德 同时傅老四的千朗霸掌之中 由这一道道涟漪 扩散开来 就如一道浪花一般 林正德浑浊的眼中 闪过一抹战役 也是一拳打出 这件他面前的龙佛之手 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特别是那条气劲之龙 倒是仰天怒吼了一声 随后直接迎向傅老四的千朗霸掌 瞬间而矣 两者就撞在了一起 一道响彻天地的巨像传出 只见一股能量光柱冲天而起 林家大院之中的林家人 虽然都被限制在屋子里了 但是还是有不少人 看到了这道能量光柱 同时一股浩瀚的能量冲击波 以两者为中心 快速扩散开来 远处的山脉上 由这一块块巨石全都炸开 这与那些树木 更是直接化为了虚无 快逃 四周黑暗之中的各方势力 全都内心已经 急忙往后退去 虽然林正德和傅老四的战斗 是在空中进行 但是此时地面都一阵晃动 所以为了不被波及 他们现在只能远离一点 同时 众人全都扭头看向空中 他们都想知道 现场什么情况 咻 这时 空中有着一道身影爆射下来 最后 这道身影 撞在了一块巨石之上 那块巨石 瞬间轰的一声 直接炸开了 碎石飞溅 众人顶惊一看 下一刻 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 一脸的惊恶 因为他们发现 那道身影 竟然是傅老四 虽然此时傅老四 并没有倒在地上 仍然还是站着 但是 这还是让他们惊讶无比 这 我没看错吧 傅子爷竟然 砸落下来了 林老爷子这么的厉害吗 林老爷子 果然名不虚传呢 四周各方市里 看到这一幕 全都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恶 傅老四是谁 他可是傅家的最强者之一 早就突破的五尊之列了 没想到 在跟林正德的这次交战之中 竟然落了下风 虽然傅老四 似乎也没受什么伤 但是 这也足够吓人了 此时 他们开始有点明白 为什么林家虽然没落了 但是各方势力 还是不敢乱来了 原来 林正德这么的勇猛啊 不过 也有一些人 则是感慨不已 这些人的年纪都比较大 所以 也听说过林正德的一些事迹 而今看到林正德的战力 如此恐怖 他们才明白 那些并不是传说 林正德 战力确实很是恐怖 爷爷这么厉害 一片黑暗之中 林玉莎抬头看着空中的林正德 满脸的不敢置信 刚才的战斗 可以说是 让他大开眼界了 特别是 看到林正德和傅老四施展的武技 他更是震惊无比 人类竟然能释放出这么恐怖的东西 竟然跟玄幻电影一样 而且他爷爷竟然还更生一仇 真是不可思议 林海洪看着林正德 脸上也是布满了震惊 他知道他父亲是武者 但是还也没想到 他父亲竟然如此的厉害 这 傅家三方的高手们 也是全都浑身一震 满脸的不可思议 特别是傅家的高手 更是张大了嘴巴 半天说不出话来 傅老四乃是一名武尊强者 而且在他们傅家也是排在前列的 然而现在竟然落了下方 如果不是他们亲眼所见 哪怕打死他们 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乌鹤等人也是沉着脸 紧紧地盯着虚空之中的林正德 同时他们的眼中还闪过一抹忌惮之情 林正德果然明不虚传 咻 复习员则是咻的一声 瞬间来到傅老四面前 问道 老四 你没事吧 傅老四摇了摇头道 我没事 他虽然落了下方 但是他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不过此时他的脸色还是阴沉无比 因为他竟然在跟林正德的交战之中 落了下方 真是丢人呢 正所谓伤害性不大 但是侮辱性极强啊 傅习员也注意到了傅老四的表情 他大概也猜出了傅老四的内心所想 于是他抿了抿嘴道 你也别他在意 林正德这老家伙原本就战力恐怖 随后 他抬头看向空中的林正德 道 没想到 林兄还真是恢复实力了 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 此时 他的内心充满了震惊 林正德 竟然能在跟老四的交战之中 占了上风 这说明林正德的实力可不是恢复得一心半点啊 林正德没有说话 而是看着地面上的傅老四紧紧地抿着嘴 其实他的实力并没有完全恢复 毕竟他的暗伤已经有数十年了 而且傅家的那个毒物也确实太过难缠了 哪怕有秦浩和小白的帮忙 他体内的伤势也没有完全恢复 而他体内还是有一些毒素存在的 所以他的战力还是受损的 否则 傅老四刚才也不会只是落了下风而已 至少也得受伤 傅老四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抬头看着林正德道 林正德 我承认你的战力恐怖 但是今晚你是护不住秦浩的 所以 如果你失去的话 李马把秦浩叫出来 林正德冷笑了一声道 哼 想要我们林家女婿 除非你踏过我林正德的尸体 说着 林正德脸上露出一抹坚定之色 而且还有一丝决然 他们林家已经没落不堪了 年轻一辈更是没一个武道天才 而今好不容易上天赐给他们林家 一个武道妖孽 所以他决定了 哪怕拼了他林正德的老命 他也护着秦浩 秦浩看着虚空之中的林正德 脸上闪过一抹莫名的情绪 其实 一直以来 他对林正德确实没什么好感 哪怕这几天他给林正德治疗 但是那也是看在林泽民和孟老等人的面子上的 他内心对林正德还是没什么亲情 但是此时他内心就是闪过了一抹感动 因为他也看到了林正德脸上的决然 傅老四阴森一笑 林正德 你觉得你会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吗 说着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傅西元 随后登天而上 傅西元看向乌鹤等人 声音阴森道 各位道友 今晚就让我们来领略一下林家的风采 让我们一起奏向林家的藏歌 傅西元说着这话 眼神阴森无比 这话一出 四周仿佛刮起了一股阴森的旋风 哪怕相隔很远 但是众人还是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 全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这傅伍爷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他们真的是为了灭林家而来 你这不是废话吗 你以为他们真的这是为了秦豪而来吗 没错 秦豪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各方市里听了傅西元的话 全都浑身一震 神情惊恶 傅家还真是为了灭林家而来 并不是为了秦豪而来 不过仔细一想 他们内心又一阵释然了 秦豪虽然很是妖孽 而且他身上也有大造化 但是林家的大秘密更是诱惑人 傅家早就窥视林家了 而今好不容易 因为秦豪杀了他们那么多高手 从而得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 他们怎么可能会错过呢 随后 众人抬头看向林正德 全都摇了摇头 林老爷子竟然解毒了 而且还恢复实力了 甚至还能在跟傅老司的交战之中 占了优势 但是林老爷子恐怕还是麻烦了 毕竟他再这么厉害 也不可能是傅西元 八位武尊强者的对手吧 同时 众人看向秦豪 也是一阵惋惜不已 林老爷子如果倒下了 秦豪肯定也逃不掉了 林海洪则是紧紧地抿着嘴 此时 他的神情很是复杂 他知道 此时是他父亲最困难的时刻 同时 也是他们林家最艰难的时刻 说不定 他的父亲今晚真的会死在这里 就死在他们林家大院之外 而他们林家 可能也会被傅家三方踏灭 从此成为历史 太好了 林玉莎则是激动无比 甚至恨不得跳起来 他才不管林家会不会负面呢 他只想看到秦豪悲惨的下场 吴赫等人听了傅西元的话 也是全都阴森一笑 他们体内全都喷有一股恐怖的气息 瞬间而已 六道浩瀚的气境 就在这片区域之中扩散开来 再加上傅老四和傅西元的 一共整整八道气息 八道五尊强者的气息 虽然八人都没有完全把气势释放出来 但是 现在也相当的恐怖了 这片空间的天地缘起 都直接混乱了起来 远处山脉中的夜鹰等动物 全都惊慌不已 扑大的翅膀急忙逃走 四周各方势力的人 已经离得足够远了 但是 此时还是全都感到一股压抑 不少人更是脸色苍白 双腿发软 快逃 众人全的内心惊慌无比 急忙继续往后退去 林雨莎更是早就瘫软在地上了 同时 她脸色惨白无色 浑身虚汗连连 她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哪里能承受得了这么恐怖的气息 此时 她感觉胸口发闷 身上也感觉 背了什么东西一样 压得她 喘不过气来 她一旁的林海红 此时也是微微喘着粗气 他们都已经离得很远了 而且她也是一名舞者 但是 此时她也感到很是压抑 我们快走 最后 她调动体内的气静 抓住林雨莎 急忙往后退去 一连退了上百米 林雨莎才缓了过来 此时 她大口地喘着粗气 眼神中充满了惊骇 这些人到底还是不是人呢 随后 她看向秦浩 眼中充满了幸灾乐祸 秦浩 我就不信了 你还能从这些非人类之中逃得掉 而此时 林家大院之中 林家人虽然都被约束在屋子里面了 但是他们看向他们林家大院后方 脸上还是充满了不解之情 刚才大院后方怎么传来那么大的动静声啊 而且现在怎么那么多鸟惊慌飞走啊 妈的 肯定是秦浩招惹了什么麻烦 现在爷爷他们正在为他解决呢 没错 说不定有什么战斗 所以爷爷为了保护我们 才不让我们去后院呢 保护我们 我看是林泽明 怕我们知道他的女婿 给我们林家招着麻烦了 所以才不让我们去呢 林家众人三三两两的在屋子里 全都议论不已 众人对秦浩更加的恼怒 因为在他们看来 肯定是秦浩惹事了 现在别人找上门来了 而林泽明 为了不让他们知道这些事 担心他们对秦浩更加讨厌 所以才不让他们出门 父亲 林家三爷等知情人士 则是一脸的担心 他们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也知道 今晚恐怕是关于他们林家 生死村王的一个晚上 林家大院后门外面 秦浩看着傅希元等人 也是神情凝重无比 此时 他左边的眼眸之中 有着一簇微弱的黑色火苗跳动 正是天幽火 不过 他并没有释放出来 因为此时 他那个神秘的金色空间中的天幽火 已经很是弱小了 杀伤力已经不如之前在石阴山的了 而且他相信 傅家这些人肯定也防范着他的天幽火 毕竟他在石阴山的时候 那一幕太过震撼人心了 所以他现在想让天幽火 发挥出最佳的效果 只能找机会 出其不意了 再说了 对面的可是武尊强者 而且距离很远 也不适合释放出来 第982集 魏阴的怒火 乌鹤等人 看向林郑德 也是满脸的阴森 现在 他们只想把林郑德解决了 因为 只要把林郑德这个武尊强者解决了 秦浩就不算什么了 毕竟 秦浩确实很是妖孽 而且战力也十分的强大 但是 那只是相对的而已 那只是对于年轻一辈来说而已 对于他们这样的武尊强者来说 秦浩也跟蝼蚁差不多 当然 他们也在提防着秦浩 毕竟 秦浩这个青年有点神秘 竟然连天幽火都能收服 而且还能为他所用 确实让人诧异 所以 他们担心 秦浩还会有什么其他大杀招 不过 他们也没多在意 毕竟 秦浩终究只是神经六重天的修为而已 就算再有逆天的手段 也难以对他们这样的武尊强者 产生威胁 而此时 远处 一片黑暗之中 再次有着一道恭敬的声音响起 小姐 动手嘛 这道声音恭敬无比 但是 没有任何的担心 或者害怕的情绪 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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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身穿红色 沙群 脸蛋 妖艳的女子 这时正通过车窗 看向林家大院后门的情号 他红唇微巧 淡淡道 小男人 目前还没有什么危险 不急 说完 他看向情号 妖艳的脸上 闪过一抹笑意 喃喃自语道 小男人 让我看看 你的极限如何 另一边 傅老四看了一眼 乌鹤等人 随即 看向林正德 林正德 如果你识趣的话 立马把情号这小儿交出来 同时 把你们林家的秘密交出来 否则 我们踏平你们林家大院 此时 他一副 胜券在握的姿态 有着他们八大五尊 一起出手 什么林家大院的阵法 也不用害怕 直接踏破就是了 四周的众人 此时也是一阵感慨不已 八大五尊 一起动手 哪怕林正德 战力再恐怖 恐怕也不行了吧 林家 惨了 副家 好大的口气啊 这时 一道讥讽声传来 众人听到这道声音 全的内心一争 谁敢这时候嘲笑 副家呀 众人顺着声音来源看去 只见 不远处有着一道道身影 飞掠而来 瞬间而矣 那一道道身影 就来到了林家大院后门这里 为首的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者 老者头发灰白 但是精神硕硕 没有一点老太隆重的样子 而且老者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威压 在他旁边则是一个身穿青灰色长袍 身材微胖的老者 众人看到这两个老者 全都一脸的恭敬 因为这头发灰白的老者 正是楚家的楚景培 而微胖的老者 则名为楚文渊 楚景培和楚文渊 在楚家的地位都极高 而且都是五尊强者 特别是楚景培 更是早就踏入到五尊之列了 在整个汉冬上的声望也极高 没想到 楚家竟然是楚景培两人带队 看来楚家对秦浩 果真不是一般的看重啊 四周的势力 看到楚家到来 有不少人的脸色 瞬间就不爽了起来 这些势力都是追随富家三方的 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楚家到来 不过 也有不少人则是暗松了一口气 他们有些曾经是受过林家恩惠的 他们内心还是希望能看到林家 度过此次危机的 有些则是曾经遭受过富家三方刁难的 特别是 习阴宗情是作风太不到义了 有不少势力都被习阴宗欺负过 所以他们当然希望看到林家这边 把富家三方打败 就算不能打败 至少也能让这三方付出血的代价 傅老四看向楚景培 脸色阴沉 楚景培 你们楚家真的要跟我们富家作对 楚景培没有理他 而是直接看向秦昊 再到看清秦昊 这是如此的年轻 他内心也是微微一震 同时 他内心很是诧异 因为他发现 秦昊身上并没有任何舞者的气息 根本就不像一个舞者 看来 秦昊的修炼功法 很是特别 或者秦昊修炼了什么 可以隐藏修为气息的秘法 秦昊 果然不是一般人哪 楚景培内心暗暗想到 特别是 他发现 哪怕现在如此的危险 秦昊还是神情坚定 没有任何慌张之色 这个青年 果然灵微无惧啊 楚景培内心喃喃自语道 而他身边的楚文渊 此时也是双目灼灼地盯着秦昊 随后 他看了一眼自己身后的楚雪轩 满是周文的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楚雪轩看到秦昊 也是暗松了一口气 他们终于及时赶到了 楚景培扭头看向傅老四 冷笑道 傅老四 你真以为汉东省是你们傅家说了算 傅老四神情阴冷无比 就算多了你们傅家又如何 说着 他的脸上赏过一抹阴森之情 傅家只是派来了两位武尊强者而已 就算加上林正德 那也只是三位武尊而已 根本对战局起不来什么大的作用 那再加上我们呢 这时又是一道忠厚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众人全都扭头一看 只见远处有这一道道身影飞掠而来 瞬间而已 这一道道身影就到了尽弦 众人顶静一看 发现一道道身影都散发着淡淡的威压 而为首的则是一个须发灰白 身穿灰色长袍 系着沉稳的老者 众人看到这个老者 全都神情一明 因为老者名为陆徽民 乃是晴天宗的长老之一 同时也是一名武尊强者 在陆徽民的身边 则是一个身穿白色长袍的老者 众人也认出了这个老者的身份 老者名为张玉荣 也是一名武尊强者 两人身后则是晴天宗的高手 这些高手之中大多都是终老一辈 但是也有不少青年一辈 看来晴天宗也是想借此机会 来锻炼门派中的青年一辈 晴天宗一来了 真是太好了 一些站在林家这边的势力 此时全都暗暗高兴 特别是一些年轻女子 也是攥紧了粉泉 她们跟林家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她们都很是摩拜秦号 特别是当中有一些 还曾经在石阴山亲眼见过秦号 大开杀戒的 他们都被秦号当时的风采 给深深的迷住了 傅老四见到晴天宗的到来 脸色又是阴沉了下来 其实不仅他 就是乌鹤等人的脸色 也是相当的难看 傅老四看向陆徽民 阴森道 没想到 晴天宗也来凑热闹 陆徽民淡淡一笑 你们傅家这些年 越来越霸道 如果我们晴天宗不来的话 你们的尾巴 岂不是要翘上天了 傅家的众多高手 听了陆徽民的话 全都内心一怒 陆徽民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在嘲笑他们傅家吗 不过 他们此时也没有说什么 毕竟陆徽民 可是晴天宗的长老之一 而且还是五尊强者 跟他们不是一个级别的 傅老四的脸色 也是瞬间黑了下 最后他阴森一笑 道 就算加上你们 又如何呢 就算加上陆徽民两人 秦浩这边 也只是有五大五尊强者而已 跟他们这边 还是有区别的 你大爷的 刚突破五尊没几年 小张个啥劲呢 这时一道不屑声传来 众人听到这道声音 全都浑上一阵 满脸的惊恶 这话是对傅四爷说的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这是不把傅四爷放在眼里吗 这是谁说的呀 众人此时 全都在找寻那道声音的来源 快看 在那里 突然有人惊呼道 众人顺着那人的手看去 这间 天边有着一道的身影在闪烁 而且 正在快速的放大 这些身影 在急速往这边而来 很快 这些身影 就到了进前了 众人定睛一看 发现这帮人之中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不过 这帮人 跟傅家等势力 都不太一样 傅家几方势力之中 虽然也有年轻一辈 但是都是中老一辈居多 然而 现在这帮人 竟然是年轻人居多 而且还有好几个女子 长得都相当的标致 这帮人 为首的乃是一个 绑着头发 叼着一根大雪夹的中年男子 这个中年男子 一副流氓的模样 但是不知为什么 众人总感觉 这个中年男子身上 透着一股淡淡的威压 中年男子身后 则是十几个年轻人 有人特别数了一下 整整十八个年轻人 这十八人的年岁都不大 看起来 也就是二十来岁而已 但是 这十八人身子挺拔 而且这十八人的修为都不高 这十八人 都只是无胜的修为而已 只有一个 是半部神境而已 但是 这十八人身上 却是透着一股淋冽的杀气 而且 这十八人 似乎是一个整体一般 这十八人 仿佛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一般 这些人是谁呀 对呀 难道是那个大势力的 应该不是吧 话说 那绑着头发 吊着雪茄的家伙是谁呀 似乎有点拽呀 四周各方势力 看到这一帮人 脸上都带着好奇之情 他们在汉冬上 从来没见过这帮人 这帮人是从哪里来的呀 而且 为首的中年男子是谁呀 这装扮 有点那啥呀 其实不仅他 就连秦浩 也是一阵无语 伪因这老家伙的打扮 还真是够无语的 这哪里有半点 武尊强者的模样啊 根本就是一个 混社会的呀 附加三方的众多高手 也是疑惑地看着这帮人 这帮是什么人啊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那十八个年轻人 来到秦浩面前 单膝跪下 齐声喊道 秦爷 声音整齐话意 震耳欲聋 在这片空间之中 晃荡 哪怕在场的 都是武道家族 或者武道势力的人 此时 听的这道声音 还是全都浑身移着 满脸的惊恶 因为 他们从这道 整齐话意的声音中 听到了热血 听到了热衷 仿佛 他们正在参见 他们的王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这帮人 是秦浩的人吗 秦浩的人 秦浩在汉东上 有什么势力啊 难道是 汉江省而来的 各方势力 看向单膝跪在秦浩面前的 十八人 全都一脸的好奇 纷纷议论不已 此时 不少人已经猜想到 这些人是哪里来的了 千玄十八奇 此时可不管众人的内心所想 他们单膝跪在秦浩面前 眼中都充满了火热之情 仿佛在说 秦爷 我们来了 秦浩看着他们 道 都起来吧 别动不动就跪下 千玄十八奇 全都站了起来 分别立在秦浩两边 他们有头看向 富家三方势力 脸上都带着凝重之情 他们能够感觉得到 面前敌人的强大 强大的让人窒息 以前 他们以为他们修为近战神速 已经算是高手了 今日他们才明白 什么叫做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他们跟高手的距离 还是太远了 不过 他们眼中都充满了坚定之情 哪怕对面的敌人 很是强大 他们也无所畏惧 大不了 一死 秦也 这时 卫阴等人 也来到了秦浩面前 曹虎和阿丽 看向秦浩 脸上都带着恭敬之情 秦浩和软瞧瞧见到秦浩没事 则是暗松了一口气 秦浩看着徐月等人 则是眉头微醋 你们怎么来了 徐月挽了挽额前的秀发 道 整个燕云山都出动了 我们怎么能不来呢 秦浩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点什么 但是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嗯 突然他注意到了 人群之中的柳云 不由的脸色骤变 道 云姐 你怎么也来了 柳云此时身穿旗袍 裙摆之下 有着一个裂口 一直延伸到他的大腿 柳云走动之间 春光若隐若现 不过 秦浩此时可没心情 欣赏这样的美景 此时他满脸的不敢置信 云姐一个普通人 怎么也跟着来了 他扭头看向一旁的曹虎 脸上闪过一抹不悦 曹虎一脸的苦笑道 哎 秦也 云姐说一定要来 跟虎哥没关系 是我要求他带我来的 柳云来到秦浩面前 成熟而妩媚的脸上 带着一丝笑容 他终于可以再次看到这个男人了 他看着秦浩 柔声道 我知道 我帮不了你什么 但是今晚 是你人生中最危难的时刻之一 所以 我希望可以陪在你身边 说着 他的脸上充满了哀求之情 秦浩文言 一阵语色 他竟然不知该说些什么 这小子到底有什么好的 你们怎么全都往他身上贴呀 这时 一道不爽的声音传来 柳云三女听了魏音这话 脸上都闪过一抹飞红 魏音在这看着秦浩 道 哎 你这家伙竟然还没死 我还以为我们来了 就可以替你收尸了呢 没想到啊 哎 说着 他的脸上露出一抹惋惜之情 妈的 秦浩听到魏音这话 再看到他这表情 内心一怒 这老家伙 就不能说一句好话吗 他冷笑了一声 道 哼 你这老家伙都还没死呢 我怎么能死呢 妈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要叫我老家伙 我还年轻得很呢 秦浩刚说完 魏音就直接吹胡子瞪眼的说道 秦浩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确实年轻 年轻得跟个大爷一样 魏音听了秦浩这话 脸色一怒 就与说话 可想是谁 这时 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 正是傅老四 魏音扭头看向虚空之中的傅老四 怒道 我是你大爷 魏音这道声音中充满了怒气 同时 也如一颗惊雷一般 在众人的耳朵里乍响 这 我没听错吧 四周各方势力的人 听到魏音这一话 全都浑身一整 满脸的惊恶 他们没听错吧 这中年男子 竟然跟傅老四说 是他大爷 这 这中年男子 到底是什么人啊 为什么敢如此的嚣张啊 难道 他真的不怕傅老四动怒吗 同时 众人还全都憋着笑容 因为这中年男子看起来 也只是四五十岁的模样而已 相对于傅老四来说 要年轻 而且还是年轻不少 然而 这中年男子竟然说 是傅老四的大爷 这不是在羞辱傅老四吗 傅家的众多高手 则是全都脸色一怒 他们甚至想赤鹤为阴了 傅老四是谁 他可是他们傅家顶尖高手之一 无尊强者 在他们傅家当中 也是地位极高的 而那家伙 竟然敢羞辱他们傅家四爷 这不是在羞辱他们傅家吗 这不是不把他们傅家放在眼里吗 第九百八十三集 老夫要一打三 乌鹤等人则是互相看了一眼 眼中都带着惊讶之色 秦浩这个帮手是什么人呢 似乎有点奇特呀 他们可不认为 魏阴是一个大傻兵 毕竟他们八人此时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而且傅老四还领度于虚空之中 但是魏阴竟然还敢说出这样嚣张的话 肯定不是脑子瓦特了 肯定是有所依仗的 所以他们很是好奇 这个绑着头发叼着雪家的中年男子 到底是什么人 其实不仅乌鹤等人 就连楚景培等人 此时也是全都诧异地看着魏阴 秦浩这个帮手 性格似乎有点奇特呀 就连林正德也是一脸的古怪 傅老四的脸色则是阴沉到了极点 怒喝道 你说什么 此时他内心充满了暴怒 刚才魏阴从远处传来的那句话 就让他相当的恼怒了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第二句话 比之前的还让他恼火 真是可恶 于是他领度于虚空之中 看着魏阴阴森道 你知道你在跟什么样的存在说话吗 魏阴冷笑了一声 那你知道你大爷我是谁吗 你知道你在跟什么人说话吗 呃 四周的众人听了魏阴这话 全都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中年男子说话 还真是无所畏惧呀 什么都敢说 跟秦号似乎是同一个风格呀 这位大叔说话果然气人呐 各方势力看下魏阴 全都感慨不已 谁敢这么跟傅老四说话 除了秦号 恐怕就只剩下这位大叔了 这位暴躁大爷还真是有趣呀 有人笑着说道 你说谁是大爷呢 老夫还年轻的很呢 只是这人刚说完 一道愤怒的声音就传来 只见魏阴看下某个方向 满脸的怒气 那人看到魏阴的目光 脸色一慌 急忙道 对不起 我说错了 您不是大爷 嗯 这才差不多 魏阴满意的点了点头 那人见到魏阴没有追究他 擦了擦额头上的虚航 同时暗松了一口气 四周的众人则是一脸的无语 刚才不是您自己称自己为大爷的吗 怎么现在又不给别人说你是大爷了 老夫可以自称大爷 但是你们不能把老夫给喊老了 魏阴仿佛看出了各方势力的内心所想 愣笑道 四周众人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位暴躁大爷 不 暴躁大叔的性格还真是奇特呢 楚雪轩等人在扭头看下秦浩 脸上带着询问着秦 仿佛在说 你这帮手是什么人哪 怎么如此古怪 秦浩此时也是一脸的无语 看着魏阴 这老家伙明明爱白朴装大爷 但是又生怕别人把他喊老了 好了 少在这里胡乱发放 这时虚空之中的傅老四 满脸阴沉地说道 此时他内心充满了暴怒 因为在他看来 魏阴如此的行为就是在对他的羞辱 于是他低头看着魏阴 沉声道 阁下到底是何人 魏阴抽了一口雪价 淡淡道 你就这么想知道你大爷我的名号 妈的 胡老四听了魏阴的话 内心也是一怒 他原本就性格火爆 现在又听到一个 比他要年轻十几二十岁的人 在他面前一口一个大爷的自称 他甚至也忍不住抱出粗口了 听好了 你大爷我叫魏阴 魏阴抽了一口雪价 缓缓地吐出 然后才淡淡道 魏阴 众人听了魏阴的话 全都神情业争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难道他并不是汉冬上的舞者 而是汉江上的 只是如果魏阴是汉江上的舞者的话 那么他的修为应该不会高到哪里去吧 但是他为什么还敢对傅老四那么的嚣张呢 傅老四此时也是眉头微醋 因为他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过他也懒得想那么多 而是看着魏阴 冷笑道 哼 阁下如果失去的话 最好离开这里 否则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魏阴眼睛微密 道 你这是在威胁我啊 傅老四也不否认 而是阴三一笑 道 没错 魏阴冷笑了一声 道 嘿嘿 你真以为你能零度虚空 你就高高在上 你就牛兵了 四周的众人听了魏阴这话 全都神情也争 暴躁大叔这话是什么意思 竟然傅老四也是神情一宁 不过他还是阴冷一笑 阁下难道也能零度虚空不成 魏阴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扭头看向秦浩 问道 小子 我跟你说的事 你准备好了没 秦浩文言神情也争 问道 什么事 魏阴听了秦浩的话 气得大怒不已 后道 十个美女 秦浩这才明白 这老家伙说的是什么事 他一脸无语 今晚 你先好好干活再说 妈的 老夫真是被你这小子忽悠了 魏阴气得吹胡子瞪眼的 他直接把嘴巴里的雪茄吐在地上 然后扫尸了傅老四等人一眼 道 老夫要一打三 四周各方势力的人听了魏阴这话 全都浑身移着 一脸的惊恶 这暴躁大叔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各方势力看一下魏阴 脸上都带着惊讶之情 纷纷议论不已 他们刚才听到什么了 魏阴说要一打三 这是什么情况 傅老四也是眉头微醋 道 你什么意思 你要一打三 你要打谁 四周的众人也是好奇地看着魏阴 他们也想知道魏阴要打哪三个 魏阴看着傅老四等人 摆了摆手 一脸都无所谓 道 你们八人当中的任意三个都行 什么 魏阴刚说完 四周的众人就全都张大了嘴巴 满脸都不敢置信 他们没听错吧 魏阴说 要打傅老四八人当中的任意三个 这不是说他要打三个五尊 这是什么情况 魏阴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这位暴躁大叔还真是牛鞭啊 牛鞭 我看他是傻鞭吧 没错 恐怕他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吧 各方势力的人 看一下魏阴 全都议论不已 不少人脸上都带着钦佩之情 今晚在场的人 谁敢说一个人打三个五尊强者呀 但是魏阴就是敢说 还真是嚣张啊 远处 林玉莎躲在黑暗之中 直接大笑了起来 刚才看到魏阴等人出现 他满脸的震惊 秦浩竟然有这么一股厉害的手下 同时 他内心很是焦急 他担心越来越多的人来帮秦浩 而今看到魏阴这么的嚣张 他内心很是激动 因为在他看来 魏阴这样的行为 这会彻底的惹怒负思雨而已 楚雪轩来到秦浩面前 轻声道 这大大叔跟你还真是一类人呢 他原本是想说这位大爷的 但是异想的魏阴 似乎不喜欢这个称呼 所以直接改口说道 秦浩脸色一摆 我跟他可不一样 这老家伙天天去大宝剑 他可不想跟这老家伙是同一类人呢 楚雪轩瞥了秦浩一眼 直接翻了翻白眼 你们都一样的嚣张 一样的说话气人 你们怎么不是一类人呢 楚景培等人此时看向魏阴 脸上也是带着诧异之情 秦浩这个帮手是怎么回事啊 他为什么如此的自信呢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没错 你是不是不想活命了 你信不信我们把你碾成肉银啊 附加三方势力的人 看一下魏阴 则是满脸的阴沉 纷纷赤贺不已 此时他们的眼神阴森无比 魏阴这话 完全就是不把他们三方的五尊强者 放在眼里 这对于他们来说 那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今晚来此的五尊强者 在他们各自的势力之中 都是有着极高的地位的 都是深受他们敬重的 而今看到他们敬重的人 本人如此轻视 他们怎么能忍受得了呢 所以他们甚至忍不住 想冲过去杀了魏阴 魏阴看向他们 喝道 这里有你们说话的份儿吗 给我闭上嘴 附加三方的高手听了魏阴这话 内心更是充满了暴怒 他们虽然不是五尊强者 但是修为也极高 然而魏阴竟然说 这里没有他们说话的份儿 真是可恶 不过不知为何 他们看到魏阴的眼神 竟然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所以此时他们也不敢再说什么 乌阁等人看向魏阴 也是脸色阴森无比 他们都是五尊强者 而且修炼了大半辈子了 氧气功夫都挺好的了 但是此时他们内心 还是充满了怒气 他们竟然被说要一打三 这不是在羞辱他们吗 傅老四 咱是脸色一怒 阴森道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魏阴看着傅老四道 你耳聋啊 听不清 顿了顿 魏阴又再次说道 那我再说一遍吧 我说 我要一个人 打你们三个 傅老四阴森一笑 道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魏阴看着傅老四 一脸的认真 道 那说明你见的世面太少了 呃 四周的众人听了魏阴这话 全都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竟然还有人说傅老四 见的世面太少了 傅老四 此时也是脸色阴沉无比 他乃是五尊强者 富家的顶尖战力之一 而今竟然被人说 建国的世面太少了 而且还是一个比他年轻了这么多的人说的 真是可恶 他冷笑了一声 你确定 你见过的世面比我的多 魏阴想都不想 直接点头道 没错 老夫走过的桥 比你吃过的盐巴都多 呃 魏阴这话一出 四周各方势力 又是一阵无语 暴躁大叔 你这话似乎有点夸张了吧 傅老四也是阴森一笑 哼 你也不怕疯大闪了舌头 魏阴仿佛没有看出傅老四话语中的嘲讽 而是指向一旁的秦浩道 你说你没见过肖章的人 你不是见过他了吗 你没的 秦浩愣了一下 自己一脸的无语 现在是你自己说要一打三打 现在是你在嚣张好不好 你扯我干嘛 四周的众人也是全都差点忍不住笑出声了 这位暴躁大叔还真是 不过他们仔细一下 还真是觉得魏阴说的没错 秦浩这青年确实也很是嚣张啊 特别那些在石阴山见识过秦浩的人 更是深深的同意 傅老四满脸的暴怒 行了 我没工夫跟你闲扯 既然你不愿意离开 那么就永远的留在这里吧 说完 他体内的气劲涌动 瞬间而已 他深周就刮起了一股气劲风暴 气势十分之吓人 四周各方势力看到这一幕 他的内心一惊 看来傅四爷这是动怒了呀 不过 理想的魏阴刚才说的话 他们内心又一阵释然了 如果他们是傅四爷的话 恐怕早就暴走了 随后 众人看下魏阴 脸上都带着好奇之情 他们想知道 魏阴会怎么样 傅家三方的众多高手 更是冷笑不已 在他们看来 魏阴肯定要惨了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魏阴不屑一笑 哼 一个晚上都在空中 你累不累呀 老夫看你是飘了吧 说完 魏阴双手一甩 登听而上 众人听了魏阴这话 全都一整无语 傅老四可是五尊强者呀 这位暴躁大叔 竟然说他是飘了 这还真是让人 不知该怎么说了 傅家三方的众人 更是脸色一沉 满脸的暴怒 特别是傅家的人 更是想出言赤贺 这是下一刻 他们直接愣住了 因为不仅他们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 都愣住了 因为他们看到了 一道身影 正登天而上 那道身影 正是魏阴 那位暴躁大叔 这 我没看错吧 暴躁大叔登天而上了 你嘛 这大晚上呢 我不会是见鬼了吧 见鬼倒不可能 但是 我感觉我在做梦啊 此时 四周各方市里 看向正在 缓缓登天而上的 卫阴 全都瞪到了眼睛 一副活见鬼的表情 不少人甚至怀疑 自己是不是看花眼了 这位暴躁大叔 竟然能登天而上 这是什么情况 这位暴躁大叔 难道是 五尊强者 这怎么可能啊 难道 他就是追随秦浩的 那位五尊强者 突然 有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惊呼道 什么 众人听了之后 全都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恶 他们都听说过 有一位五尊强者 追随秦浩 他们今晚 还一直在等着 那位五尊强者 什么时候到来呢 没想到 其实已经到了 这位暴躁大叔 竟然就是 那位五尊强者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傅家的高手 更是一脸的惊骇 正正地看着 登天而上的尾音 这家伙 竟然是五尊强者 这是怎么回事 就连楚家 和晴天宗的 众人 也是全都 神情眼睁 秦浩这个 看起来 如此不靠谱的帮手 竟然是 五尊强者 这一刻 他们感觉 这个世界凌乱了 这样的人 都能是 五尊强者 楚景培等 几个五尊强者 对视了一眼 眼中 也是上过 一抹精芒 难道这就是 秦浩那位 汉江省的 五尊追随者吗 吴赫等人 也是脸色骤变 惊恶地看着 魏音 五尊强者 怪不得 何干那么嚣张呢 傅老四 此时也是浑身一阵 一脸的惊恶道 也真是 五尊强者 此时 他内心 充满了震惊 刚才看着 魏音 如此的嚣张 他就猜测 魏音的修为不低 甚至很有可能 是五尊强者 但是 此时 看着魏音 登天而上 他还是震惊无比 很快 魏音就到了 傅老四的同一高度 他看着 傅老四 淡淡道 我刚才就说了 能零度虚空 并不算什么 别一副高高 在上的模样 年轻人 要学会谦虚一点 呃 此时的众人 听了魏音这话 全都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暴躁大叔 貌似你比人家傅四爷 要年轻不少吧 你说别人是年轻人 合适吗 傅家众多高手的脸色 更是阴沉无比 不过 他们此时也不敢说什么了 毕竟魏音 可是五尊强者呀 第九百八十四集 赤魔鬼枪 傅老四 也是满脸的暴怒 最后 他深吸一口气 看着魏音 道 阁下 既然是五尊强者 又何必追随秦浩 这么一个矛头小子呢 你胡说什么呢 傅老四刚说完 魏音就一脸的不爽 道 谁说老夫追随他了 嗯 傅老四听了魏音这话 神情也争 难道 他不是追随秦浩的那位五尊强者 四周的众人 此时也是全都不解地看着魏音 暴躁大叔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连储家和晴天宗等人看着魏音 脸上也是带着疑惑之情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之下 魏音淡淡道 老夫并没有追随他 是他死皮赖脸的求着我 让我跟他的 妈的 魏音刚说完这话 秦浩就差点骂出口了 确实是他主动提出 让魏音保护他的 但是也没有说死皮赖脸吧 老子有那么掉价吗 四周的众人听了魏音的话 全都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他们是宁愿相信魏音的话的 毕竟一名五尊强者 怎么可能会追随一个神经强者呢 不过他们很是好奇 魏音为什么愿意 答应秦浩的恳求呢 傅老四也是愣了一下 随即笑道 看来阁下似乎也不太愿意 跟着秦浩吧 魏音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然后呢 四周各方势力 也是好奇地看着傅老四 傅老四是想要干嘛呢 傅老四笑了笑 道 哼 既然阁下如此不愿意 何不来我们傅家呢 什么 傅老四刚说完 四周的众人就全都神情也争 傅老四竟然想着拉拢魏音 还真是不可思议呀 不过一想到魏音的修为 众人内心又一阵了然了 魏音虽然之前对傅老四很不敬 但是魏音终究是五尊强者 当然也值得拉拢了 傅家和秦天宗的众人 则是全都脸色骤变 魏音乃是一名五尊强者 如果魏音被傅家拉拢过去了 那么天平就越加地向傅家三方那边倾斜了 就连林郑德脸上也是上过一抹凌重之情 不过秦浩倒是一脸的淡定 魏音看向傅老四 道 你说什么 想让老傅去你们傅家 傅老四点了点头道 没错 只要阁下愿意来我们傅家 我们傅家的资源为你所用 说着 他眼中闪烁一抹精芒 如果他能把魏音拉拢过来 那么不仅能削弱秦浩那边的战力 而且还能壮大他们傅家的实力 于是 他双眸灼灼地看着魏音 阁下 地下如何呀 魏音冷笑了一声 道 你们傅家算什么东西呀 也被老傅加入 四周的众人听了魏音的话 全都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傅家可是汉江省前十的家族啊 魏音竟然说算什么东西 傅家的众多高手更是怒不可遏 他们傅家这些年来发展十分之快 高手如云 谁敢这么轻视过他们傅家 傅老四也是满脸的阴森 道 看来 阁下是下定决心 跟我们傅家作对了 你知道什么后果吗 后果 魏音不屑一笑 道 今晚 老夫得要看看 能有什么后果 说完 魏音羞的一声 脚踏虚空 这本傅老四而去 魏音主动出击 魏音脚踏虚空 速度极快 这本傅老四而去 四周的众人健壮 全都神情也争 暴躁大叔竟然敢主动出击 还真是够自信的 傅老四也是脸色一沉 道 很好 此时 他内心也闪过一抹不爽 这家伙竟然敢主动出手 真是搞笑 说完 他也是怒吼了一声 浑身喷涌恐怖的气息 脚踏虚空 迎击而上 很快 他人还尚未到魏音面前 他就右手五指成拳 体内的气筋疯狂的涌动 注入到拳头之上 瞬间而已 他的拳头就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就跟一个能量太阳一般 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 从他的拳头之上散发出来 这一拳下去 恐怕连一栋别墅都能被轰成废墟 这就是五尊强者的恐怖 他们的一招一拾都威力相当的大 他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一拳打出 虚空之中 出现了一个十几米长的空气通道 虚空仿佛都被击穿 一个恐怖的能量拳盲 直接轰向魏音 而傅老四也是人随拳 直接杀向魏音 一路上 傅老四的拳盲 还在不停的壮大 魏音既然是五尊强者 他当然不会轻视的 魏音看到前方袭来的拳盲 冷笑了一声 他没有任何的害怕 也是五指紧握成拳 迎击而上 哄 瞬间而已 两人就拳头撞在了一起 发出一道巨响 虚空之中 骤然间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同时 一道恐怖的能量冲击波 就如一道水波一般 以两者为中心 快速向四周扩散开来 两人虽然只是简单的对拳而已 但是威力相当的恐怖 那片虚空之中 能量四亿 吁 傅老四身形暴时而下 直奔地面而去 四周的众人健壮 全都神情也争 傅四爷这是 败了 不过 就在傅老四要砸落下地面的时候 他突然稳住了身形 咻 随后 他身形闪烁 再次升空而去 他踩在虚空之中 看向魏音 脸上带着凝重之情 四周各方势力 此时看向魏音 也是惊讶无比 暴躁大叔 竟然能逼退傅老四 还真是不可思议呀 吴鹤等人 都是相互看了一眼 眼中也是带着惊讶之情 魏音 要比他们都年轻不少 他们还以为 魏音只是刚突破的 五尊强者而已呢 现在看来 似乎不是啊 楚景培等人 也是脸上 闪过一抹诧异之情 他们也没想到 魏音竟然能逼退傅老四 哪怕傅老四 没有受任何伤 但是也足够不可思议了 傅老四立于虚空之中 看着魏音 沉声道 看来 我还真是低估你了 此时 他内心也是惊讶无比 刚才 他并没有怎么把魏音 放在心上 因为魏音是五尊强者 难道他不是吗 但是 在跟魏音对的那一拳的时候 他感觉到了一股浩瀚的气景 瞬间而已 差点就让他砸落在地上了 不过还好 他反应得快 魏音拍了拍手掌 淡淡道 还以为你能有多大能耐呢 没想到也就这样啊 说着 他脸上带着一丝不屑之情 你说什么 傅老四听了魏音这话 满脸的暴怒 道 你真以为 你刚才是战上风了 此时 他内心充满了暴怒 这家伙 竟然敢如此轻视他 真是可恶 魏音看下傅老四 不爽道 你似乎很不服啊 傅老四没有说话 而是冷笑了一声 随后 他体内的气景 疯狂地涌出 最后 一股恐怖的气景光珠 从他体内冲天而起 哄啰啰 虚空之中 传来一道道轰鸣声 仿佛两个大磨盘 在转动一番 瞬间而已 众人就感觉到 方圆数百米内的天地元气 都在向傅老四的上方 汇集而去 哄啰啰 最后 又是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 众人抬头 一看 这件傅老四上方的虚空之中 竟然有着恐怖的天地元气 剧烈地翻腾着 紧接着 一个能量漩涡就出现在虚空之中 这个能量漩涡十分之大 而且成血色的 看起来很是瘆人 这傅四爷 难道是要施展什么恐怖的武器吗 众人看到这个血色的能量漩涡 脸上都带着惊讶之情 看来 傅四爷是要动真格的了 他这是要施展恐怖的武器了 只是 不知道要施展的是什么武器呢 咔嚓 这时 能量漩涡之中 又有着几道血色闪电闪烁 随后 众人就看到了一把气劲长枪 正从血色能量漩涡中缓缓地出来 这把气劲长枪 至少有上百米长 枪身也是血色 而且枪身之上 还有一道道纹落 这些纹落十分的繁傲 就如一道道火焰一般在跳动 枪间更是闪烁着妖艳的红色 甚至好像还在滴着血一般 这把血色长枪一出 四周的天地元气就越加的狂暴 而且 众人甚至感到一股莫名的压抑 甚至 众人似乎还听到了一道道 惨烈的嘶吼声 仿佛鬼哭狼吼一般 他们有种错觉 他们此时置身于地狱一般 众人看得这把血色长枪 脸上都充满了惊恶之情 腹色也施展的 这是什么武器呀 这难道是赤某鬼枪 突然有人想到了什么 惊呼道 什么 众人听的这道声音 全都浑身移着 满脸的惊恶 赤某鬼枪乃是附下最强武器之一 威力极大 没想到 傅老四竟然现在就把他施展出来了 看来傅老四对魏英很是重视呀 而且也是真的对魏英很不爽了 不过也有人大概猜出了傅老四的内心所想 傅老四之所以现在施展出这么恐怖的武器 除了因为重视和不爽魏英之外 恐怕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李威 因为魏英乃是前来帮秦浩的第一位武尊强者 所以他要打败魏英 这样才能给前来支援秦浩的强者一个警告 特别是给在场的楚家和秦天宗的武尊强者一个警告 让他们明白 他们的支援是没用的 除了只会让自己损失罢了 随后 众人全都扭头 看向魏英 他们都想知道 这位暴躁大叔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此时 虚空这种能量涌动 一把血色长枪泛着妖艳的光芒相当的吓人 四周的众人看着这把血色长枪无比心慌 同时 他们扭头被血色长枪摇着的魏英 脸上都带着好奇之情 傅四爷连赤魔鬼枪这样的武技都施展出来了 看来是真的动争格了 他们想知道 魏英该如何应对 傅老四抬头 看了一眼虚空之中的赤魔鬼枪 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虽然不是他掌握的最强招式 但是 也是很强大的一招了 他扭头看下魏英 阴森道 我说过 跟我们傅家作对 不会有好结果的 说着 他还扫失了一番楚家和晴天宗的方向 这话仿佛是在跟魏英说 仿佛也是在跟傅家两方人说 其实在场的不少人都猜到了魏英的心思 那就是 李威 同时 也是为了逼退 傅家和晴天宗 毕竟 傅家和晴天宗 也派来了不少的高手 而且这两家 一共派出了四位武尊强者 虽然他们也并不是惧怕 傅家和晴天宗 但是 他们还是希望 可以降低损失 毕竟 跟着两家打战的话 损失肯定也不行 但是 如果没有傅家和晴天宗的话 他们想收拾秦浩和林家 那就简单多了 魏英看了一眼 傅老子头顶上方的血色长枪 火蟹一笑 叫你这垃圾武技 也敢在老夫面前笑 真不知道 谁给你的勇气 四周的众人 听了魏英这话 全都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傅四爷施展的 可是傅家最强武技之一 而且气势 也是相当的恐怖 暴躁大叔 竟然说是垃圾武技 还真是嚣张啊 果然不愧是 追随秦先生的呀 有人感慨到 他们都是不久前 在石阴山 见过秦浩风采的 如果他们没记错的话 当时秦浩 也是不把傅明说的武技 放在眼里 没想到 而今魏英 也如此之说 两人的风格 还真是一样啊 傅家的众多高手 则是一脸的怒气 他们看一下魏英 一副 恨不得把魏英 吃了的模样 这家伙 竟然敢不把他们 附加的武技 放在眼里 而且还说是垃圾武技 真是可恶 傅老四 也是脸色一怒 阴森地看着魏英 最后 他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静内心地怒火 阴冷道 那让我看看阁下 你牛逼的武技 他并不着急动手 因为他有自信 而且 这机是要立威的 那当然得打败 也同样施展出 招式的魏英 那才能真正地立威呀 魏英冷笑了一声 道 哼 睁大你的狗眼看着吧 妈的 傅老四听了魏英这话 内心一怒 四周的众人 也是拳头一脸的无语 这暴躁大叔 说话还真是气人呢 恐怕 傅四爷这辈子 都没这么憋屈过吧 然而 下一刻 所有人就内心一惊 因为 他们感到一股 莫名的冷意 四周的温度 正在骤降 瞬间而已 他们就全都忍不住 打了个冷战 他们仿佛 瞬间到了冬天一样 这是什么情况 碰了吗 这时 虚空车中 传来一道巨像 众人抬头一看 这间魏英的前方 有着能量波动传出 下一刻 那里突然光芒炸起 紧接着 一把长剑 就凝聚而成 这把长剑 不知长多少米 通气精盈 仿佛是 冰晶 凝聚而成的 在夜光之下 泛着淡淡的光芒 这把冰晶 长剑一出 众人 就感到一股 凛冽的剑芒 扑面而来 众人全都感到 肌肤生疼 同时 众人感觉 四周的温度 又下降了 他们有种感觉 自己仿佛 掉进了一个 冰窖一般 这 这是什么武器呀 四周各方势力的众人 看着虚空之中的 巨大冰晶场剑 脸上都带着 惊恶之情 暴躁大叔 还真的施展出了 一招恐怖的武器 秦浩看着 魏银前方的 冰晶巨剑 也是眼神微眯 这老家伙 虽然说话 看起来吹牛逼 但是 掌握的东西 还真是不简单呢 这 吴鹤等人并没有动手 因为他们想看看 魏银是什么修为 而且 他们对傅老四 也是相当自信的 但是 此时他们看到 魏银施展出的武器 他们脸上 也是带着惊讶之情 因为 他们从这把冰晶 长剑之中 感受到了一股 恐怖的能量波动 这武器 并不简单 看来 他虽然说话嚣张 但是并不是没有资本的 乌鹤等人 看一下魏银 脸上都闪过一抹 凝重之情 没想到 秦浩竟然能找来 这么不简单的帮手 还真是让他们 有点意外 傅老四 看着这把冰晶巨剑 也是神情也争 他也能感觉得到 这把冰晶巨剑的能量波动 魏银看着傅老四 淡淡道 虽然 这招武器不怎么样 但是对付你这招 什么鬼枪 应该绰绰有余了 呃 四周的众人 全都一阵无语 这还叫不怎么样 而且不怎么样 还说对付傅老四的 赤膜鬼枪绰绰有余了 这是对自己的武器自信呢 还是瞧不起 傅老四的武器呢 傅老四也是脸色一怒 狂妄 说完 他怒吼了一声 一跃而起 抓起他头顶上方的 血色长枪 俯冲而下 就如一道血色光珠一般 直接杀向魏银 魏银也没有犹豫 抓起自身前方的冰晶长剑 迎击而上 第985集 魏银 VS 傅老四 瞬间而已 两者就撞在了一起 发出一道 响彻天地的巨响 紧接着 一个能量光球 出现在虚空之中 这个能量光球 有一半是血色的 仿佛是鲜血凝聚而成 有一半 则是晶莹无比 仿佛是万年寒冰凝聚而成 砰 最后 这个能量光球 直接炸开 一道恐怖的能量光珠 冲天而起 咻咻咻 同时 一道道血色气劲 和冰晶小剑 就如流光一般 不停地往四周 爆射而出 远处山脉上的巨石和树木 被这些气劲和小剑击中 瞬间炸开 相当的恐怖 快逃 哄人见状 全都脸色已慌 急忙往后退去 一直逃到足够远的地方 众人才回头看向虚空 他们想知道 魏英和傅老四的这次对决 谁赢了 此时 四周各方势力脸上 都带着惊慌这色 他们知道傅老四和魏英的对决 动静肯定不会小 毕竟两人都是五尊强者 但是 他们没想到 竟然如此的恐怖 看着旁边山脉 那烟尘滚滚的情况 他们全都感到心惊肉跳的 幸好他们离得足够远 否则要是被一道剑气什么的击中 恐怕他们也要炸开呀 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五尊强者 也没有见过五尊强者真正的对决 所以被刚才的气势给吓到了 随后 众人抬头看向虚空 脸上都带着好奇之色 他们都想知道 这次的交手 谁更胜一筹 是魏英继续占了上风 还是傅老四动真格之后 反转了呢 不过 此时虚空之中 还是有着光芒闪烁 那里仿佛有一个巨大的光源一般 所以 他们暂时也看不清虚空之中的情况 这就是五尊之战哪 还真是恐怖啊 对呀 刚才我差点就被一道剑气击中了 幸好我躲得快点 话说 暴躁大叔和傅四爷 谁能赢啊 应该是傅四爷吧 那可不一定 我看是暴躁大叔 各方势力 此时全都小声议论不已 大多数人都觉得 这次对决 肯定是傅老四更胜一筹 毕竟 傅老四在汉冬上的声望极高 乃是有着曾经的战绩的 虽然傅老四刚才落了下风 但是 他们觉得 那是傅老四轻敌罢了 但是 他现在把傅家最强武器之一的 赤眼鬼枪都施展出来 说明傅老四 已经懂真格的了 怎么可能还会输呢 不过 也有不少人觉得 可能还是卫阴能赢 他们之前 确实没有见过卫阴 也不知道卫阴是什么样的强者 但是 卫阴的话语 很是自信 而且刚才他还占了上风 而今 他也是展出了那么恐怖的武器 也不一定会输给傅老四 傅家的众多高手 则是冷笑不已 他们内心没有任何的怀疑 因为他们对他们四爷充满了自信 因为他们四爷早就突破的武尊强者了 而且他们四爷把他们傅家最强的武器之一都施展出来了 所以 在他们看来 这次的对战绝对是他们四爷赢 那个嚣张的家伙 必败 叔叔叔 远处 林玉莎的脸上缠满了绷带 让他看起来很是滑稽 但是 此时他的眼中充满了恶毒之情 只要卫阴败了 那么傅老四的威望将会瞬间提升 楚家和秦天宗说不定就会害怕 从而不敢支持秦号了 所以他希望卫阴能够败 而且还是大败 秦号 没有人能来救得了你 林玉莎看向秦号 眼中充满了恶毒 内心恶狠狠地想到 林海红没有说话 而是紧紧地抿着嘴 此时 他的内心很是复杂 他很是希望卫阴能败 这样秦号这边的战力就受损了 但是 他又不希望卫阴败 因为如果卫阴败了的话 霍家三方将会更加的肆无忌惮 他们林家今晚 可能就再劫难逃了 傅希元等五尊强者 也是神情凝重地看着虚空 他们也想知道 这一次的对决谁赢了 这可能会关系到 他们接下来的战力布局 林正德和楚景培等人 也是紧紧地盯着虚空 他们也很是关注 这次对决的结果如何 就连燕云山众人 也是紧紧地握着拳头 满脸的凝重 秦大哥 魏前辈不会有事吧 十三看向秦浩 稚嫩的脸上带着担忧之色 开口问道 燕云山的众人 也是拳头扭头看向秦浩 他们虽然知道 魏阴是五尊强者 但是 傅老四也是五尊强者呀 所以此时 他们很是担心 秦浩笑了笑道 放心吧 那家伙应该不是吃素的 虽然他对魏阴一打三的说法 没有多大的自信 但是他还是相信魏阴 可以对付傅老四的 傅景培等人 扭头看向秦浩 脸上闪过一抹诧异之情 秦浩竟然对魏阴如此的自信 过了好一会儿 虚空之中的光芒 终于消失了 而众人 也看清了虚空之中的情况 下一刻 所有人都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恶 因为 他们看到虚空之中 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绑着头发 满脸的胡茶 一副混色慧的模样 正是魏阴 而在他前方 则是一座冰雕 没错 就是一座冰雕 一座人形冰雕 这座人形冰雕 晶莹剔透 可以看到 里面有着一个老者 正是傅老四 在冰雕的前方 则站着一个 绑着头发的中年男子 正是魏阴 这 我没看错吧 傅子爷被冻住了 不是吧 傅子爷 败了 他 他不会死了吧 不可能吧 因为武尊强者 那么容易就死了 四周的各方势力 看到这一幕 全都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惊恶 傅老四 竟然变成了冰雕 这是怎么回事 他这是被魏阴的武技 给冻住了吗 这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傅老四竟然败了 此时 所有人都看着那冰雕 眼中都充满了好奇之情 傅老四 不会就这么死了吧 这 林玉莎 也是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人竟然还能被冻住 变成了一座冰雕 今晚 他真是大开眼界了 同时 他的内心 闪过一抹失望之色 吴赫 等杰大武尊 对视了一眼 眼中 也是露出震惊之情 他们也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随后 他们扭头看向 虚空之中的卫阴 满脸的凝重 就连林正德等人 此时也是神情也争 惊讶地看着虚空之中的冰雕 四爷 傅家众多高手 原本是一脸的自信的 因为他们相信 肯定是他们四爷赢 但是此时 他们却是全都脸色一变 大声呼喊道 他们的眼中 都露出惊骇之色 四爷竟然被冻住了 四爷败了 这怎么可能呢 傅希元也是神情骤变 喊道 老四 说完 他轰的一声 体内喷涌出一股恐怖的气景 直奔赴老四而去 卫阴不屑一笑 哼 你还想救援 你当老夫不存在吗 卫阴说着这话 满脸的不屑 说完 他轰的一声 脚踩虚空 就与杀向傅希元 不过他刚踏出两步 就立马停了下来 砰 这时 一道爆炸声响起 众人顶静一看 发现虚空之中的冰雕 突然炸开了 扑扑扑 一道的冰块 向四周扩散开去 就如一把把 寒冰利剑一般 十分的恐怖 虚空仿佛都被这些 寒冰利剑 给击穿了一般 而且 但凡被冰块 击中的东西 不管是树木 还是石头 更是直接 化为了冰雕 啊 突然 一道惨烈声响起 众人扭头一看 发现有一人 被一道冰块 击中了 随后 他整个人 化为了冰雕 冰雕之中 那人 还保持着张大嘴巴 眼神惊恐的表情 这 四周的众人 看到这一幕 全都内心已慌 快逃 四周的众人 急忙全都往后退去 一直退了上百米 众人才停了下来 众人看向地面上的 那座冰雕 脸上 还是带着震惊之情 那人 可是一名神经强者 只是 被一道冰块击中而已 这人就化为了冰雕 这未免 太过不可思议了吧 同时 众人此时内心 也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连傅老四 这样的武尊强者 都被冻住 原来 魏阴师者的武技 如此的恐怖 就连乌鹤等人 也是对视了一眼 眼中都带着惊讶之情 随后 众人抬头 看向虚空 这件 刚才冰雕所在的位置 出现了一个老者 正是傅老四 众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脸色一睁 傅老四竟然没事 他竟然破冰而出了 太好了 傅家的众多高手 则是拳头满脸的激动 刚才 他们看到傅老四 被冰冻住了 拳的内心惊慌无比 傅老四 可是他们傅家的 武尊强者呀 而今 这是一招而已 竟然就败了吗 这未免太打击人了吧 而今看到傅老四没事 他们当然激动不已了 此时 傅老四脸色苍白 而且嘴唇发黑 似乎在发倒 突然 他张嘴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而且 众人发现 傅老四吐出的鲜血之中 竟然有冰渣子 这 众人健壮 全都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恶 傅老四并不是没事 而是受伤了 而且似乎还不轻啊 四爷 傅家众人更是脸色一变 大声喊道 就连乌鹤等人 也是神情骤变 傅老四受伤了 咻 傅西元则是身形一闪 来到傅老四的面前 问道 老四 你没事吧 傅老四咳嗽了一声 道 我还好 说着 他哄的一声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他体内冲天而起 很快 他苍白的脸色 就恢复正常了 而且 他的嘴唇 也不再发黑发抖了 他扭头看下卫音 沉声道 阁下到底是什么人 此时 他内心充满了震惊 他跟卫音 第一次交手的时候 他确实是落了下风 但是他觉得 那是因为 他轻视卫音了的缘故 所以 只要他懂真格了 他肯定能战胜卫音 但是 他没想到 他施展出了 他们傅家最强武器之一的 赤魔鬼枪 竟然还是落了下风 而且卫音施展的武器 竟然如此的神秘与恐怖 竟然能把他这位 武尊强者给冻住了 甚至还让他受伤了 这真是不可思议啊 所以 他对卫音的来历 很是好奇 因为他觉得 卫音来历应该不简单 否则 怎么能掌握有这么恐怖的武器呢 卫音并没有回答傅老师的话 而是眉头微醋 你竟然这么快 就能破了我的冰封 没想到老夫的实力 竟然如此不堪了呀 说着 卫音脸上带着一丝恼火之色 仿佛对现在的自己 很是不满意 四周各方市里 听了卫音这话 全都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大叔 你可是只用了一招 就把傅老师这样的 武尊强者给冻住了 甚至还让他受伤吐血了 你竟然还不满意 你到底还想要什么样啊 难道 你想一招就打败傅老师吗 难道 你想一招就杀了傅老师吗 这样你才能满意啊 果然不愧是秦先生的帮手吧 有人感慨不已 他们觉得 这位暴躁大叔 跟秦豪真的是 同样的凡尔赛呀 傅老师也是脸色一怒 你别太欺人太甚了 他觉得 卫音这话 完全就是在恶心他罢了 卫音看着傅老师 认真的 你别误会了 我真的没有恶心你 我说的是真的 噗哧 卫音刚说完 不少人就忍不住笑了出来 不过他们刚笑出声 就急忙用双手捂着自己的嘴巴 同时 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惊恐之情 四周各方势力 其实此时很多人也是强憋着笑 大叔啊 您这话看似安慰人 但是似乎更伤人呐 楚雪轩也是张了张嘴 一时竟然不知该说什么 他扭头看向身边的秦豪 还真是禁朱者赤 禁末者黑呀 秦豪感慨了一声 哎 我确实被他影响太大了 楚雪轩听了秦豪这话 直接翻了翻白眼 我想说的可不是他影响你 而是你影响了他 你 傅老四更是脸色一阵涨红 气得浑身差点站不稳 此时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暴怒 他真的恨不得立马撕了尾音 这家伙说话实在是太气人了 最后 他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静内心的怒火 到 阁下别太嚣张了 魏音冷笑了一声 到 嘿 老夫就嚣张了 你能把我怎么呀 呃 四周的众人听了魏音的话 全都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暴躁大叔 您这是要把傅老四生生气死呀 傅老四也是一阵雨色 竟然不知该如何反驳 最后 他看着魏音 阴森道 你是厉害 但是 你打得过我们这么多人吗 说着 他指了指 傅西元等五尊强者 魏音不屑一笑 道 哼 怎么 你们想群殴啊 你 但老夫怕你们不差 说着 魏音浑身喷涌一股恐怖的气息 同时 他的脸上充满了自信的神采 此时的他立于虚空之中 竟然带着莫名的霸气 这 暴躁大叔这是要干嘛呀 他难道想单挑八位武尊强者 不是吧 他这么的牛兵啊 难道他刚才还没出权力吗 一人单挑八大武尊 这是要创造奇迹吗 哇 暴躁大叔竟然有点小帅呢 四周各方势力听了魏音这话 全都一脸的惊恶 纷纷议论不已 傅家三方可是一共有八位武尊强者呀 暴躁大叔竟然说不怕他们 这未免太过自信了吧 难道他真的有这么强大的实力吗 他真的可以一个人单挑八个人吗 还真是霸气呀 一些四五十岁的少妇或者未婚的女子 他们看向魏音 美眸中更是泛着异彩 有些人甚至还舔了舔舌头 给魏音抛了个媚眼 虚空之中的魏音 似乎对此很是敏感 立马就给了个回应 这让这些少妇全都忍不住惊叫起来 甚至还有一个人差点晕了过去 哼 装兵 傅家三方的众多高手 则是冷笑不已 他们看向魏音的眼中 都充满了阴森的寒忙 魏音竟然想着一个人挑战他们三方的八位武尊 这不是不把他们三方的武尊强者放在眼里吗 这不就相当于强不起他们三方吗 这怎么能让他们不动怒呢 不过他们很多人都觉得魏音只是在装兵罢了 魏音怎么可能敢挑战他们这边八位武尊呢 林正德和楚景培等人也是神情也争 诧异地看向虚空之中的魏音 秦浩这个形式奇特的帮手 竟然如此地自信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连秦浩也是张了张嘴 神情惊恶地看着魏音 他也没想到 魏音竟然会来这么一出 这老家伙竟然要一个挑战八个 这老家伙不是受伤了吗 这家伙不是实力受损了吗 竟然还敢这么地自信 难道之前低估他了 还是说他在装兵而已 秦浩看一下魏音 眼中带着疑惑和怀疑之色 第986集 八大武尊出手 魏老真是霸气侧漏啊 燕云山众人看向魏音 眼中都露出摩摆之情 在天海的时候 魏音虽然也指点过他们 但是基本上都是跟阿里外出做宝剑 所以他们总感觉魏音不靠谱 今晚他们算是大开眼界了 没想到魏老平时看起来点儿郎当的 竟然也有霸气侧漏的一面呢 难道大宝剑还可以提高战力 这时一道疑惑的声音传来 燕云山众人听了这话 全都扭头看向十三 因为这话正是出自十三之口 此时十三抬头 看着虚空之中的魏音 稚嫩的脸上带着思索之情 燕云山众人看着他这表情 全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而徐悦和阮乔乔等女子 则是俏脸微红 秦浩则是一脸的无语 魏音这老家伙 该不会把十三给带坏了吧 另一边 傅老四等人看向魏音 脸色都阴沉无比 这家伙这是要单挑他们八个 还真是嚣张啊 傅老四冷笑了一声道 你要挑战我们八个 说着 他的眼中露出戏谑之情 魏音挺了挺胸膛 道 你以为老父怕你们 傅老四阴森一笑 道 哼 行 我倒要看看 阁下的实力 是否配得上你的霸气 说完 他呼的一声 一股浩瀚的气劲 从他体内冲天而起 而傅熙员等气人 也是阴冷一笑 体内都喷出气静光柱 瞬间而矣 这片虚空之中 就有八道气劲 冲天而起 这八道气劲也出 这片空间的天地元气 就混乱了起来 同时 一股恐怖的威压 就迷茫开来 快走 四周的众人 全都脸色一惊 急忙往后退去 看来傅熙员等八位五尊 真的要围攻未阴 哈 林雨沙继续往后退了一百多米 然后才停了下来 他抬头看向虚空 眼中充满了激动之情 刚才他还以为 傅老四能打败尾音了呢 这样他就能更快地看到 秦豪悲惨的下场了 但是他没想到 傅老四竟然败了 秦豪请来的这个帮手 竟然如此的厉害 这让他很是不爽 但是现在看到八位五尊强者都要出手了 他又激动起来了 他相信这八位五尊一起动手 肯定能杀了秦豪这个帮手 傅老四看了一眼傅熙员七人 随后看一下卫音 阁下觉得我们的战力如何呀 傅熙员七人看一下卫音 脸上也是带着戏血轻蔑的神情 同时他们也登天而上 站在了傅老四的身边 八大五尊强者都喷涌着恐怖的气劲 遥望着卫音 这气势相当的恐怖吓人 不少人在这气势之下 感到双腿发软 甚至忍不住瘫软在地上 不过在八人前方的卫音 却是冷笑了一声 八大五尊强者 你们真以为你们一起动手 老夫我就害怕了吗 他的脸上并没有任何的惧怕之情 反而还露出一抹不屑之情 什么 四周的众人听了卫音这话 再看到他不屑的表情 全都浑身一震 都这个时候了 这位暴躁大叔 竟然都还如此的淡定 而且还这么的嚣张 他刚才不是开玩笑 他这是真的要一个人 对战八个五尊强者 这也太牛逼了吧 楚雪轩也是弹嘴微章 正正地看着虚空之中的卫音 随后他扭头看向秦浩 精致的脸上带着疑惑之情 问道 你这位帮手到底是什么人呢 是什么修为呀 此时 秦浩脸上也是露出浓浓的惊讶之情 刚才他内心还以为 卫音只是装个边而已 他还以为卫音不可能一个人挑战傅老四八人 但是现在看来 似乎他错了 这家伙竟然是要来真的了 很好 阁下果真是胆识过人啊 傅老四八人 则是全都脸色阴沉了下来 他们看向卫音 眼中都露出阴森的寒芒 卫音如此的轻视他们 这不是在羞辱他们吗 于是 傅老四八人 穿着喷涌气劲 纷纷散开 八人呈包围状 缓缓地靠近卫音 此时 傅老四八人身上 都透着恐怖的气劲 同时 他们的脸色都阴森无比 卫音在他们八人的逼迫之下 竟然还敢如此的淡定 而且还敢说出那么嚣张的话 这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节奏吗 所以 四十八人内心都充满了暴怒 他们都恨不得立马打败卫音 他们要让这狂徒明白 他们八人不是吃素的 但是 卫音实在是太淡定了 淡定的让他们内心 竟然有点莫名的慌 他们担心 卫音是不是在搞什么阴谋 毕竟 他们对卫音不太了解 他们之前并没有见过卫音 并不知道卫音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他们也没有瞬间进攻 而是缓缓地靠近 四周的各方势力 见到傅老四八人正在靠近尾音 一副要出手的模样 全都神情一惊 这场大战要开始了是吗 没想到 这把大叔竟然真的敢一个人挑战傅四爷八人啊 真是不可思议啊 没错 不管他最后结果如何 他都足够惊艳了 太帅了 实在是太帅了 我都想给他生猴子了 你该不会是想要第二春吧 你也不害臊 关你什么事 我再怎么样 你总比你第一春都没有的强吧 四周各方势力看向虚空 全都小声议论不已 而今傅家三方八位武尊强者 已经在向卫音靠拢了 但是卫音还是没有任何的惧怕之情 而且也没有逃早 看来他是真的要一个人挑战八位武尊强者了 这真是太牛掰了 秦先生这位追随者太强大了 一些上了年纪的女性 看一下卫音更是满脸的痴迷 有些女性的话语更是相当的开放 这让旁人很是无语 很快 傅老四八人就距离卫音 也就一百米左右的距离而已 就在他们继续往前靠拢的时候 突然卫音脸色一沉 等等 四周各方市里听了卫音这话 全都神情也争 暴躁大叔这是要干嘛呀 而傅老四等人也是停了下来 此时他们紧紧地抿着嘴 神情凝重地看着卫音 燕云山众人看着卫音 脸上都带着疑惑之情 卫老这是要做什么呀 就连情好也是一脸不解地看着卫音 这家伙要干嘛呀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之下 卫音看向林正德和楚景培等人 你们五个人在坐肾呢 吃瓜呀 还是看戏 说着 他的脸上露出一抹不爽之情 林正德五人听了卫音的话 全都愣了一下 随即 身形一闪 登天而上 来到了卫音的身边 惊惊地看向富老四八人 四桌的众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愣住了 他们张了张嘴 一时半会儿 竟然不知道该说下什么 你妈 我还以为 暴躁大叔真的要一个人 单挑八个武尊强者呢 咔 原来只是装兵而已呀 暴躁大叔 这是要笑死我呀 没想到 暴躁大叔在这样的危机情况下 竟然还如此的幽默 真是太帅了 四周各方势力 看下卫音 全都一脸的无语 刚才看到卫音说得那么淡定 而且那么的嚣张 他们还以为 卫音真的要一个人 单挑富老四八人呢 他们还以为 真的能看到 一场难得一见的决战呢 没想到 最后时刻 卫音还是要叫上林正德五人 真是太无语了 不过 有好几个五十多岁的女性美眸中 泛着痴迷的异彩 他们并不觉得 卫音有什么丢人的 反而觉得 他很是幽默 旁边的人看到他们的表情 一脸都无语 这几个师奶 真的是中了暴躁大叔的毒了 哼 不装边了 附加三方的众多高手 则是冷笑不已 脸上露出讥讽之情 刚才卫音如此的嚣张 他们内心都很是不爽 而且他们觉得很是憋屈 而今看到卫音认怂了 他们当然要好好的嘲笑了 老魏这是作甚啊 验云山众人 也是全都一脸的尴尬 他们也没想到 卫音在最后时刻 竟然玩这个 楚雪轩也是一脸的呆滞 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随后 他扭头看向秦浩道 你们的做事风格 还真是如出一辙呀 秦浩板着脸道 你可别胡说 我们怎么就如出一辙了 此时 秦浩也很是无语 刚才看到卫音如此的淡定 他也还以为 卫音是要一个人 挑战傅老四八人呢 没想到 这家伙啊 竟然只是为了装个边而已 真是不嫌丢人呢 虚空之中 傅老四八人看一下卫音 也是愣住了 他们刚才看到卫音 如此的淡定 而且还如此的自信 他们还以为卫音真的敢挑战他们八人呢 他们甚至还以为卫音有什么强大的后手呢 所以他们才如此的谨慎 没想到 这家伙根本就是不敢挑战他们八人 这是装边吓唬人而已 真是可恶 傅老四看一下卫音 阴森道 你不是很嚣张 要一个人挑战我们八人吗 说着 他的脸上露出讥讽之情 卫音仿佛没看到傅老四脸上的讥讽 而是淡淡道 老夫说不怕你们 但是没说 我要一人单挑你们八人呢 你们这理解能力这么差 竟然也能突破到五尊之境 妈的 傅老四八人听了卫音这话 却他内心暗骂不已 明明是你怂了 现在竟然还嘲讽我们 你他妈的脸皮怎么就这么厚呢 四周的众人也是一阵无语 这位暴躁大叔 哪怕是认怂了 嘴上的功夫也是不成相让啊 傅老四看向楚景培四人 沉上道 楚家跟晴天宗 真的要卷入这场纷争之中吗 楚景培四人没有说话 只是脸上带着冷笑 很好 傅老四看到四人的表情 脸色一怒 喝道 既然楚家和晴天宗 如此不是好歹 那么可别怪我们 说完 他轰的一声 也杀向卫音 而乌鹤七人 也是全都浑身喷用气劲 杀向卫音六人 一方是六位武尊 一方是八位武尊 一场哪怕在汉冬上 也是多年都罕见的 惊天对决 就此开启 此时 傅老四八位武尊强者 浑身喷涌着 恐怖的气息 脚踩虚空 直接杀向卫音六人 卫音 也是神情一宁 沉声道 我拦住三人 你们 一人对付一个 说完 他轰的一声 一股滔天的气息 冲天而起 同时 他怒吼了一声 直接杀向 附加三位武尊强者 林郑德五人见状 全都一阵焦急 他们并不想让卫音 一个人对付三个人 毕竟经历过刚才的事情 他们总感觉 卫音说什么一打三 恐怕也是忽悠人的而已 不过 此时他们也来不及了 因为卫音已经冲出去了 而且乌鹤等人 也是来到了他们的进前 拦住了他们 乌鹤五人 看林郑德五人 脸上都带着阴森的笑容 而卫音此时 已经冲到了 傅老四的面前 他捂着成拳 拳头之上 爆发着耀眼的光芒 他没有任何的迟疑 一拳轰出 一道音爆声传来 虚空 仿佛都被卫音给击碎了 傅老四 自从看到卫音出现在他面前 他就内心一惊 他体内的气劲 疯狂地涌动 在胸前形成了一块 护涕气盾 这块护盾 十分的凝联 而且上面 还有一道道 反傲的符文在跳动 这也是他们附加一招 强大的防御武技 因为刚才亲身感受过 卫音的恐怖了 所以 傅老四此时 也不会再有任何轻视的心态了 哼 而这时 卫音的拳头到了 瞬间就轰在了傅老四胸前的护体气盾之上 发出一道低沉的声音 同时 一道清脆的裂纹声响起 紧接着 一道道裂纹声响起 这件傅老四面前的护体气盾之上 瞬间就出现了一道的裂纹 就如蜘蛛网一般蔓延 随后 如玻璃一般 砰的一声 直接炸开了 化为了点点光芒 消散于空中 傅老四看到这一幕 瞳孔微缩 卫音这一拳 威力竟然如此恐怖 卫音的拳头 击碎了傅老四的防御之后 去世不减 直奔傅老四而去 傅老四见状 也没有任何的迟疑 右手之上 扮着恐怖的能量 他一拳打出 瞬间跟卫音的拳头 撞在了一起 哄 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 同时 还有一股恐怖的冲击波 瞬间扩散开来 傅老四被卫音这一拳 击退了十数米 不过 卫音并没有追击而上 而是拳头 调转方向 就如一条蛟龙一般 轰向左边 那里同样有着一个拳芒 向他轰来 正是傅希元 傅希元的这个拳芒 十分的恐怖 带着至少十数米的 气筋长虹尾巴 在夜空之中 就如一个彗星一般 哄 很快 傅希元的拳芒 就跟卫音的拳头 撞在了一起 发出一道阴宝声 傅希元的这一拳威力极大 哪怕是一辆卡车 恐怕也会被轰成了废铁 但是 他却是奈何不了 卫音的拳头 卫音挡住了 傅希元的攻击之后 并没有任何的停留 而是羞的一声 向后退了十数米 而这时 一道剑芒滑破虚空而来 正是傅老七 傅老七的这道剑芒 至少有十几米长 而且璀璨无比 带着凌冽的气息 直接劈向卫音 刚才站立的位置 噗 不过 因为卫音躲开得相当的及时 所以并没有击中卫音 但是 这道剑芒 却是劈在了下面的地面上 直接出现了一道沟壑 这道沟壑 至少有半米宽 而且有几十米长 从这就可以看得出 这一剑的威力 是多么的恐怖 傅老七 见到自己的这一剑 并没有击中卫音 他也没有进攻 而是羞的一声 跟卫音拉开了距离 他跟傅老四和傅西元 形成了鸡脚之状 这 我没看错吧 暴躁大叔 真的一个人 就对战傅四爷三人 暴躁大叔太牛逼了吧 没错 他到底是什么修为呀 四周各方市里 见到卫音 真的跟傅老四三人 对战了起来 全都一脸的惊恶 纷纷议论不已 刚才他们见到卫音 在最后时刻 需要把林正德五人叫上 他们还以为 卫音之前的话语 都是装边而已呢 至于什么一打三 那肯定也是吓唬人而已 但是 他们没想到 卫音此时 还真的跟傅老四三人 大战了起来 怎么可能 傅家的众多高手 则是瞪大了眼睛 一脸都不敢置信 那个嚣张的家伙 还真的能跟他们四爷三人对战 而且还没有落败 他这么的厉害吗 第987集 混战 可恶 远处 林玉莎的眼中 则是充满了恼怒之意 卫音 乃是秦赫的帮手 所以 他很希望 卫音能够快点被打败 但是没想到 卫音这么的厉害 林海洪 看到卫音能够挡住 傅老四三人 脸上更是复杂无比 乌和五人对视了一眼 脸上都带着震惊着情 他们还以为 能把林郑德五人拦住 那么卫音 肯定很快就落败了呢 没想到 卫音竟然能一个人 就对战傅老四三人 而且他们还注意到了 卫音刚才虽然有点被动 但是 是相当的游刃有余呀 这让他们很是惊讶 卫音到底在五尊哪个层次 林郑德五人 则是看着虚空之中的卫音 眼中也是露出惊讶之情 特别是林郑德 他扭头看向地面上的情好 内心很是震惊 他这个孙女婿 到底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能让这么一位 强者追随呢 虚空之中 傅老四三人看着卫音 脸色也是阴沉无比 他们也没想到 卫音在他们三人的围攻之下 竟然还能如此的游刃有余 这让他们很是惊讶 这么一位强者 为什么要追随秦浩呢 同时 他们也觉得很是丢人 因为他们三人连手 都拿不下一个人 这让外人怎么看待他们 恐怕他们附加的威望都受损了 傅老四眼神阴森无比 阁下还真是修为 公餐造化呀 卫音撇了一眼傅老四 不谢道 这就叫公餐造化了 果然是井底之蛙 你 傅老四听了卫音的话 脸色一阵涨红 他堂堂的武尊强者 竟然被人说是井底之蛙 真是可恶 怎么 你似乎不服 卫音看着傅老四 淡淡道 既然你不服 老夫打到你服 卫音说了这话 脸上充满了自信的神采 同时 他这道声音 就如一道惊雷一般 在这片空间之中响起 四周各方势力的众人 听了卫音的话 全都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恶 暴躁大叔 真是霸气侧漏啊 众人看向虚空之中的卫音 全都感慨不已 傅老四是谁 他可是傅家的武尊强者 战力恐怖 但是 现在竟然被卫音说 打到他福气 卫音还真是霸气 不过 有不少人冷笑不已 因为在他们看来 卫音这完全只是装兵罢了 他能把傅四爷这么一位武尊强者 打得福气 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 傅家的众多高手 也是满脸的阴沉 卫音这话 是瞧不起他们傅家四爷三个人吗 真是嚣张至极啊 打得我福气 傅老四冷笑了一声道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说着 他脸上带着讥讽之情 虽然卫音刚才挡住了 他们三人的联手攻击 但是 他还是相当的自信 他仍然不觉得 卫音会是他们三人的对手 卫音看着福老四道 行吧 让你感受一下老夫的本事 说完 他轰的一声 这叫杀向傅老四 傅老四神情一宁 体内的气劲 疯狂的涌动 迎击而上 刚才 他已经感受过卫音的战力了 所以他此时 不会有任何的轻敌思想 杀 而傅希元和傅老七 也是怒吼了一声 一起杀向卫音 虽然他们三人 一起联手围剿一个人 看起来有点不公平 毕竟他们都是武尊强者 而且在汉东省武道界的名气 也极高 他们三人联手的话 就算他们战胜了卫音 恐怕日后 名声也不太好听 但是 他们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因为秦浩这个追随者 确实有点变态 而他们今晚的行动 必须要成功 他们不允许 有卫音这样的变数存在 而且他们必须要把卫音这个变数解决了 这样他们才能腾出手来 解决林正德几人 就这样 四人在虚空之中 直接大战了起来 一道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同时还有一道道能量冲击波 扩散开来 战斗虽然刚开始而已 但是相当的激励 林正德五人 看一下卫音那边的战场 也是神情一宁 他们浑身喷涌气劲 身形闪烁 就与直接去帮卫音 不过 他们刚一动 就被乌鹤等人拦住了 林老爷子 你们的对手是我们 乌鹤等人看着林正德五人 阴森的笑道 随后 乌鹤脸上露出阴冷的笑容 这就杀向林正德 林正德也是冷笑了一声 迎急而上 瞬间而已 两人就对了一掌 两人就此大战了起来 随后 协音宗的马庆平 看向楚景培 阴森等 楚老头 你们楚家现在回头 还是可以有选择的 楚景培冷笑了一声道 哼 你们真当整个汉东上 都怕你们不成 说着 他脸上露出一抹讥讽之情 找死 马庆平听了楚景培这话 脸色一怒 轰的一声 直接杀向楚景培 而剩下的一名 谐音宗的武尊强者 和星云门的两名武尊强者 也是怒吼了一声 这些杀向楚家 和晴天宗的武尊强者 瞬间而已 十大武尊就对上了 再加上 尾音那边 一共十四个武尊强者 正在机制 虚空之中 有着一道道音爆声传来 同时 还有各种能量四溢 这片虚空 仿佛都要坍塌了一般 这 这真是旷世大战哪 没错 汉东省数十年以来 都没有过这么大场面的战斗啊 话说 豹子大叔也太牛皮了吧 对 无敌啊 四周各方势力 看下虚空 脸上都充满了惊恶之情 纷纷议论不已 十四位武尊强者 正在混战 哪怕汉东省的武道长盛 但是 也是相当罕见的 至少数十年以来 从未有过这样的场面 同时 众人看一下 魏音跟傅老四三人的战场 脸上更是充满了惊骇 魏音还真的是一个人 就能对战傅老四三人 而且现在都还没落败 真是太牛逼了 而虚空之中 傅老四三人此时的脸色 也是相当的阴沉 今晚 他们是相当的自信的 因为他们这边 有八大武尊强者 而林家那边 才只有五位而已 他们以为 能够碾压林家那边 快速灭了林家呢 没想到竟然来了 魏音这么一位帮手 而且战力如此恐怖 所以他们三人 不惜一起联手 他们还以为他们联手 肯定能快速拿下魏音呢 这样他们就能跟乌鹤等人 一起围剿林郑的五人了 但是他们发现 魏音在他们的围剿之下 虽然有点被动 但是竟然并没有什么慌张之类的 也就是说 他们想拿下魏音 恐怕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就不信了 我们三人还奈何不了你 傅老四怒吼了一声 体内的气劲疯狂地涌出 在他面前形成了一个气劲掌印 这个气劲掌印十分的凝实 而且上面还有一道的火焰在跳动 傅老四推着气劲掌印 这叫轰向魏音 魏音跟复习元对了一招 把复习元逼退之后 他的右手之上有着光芒闪烁 随后一把气劲巨剑就凝聚而成 他手持气劲巨剑 直接披向傅老四的气劲掌印 哼 瞬间而已 两者就撞着力气 发出一道巨响 傅老四这个气劲掌印 可以随意地把一栋别墅 轰成废墟 但是在魏音的气劲巨剑之下 竟然如豆腐一般 瞬间就被魏音的气劲巨剑切开了 最后指甲炸开 化为了点点光芒 消散于空中 魏音击碎了傅老四的气劲掌印之后 并没有追击傅老四 而是转身向后劈去 哼 一个气劲全盲 被魏音的气劲巨剑轰重 最后两者都炸开了 杀 傅希元和傅老四再次杀向魏音 傅老四也是音声音响 哄的一声加入了战斗 同时一道低沉的声音 从他喉咙中吼出 所有人听令 不惜一切代价 拿下秦号 傅老四的声音这中 充满了阴森 冷漠无比 他们今晚的目的 其实主要是为了灭掉林家 为了得到林家的一切 包括林家的大秘密 但是他也不想放过秦号 因为秦号可是杀了他们傅家 那么多的高手 甚至连他的同胞弟弟 都死在了秦号的脚下 当然最重要的是 秦号身上同样有着大秘密 所以他们对秦号 志在必得 所有人听令 拿下秦号 所有人听令 拿下秦号 傅老四刚说完 邪音宗的乌鹤 和星云门的吴文甫 也下了命令 他们的声音中 也充满了阴森 是 傅家三方的众多高手 听了之后 劝他齐声怒吼 随后 所有人都开始 缓缓地向秦号杀去 林正德见状 神情一惊 就已往秦号方向冲去 然而这时 一个恐怖权盲 划破虚空而来 林正德瞳孔骤变 以他的气劲疯狂地 注入到手掌之上 然后迎击而上 权掌交接 发出一道低沉的声音 林正德向后退了好几步 不过乌鹤也同样后退了好几步 他拦在林正德跟秦号之间 阴森道 林老爷子 跟我交战 你还分神 这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吗 林正德没有说话 而是扭头看向地面上秦号方向 乌鹤看到林正德这样 脸色一怒 后道 林老爷子 您这是不把我放心上 说完 他怒吼了一声 轰的一声 直接突破了阴障 杀向林正德 林正德神情一宁 不得不集中精力来应对 而地面上 富家三方的高手 已经把秦号拦住了 楚家子弟听令 保护好秦号 晴天宗子弟听令 保护好秦号 这时 正在虚空之中交战的 楚景培和陆徽民 也是吩咐道 是 楚家众人和晴天宗众人 全都齐声喊道 他们站在秦号身边 看向富家三方的高手 神情凝重无比 杀 富家三方众多高手 怒吼了一声 全都浑身喷涌气劲 直接杀向秦号 杀 楚家和晴天宗的高手们 也是全都轰的一声 迎击而上 富家和邪音宗 这些年发展十分迅猛 所以这两方势力的子弟 在外面都很是嚣张 楚家和晴天宗 在这两方势力的子弟中 也受过不少屈辱 所以此时 他们既是为了保护秦号 也是为了发泄内心的怒气 哄哄哄 很快 他们就对战了起来 虽然动静没有虚空之上的那么恐怖 但是 也是相当激烈的 不过 楚家和晴天宗 终究只是两个势力而已 而富家那边 可是有三个势力 再加上 富家和邪音宗 都派出了好多高手 所以在人数之上 楚家和晴天宗 还是吃亏的 这时 一道金色光芒 冲进了战场之中 正是秦号 瞬间而已 秦号就出现在了一名 富家高手的面前 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乃是一名神经三重天的强者 此时 他的手掌之中 泛着光芒 带着恐怖的能量 就要轰向楚家的一名子弟 然而 看着突然出现 在他面前的秦号 他脸色一惊 就与轰向秦号 砰 这时还不带他的攻击发出 一个璀璨的全盲 就在他的瞳孔之中 快速放大 下一刻 他就哇的一声 张嘴吐出了一大口 夹带着破碎心脏的心绪 他低头一看 只见 他的胸膛之上 出现了一个窟窿 而窟窿之中 正有一个拳头 他艰难的抬头 看着他面前的青年 似乎想说点什么 但是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能说出来 秦号神情冷漠 缓缓地抽回了拳头 杀 而这时 楚雪轩也是娇和了一声 身形闪烁 直接杀进了战场 不战 天旋十八旗 则是怒吼了一声 形成了一个奇特的阵型 十八人脚下变幻不已 仿佛形成了一个整体一般 也是杀向一名神境强者 找死 这名神境强者 是谐音宗的高手 他看到 天旋十八旗 竟然敢向他杀来 内心一怒 因为他看得出来 这十八人当中 除了一个是半部神境强者之外 其他人 基本都是五圣大成 或者五圣大圆满而已 这样的修为 竟然敢向他出手 这不是在羞辱他们 真是可恶 于是 他轰的一声 这叫杀向十八人 只是很快 他就内心也慌 因为他发现 这十八人的变动 似乎带着某种规律一般 而且气息连在一起 竟然十分的恐怖 秦浩看向天旋十八旗 也是微微点头 看来天旋十八旗 这段时间并没有偷懒 已经把他传授的阵法 初步掌握了 秦浩也不再关注天旋十八旗 而是咻的一声 身形闪烁 瞬间而已 他就来到了一名 星云门的高手面前 他的手指之上 泛着光芒 直接一直点出 这名星云门的高手 被秦浩一直点中脑袋 砰的一声 直接炸开了 随后秦浩身形闪烁 就如一道金色的闪电一般 在整个战场之中穿梭 每一次出手 就有一名敌人倒下 没多久 秦浩的身上就沾满了鲜血 全部都是副家三方高手的鲜血 此时的秦浩 就如一个魔神一般 咻 这时一道璀璨的剑芒 滑布虚空而来 直接劈向秦浩 秦浩冷横一声 五指成拳 拳头之上泛着淡淡的光芒 秦浩并没有躲闪 而是直接轰向那道剑芒 轰 秦浩的拳头 轰在那道剑芒之上 瞬间而已 那道剑芒就轰的一声 直接炸开了 化为了点点光芒 消散于空中 而且秦浩的拳头 去世不减 继续向前轰去 发出这道剑芒的 乃是一名神经四冲天的 谐音宗高手 此时 他看到秦浩的拳头 急速而来 内心惊恐无比 他轰的一声 直接突破了音障 向后退去 但是 秦浩的拳芒太快了 追击而上 轰的一声 直接轰中了他 碰 这名谐音宗的高手 直接炸开了 化为了无数的肉末 轰 然而 这时 一道音爆声传来 紧接着 一个恐怖无比的全盲 仿佛击中了虚空 在这长长的尾巴 直奔 秦浩而来 一个长长的空气通道 在夜空中骤然出现 璀璨的拳芒 仿佛击穿了虚空 这本秦浩而来 秦浩小心 楚雪轩看向秦浩 惊声喊道 秦浩此时 看到这道拳芒 神情引灵 他不敢轻视 体内的天玄真气 疯狂地充斥在右手之上 瞬间而已 秦浩的拳头 就化为了胆金色 仿佛是黄金胶筑而成 金刚胜拳 这是秦浩掌握的一招拳法 刚猛无比 以前就是相当的威猛 秦浩现在 已经开辟出六条天脉了 体内的天玄真气 就如一片汪洋一般 浩瀚无比 所以 施展的金刚圣拳 更加的恐怖 秦浩没有任何的犹豫 一拳轰出 一道十分璀璨 至少有数十米长的金色光柱 从秦浩的拳头之上 喷涌而出 仿佛击穿了虚空 迎击而生 瞬间而已 两道拳盲就撞在了一起 发出了一道巨响 无数恐怖的拳锦 就如海啸一般 向四周快速扩散开去 四周的树木 石头等被这些拳锦击中 全都炸开了 这片区域 仿佛台风过境一般 场面一片狼藉 十分的恐怖 咚咚咚 秦浩向后退了好几步 然后才稳住了身形 不过 对面也有一道身影 连续退了十几步 然后才停了下来 秦浩定睛看去 这见 对面有着一个中年男子 秦浩并不认识 这个中年男子是谁 不过从他的服装来看 秦浩知道这个中年男子 乃是谐音宗的人 此时 中年男子看着秦浩 阴森道 小子 你还真的有两把刷子 此时 他内心充满了震惊 因为 他可是神经八重天的强者 虽然只是刚突破没多久而已 但是 也是货真假实的 神经八重天强者呀 但是 在跟秦浩刚才的交战之中 而且 秦浩刚才 应该只是仓促印证而已 但是 他竟然落了下风 还真是不可思议 此时 他满脸的阴森 道 看来 你身上果真有大秘密 说着 他的眼中 闪过一抹贪婪之情 秦浩没有理他 而是轰的一声 只奔其他人而去 他并不惧怕 邪音宗这名高手 但是 他现在不想跟这样的高手交战 因为 他的战力虽然恐怖 但是 想马上拿下这样的强者 还是要花费时间的 而现在 如此的混战 而且 富家三方的高手太多了 所以 他得帮忙 先清理一部分才行 想逃 没那么容易 邪音宗的这名 神经八重天强者 看到秦浩的举动 冷笑了一声 刚才 他还有点惧怕秦浩 但是 而今 看到秦浩竟然不敢跟他交战 他内心觉得秦浩是害怕了 于是 他轰的一声 追击而上 而且旁边 还有几名神经强者 也同样向秦浩围攻而来 秦浩神情冷漠 浑身喷涌淡金色的气劲 脚下变幻无比 就跟一道金色的闪电一般 快速地躲过这些人的围攻 瞬间而已 秦浩就到了一名 邪音宗的高手身后 这是一名神经五重天的强者 此时 他跟另外两名邪音宗高手 正在围攻一名 晴天宗的高手 那名晴天宗的高手 身上都沾满了鲜血 有一些是敌人的 但是更多的是他自己的 他受伤很是严重 而且邪音宗 这名神经五重天强者 满脸的阴森 手掌上泛着阴暗的光芒 就已轰向他的后背 突然 邪音宗的这名高手 干到身后 传来一道呼啸声 而且他余光 看到了一道金色的光芒 他内心一惊 迅速转身 同时他体内的气劲疯狂的涌出 形成了一个护体气盾 固于胸前 这时 一个全盲 骤然而来 瞬间 就轰在了 他的这个护体气盾上 他这个护体钢气 可以挡住 神经五重天强者的 全力一击 甚至 连神经六重天强者的攻击 也可以挡住 但是此时 在这个金色的全盲之下 竟然如豆腐一般 轰的一声 直接炸开了 不过 他也借助护体气盾的阻挡 身形骤然 往后抱扇而去 拉开了一段距离 只是 那个金色的全盲 击碎了他的护体气盾之后 并没有停下 而是 仍然向他轰来 而且威力 虽然减弱了一些 但是还是相当的恐怖 他神情骤变 体内的气劲 疯狂的注入到右手之中 瞬间而已 他的右手之上 就泛着光芒 他没有任何的犹豫 一掌打出 迎击而生 全场交接 发出一道巨响 同时还有一道 能量波动传出 咔嚓 一道清脆的骨折声响起 啊 同时 一道杀猪般的惨叫声响起 只见 这名谐音宗高手的右手 寸寸炸开 就连右边金甲都不见了 露出森森白骨 画面十分惨烈 同时 他整个人飞起 撞在了远处的一块巨石之上 打砰 这块巨石直接炸开了 化为了无数的碎石 你 谐音宗的这名高手 艰难的抬头 看向秦豪 眼中充满了惊骇之情 他知道秦豪很是妖孽 战力十分的恐怖 所以刚才感知到秦豪攻击而来 他就全力以赴 但是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还是落了这么一个下场 四周正在交战的附加三方高手 此时也是全都脸色一慌 特别是那些 跟这名谐音宗高手差不多修为的人 更是浑身一场 连神经五重天强者 都被秦豪一拳废了 他没有围剿的这个青年 真的如此的妖孽吗 太恐怖了 四周围观的各方势力 也是满脸的惊恶 这 林玉莎脸上缠满了绷带 看不到他的神情变化 但是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恐之情 他从林海洪口中得知 秦豪乃是一个武道妖孽 战力十分的恐怖 但是 他毕竟不是舞者 所以并没有很是清晰的概念 但是现在 看到秦豪接二连三的杀人 而且场面都那么的暴力 他才真正的明白了 秦豪是多么的恐怖 而他之前 竟然敢得罪这么一个恐怖的人 真是找死啊 同时 他的内心充满了嫉妒之情 这么一个神秘而又强大的青年 竟然是林冰婉的老公 真是可恶 这要秦豪死了就好 随后 他看下秦豪 眼中充满了恶毒之情 今晚 他算是真正的明白了 秦豪是什么样的人物 秦豪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至少对于他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 秦豪就跟一个神仙一般 这让他很是惊慌 因为他担心 过后秦豪还会找他算账 而且他很是嫉妒 他嫉妒林冰婉 能有秦豪这样的好老公 所以他很是希望 秦豪能今晚死掉 这样他也不用担心受怕的了 而且林冰婉也不能在他面前 至高气扬的了 秦豪 今晚 你可得死啊 他看向秦豪 眼神中充满了恶毒之情 站在他身旁的林海洪没有说话 而是紧紧地盯着秦豪 他也听说了 关于秦豪的不少传闻 但是 他终究还没亲眼见过秦豪出手 而今看到秦豪就跟一个战神一般 他脸上露出了惊讶之情 怪不得父亲 冒死也要护着他 林海洪喃喃自语 秦豪如此的妖孽 说不定是他们林家未来崛起的希望 他父亲如此护着秦豪 也是情有可原的 不过 如果林家到我手上 我更能让林家崛起 林海洪冷哼道 另一边 邪阴宗的中年男子 来到那名神经五重天 强者身边 尖插了一遍 随后 看向秦豪 满脸的阴森 你真是找死 咻咻咻 这时 也有几道身影 闪烁而来 他们当中 除了邪阴宗的高手 还有傅家和星云门的高手 此时 他们看着秦豪 脸色阴森到了极点 自从他们发动攻击之后 他们三方的高手 就一直围剿秦豪 毕竟他们的目标是秦豪 并不是储家和晴天宗的高手 但是秦豪一直在躲避他们 而且秦豪的速度太快了 他们完全跟不上 再加上 储家和晴天宗那么多高手的阻拦 所以他们一直都靠近不了秦豪 而这期间 秦豪竟然杀了他们那么多高手 这让他们又惊又怒 惊得是秦豪的战力 也未免太恐怖了吧 似乎比传闻的还要恐怖 怒的是 他们竟然让秦豪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杀了他们这么多高手 真是可恶 杀 傅家三方高手 怒吼了一声 全都杀向秦豪 保护秦豪 楚雪轩见状 翘脸一惊 急忙大声喊道 同时 他浑身喷用气劲 就与冲向秦豪 咻 然而 这时 旁边有着一道身影 咻的一声 直接向他杀来 这是一名傅家的高手 而且还是一名神经七重天的强者 此时 这名傅家高手 手掌光芒闪烁 随后 一把气劲长枪 就凝聚而成 这把气劲长枪 恐怕有七八米 而且枪尖上 犯着阴森的寒芒 这是一招玄机舞技 威力极大 此时 傅家这名神经七重天强者 手持气劲长枪 直接杀向楚雪轩 楚雪轩不敢轻视 玉手上 犯着淡淡的光泽 最后 一把晶莹的长枪 就凝聚而成 晶莹的长剑 凝聚而出之后 楚雪轩没有任何的迟疑 咻得一声 迎击而出 瞬间而已 枪尖就跟剑尖撞在了一起 发出了一道金属的撞击声 仿佛不管是楚雪轩的长剑 还是傅家高手的长枪 都不是弃尽凝聚而成的 而是真的长剑与长枪 傅家高手看到自己的长枪 被挡住了 冷笑了一声 体内的气劲疯狂地注入到 手中的长枪之中 瞬间而已 长枪就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同时 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传出 楚雪轩的长剑 竟然被压得弯了下去 楚雪轩 精致的脸上 也是闪过一抹冷意 也是运转功法 体内的气劲 注入到长剑之中 很快长剑就变得越加的晶莹剔透 仿佛寒冰长剑一把 最后 长剑和长枪都爆发出恐怖的能量 随后轰的一声纷纷炸开了 楚雪轩和傅家高手 都同时后退了十几米 傅家这名神经七重天强者 怒吼了一声 再次杀向楚雪轩 同时 还有一名神经五重天 和神经六重天强者 一起围杀楚雪轩 楚雪轩神情一宁 获得不全力以护 毕竟 他虽然也是一个武道天才 但是 他可没秦浩那么的变态 就这样 楚雪轩 只能放弃支援秦浩 跟三大强者大战了起来 其实不仅他 楚家和秦天宗的高手 基本也是被傅家三方的高手 牵制住了 所以 无人能去支援秦浩 不过 还好秦浩足够妖念 再加上 他的身法十分之迅猛 所以 哪怕他现在被三方高手围剿 而且 还不乏有多位神经八重天强者 参与围剑 但是 秦浩还是没有多大的威胁 此时 秦浩身形闪烁 就如一道金色的闪电一般 在战场之中穿梭 每一次出手 就有一名敌人倒下 再也起不来 或者身受重伤 没多久 战场中 就躺下了不少富家三方的高手 不过 在这期间 秦浩也受了伤 甚至 还被一名富家神经八重天强者偷袭 打了一掌后背 不过 秦浩的体魄太强大了 所以 也没有受重伤 秦先生 真是妖孽呀 四周围观的各方势力 看向战场 脸上都充满了惊恶 纷纷议论不已 富家三方的高手 要比秦浩他们那边的高手 要多得多 所以秦浩他们 其实是处于劣势的 但是 秦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竟然还能打开杀戒 特别是 被一名神经八重天强者 打了一掌 竟然只是轻哼一声而已 并没有受重伤 他真是不可思议 秦浩的肉身 未免太过强大了吧 此时 正在虚空之中 交战的各位五尊 此时脸上 也是闪过一抹惊讶 而林郑德眼中 还露出一抹激动之情 而且他脸上 更是充满了坚定 秦浩越是妖孽 还越是要保护秦浩周全 正在跟未阴交战的 傅老四三人 内心也是惊讶无比 他们还以为 他们那么多高手 围剿秦浩 肯定能马上成功的 没想到不仅没有成功 反而被秦浩反杀了 那么多高手 真是可恶 傅老四眼中 闪过一抹婴狠 轰的一声 浑身裹挟着恐怖的气息 直接杀向秦浩 轰 傅老四 浑身喷涌 恐怖的气息 眼神 阴狠无比 直接从虚空俯冲而下 目标 正是秦浩 跟老夫交战 还敢分心 这时 一道暴怒声传来 哄 随后 一道阴暴声传来 只见一个全盲 划破虚空而来 这个全盲 十分的璀璨 就跟一个火球一般 带着上百米的尾巴 直奔傅老四而来 正是尾阴 傅老四见状 神情一宁 他体内的气筋 疯狂的涌动 注入到他的右手之上 瞬间而已 一个气筋掌印 就凝聚而成 这个气筋掌印并不大 也是杖许大小而已 但是十分的凝联 很是真实 傅老四 没有任何的迟疑 一掌按在气筋掌印之上 气筋掌印 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迎击而上 砰 而这时 魏音的全盲 也刚好到了 直接撞到了 气筋掌印之上 瞬间而已 一道响彻天地的巨响 就传出 同时 一道能量光柱 冲天而起 砰 最后 一股能量冲击波 就如海啸一般 快速地 向四周扩散开去 四周的树木 巨石等等 在这股能量冲击波之下 全都炸开了 现场 一品狼藉 咻 同时 虚空之中 有一道身影 爆射而下 哼 那道身影 直接撞进了地面 地面上 出现了一个人形大坑 而且十分之深 根本不知道 里面是谁 不过 众人抬头一看 只见虚空之中 站着一个 绑着头发的 中年男子 正是魏音 众人看的魏音 全都神情隐伤 魏音还在虚空之中 这么说 人形大坑里面的就是 傅老四了 羞羞 傅西元和傅老七 原本是想进攻魏音的 此时脸色骤变 羞的一下 瞬间到了人形大坑 老四 两人看着人形大坑 紧张地喊道 四爷 傅家的高手们 也是跟敌手 拉开了距离 牛头看向人形大坑 脸上在着紧张着情 轰轰轰 吴鹤 跟林正德对了几招 也是身形闪烁 拉开了距离 其实不仅他 就连星云门的 吴文福等人 此时也是停下了攻击 他们立于虚空之中 也是低头看向人形大坑 脸上带着凝重之情 这 傅老四竟然又被暴躁大叔 一拳头枯中轰去了 暴躁大叔 真是威武呀 话说 傅老四不会起不来了吧 应该不会吧 四周各方势力的人 此时看向人形大坑 也是拳头一脸的惊恶 纷纷议论不已 魏鹰被傅老四三人围攻 不仅没有落败 反而还抓住了机会 一掌把傅老四轰进了地下 魏鹰的战力也太恐怖了吧 第九百八十九集 今晚你必死 同时 众人很是好奇 傅老四怎么样了 他该不会身受重伤 起不来了吧 不过 这样的言论刚出 众人就全都纷纷摇头不已 傅老四可是五尊强者 而且并不是刚刚突破的 而是早就突破了的 魏鹰刚才那一拳 虽然威力极大 但是也不可能 只是一拳就废掉了傅老四 这样的五尊强者吧 怎么会呢 林玉莎此时张大了嘴巴 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的神情 秦浩的这个帮手 为什么这么的强大呀 这么强大的人 为什么会追随秦浩啊 秦浩有什么值得的呀 此时 他的内心充满了恼怒 魏鹰越是强大 他越是不爽 因为这代表着秦浩的生机 又多一分 林海红没有说话 而是紧紧地抿着嘴 他扭头看向秦浩 脸上闪过一抹复杂之情 难道我错了 这一刻 他也感觉秦浩这个青年 似乎越加值得他们林家保护 而且林家交给秦浩 似乎也越加有前途 不会的 他终究是尚未成长起来 不过很快 他就摇了摇头 他的脸上露出坚定之情 他并不觉得 他之前的做法有什么错的 楚家和秦天宗子弟 看向的人形大坑 脸上也是带着惊讶之情 秦浩的这个帮手 这么的逆天吗 随后 他们内心都暗松了一口气 他们两方的高手 原本就没有附加三方的多 而且 武尊强者数量也不如附加三方的 他们对今晚的绝诈 原本内心是没有多大希望的 但是 而今看到卫阴 不仅可以拦下三位武尊强者 甚至还能反击 他们终于觉得 还是有点希望了 秦浩此时看向人形大坑 脸上也是闪过一抹诧异之情 刚才 他也感受到了傅老四的杀机 而且也看到了傅老四向他冲来 他已经把体内的天旋真气 运转到了极致 甚至 他的左眼之中 有着一粗微弱的黑色火苗跳动 他的身形也是变幻不已 他知道 自己不可能是傅老四的对手 所以他只能尽量躲闪 以及做出一些防御而已 没想到伟阴的反应也如此之快 帮他挡住了傅老四 这老家伙 虽然说话嚣张 但是战力还真不是盖的 秦浩难难自语 看来这老家伙 天天去做大宝剑 身子一点也不虚 这时 一道爆炸声传来 这件人形大坑突然炸开 泥土飞溅 同时 一道身影爆神而出 正是傅老四 此时 傅老四头发凌乱 身上到处都是泥土 特别是他的胸口 还有一个拳印 而且傅老四的嘴角和胸前都有血迹 总的来说就是很狼狈 众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浑身一震 脸上带着惊恶之情 看来傅老四刚才是吐血了 特别是看到傅老四胸前的拳印 众人更是吃惊不已 刚才卫阴的那一拳 看来威力相当的恐怖 傅老四抬头看着卫阴 脸色也是阴森到了极点 没想到老傅竟然小瞧你了 卫阴则是眉头微醋 没想到你竟然还能站起来 难道在天海那么久 太过辛劳 虚了 众人听了卫阴这话 全都一脸的疑惑 暴躁大叔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他在天海干嘛了呀 他在天海很是辛劳吗 而且怎么就虚了呢 只有烟云山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该说什么 秦浩看着卫阴 也是一阵无语 这家伙也知道自己太过辛劳了 傅老四则是满脸的暴怒 声音阴森道 今晚 你必死 傅老四说着这话 脸上充满了阴森之情 他是谁 他可是傅家四爷 五尊强者 地位尊贵无比 但是 今晚他却是在卫阴面前 截二连三地吃亏 刚才甚至被砸进了地下 而且卫阴竟然还不满意 在他看来 卫阴真是太嚣张了 所以今晚他必须要让卫阴死在这里 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回他的威望 同时也让汉东省的各方势力明白 他们傅家不是谁都能惹得起的 傅子爷似乎很是动怒呀 那当然了 如果是你 你能不动怒吗 韦阴恐怕要惨了 傻叉吧 谁惨还不知道呢 四周的各方势力 看向傅老四 全的小声议论不已 他们看得出 傅老四此时是真的动怒了 不过 一想到傅老四此时狼狈的样子 众人内心又一阵释然了 堂堂一名 五尊强者 竟然成了这样 怎么会不动怒呢 不少人更是冷笑不已 他们都是追随傅家的势力 所以看到傅老四吃亏了 他们当然不乐意 毕竟他们都希望 傅家大杀四方 威政各方 这样 傅家以后在汉东省五道界的分量 将会更重 这样 他们当然也能跟着张光 所以此时 他们看向卫阴 满脸的冷笑 因为他们也相信 卫阴这下肯定要麻烦了 不过 这样的言论刚出 更快就被人对回去了 因为如果按照单大独斗的话 傅老四明显不是卫阴的对手啊 既然如此 那么又哪来的卫阴会惨了呢 可惜 现在不是单大独斗 背对的势力 脸色涨红 不过 他们还是阴冷的说道 众人文言 也是纷纷点头 确实 如果是单大独斗的话 暴躁大叔 肯定能拿下傅老四 但是现在 暴躁大叔 可是一大三呢 这就有点玄乎了 虚空之中 卫阴仿佛没看到 傅老四脸上的怒意 他不屑一笑 道 哼 就凭你 也想留下老夫的性命 也不撒泡尿看看你自己 找死 傅老四听了卫阴这话 再也忍不住了 他怒吼了一声 体内的气劲 突然冲天而起 轰隆隆 四周的天地元气 突然间混乱了起来 而且虚空之中 传来隆隆作响 而他身边的傅希元 和傅老七 此时也是浑身散发着 恐怖的气息 两人头顶上的虚空之中 也有着恐怖的能量波动传出 空了啦 虚空之中又是传来 阵阵轰鸣声 下一刻 傅老四的头顶上方 突然出现了一个能量漩涡 紧接着 一把气劲之剑 从能量漩涡之中 缓缓地出来 这把气劲之剑 恐怕有数十米长 而且空体呈现暗灰色 看起来阴森无比 而且众人发现 这把气劲之剑的剑身之上 似乎有着一个图案 这个图案 看起来竟然很像一只妖兽 此时 这个图案 正在泛着血色的光芒 而那只妖兽 仿佛要活过来了似的 众人看到这把气劲之剑 全都感到了一股扑面而来的凛冽的剑气 同时 众人还感到了一股十分强大的妖气 仿佛 他们在面对一只恐怖的妖兽一般 此时 众人内心惊愕无比 傅老四施展的 这是什么武器呀 为什么如此的恐怖啊 这 这难道是修罗妖剑 突然 有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忽然惊呼道 什么 修罗妖剑 众人听到这人的话 全都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骇 修罗妖剑 据说乃是傅家的五大武器之一 据说 傅老四曾经还只是半步武尊而已 他就用这一招 打扮了一名真正的武尊强者 没想到 傅老四竟然把他施展出来了 哄啰啰 这时 又是一道巨响传来 众人顶惊一看 发现傅西元的头顶上方 则出现了一把气劲长刀 这把气劲长刀呈暗红色 刀身之上 仿佛有着火焰在燃烧一般 这把血色长刀一出 众人就感到一股 炙热的气息 同时 众人还感到莫名的心惊 仿佛这把血色长刀 乃是沐浴鲜血 才铸造而成的 不少人甚至感觉到 眼前一片血红 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血池 众人看到这把血色长刀 脸上都充满了惊骇之情 傅武爷施展的 这又是什么武技呀 血魔罗刀 突然一个老者沉声说道 什么 众人听了老者的话 却能神情一争 因为如果他们没记错的话 血魔罗刀也是 附加最强武技之一 威力不弱于修罗妖剑 据说 傅西元曾经就是用这一招 直接把一名同级别的强者 给劈成了两半 没想到他现在也把这么强大的杀招 给施展出来了 快看 这时 突然有人指向傅老妻 惊呼道 众人扭头一看 只见傅老妻头顶上方 此时也有着能量波动传出 随后 一个气景方印 就凝聚而成 这个气景方印 十分之大 仿佛笼罩了半边天一般 而且气景方印之上 还有着密密麻麻的神秘的符号 这些符号呈有黑色的 正在不停地跳动着 仿佛是鬼闻一般 这个气景方印一出 四周仿佛刮起了一股阴冷的寒芒 众人全都感到脖子一凉 内心更是感到莫名的心慌 他们仿佛来到了乱葬岗一般 众人看着这个气景方印 脸上都带着惊慌之情 这是什么武技呀 为什么看起来如此的瘆人呢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傅其言施展的武技名为 碎骨魔咒 刚才说话的那个老者 再次沉声说道 什么 众人闻言 全都脸色一惊 因为碎骨魔咒 也是傅家五大武技之一 十分的恐怖 而且据说 被他击中之后 不仅骨头碎裂 甚至还会沾染上诅咒之类的 很是神秘 没想到 傅老七竟然掌握了这样的武技 而且现在还施展出来了 不管是修罗妖剑 还是血魔罗刀 或者是碎骨魔咒 那个都是傅家的最强武技之一 而且恐怕也是傅老四三人 掌握的最强大的武技之一 而今三大武技 同时在虚空之中凝聚出来 微压四方 其实十分恐怖 众人抬头看着这三大武技 脸上都充满了激动之情 难道这是要大决战了 一招定胜负 此时 众人看着傅老四三人 头顶上方的武技 脸上都带着感叹之情 傅老四三人施展的都不是一般的武技 而是大杀招啊 看来这是要一招分胜负的节奏吗 随后众人看下卫音 脸上都带着好奇之情 他们想知道 卫音该怎么应对呢 傅家的众多高手 此时也没有发动进攻了 而是冷眼地看着卫音 他们的脸上都露出嘲讽之情 傅老四抬头看了一眼 他们头顶上方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随后他看一下卫音 阴森道 阁下不知 如何评判我们的这三个武技呀 此时 他的脸上带着傲然之情 他们这三招武技一出 他是相当的有信心的 卫音看了一眼 傅老四头顶上方的气劲长剑 呼吸一笑 哼 垃圾 说着 他摇了摇头 满脸的不屑 你说什么 傅老四听了卫音这话 脸色一怒 他看着卫音 眼神阴森无比 道 你再说一遍 此时 他内心充满了暴怒 他施展的 可是他们傅家五大武技之一 而卫音竟然说是垃圾 他怎么能不动怒呢 卫音又看了一眼 傅老四头顶上的修罗腰剑 改口道 哦 不好意思 说错了 傅老四文言 冷笑了一声 正想说算你识句 然而这时 卫音看着佛老四 一脸的认真道 我刚才说错了 你是斩的武技 不是垃圾 应该是垃圾不如 什么 四周众人听了卫音这话 全都张了张嘴 一脸的惊恶 这 暴躁大叔 刚才说什么 垃圾不如 暴躁大叔 这点评 牛鞭啊 牛鞭 我看这装鞭吧 四周各方市里 全都小声议论不已 傅老四施展的修罗腰剑 乃是 傅家五大武技之一 而且气势如此的恐怖 卫音竟然说垃圾不如 还真是霸气侧漏啊 不过 也有不少人 冷笑不已 脸上露出讥讽之情 因为在他们看来 卫音这完全就是装鞭罢了 你说什么 卫音刚说完 傅老四的脸色 就阴沉到了极点 就跟一个黑锅一般 傅心员和傅老七 看向卫音 也是一脸的怒意 卫音扭头看向他们 道 你们也别生气 我不只是说他而已 你们也是 四周的众人 听了卫音这些话 全都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不少人更是脸色涨红 憋着笑 恨事难受 暴躁大叔 这是要气死傅老四三人吗 傅心员三人的脸色 都阴森到了极点 傅老四冷笑了一声道 阁下如此的嚣张 那么请让我们看看 你所谓不垃圾的武技 此时他们并不着急进攻 因为他们对自己很有信心 卫音撇了傅老四一眼 道 行吧 老四就满足你的心愿 说完 他怒吼了一声 只见一股气息 从他体内冲停而起 这股气息十分浩瀚 而且还十分恐怖 碰 瞬间而已 虚空之中就传来了一道雷鸣声 众人抬头一看 这件虚空之中有着光芒炸起 同时 无数的天地元气将卫音头顶上方汇集而去 下一刻 一个光轮出现在卫音头顶上方 此时 这个光轮正在缓缓地转动 每一次转动 虚空仿佛都被切开了一般 这个光轮十分的巨大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就跟一个太阳一般 现在虽然是晚上 但是在这个光轮的照耀之下 这里竟然如白天一般 这 众人看到这个巨大的光轮 全都张大了嘴巴 半天说不出话来 暴躁大叔施展的这是什么物技呀 看起来很是恐怖啊 乌鹤等人 也是全都神情一宁 如果他们没猜错的话 卫音这武技至少是地级武技 而且恐怕还不是一般的地级武技 林郑的五人则是对视了一眼 眼中也是露出一抹震惊之情 卫音这武技恐怕比他之前施展的那个兵剑 还要强大呀 秦浩的这个帮手到底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掌握有这么强大的武技 傅老四三人看着卫音头顶上方的光轮 脸上也是带着凝重之情 他们都知道 卫音来历不简单 否则不可能站立如此的恐怖 所以 他们已经是很高看卫音了 但是 此时看到卫音施展的这个武技 他们觉得自己可能还是小瞧卫音了 卫音恐怕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大 不过 他们也并没有多么的害怕 因为他们是三个人 此时 三人对视了一眼 眼中都闪过一抹战意 杀 三人同时怒吼了一声 傅老四一跃而起 抓起头顶上方的弃劲长剑 傅老四刚抓住弃劲长剑 剑身之上的妖兽纹落 就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最后一个妖兽影子就形成了 这个妖兽影子十分巨大 而且呈血色 看起来十分的吓人 咻 傅老四手持弃劲长剑 直接刺向卫音 只见那只血色妖兽影子 带着滔天的煞气 跟着一道璀璨的剑芒 一起划破虚空 直奔尾音而去 咻 这时 一道长达上百米的血色刀芒 也是从天而降 直接劈向卫音 正是傅希元的虚拟魔罗刀 碰碰碰 与此同时 虚空之中传了一道轰鸣声 众人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被神秘符文覆盖的气劲方印 就如一个陨石一般 直接向卫音镇压而去 第九百九十几 对战 傅老四三人同时出手 是要震杀卫音 来得好 老夫已经好多年 没有活动筋骨了 哈哈哈哈 这时 虚空之中传了一道大笑声 卫音看到这三个恐怖的武器 向他袭来 脸上并没有任何的惧怕之情 反而大笑了起来 他一跃而起 双手抓住虚空之中的巨大光轮 然后向前方轰去 这个光轮在前进的过程中 还在快速壮大 没多久 这个光轮仿佛就挤满了虚空一般 而且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真的跟一个太阳一般 啥 而这时 傅老四三人也是齐声怒吼了一声 同时 他们三人的武器也到了 瞬间就跟卫音的巨大光轮 撞在了一起 哄 傅老四的修罗妖剑 跟卫音的巨大光轮 最先撞在了一起 瞬间发出一道巨响 修罗妖剑 乃是傅家五大武器之一 也是傅老四掌握的最强武器之一 威力十分之恐怖 哪怕是一栋别墅 在这个武器之下 也会倾刻之间就化为废墟 但是 此时 它却是奈何不了 魏音的巨大光轮 此时 巨大的光轮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同时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光轮之上 散发出来 修罗妖剑 刺在光轮之上 火光闪烁 但是却是半寸难见 甚至 那只血色妖兽 影子还发出了一道 惨烈的嘶吼声 似乎很是痛苦 而且血色似乎黯淡了不少 那只血色的妖兽 也似乎没有那么灵动了 傅老四看到这一幕 瞳孔一缩 他怒吼了一声 体内的气劲 疯狂地注入到 修罗妖剑之中 瞬间而已 修罗妖剑 就气势越加的恐怖 剑间喷涌而出的剑芒 更是璀璨无比 跟着血色的妖兽影子 继续撞向巨大的光轮 枪 这时 一道血色的刀芒 从天而降 劈在了巨大的光轮之上 正是傅希元的血魔罗刀 此时 他劈在未经的光轮之上 发出一道金属的撞击声 仿佛不管是卫阴的光轮 还是傅希元的血魔罗刀 都并不是气劲凝聚而成的 而是真实的金属搭造而成的 血魔罗刀也是傅家最强大的物技之一 而且很是妖邪 这一刀如果劈在地面上 至少会出现一道深深的沟壑 但是此时劈在未阴的光轮之上 竟然只是陷进去一点而已 然后就半点都动不了了 仿佛劈在了金刚石之上一样 这时 虚空之中有着一个黑影 快速降落 正是傅老期的碎骨魔咒 这个气劲方印 原本是灰色的 就跟刚枯的骨头一样 但是此时被密密麻麻的符纹 给覆盖住了 变成了漆黑无比 而且透着恐怖的 而又让人不寒而栗的气息 此时 它撞在未阴的光轮之上 发出一道低沉的巨像 同时 还有一股恐怖的冲击波 以两者为中心 就如水波一般 在虚空之中荡漾开来 碎骨魔咒 乃是傅家一招十分强大的物技 但是 此时它压在魏银的光轮之上 竟然奈何不了魏银的光轮 就这样 魏银只是用了一招武技而已 就把傅老四三人的武技 全都给挡下了 四周各方势力看到这一幕 全都一脸的惊恶 这 暴躁大叔这武技这么的牛饼吗 不仅武技牛饼 暴躁大叔的实力 也更加的牛饼啊 牛饼 我看他能支撑多久 各方势力 抬头看着虚空之中的战况 全都纷纷议论不已 不管是修罗妖剑 还是碎骨魔咒 或者是血魔罗刀 都是傅家强大的武技之一 而且 此时由傅老四 三位武尊强者施展出来 威力更加的恐怖 但是此时竟然被卫音这么一招武技就挡住了 还真是不可思议啊 看来 卫音这武技还真不是一般的缔结武技啊 同时 众人也更加真切的明白了 卫音的实力十分的恐怖 因为 如果你自身实力不行的话 就算你掌握再强大的武技 那也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的 就比如 你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屁孩手持踩刀 那也不可能是一个成年人的对手 不过 也有不少人满脸的冷笑 他们觉得 卫音只是暂时挡住了而已 卫音不可能是傅老四三人的对手 怎么可能 傅家的众多高手 此时也是张大了嘴巴 一脸的惊骇 傅老四三人 可都是位列他们傅家顶尖战力之中啊 而且三人 都施展出了 他们傅家如此强大的武技 竟然被卫音这么一招武技就挡住了 这怎么可能 这一刻 他们甚至有点怀疑 他们傅家的武技了 他们傅家武技 真的有那么强大吗 不是我们傅家武技不行 也不是傅老四三人不行 而是那家伙有点变态呀 傅家当中有一个老者沉声说道 傅家众人看向卫音 眼中也是带着阴森的寒芒 怎么可能 林玉莎跟林海洪此时已经躲到很远的地方了 因为刚才卫音四人释放出武技的气势实在是太强大了 而两人哪里抵挡得住那么强大的气势 特别是林玉莎 她只是一个弱女子而已 刚才她甚至喘不过气了 所以林海洪带着她 继续往后退了上百米 此时林玉莎看着虚空之中的画面 眼睛瞪大到了极点 这还是人类在战斗吗 怎么感觉有种在看电影的感觉呀 同时她对卫音很是仇恨 因为卫音越是强大 她越是不爽 她希望卫音能够快点败了 这样的话 傅家的高手就能腾出手来收拾情号了 林海洪抬头看着虚空 脸上也是闪过一抹震惊之情 她也是一名舞者 但是也没见过如此恐怖的舞技 随后她扭头看向情号 内心很是惊讶 这么一位强大的舞者 竟然愿意跟随在情号身边 情号这个青年到底是什么人呢 情号此时抬头看向虚空 也是眼神微眯 刚才看到卫音施展出的光轮之后 她就感觉 卫音这舞技很不简单 但是她也没想到 卫音竟然真的能凭着她挡住了傅老四三人的舞技 毕竟傅老四三人的舞技也是相当的恐怖的 看来这家伙来头果然不小 情号看向卫音 喃喃自语道 在乌雷山遇到卫音的时候 她就知道卫音的来头肯定不小 否则怎么可能会被困在圣殿山那么久呢 而且还没事呢 今晚看到卫音的战斗 看到卫音施展的各种强大舞技 她更加确定了她的内心所想 这家伙来头肯定不简单 林正德几人 看向虚空 脸上也是带着惊讶之情 他们也没想到 卫音只是用一招舞技而已 竟然就挡住了傅老四三人的攻击 乌鹤五人对视了一眼 眼中都闪过一抹震惊 同时还有一道阴霾 随后 五人不约而同的轰的一声 浑身喷涌空不的气息 杀向卫音 他们要先把卫音干掉 乌鹤等人浑身喷涌气静 把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这奔卫音而去 卫音今晚展现出来的战力 实在是太恐怖了 之前他们以为有着傅老四三人 肯定能立马拿下卫音 但是现在他们觉得 为了稳妥起见 还是一起去击杀卫音 他们打算先把卫音杀了 然后再一起收拾临城的五人 毕竟他们之前并不了解卫音 所以他们不允许卫音这个变数存在 此时他们眼中闪烁着 阴冷至极的寒芒 咻咻咻 然而这时 一大身影直接突破了音障 拦在了他们的面前 正是林正德五人 他们跟乌鹤五人 虽然不再交战了 但是 时刻在提防着五人 刚才他们感知到 乌鹤五人身上的气息变化了 他们也开始动了 他们刚好一人拦住了一人 哼 五人都各自对了一招 然后都纷纷向后退了几十米 乌鹤五人稳住身形之后 看着林正德五人 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乌鹤眼神冰冷无比 道 让开 现在他们并不想跟林正德纠缠 他们现在只想先把魏鹤这个变数解决了 林正德冷笑了一声道 你们怎么说 也是你们各自势力中的高层 在汉东省 又赫赫名声 而今竟然想八个人一起围攻一个人 也不觉得丢人吗 他怎么可能会让开呢 毕竟魏鹤虽然战力恐怖 但是也不可能是八个人的对手 四周各方势力此时也回过神来了 他们扭头看向乌鹤等人 脸上也是带着古怪之情 富老四三人围攻魏鹤一个人 都已经算是不公平了 没想到乌鹤五人竟然还想掺上一脚 这确实有点丢人呢 这就是邪鹤宗的做事风格 行语门也差不多了 没错 四周各方此时都小声议论不已 乌鹤五人也注意到了四周各方势力的直指点点 他们的脸色更加的阴沉 不过他们也不在意 而是浑身爆发出恐怖的气息 就与继续前行 杀 然而这时 一道怒吼声传来 只见 富老四周身突然腾起了一股气劲风暴 而他面前的修罗腰间 同样爆发出恐怖的气息 特别是那只妖兽影子 更是咆哮不已 仿佛要把魏鹰的光轮吞下一番 不仅富老四 就连抚习员和富老七 也是怒吼了一声 哄 最后 三人的武器变得更加的恐怖 虚空之中的天地元气混乱不已 这时 虚空之中传了魏鹰的冷哼声 随后 众人就看到了魏鹰前方的光轮 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最后 四个强大的武器再次撞在了一起 发出一道响彻天地的巨响 哄漏漏 虚空之中传出阵阵的轰鸣声 仿佛有陨石相撞一般 最后 一道能量光柱冲天而起 这道能量光柱十分的璀璨 而且很是巨大 恐怕至少有数十米的直径 直接把那片区域都笼罩住了 而且这道能量光柱 竟然不是瞬间就消失了 而是越来越恐怖 仿佛在向虚空之中释放能量 砰 虚空之中 骤然间出现了一个能量漩涡 同时还有一股空波的能量冲击波 扩散开来 四周的树木石头等等 在这股能量冲击波之下 全都炸开了 远远远的山脉都传来轰鸣声 山脉之上 也有巨大的石头纷纷炸开 烟城滚滚 哄哄哄 能量光柱还是没有消失 反而有着一道又一道的能量冲击波 就如水波一般向四周扩散开来 快走 四周围观的各方势力 离得已经够远了 但是 此时还是心惊不已 急忙继续往后退去 一直退到足够安全的距离 众人才停下了脚步 众人扭头看下那道能量光柱 脸上都充满了震惊之情 因为 此时那道能量光柱 还是没有消失 不是吧 这么的恐怖 四大武尊强者的权力一计 你说恐怖不恐怖 话说 战况如何呀 应该是暴躁大叔 更上一筹吧 那可不一定 你们以为 傅四爷三人是吃素的吗 四周各方势力 看着这道能量光柱 全都议论不已 这道能量光柱 释放了如此多的能量 竟然都还没有消失 还真是不可思议呀 不过一想到 这可是四大武尊强者的权力一计 特别是有着魏阴这个恐怖的武尊强者 众人有内心一阵释然了 随后 众人脸上都带着期待之情 他们很想快点知道 这一次的交战到底是谁更胜一筹呢 不少人都觉得肯定是魏阴 毕竟魏阴的实力相当的恐怖 可以一人对战三人 而且他刚才施展的光伦武技 就跟一个太阳一般 把这面区域都照耀成白天一般 所以他肯定能赢 不过更多的人则觉得肯定是傅老四三人 毕竟傅老四三人也是武尊强者 而且三人在汉东省武道界 有着莫大威望 而且三人都是展出了恐怖的武技 哪怕魏阴的武技再妖孽 也不可能是三人的对手 傅家的众多高手此时 全都紧张地盯着能量光注 他们原本对傅老四三人 是绝对地有信心的 但是刚才看到魏阴 竟然一个人就挡住了傅老四三人的武技 他们内心开始有点直打鼓了 拜 拜 拜 林玉莎双手攥紧 眼中露出恶毒之情 他希望是伪阴拜 只有这样 他才能更快地看到情豪悲惨的下场 林海洪没有说话 而是紧紧抿着嘴 吴鹤等人此时也不再想着冲过去 围杀伪阴了 他们看向能量光注 也是眼神萎靡 林郑德武人对视了一眼 脸上也是露出了震惊之情 他们都是武尊强者 所以他们更加能感知得到 那道能量光注是多么的恐怖 秦浩看向能量光注 脸上也是露出惊叹之情 同时他的眼中还闪过一抹火热 这就是武尊强者的真正战力吗 就这样 一直过了大概有一分钟 那道能量光注才消失了 众人终于可以看清虚空之中的战场 是什么情况了 这时一片鲜血横洒夜空 众人顶顶一看 发现这片鲜血竟然是尾音喷出的 众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内心一惊 暴躁大叔输了 不是吧 暴躁大叔吐血了 哼 我就说了 他不可能是四爷他们的对手 四周各方势力 此时全都一脸的惊恶 刚才魏音的战力如此的恐怖 他们还以为是魏音能够更胜一筹呢 没想到 他竟然被打得吐血了 他竟然落了下风 那些追随附加的势力 则是冷笑不已 此时他们的脸上都带着讥讽之情 太好了 嘿嘿 他真以为他能一个人跟四爷三人对战 真是高笑 现在四爷他们动争格的了 那嚣张的家伙付出代价了吧 今晚之后 我看谁敢跟我们傅家作对 傅家的众多高手则是激动不已 他们虽然对他们四爷三人很是相信 但是刚才看到魏音的阵势 他们也内心有点直打鼓 而今看到魏音吐血了 他们当然高兴了 不少人甚至觉得 今晚的行动 他们已经赢了 好 同样很是激动的人 除了傅家的高手之外 还有一个女子 那就是林玉莎 此时 他的双眼之中露出激动的神采 秦浩的这个帮手受伤了 真是太好了 这 楚家和秦天宗的众多高手 则是脸色已荒 魏音 可以说是他们这边的最强战力 他们希望魏音能够扭转乾坤的 毕竟他们这边的高手人数上 要比傅家三方少很多 如果魏音能够打败傅老四三人 这将会大大的提升他们的士气 同时也能够削弱傅家三方的战力 但是 没想到魏音还是落了下风了 魏朗 眼云山众人则是全都脸色骤变 秦浩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虚空 微眯着双眼 其实不仅他 林正德等十大武尊强者 此时也没有说话 他们都在紧紧地盯着虚空 这时 虚空之中又有一道鲜血喷洒而落 众人顶惊一看 发现竟然是傅老四 傅老四也受伤了 第991集 傅老四的决定 扑扑 扑 然而 还不带众人反应过来 又是两片鲜血在虚空之中洒落 正是傅西元和傅老七 三人吐出的鲜血 要比魏音的还要多 虚空之中 仿佛仿佛下了血雨 而且众人还发现 傅老四三人身形摇摇晃晃 似乎要从虚空上掉落下了一样 这 四周的各方势力 看到这一幕 全都浑身一枕 满脸的惊恶 原来不仅魏音吐血受伤了 傅老四三人也受伤了 而且 傅老四三人似乎还伤得更加的严重 那岂不是说 在这次的对决之中 魏音更胜一筹 想到这儿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傅老四三人可都是武尊强者呀 而且三人都施掌了傅家强大的武技 但是 竟然还是收拾不了魏音一个人 甚至还落了下风 还真是不可思议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傅家的众多高手 原本是一脸笑容的 但是 此时脸上的笑容 却是直接僵硬了 四爷他们没有赢 反而落了下风 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不是他们亲眼所见 哪怕打死他们 他们也不会相信 怎么会 坐在黑暗中的林玉莎 此时也是难难自语 刚才 他内心很是激动 因为 只要秦浩这个帮手败了 秦浩 肯定很快 也要被傅老四他们收拾了 但是 他没想到 魏音这个帮手 竟然这么的厉害 这让他很深恼怒 魏老魏武 燕云山中人全都感慨了 丑雪轩 扭头看向秦浩 一双美眸中 犯着异彩 秦浩竟然能让这么强大的舞者追随他 这家伙身上 果然有大秘密啊 这家伙 秦浩也是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刚才 他看到魏音吐血了 确实也内心也慌 但是 他也注意到了傅老四三人的状况 似乎不太对劲 所以 他刚才 才没有像大家那么惊慌 乌鹤等人 对视了一眼 眼中也是闪过一抹震惊 刚才 他们也注意到了傅老四三人不太对劲 他们猜想 这三人应该也受伤了 但是 他们没想到 竟然受伤如此严重 虚空之中 傅老四三人 脸色苍白 神情唯靡 而且 他们的身子轻轻摇晃 仿佛要掉下去一般 随后 三人各自拿出一枚丹药 直接吞服了下去 傅老四吞了丹药之后 然后 才抬头看下魏音 他的脸上 充满了凝重之情 刚才 他们三人一起进宫 而且都施展出了那么恐怖的物技 他们以为 就算不能灭了魏音 至少也能让魏音受重伤 甚至失去战斗力 但是 他们没想到 他们并不能让魏音受重伤 反而他们受伤不轻 他看着魏音 沉上道 阁下战力 我真是强大 连老夫都不得不佩服 魏音没有理会他 而是一脸的恼怒道 妈的 没想到老夫竟然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 四周的众人听了魏音这话之后 全都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大叔 您只是一招而已 就已经把傅老四三人强大的武技都拦下来 而且你虽然是受伤了 但是 傅老四三方也受伤了呀 而且他们三人受伤更加严重 您 竟然还不满意 你 傅老四三人更是内心一怒 脸色阴沉无比 他们三人联手 而且 施展了那么强大的武技 但是 还是被魏音打伤了 他们已经觉得够丢人的了 但是他们没想到 魏音竟然还说出这样的话 什么叫弱到这种地步了 你他们的只是一个人而已 就把我们三人打败了 你还说是弱 这是在变相地瞧不起他们吗 真是可恶 最后 傅老四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静内心地怒火 道 阁下确实很强大 但是 我就不信了 我们三人 真的奈何不了你 说完 他满是皱纹的脸上 露出一抹 坚定之情 仿佛 下定了某个决心一般 紧接着 只见 他的额头之上 突然有着淡淡的光芒闪烁 随后 一股神秘的气息 从他额头之上 冲出来 四周的众人 感受到这股气息 圈头有种 精神恍惚的错觉 这 这是什么情况啊 对呀 我怎么感觉 有种精神错乱的感觉 我感觉自己有种 来自灵魂的嫉妒 众人此时 全都一脸的惊慌 纷纷议论不已 傅老四释放的是什么气息 为什么不让他们有这样的感觉呀 难道 是精神力 突然 有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惊呼道 什么 精神力 众人听的这道声音 全都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恶 他们都知道 五尊强者 可以修炼精神力 但是 他们基本都是 来自一些小势力的人 所以他们的家族 或者门派之中 都没有五尊强者 所以 他们只是听说过 精神力而已 但是 他们也没有见过精神力 没想到 这就是精神力 还真是不可思议呀 不少人 看向傅老四 脸上闪过一抹 惊讶之情 五尊强者 确实可以修炼精神力 但是 一般低修为的五尊强者 都不会轻易 用精神力来交战的 因为 精神力 很容易消耗 而消耗之后 短时间内 是很难恢复的 最重要的是 如果精神力受损了的话 据说 是会伤到 五尊强者的灵魂的 而傅老四现在 竟然释放出精神力了 看来 他是被魏音 彻底惹怒了呀 嗡 傅老四释放出的精神力 越来越多 最后 在他的面前 形成了一把 长刀 这把长刀 其实并不长 恐怕都不到半米 如果单论形状 或者气势来说 比他们之前 施展的武器 都要小得多 甚至不在 同一个层次的 但是 众人看着这把 半米不到的长刀 竟然感到脑袋发痛 不少人 更是尖叫起来 这 众人抬头看着这把长刀 脸上都充满了惊骇之情 这就是精神力凝聚成的长刀吗 未免太过神秘了吧 魂技 一些来自比较大的家族的人 看着傅老四面前的长刀 则是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恶 因为要想精神力在战斗之中 发挥出神秘的效果 那么就得有魂技 但是 魂技比武器还有稀缺 就连汉东省前十的家族 也不一定每一个家族 都有魂技 没想到 傅老四竟然掌握有魂技 林郑德武人也是脸色骤变 他们也没想到 傅老四竟然释放出了精神力 而且还施展了魂技 乌鹤等人 此时内心也很是惊讶 同时 他们紧紧地盯着林郑德武人 他们不允许林郑德武人 去支援魏音 老四 你 傅西元看向傅老四 脸上闪过一抹紧张着情 他们确实可以修炼精神力 但是 精神力太过神秘了 无尊强者 也只是摸索到 他的半点皮毛而已 而且精神力 对于往后的武道 太过重要了 所以 他们也不轻易动用精神力 来交叉 因为如果精神力受损的话 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此时 他们见到傅老四 竟然释放出了精神力 而且还施展了魂迹 他们内心很是担忧 傅老四摆了摆手道 没事 他当然知道 释放精神力出来交战 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但是 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因为 他要马上打败魏音才行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腾出手来 对付林郑德武人 而且今晚 他截二连三的 在魏音手中吃饼 甚至现在 他们三人联手 还是奈何不了魏音 这让他内心憋了口气 所以 他一定要打败魏音 只有打败了魏音 他才能 把内心这口气 释放出去 同时 也能赢回 他们傅家的威望 甚至 可以震慑楚家 和晴天宗 于是 他看向魏音 阴森道 不知道 阁下的精神力如何呀 说着 他的脸上露出一抹 讥讽之情 他对于他的精神力 还是相当的满意的 因为他得到了一篇 修炼精神力的法觉 所以 他的精神力 其实比同阶的五尊强者 都要雄厚的多 再加上 他的魂迹 他是相当的 有信心的 魏音 看向傅老师 面前的精神力 长刀 惊讶到 没想到 你的精神力 还挺雄厚的 而且一个小小的 傅家 竟然还掌握有 这样的 进攻性魂迹 傅老师 听了魏音的话 内心很是不爽 妈的 我们傅家 可是汉东省 前十的家族 怎么就成了 小小的傅家了 不过 他也注意到了 魏音脸上的 惊讶之情 于是 他冷笑了一声 还是那句话 如果阁下 现在愿意离开的话 我 还是准许你离去的 什么 四周的众人 听了傅老师的话 全都神情一争 魏音刚才 都让傅老师 如此丢人了 而且傅老师 现在都施展了魂迹 竟然都还愿意 让魏音离去 不过 众人一想到 魏音的战斗力 众人又内心 一阵释然了 恐怕 傅老师现在 也还没有 十足的把握呀 而且 他恐怕 也不想轻易 跟魏音来一场 精神力的对决 随后 众人扭头 看下魏音 脸上都带着 好奇之情 魏音 只是一个人 就挡住了 傅老师三人 甚至还略战上风 但是 现在傅老师 施展出了 如此神秘的魂迹 魏音 还敢那么自信吗 傅老师 也是双眸 灼灼的 盯着魏音 他现在 确实很是自信 但是 如果能 不用跟魏音 交叉 他也还是乐意的 在众人 好奇的目光之下 魏音 看着傅老师 道 怎么 现在跟老夫认怂了 可惜 老夫已经热声完了 我想就此离去 你 傅老师 听了魏音的话 脸色一怒 妈的 我什么时候 跟你认怂了 最后 他冷笑了一声 道 不 隔下 莫要逞强 说着 他看了一眼 他面前的精神力长刀 那意思很明显 你的精神力 是不可能比得上我的 说完 他怒吼了一声 咻 只见他面前的精神力长刀 咻的一声 仿佛击穿了虚空 超越了一切 这本未应而去 蝼蚁 这时 你的不屑声 从虚空之中传来 嗡 随后 众人就看到了 一片神秘的光辉 从魏音的额头 冲天而出 夜空仿佛都亮了起来 而且 这片神秘的光辉 瞬间 就跟傅老师的精神力长刀 撞在了一起 哄 两者撞在一起 发出一道低沉的声音 虚空之中 仿佛有着某种神秘的能量 在炸开 四周观战的各方势力 更是感到脑袋剧痛无比 仿佛他们的灵魂 被什么撞击了一样 不少人 更是双手抓着脑袋 躺在地上 参叫不已 甚至 那些离战场比较近的人 更是双眼翻白 直接倒在地上 似乎死了 走 林海洪跟林玉莎已经离得相当的远了 他们已经算是在外围了 但是 此时林海洪还是感到脑袋发痛 而林玉莎更是抓着头皮 不停地撕扯着 林海洪见状 急忙抓起她的手臂 咻的一声 带着她不停地往后退去 一连退了几百米 她才停了下来 其实不仅他们 此周各方势力 此时也是神情慌张 不停地往后退去 一直退到了足够安全的地方 众人才停下了脚步 此时 众人内心充满了惊骇 这就是精神力的对决吗 刚才 他们有种自己灵魂 都要被撕裂开的感觉 实在是太恐怖了 随后 众人抬头看向虚空 他们想看看 魏英和傅老四 这次的精神力对撞如何了 此时 虚空之上 并没有什么恐怖的能量 而是一片平静 而魏英和傅老四 仍然立于虚空之中 众人看的这一幕 神情一争 两人都没事 这是什么情况 啊 这时 一道痛苦的惨叫声响起 众人顶睛一看 发现傅老四 神情痛苦 身子更是站立不稳 直接从虚空上掉落下来 老四 傅西元见状 脸色一惊 羞的一声 急忙在半空中 接住了傅老四 这 我没看错吧 众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骇 这 傅老四 竟然都站不稳了 这么说 这次精神力的对决 又是魏英胜了 暴躁大叔 不仅舞蹈修为恐怖 就连精神力 都如此的恐怖啊 这真是不可思议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没错 我一定是看花眼了 子爷不可能又败了他 傅家的众多高手 则是一脸的不敢置信 此时 他们有种怀疑 他们是在做梦吗 他们子爷竟然被打得 站立不稳 差点从空中摔下来 这怎么可能 他们四爷施展出了魂迹 竟然还是败给了魏英 这怎么可能 这 吴鹤和吴文夫五人 此时也是脸色骤变 他们看向魏英 眼中充满了忌惮之情 他们的精神力 都还不如傅老四 但是 傅老四施展了魂迹 竟然还是输了 甚至差点从空中掉落下去 那如果是他们跟魏英 用精神力对决的话 岂不是 可能会受重伤啊 林正德等人此时 也是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们也没想到 魏英的精神力如此的雄厚 特别是 出景陪死人 看向秦浩 眼中更是闪烁着精芒 秦浩的这个追随者 到底是何人呢 他到底有什么来历啊 为什么精神力如此的恐怖呢 秦浩 看向虚空之中的尾音 脸上也是露出一抹惊讶 这家伙 不是神魂受损了吗 怎么精神力还如此恐怖 那如果他的武道根基没有受损 他的神魂没有受损之前呢 这家伙的精神力 得该是多么的雄厚啊 这家伙 真的这是武尊修为吗 还是说他是武尊之上 想到这儿 秦浩眼中闪过一抹精芒 另一边 老四 你怎么样了 复习员搂着傅老四 紧张地问道 四哥 你还好吧 傅老七也是沉声问道 此时 傅老四脸色苍白 神情痛苦 而且精神很不好 傅老四没有说话 而是扭头看向虚空之中的尾音 惊呼道 你到底是何人 第九百九十二集 傅老四的惊恐 此时 他的内心充满了惊骇 众人 只看到了尾音的额头之上 冲出了一片光辉 然后 就跟他的精神力长刀 撞在了一起 但是 他却是能够感知得到 那片光辉出现之后 立马形成了一把璀璨的长剑 然后 跟他的精神力长刀 撞在了一起 他的精神力长刀 在那把长剑之下 就如木刀一般 瞬间就被摧毁了 卫音的精神力 实在是太恐怖了 所以 他很是好奇 卫音到底是什么人 卫音立于虚空之中 低头 看着傅老四 道 在你大爷我面前 拼精神力 真是找死 他说的并不是夸张 如果他的神魂 没有受伤的话 就凭着刚才那一击 傅老四现在 就不可能还能说话 不过 这样的话语 落在傅老四的耳朵里 却是让傅老四 内心恼怒无比 他看着卫音 讥讽道 阁下精神力 确实雄厚 但是 你似乎也受伤了吧 他也注意到了 卫音的脸色 不太对劲 他猜想 卫音肯定也受伤了 卫音没有说话 此时 他的脸色 也微微发白 甚至 他的脑袋 也隐隐发痛 他的神魂 原本就是受伤了 而且受伤相当的严重 否则 他也不会冒险 窗进圣殿山 然后被困在上面了 而刚才 跟傅老四的精神力 长刀对撞 虽然看似催枯拉朽的 但是 他的精神力 也消耗极大 其实 他刚才并不希望 释放出如此浩瀚的精神力 但是 他还是故意而为的 因为 他的神魂受损了 所以 他并不想轻易 动用精神力 然而 这里 除了傅老四之外 还有 傅西元 和傅老七 两位 五尊强者 他们 肯定也修炼出精神力了 如果他们 也都拼精神力的话 那也是一件麻烦事 所以 只有以雷霆手段 击溃傅老四的精神力 长刀 那才能 震慑住他们 那才能 让他们 不敢轻易 释放魂迹 出来交战 于是 他看着傅老四 我写一想 老夫现在 就让你看看 老夫有没有受伤 说完 他浑身 爆发出 恐怖的气息 轰的一声 俯冲而响 直奔傅老四而去 傅老四见状 脸色皱变 急忙喊道 老五老七 快帮我拦住他 傅老四说着这话 脸上闪过一抹焦急 他的精神力 在刚才的对撞之中 受损了 现在还没缓和过来呢 而魏银的战力 如此的恐怖 如果现在 跟魏银交手的话 他肯定要吃大亏的 傅老七和复习员 听了傅老四的这话之后 哄的一声 浑身喷涌气劲 迎击而上 傅老七的手掌之上 有着光芒闪烁 随后 一个气劲掌印 就凝聚而成 这个气劲掌印 至少有十掌大小 透着空步的威压 傅老七没有任何的犹豫 推着气劲掌印 直接轰向尾音 而傅西元手中 也是光芒闪烁 随后 一把气劲长枪 就出现在他的手中 这把气劲长枪 恐怕有三丈长 通体暗红 而且枪间之上 还犯着幽冷的寒芒 傅西元手持血色长枪 划破虚空 这奔卫英而去 两人脸上都带着 英狠之情 他们知道 卫英狠是强大 但是 还是必须拦住 卫英才行 毕竟傅老四 刚才精神力受损 现在还没缓过来呢 卫英冷哼一声 左手之上 有着光芒闪烁 随后一把气劲长剑 就凝聚而成 同时 他的右手之上 喷用浩瀚的气劲 紧接着 一把气劲长枪 也出现在 他的右手之上 卫英 左手手持气劲长剑 狠狠地披向 傅老七的气劲长印 傅老七这个气劲长印 可以轻易地 把一辆卡车 轰成了废铁 但是 此时在卫英的气劲长剑之下 竟然轻易就被劈开了 仿佛热刀割牛油一般 催苦拉朽 哄 最后 整个气劲长印 轰的一声 直接炸开了 化为了点点光芒 消散于空中 不过 卫英的气劲长剑 似乎也能量消耗殆尽了 同样消散了 咻咻咻 傅老七身形向后退了十几米 然后 才稳住了身形 而这时 傅西元的血色长枪到了 血色长枪 带着恐怖的长虹 仿佛击穿了虚空一般 直接刺向卫英的胸膛 包括还不带到卫英去进前 他就被挡住了 因为他的前方也出现了一把气劲长枪 枪尖跟枪尖撞在一起 仿佛针尖对脉盲一般 发出一道刺耳的尖锐声 同时有着一个光点亮起 最后 轰的一声 整个光点 骤然间炸起 随后 一股恐怖的能量冲击波 以他为中心 快速地向四周扩散开去 咻咻咻 傅信员手中的血色长枪 并没有消失 不过 他身形也不停地往后退去 四周的众人急忙再次往后退去 同时 众人看向虚空之中 脸上都带着惊讶之情 傅老四 这是失去战斗力了 杀 吴鹤等人也是怒吼力声 直接杀向卫英 卫英这个人太过神秘了 不仅战力恐怖 而且精神力也如此的雄厚 这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所以 他是先把卫英这个敌手解决了 到时候 再解决林正德五人 不过 他们刚一动 就被林正德五人拦住了 瞬间而已 十大五尊又大战了起来 虚空之中 有着一道道 低沉的声音响起 仿佛天雷一般 同时 还有一个个恐怖的武器 在虚空之中绽放 地面都一阵晃动不已 杀 傅希元和傅老七 也是浑身喷涌气劲 杀向卫英 而傅老四 也立马吞服了一枚丹药 这是一枚 恢复精神力的丹药 原本吃下这枚丹药之后 应该马上调息 恢复精神力才是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 哪里允许他静下心来 调息恢复啊 随后他也轰的一声 体内喷涌出一道强大的气劲 不过他并不是杀向卫英 也不是杀向林正德五人 而是杀向秦浩 小心 林正德等人健壮 脸色一惊 大声喊道 同时 他们全都直奔秦浩而去 但是 他们都被对手给拦住了 妈的 卫英也是脸色一沉 怒骂了一声 就欲冲过去支援 这时 傅希元和傅老七两人 却是拦住了他的去路 滚开 林暴怒的声音 在空中响起 但是 傅希元和傅老七 并没有让开 相反 两人体内的气劲 疯狂的涌动 全力以赴 而且两人 都施展出了恐怖的武技 卫英虽然战力恐怖 但是 他终究是体内有伤 所以 他也不敢硬扛 于是 他不得不跟傅希元两人大战起来 不过 他也一直找机会 往秦浩那边而去 傅老四还在虚空 就狠狠地踩下了一脚 随后 一个气劲脚印 就从天而降 带着恐怖的能量 直接向秦浩 镇压而去 骂他 秦浩看到这个气劲脚印 内心暗骂了一句 同时 他轰的一声 直接突破了音障 从原地消失了 他可不敢硬扛傅老四 这个气劲脚印呢 毕竟 他再妖孽 他也终究只是神经的战力而已 跟傅老四这样的武尊强者 还是差距很大的 秦浩刚躲开 踢进脚印 踩在秦浩刚才站立的位置 瞬间出现了一个巨坑 如果秦浩被他踩中的话 恐怕又成为一滩肉泥 不过 饶是如此 秦浩还是被那脚印的气浪给击中 继续一阵翻腾 幸好 他的体魄强大 否则可能都要吐血受伤 与此同时 一道身影从空中暴射而来 正是傅老四 此时 傅老四浑身喷涌恐怖的气劲 手掌上泛着光芒 虽然今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林家而来 为了灭了林家 为了得到林家的大秘密 但是现在的状况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了 所以他觉得还是想拿下秦浩再说 就算今晚灭不了林家 也要把秦浩这个青年给灭了 因为只要把秦浩灭了 那么林家也没什么未来了 而且说不定 魏音这名武尊强者也会就此离去了 咻咻咻 秦浩此时 魂身寒毛乍气 他被一名武尊强者盯上了 他感到了生死危机 此时 他脚下变幻不已 身形闪烁 把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他就如一道金色的闪电一般 在傅家的众多高手之中不停地穿梭 他要让傅老四投鼠忌忌 然而 傅老四神情冷漠无比 眼中闪过一抹阴森的寒芒 手掌上有着恐怖的能量涌动 死 虚空之中 传来傅老四阴冷至极的声音 他的眼中充满了杀意 当然 他并不会就这么杀了秦浩的 因为 他还想要秦浩身上的大秘密呢 不过 他是打算把秦浩打残 甚至打废了的 秦浩看着傅老四袭来 浑身寒毛乍起 他没想到 傅老四 这是完全不顾他们傅家高手的性命 此时他感到了危机 而且还是生死危机 他体内的天旋真气 疯狂地运转 脚下变幻无比 他把速度提升到了极点 傅老四 脸色阴森无比 就与异仗暗下 砰 然而 这时 一道音爆声传来 随后 只见一个璀璨的全盲 击穿了虚空 这奔傅老四而来 傅老四见状 内心一惊 急忙双手交叉 顾于胸前 砰 璀璨的全盲 还在傅老四的双臂之上 发出一道巨响 而傅老四整个人 更是被这一拳轰得暴退而去 最后 撞在了不远处的山体之上 山体上的一块巨石 被他撞成了积粉 最后 山体中 更是出现了一个人形山洞 那里 一片烟尘滚滚 老四 傅西元和傅老七 原本是追击未应而来的 此时 却是急忙调转方向 羞的一声 直奔不远处地山体而去 这 傅四爷又挨了一拳 谁让他那么无耻啊 话说 他这次还能不能起来呀 四周的众人 看向了烟尘滚滚的地方 脸上都充满了惊骇之情 傅四爷又被魏银击中了 而且恐怕受伤不轻啊 不少人甚至怀疑他还能不能起来了 轰轰轰 远处 林郑德几人仍然在虚空之中战斗 而且战斗相当的激烈 但是 没有人注意他们了 此时所有人都盯着山体 傅家的众多高手 更是双手紧握 满脸的紧张着情 羞羞 这时 滚滚的烟尘之中 有着身影闪烁而出 正是傅心园和傅老七 此时 两人搀扶着一个老者 正是傅老四 众人发现 傅老四的脸色相当的苍白 傅老四胸前的衣服都染满了鲜血 而且血迹还胃干 一看就是刚才裁兔的血 看来傅老四果然受伤了 而且受伤肯定不轻 否则怎么需要搀扶呢 傅老四出来之后 就不再让傅希元和傅老七搀扶着了 不过 众人还是见到 他微微喘着粗气 他看向卫阴 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此时 他体内气血还在涌动 而且他的胸膛还隐隐发疼 刚才 他虽然用双手挡住了卫阴的内拳 但是 卫阴的内拳太过恐怖了 所以他还是受伤了 而且还是受了内伤 其实 原本按照他的实力来说 刚才卫阴内拳 是不可能让他受伤这么重的 但是 刚才他用精神力跟卫阴交战 精神力消耗太大了 而且还受损了 所以 他的精气神都不再是巅峰状态了 此时 他看着卫阴 声音音愣道 你敢偷袭我 妈的 傅老四刚说完 卫阴就怒骂了一句 我说你这个老匹夫 能不能要点脸了 是老子偷袭你 你是猪脑子吗 你这脑子 怎么修炼的武尊强者的 不是 我应刚说完 四周围观的不少人 就忍不住 普世笑了出声 不过随后 他们就急忙捂着嘴巴 而且 他们看向傅老四 眼中带着惊慌之情 四周的各方市里 此时也是全都憋着笑 傅老四是谁 他可是傅家的四爷 武尊强者 但是 现在竟然被人骂说是猪脑子 还真是不可思议呀 傅老四的脸色 也是阴森到了极点 不过 还不带他说话 魏音又继续骂道 妈的 堂堂一名武尊强者 竟然偷袭一个小辈 而且还是一个 神经修为的小辈而已 你不仅没有脑子 连脸面都没有啊 魏音这话一出 不少人 又是脸色一阵涨红 众人看向傅老四 全都在憋着笑 傅司爷刚刚被嘲笑说 没有脑子 现在又被嘲笑说 没有面子 还真是可怜呢 不过 一想到傅老四 刚才的所作所为 众人也觉得 魏音说的有道理 傅老四怎么说 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 而且还是堂堂的 武尊强者 但是 竟然舍去了自己的对手 反而对秦浩 这么一个 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出手 确实 有点不讲武德呀 有点丢人呢 傅家的众多高手 看向魏音 则是满脸的阴沉 在他们看来 魏音如此嘲讽 他们傅家四爷 那就是在嘲讽 他们傅家 傅老四的脸色 也是阴森无比 不过 他此时也没有反驳什么 因为他刚才的行为 确实有失身份 最后 他阴冷一笑 哼 阁下真以为你赢了 说完 他怒吼了一声 轰的一下 冲听而上 他确实 想先拿下秦浩 但是他也知道 有着魏音在 恐怕没那么容易成功 而且如果没有他的加入 傅希元和傅老七 恐怕也不是魏音的对手 他担心两人会出事 所以 此时他浑身裹挟着恐怖的气息 杀向魏音 他虽然受伤了 而且受伤不轻 但是他还是暂时把伤势压制住了 而傅希元和傅老七 也是双脚跺地 轰的一声 跟着傅老四 一起杀向魏音 瞬间而已 四人又大战了起来 而且战斗相当的激烈 傅老四身知魏音的强大 所以三人都没有任何的保留了 他们全都施展了各种恐怖的武器 虚空之中各种能量涌动 而且还有各种光芒闪烁 而且几阵的战斗太快了 众人只看到了一道道光芒 不停地相撞 随后又分开 杀 而傅家三方的高手 也是全都杀向秦浩 特别是傅家的众多高手 更是脸色阴冷无比 他们必须要把秦浩拿下才行 所以此时所有高手 都直奔秦浩而去 第993集 生死危机 拦住他们 傅雪轩娇和了一声 就如一个蝴蝶一般迎击而上 傅家和秦天宗的众多高手 也是浑身喷涌气净 一起杀向傅家三方的高手 秦浩神情冷漠 手中光芒一闪 随后一把巨大的重剑出现在他的手中 正是青荒剑 青荒剑在手 秦浩整个人的气势仿佛都变了 此时的秦浩 浑身透着冷漠 无情 甚至还有杀戮 而且秦浩身上 还透着一股凌冽的剑气 现在的秦浩 就如一把出鞘的利剑一般 秦浩手中的是什么剑呢 天荒剑 什么 这就是天荒剑 四周围观的众人 看到秦浩的重剑 脸上带着好奇 这把剑就跟一块废铁一般 而且都还没有开刃的 但是为什么透着一股莫名的剑气呢 这到底是什么剑呢 戴道知道 这就是天荒剑之后 众人全都神情一争 因为他们都听说 秦浩在石阴山的时候 得到了一把神秘的剑 正是天荒剑 据说 他就是用这把天荒剑 大杀四方的 没想到 这就是天荒剑 果真是跟一般的剑 不太一样啊 秦浩此时 把天荒剑拿出来了 难道 他这是要大杀四方的节奏了吗 众人想到这儿 全都激动不已 接下来的战斗 会更加的激烈呀 不过 也有不少人 此时看着秦浩身上的气息 满脸的惊恶 他们都是之前去过石阴山的 甚至也亲眼见过秦浩 拿出天荒剑交战的 但是 那时候的秦浩的气息 似乎跟现在的不太一样啊 现在的秦浩 仿佛跟天荒剑 更加的融为一体了 现在的秦浩 仿佛就是一把剑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 他跟天荒剑之间的联系 更深了吗 就连正在虚空之中 交战的傅老四等人 也是神情也争 他们看向秦浩 眼中也闪过一抹诧异之情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总感觉 秦浩身上有股神秘的气息 这股气息很是淋漓 那似乎是贱气 看来这青年很不简单啊 傅老四内心暗暗想到 他看向秦浩 眼中的杀意更浓烈了 他已经很是高估秦浩了 但是他现在才发现 秦浩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神秘 这样的青年 如果给他足够时间的话 肯定能成长起来的 到时候那就是一方大敌了 所以今晚必须拿下秦浩才行 砰 他跟尾音对了一招 然后咻的一声 就与杀相秦浩 哼 然而这时 你的冷哼声传来 随后只见一道恐怖的匹链 划破虚空而来 正是魏音 他内心已经急忙转身迎战 他已经受伤了 如果再被魏音打伤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其实不仅是傅老四 就连乌鹤等人 也想着往秦浩那边而去 因为他们也想先把秦浩拿下 不过林正德他们 怎么可能会让他们如意呢 特别是林正德 他浑浊的眼中更是露出坚定之情 秦浩可是参舞出建议的绝世天才 他怎么可能让秦浩出事呢 杀 想到林正德怒吼了一声 攻击越加的恐怖 就这样 既然直接大战了起来 虚空之中 有着一个个恐怖的武技释放出来 相当的恐怖 这就是五尊强者的交战 而另一边 附加三方的众多高手 看向秦浩 脸上也是闪过一抹惊讶之情 因为他们发现 秦浩此时就跟一把出鞘的利剑一般 气势十分逼人 同时 他们看向秦浩手中的天荒剑 眼中都闪过贪婪之情 他们当然也听说过 秦浩在石阴山中得到一把玄兵 而且据说很是神秘 他们当然也想得到了 杀 附加三方的众多高手 却能怒吼了一声 杀向秦浩 瞬间而矣 一个气劲掌印 就向着秦浩轰来 这是一名附加高手施展的武技 这个气劲掌印 能量肆意 气势逼人 秦浩神情冷漠 手中的天荒剑 轻轻一砍 之间一道璀璨的剑芒 瞬间射出 劈在了气劲掌印之上 瞬间而已 那个气劲掌印 就如豆腐一般 被劈成了两半 随后轰的一声 直接炸开了 这个气劲掌印 乃是一名副教高手发出 这是一名神经三重天的强者 此时他看到自己的气劲掌印 就这么被秦浩轻而易举的 就破解了 不由得内心也争 咻 这时他感到眼前也黑 一道身影来到了他的面前 正是秦浩 他看到骤然间出现的秦浩 浑身一震 脸上充满了惊恐之情 同时他体内的气劲 疯狂的涌动 他并没有敢再次进攻 而是就与后退 但是这时秦浩扬起了手中的天荒剑 瞬间而已 秦浩的天荒剑就拍在了这名副家高手的身上 这名副家高手直接炸开了 化为了无数的肉末 什么 四周围观的各方式里 看到这一幕 全都浑身一震 刚才秦浩 只是轻轻一拍而已 一名神经三重天的强者 就被拍成了肉末了 这怎么可能 秦浩手中的天荒剑 真的如此的恐怖吗 林雨沙更是哇的一声 直接吐了出来 他终归只是普通人而已 哪里见过如此恐怖的画面 他一边吐着 一边抬头看向秦浩 眼中充满了惊骇之情 秦浩这么的强大吗 就连他旁边的林海洪 此时也是愣住了 神经三重天的强者 对于他来说 可以说是神一样的存在了 但是此时 却是被秦浩直接拍成了肉末 这真的太吓人了吧 这 正要往秦浩这边而来的众多高手 看到这一幕 却倒急忙停下了脚步 他们看到 他在黄缓掉落的肉末 脸上都充满了惊骇之情 秦浩怎么似乎 比刚才还要强大了 肯定是因为 他手中的天荒剑加持 随后 众人看向秦浩 眼中都露出了贪婪之情 强 附加三方的众多高手 脸上都带着激动之情 直奔秦浩而去 他们很多人的修为 都比秦浩要高 但是他们并不敢轻视秦浩 毕竟秦浩的名声在外 他们可是听说过 秦浩曾经在石阴山 是多么的恐怖 秦浩创造的战绩 完全可以说是奇迹 再加上 今晚他们也是亲眼看的 秦浩的战力的 不过 他们也担心 会把秦浩杀死了 那么秦浩身上的秘密 就得不到了 秦浩看着 向他而来的 附加三方高手 神情冷漠道 你们想要我的剑 那么 我就要你们的命 秦浩的声音 冰冷无比 仿佛阳王之音 咻 他话音刚落 就身形一闪 瞬间而已 秦浩就到了一人的面前 这是一名附加的高手 附加此次行动 基本都是忠老一辈 但是 也有不少年轻一辈 附加让他们来 当然是为了历练 其实不仅附加 就连谐音宗和星运门 也有一些年轻一辈 跟着来 毕竟 武道一徒 除了闭关修炼之外 还得在各种各样的战斗之中历练 特别是生死危机之中 更能参透武道 而今晚正是一次绝佳的历练 与参透的机会 这名附加高手 就是其中一个 他的年纪并不大 也就二十五六岁而已 但是他已经是神经四重天的强者了 他在附加 虽然不如傅明硕那样的妖孽 但是也算是一个武道天才了 此时 他的手中有着一个气劲方印 气劲并不大 也就丈许大小而已 但是却是十分的凝联 可以看到 方印里面 有着恐怖的能量在涌动 这是他们附加的一招武技 而且还是一招玄机武技 此时 他的眼中带着阴森的寒芒 手持气劲方印 直接就轰向秦浩 而这时 秦浩手中的天荒剑 也向前一刺 这名附加高手 面前的气劲方印 就如面包一般 瞬间就被秦浩的天荒剑 刺穿了 同时 天荒剑去世不解 直接就刺中了这名 附加高手的胸膛 噗 这名附加高手 张嘴就吐了一大片 幽黑的心血 他看着秦浩 眼睛瞪大到了极致 他知道自己并不是秦浩的对手 但是 他怎么说 也算是一个武道天才 所以 他觉得 自己就算不能战胜秦浩 至少也能全身而退 然而他没想到 这是一照面而已 自己竟然就成这样了 哼 秦浩神情冷漠 抽回天荒剑 带起了一大片血花 附加的这名神经四重天强者 又是吐了一大口鲜血 然后身子一歪 直接倒在了地上 秦浩看都不看他一眼 仿佛刚才只是刺死了一只蝼蚁而已 此时 他手中的天荒剑 再次向右批出 此时 那里有着一名谐音宗的高手 正往他这边而来 瞬间 就被一道恐怖的剑王批中 之际 化为了两半 同时 秦浩左手之上 有着金光闪烁 下一刻 一个金色的方印 就凝聚而成 正是翻天印 秦浩没有任何的犹豫 手中的翻天印 直接向左打出 吼 瞬间而已 翻天印 就跟一道气劲全盲 撞在了一起 发出一道巨响 那是一名神经八重天的强者发出 咻 秦浩挡住了那道全盲之后 直接调转了方向 再次进攻 扑扑扑 秦浩手持天荒剑 不停地出击 每一次出击 就有一名敌手倒在地上 再也起不来 很快 秦浩身边就躺下了一具具尸体 而且秦浩身上的衣服 都染满了鲜血 这些鲜血之中 有大部分都是附加三方高手的 但是也有不少是他的 秦浩的战力 确实太恐怖了 但是他终归 只是开辟出了六条天脉而已 而且附加三方高手众多 这些高手之中 甚至还有神经九重天强者 不过 这些神经九重天强者 暂时被楚家和晴天宗的神经九重天强者拦住了 不过饶是如此 还是有不少的神经八重天强者 向他杀来 所以秦浩也受了不清的伤 幸好他修炼的天玄觉很是神秘 把他的肉身淬炼得相当的强悍 否则 恐怕他早就倒下了 杀 附加三方的高手倒下了不少 但是剩下的人 还是没有任何的畏惧 而是满脸的猙獰 这就像秦浩杀来 秦浩神情漠然 体内天玄真气疯狂地运转 他脚下变幻不已 就如一道金色的闪电一般 不停地穿梭着 眨眼功法而已 又有几名敌手倒下 砰 然而这时 一个犯着星光的气劲掌印 轰在了秦浩的后背之上 发出一道低沉的声音 这是星云门的一名 神经七重天强者 发出的攻击 秦浩神情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在地上 不过 最后秦浩还是稳住了身形 同时 秦浩手中的天荒剑 直接向前方劈去 一道璀璨的剑芒 刮破虚空 这本星云门那名 神经七重天强者而去 星云门这名高手 脸色已惊 急忙往旁边躲去 不过 那道剑芒速度太快了 所以 哪怕他反应很及时 但是 还是被劈中了 他的左手 直接就没了 他惨叫了一声 咻的一下 继续往旁边移动了数十米 他抬头看向秦浩 眼中充满了浓浓的忌惮之情 刚才他的那一击 竟然只是让秦浩一个亮枪而已 而他竟然因为这样而失去了一条手臂 怎么看都是他亏了呀 秦浩并没有追击他 因为此时又有各种武器向他轰来了 所以他身形变幻不已 一边躲着 一边反击 就这样 秦浩浑身喷用胆金色的器件 就跟一个战神一般不停的战斗着 富家三方高手则不停的摆脱楚家和晴天宗的高手 直接往秦浩那里进攻而去 因为他们相信秦浩迟早要倒下的 然而很快他们内心就震惊无比 因为秦浩并没有要倒下的痕迹 反而越战越勇 甚至他们开始怀疑人生了 秦浩真的是神经六重天而已吗 他怎么如此的恐怖啊 而且秦浩好像都被他们好几位 神经七重天强者击中了 甚至还有两名神经八重天强者 也打了秦浩一拳 而秦浩也确实受伤了 但是似乎并没有受多么重的伤啊 秦浩的体魄未免太过强大了吧 就连正在交战的楚家和晴天宗高手 此时也是内心一惊 秦浩这青年的年岁不大 但是战力真不是盖的呀 秦浩并不关心众人的内心所想 此时他神情漠然 手中的天荒剑不停地出手 而且他使用的越加的顺手 天荒剑跟他之间 仿佛形成了某种联系 甚至秦浩对于剑套的理解 仿佛都更深了 特别是他脑海里的那一剑 越加的清晰了 他在战斗中明雾 此时 秦浩虽然在战斗之中 但是他的脑海里不停地回放着 之前看到的那一剑 他仿佛进入到了一个神奇的状态 他手中的天荒剑不停地出手 而且剑气越来越璀璨 也越来越凛冽 他对于剑套的理解 似乎越来越深了 就连秦浩身上的气息 也越来越凛冽 此时的秦浩 就跟一把已经出窍的神剑一般 这把神剑在战斗之中 还在不停地淬烈 这把神剑越来越空 秦浩的天荒剑 每一次出击 都有一个敌手倒在地上 此时的秦浩 就跟一个剑神一般 此时的秦浩 冷漠而又充满了杀戮 四周围观的各方势力 看向战场 脸上都充满了惊骇之情 不是吧 秦浩这么的恐怖 你们难道没发现 他拿出天荒剑之后 战斗好像又强大了吗 我怎么感觉 秦浩用剑用了数十年了呀 对呀 听黄剑的加持这么的厉害吗 四周的众人 看着在战场中的秦浩 全都小声议论不已 他们发现 秦浩似乎越战越勇 而且秦浩现在 就跟一个剑神一般 实在是太恐怖了 不少女子看向秦浩 一双美眸之中 更是泛着异彩 此时秦浩浑身 喷用淡金色的气劲 就连头发 仿佛都染上了淡金色 而且秦浩手中 拿着一把重剑 气势逼人 这样的秦浩 实在是太迷人了 就连林玉莎 看向秦浩 也一时看呆了 哪怕他对秦浩 很是仇恨 他此时也不得不承认 此时的秦浩实在是太帅气了 要是能成为这样的男人的女人 那该是多好啊 不过很快 他的眼中就充满了恶毒这秦 因为秦浩再怎么帅气 再怎么迷人 跟他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所以此时他内心诅咒不已 他希望秦浩快点倒下 这样他的内心就舒畅了 第994集 魏音之威 林家大院后门 柳云看向秦浩 一双美眸中 也是泛着痴迷的神采 原来 这就是你战斗的模样 他从来没见过秦浩 真正战斗的样子 今晚是第一次 此时看到秦浩战斗的勇猛 他内心荡漾不已 同时 他的脸上还充满了担忧之情 因为秦浩确实伤了不少敌手 但是也受伤不轻 他很是担心 他旁边的林泽民和孟老 此时也是抿着嘴 身情凝重无比 他们内心也很是担忧 杀 傅家三方的高手死了不少 但是此时 他们还是怒吼了一声 杀向秦浩 楚家和晴天宗的高手 也是尽量的拦住他们 但是 楚家和晴天宗的高手 原本就没有来多少 他们在人数上 原本就没有傅家那么多 而且经过刚才的战斗 他们也损失挺严重的 所以哪怕他们尽力相拦了 但是 还是有好多高手 杀向秦浩 杀 秦浩也是神情冷漠 手持天荒剑 不停地出击 很快 一名神情五重天的 傅家高手 就被秦浩 踢成了两半 死得不能再死 同时 秦浩左手成拳 一拳打出 一道音爆声传来 只见一道璀璨的全盲 仿佛击穿了虚空 带着长虹 轰在了 邪音宗一名 神情六重天强者的身上 邪音宗 这名神情六重天强者 瞬间吐了一大口 幼黑的鲜血 不过 他终归还是没有倒下 只是 他再也不敢进攻了 而是 咻的一声 急忙往后退去 秦浩神情冷漠 就欲再次追击 突然 一个欺欺掌印 轰在了秦浩的身上 秦浩脸上 闪过一抹痛苦之情 张嘴吐了一大口鲜血 秦浩身形闪烁 就如一道金色的闪电一般 离开了包围圈 他扭头 看下了刚才站立的位置 只见一个老者 正阴森地看着他 这是一名傅家的高手 而且还是一名神经八重天的强者 此时 傅家这名老者看向秦浩 神经灵重无比 刚才 可是他的权力已计 哪怕是神经八重天强者 恐怕也要身受重伤 而秦浩 却只是吐了一口鲜血而已 秦浩 这真的是神经六重天的修为吗 此时 傅家三方的众多高手 也没有进攻 而是阴沉地看着秦浩 他们看了一眼地上同伴的尸体 内心也很是震惊 他们这么多人围杀秦浩 不仅没有能成功 反而还搭上了这么多人的性命 秦浩 真的这么的强大吗 怪不得 他能在石一山图上了那么多敌手 甚至连十少三位年轻天才联手 都被他碾压了 傅家的年轻一辈 此时内心难难自语 他们都听说过 傅明说他们跟方景和穆森 联手围攻秦浩 但是 还是被秦浩打败了 而且是碾压似的 以前他们还不太相信呢 毕竟在他们心中 傅明说虽然不如傅九少 但是 也是他们傅家年轻一辈的领军人物之一 傅明说 也是他们的偶像 而且 方景和穆森 也是他们各自门派的误道天才 而且听说 三人都突破到了神经七重天了 战力恐怖无比 三人连手 就算是神经八重天的强者 恐怕也够呛吧 他们怎么可能会被另外一个年轻人打败呢 甚至是以碾压的形式呢 他们觉得 这传闻肯定是夸张了 现在 他们终于相信了 秦浩虽然年岁不大 但的确是一个妖孽天才 恐怕 就跟傅九少 他们这样的汉冬上的顶尖天才相比 恐怕也不成相让 随后 他们看向不远处 内心更是恼怒 因为 他们的不少强者 都被储家和秦天宗拦下了 甚至 还有神经九重天强者 否则 这样的强者 来劫杀秦浩 肯定能成功的 希望四爷他们 能尽快解决那老家伙 傅家年轻一辈 此时内心开始慌了 他们原本以为 今晚是来狩猎的 他们以为 他们这么多高手到来 肯定能马上拿下秦浩 而 他们也只是来 长点战斗经验而已 但是 现在他们才发现 他们错了 他们哪里是来狩猎呀 他们这是来被狩猎呀 他们这是来送命啊 所以 他们希望傅老四 能尽快解决魏音 然后腾出手来收拾秦浩 啊 这时 虚空之中 传来一道惨叫声 众人听到这道声音 全都齐刷刷的 抬头看向虚空 因为 魏音和林正德等人 是想拉开 傅老四等人 跟秦浩之间的距离 免得傅老四等人 老是想对秦浩出手 所以 他们立于虚空的位置 是挺高的 但是 众人还是能看到 战场的情况 此时 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 一脸的惊恶 因为他们看到 魏音 手中拿着一只手臂 一只血淋淋的手臂 十分的吓人 而在他前方的远处 则有着一个人 捂着右边肩胛 满脸的痛苦之情 这人正是 傅老七 这 我没看错吧 四周的众人 抬头看着 虚空中的傅老七 脸上都充满了 惊骇之情 傅老七 竟然被魏音 硬生生的 扯下了一条手臂 而且众人发现 傅老七的胸膛上 还有一个个拳印 身上更是沾满了鲜血 也不知道是他的 还是魏音的 不过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恐怕这些鲜血 大多都是他的 傅老七 不仅失去了一条手臂 而且似乎 还身受重伤了 还真是不可思议啊 众人扭头看下魏音 脸上充满了敬畏之情 暴躁大叔 一个人对战三个人 不仅没有落败 反而还扯下了傅老七的 一条手臂 这战力 还真是恐怖啊 而且 此时魏音 浑身喷涌气劲 抓着一只 低血的手臂 更是充满了 冲击感 那些三四十岁的少傅 看向魏音 眼中更是露出痴迷之情 甚至还有人尖叫不已 同时 众人发现 不仅傅老七 就连傅老四和傅西元 身上也沾满了鲜血 这两人 似乎也受伤不清 不可能 傅家的众多高手 则是瞪到了眼睛 一脸的不敢置信 傅老七是谁 他可是五尊强者 就算是他们傅家 那也是顶尖战力之一 然而 此时竟然被人撕下了一条手臂 如果不是他们亲眼所见 哪怕打死他们 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邪音宗和幸运门的众多高手 此时也是停下了攻击 他们抬头 看向虚空 脸上也是充满了震惊之情 同时 他们内心还闪过莫名的慌张 秦浩的这个帮手 这么的恐怖吗 傅雪轩此时 长裙上也沾满了鲜血 有些是他自己的 有些则是敌人的 此时他看向虚空之中的尾音 精致的脸上 也是闪过一抹震惊之情 这位性格大得咧咧的大叔 竟然如此的厉害吗 这 就连虚空之中 乌鹤等人也是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骇 傅老妻的战力 虽然弱一点 但是也跟他们差不了多少 然而 此时他跟傅老四两人 一起围攻卫音 不仅没有拿下卫音 反而失去了一条手臂 这怎么可能呢 卫音真的如此的可怕吗 就连林正德等人 也是神情也争 惊讶地看着卫音 随后 他们低头 看向地面上的情号 眼中都带着惊讶之情 情号到底是怎么样 让这么一位强者 追随他的呢 虚空之中 傅老四和傅习元 来到傅老七面前 紧张地问道 老七 你没事吧 此时 两人的脸色 也不太好看 因为 两人也受伤不轻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们三人联手 竟然都奈何不了卫音 反而 还让卫音 重伤他们当中的一人 实在是 太丢人了 傅老七咳嗽了一声 神情痛苦 我还好 说着 他看向前方的卫音 眼中充满了忌惮之情 刚才 傅老四和傅习元 都释放了恐怖的物技 为啥卫音 而他 在不远处 伺机而动 在看到卫音 接招之后 他就 咻的一声 从后面 偷袭卫音 然而 他没想到 在最后时刻 卫音 竟然一个转身 直接就轰了他一拳 而且 卫音 还追击而上 抓住 他的右手 就这么 硬生生的 撕下来了 卫音的战力 不仅恐怖 而且战斗意识 也相当的强 而且 战斗技巧 也很强 这也是 他们三人 吃亏的原因之一 这让他们 内心 很是惊讶 卫音 明明 比他们 要年轻不少 按理说 战斗经验 没有他们 丰富才对呀 怎么会这样呢 傅老四 也是 看着卫音 沉声道 阁下 究竟是何人 为何要追随 这么一个上门女婿 他越来越觉得 卫音 有大来头 否则不可能 战斗经验 如此丰富的 同时 他内心 很是好奇 这么一位 神秘的强者 为什么 会追随 秦浩 这么一个 神经强者 而已呢 卫音 直接把手中的手臂 扔下空中 他抬头 看向傅老四道 你这问题 问了好几次了吧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我是你大爷 你 傅老四听了 卫音的话 脸色一怒 就连四周围观的 各方势力 也是一阵无语 这暴躁大叔 明明是一名 武尊强者 这么说话 那么不沉稳呢 卫音 则是冷笑了一声 道 哼 今晚 就让你大爷我 好好的教教你们 做人了 说完 他轰的一声 主动杀向傅老四三人 傅老四和傅西元 神情引领 不得不全力应战 傅老七 虽然失去了一只手臂 但是此时 他还是咬牙 杀向卫音 因为如果只有傅老四两人的话 恐怕不是卫音的对手 吴赫等人对视了一样 轰的一声 就与前往支援 毕竟他们感觉 傅老四三人 似乎有点被动了 但是 他们直接被林正德五人拦住了 轰轰轰 瞬间而已 卫音和傅老四三人 就大战了起来 四个人 都施展了各种恐怖的武器 虚空之中 有着各种能量四亿 战斗 比之前 似乎还要激烈 杀 而傅家三方的众多高手 也是怒吼了一声 杀向秦昊 秦昊手持天荒剑 再次进入了杀戮的世界 秦昊手气箭落 一具具尸体倒下 这时 一道阴暴声传来 随后 一道璀璨无比的全盲 击穿了虚空 带着长长的气劲 长虹袭来 秦昊现状 神情一宁 手中的天荒剑 横挡在虚空之中 咚 那道全盲 即在天荒剑之中 仿佛巨锤雷天鼓一般 发出一道低沉的声音 噗 秦昊脸色一阵痛苦 张嘴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同时 四周还有好几个武器 向他轰来 秦昊神情一宁 体内的天玄真气 疯狂地涌动 他脚下变幻不已 身形不停地闪烁 向后退了数十米 瞬间而已 那几个武器就轰在 他刚才站立的位置 发出一道道巨响 地面都直接炸开了 场面十分的恐怖 秦昊没有理会那里 而是扭头看向左边 只见那里站着一个男子 男子身穿浅色长袍 三十岁左右而已 但是浑身散发着 灵力的气息 四周围观的众人 看到这个男子 全都神情也争 因为男子名为 单上级 那是谐音宗的一名 武道天才 据说他今年才刚刚 三十岁而已 但是 就已经是神经八重天 强者了 他在汉东省年轻一辈 也有极高的名气 而从刚才的情况来看 他的实力 也配得上他的名气 此时 单上级抬起了手 做出一个停下的手势 四周的谐音宗的高手健壮 全都停了下来 就连富家和星云门的 众多高手 也是眉头微醋 身形闪烁 跟自己的对手 拉开了距离 他们也停下了攻击 此时 他们拳头扭头 看向单上级 脸上带着不解之情 就连四周围观的 各方势力 也是满脸的疑惑 单上级 这是要干嘛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之下 单上级 看向秦浩 愣笑道 你也不过如此 秦浩没有说话 这是擦拭了一下 嘴角的鲜血 单上级 扭头看向四周 富家三方的高手 道 让我来解决他 富家三方的众多高手 听了单上级的话 全都神情也争 单上级这话 是什么意思 远处一个老者 看向单上级 沉声道 上级 你要做什么 他乃是一名神情九重天强者 也是谐音宗的一名长老 他之前也一直想找机会 去靠近情好 但是 出家的一名神情九重天强者 一直拦住他 根本不给他机会 此时 他看向单上级 满是皱纹的脸上 带着不悦之情 单上级笑了笑 道 没事 没事 让我一个人来解决他 什么 四周围观的众人 听了单上级的话 劝得神情也争 单上级竟然是想跟秦浩单挑 难道他真的不怕吗 要知道 秦浩曾经可是战胜过 富十少三个武道天才的联手 而且在石阴山 还把富家三方的高手全灭了 当中甚至还有神经九重天的强者 而今晚 秦浩也是勇猛无比 战绩相当的辉煌 单上级竟然还敢跟秦浩单挑 他还真是够自信的呀 单上级看向秦浩 阴冷道 小子 你敢不敢 说着 他的脸上带着挑衅着秦 他当然听说过秦浩在石阴山的辉煌战绩 今晚之前 他还是比较怀疑的 他总觉得 关于秦浩的传闻 有夸大的嫌疑 但是今晚 他亲眼看到了秦浩 是如何大杀死方的 秦浩的战力 让他震惊了 不过 他仍然想挑战秦浩 因为他听说了 秦浩在石阴山的时候 其实也挺狼狈的 但是 秦浩之所以 还是能灭了他们三方的众多高手 那是因为 秦浩一次收复了天忧火 但是今晚 他并没有看到秦浩 释放天忧火 所以他猜测 秦浩收集的天忧火 已经释放完毕了 或者 秦浩想释放天忧火 有着特定的条件 所以 今晚秦浩 无法释放他 而没有了天忧火的秦浩 他也没有什么忌惮的了 因为他看到 秦浩今晚 每次遇到 他们这样 神经八重天的强者 都是不敢应战的 所以 他猜测 秦浩虽然只是 神经六重天的修为而已 但是 应该有神经七重天的战力 甚至 秦浩拼命的话 可能可以勉强跟 神经八重天强者交诈 但是 应该也只能跟 刚刚踏入 神经八重天的交手而已 然而 他可是 早就踏入 神经八重天了 所以 他并不惧怕秦浩 而且 他的修为 虽然不低 在谐音宗 也算是 武道天才之一了 但是 他终究 还不算是 顶尖的天才 而谐音宗 这样的武道门牌 还是看重个人 潜力和贡献的 你的潜力和贡献越大 你就能得到更多的资源 第995集 对决 秦浩现在的名气 秦浩现在的名气如此之高 如果 他能战胜秦浩的话 他的威望 将会提升 好几个档次 到时候 他在谐音宗的地位 也会快速提升 而他得到的资源 当然也就更多了 而有了足够的资源 那么 他的修为 也能快速提高 说不定 他也能成为顶尖的天才 到时候 他的地位 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 挑战秦浩 乃是一个 一举多得的机会 可以说 秦浩 乃是他进军 更高武道的踏脚石 他怎么能错过呢 于是 他看向秦浩 眼中 甚至闪烁着激动的神采 小子 你不是很张狂吗 你敢不敢 秦浩 你不要答应他 秦浩还没说话 远处的楚雪轩 就急忙开口说道 此时 他身上的长裙 沾满了鲜血 而且脸色 也有点苍白 但是 他看向秦浩 眼中还是带着 交集之情 他跟秦浩 在神山 经历了很多 他也知道 秦浩战力 很是恐怖 秦浩 拥有 越级基敌的战力 但是 扇上级乃是 神经八重天的强者 而且 还不是一般的 神经八重天强者 而秦浩刚才 接战那么久 消耗太大了 所以他担心 秦浩不是 扇上级的对手 他不希望 秦浩跟扇上级 单打独斗 其实不仅他 就连燕云山的众人 看向秦浩 脸上也是带着 担忧着情 就连孟老 也是暗中摇了摇头 他们也不希望 秦浩应战 秦浩淡淡一笑 没事 说着 他扭头看向 扇上级 你说 要挑战我 扇上级 点了点头道 没错 随后 他看着秦浩 阴森道 怎么 你不敢 说着 他的脸上带着 讥讽着情 就连四周观战的 各方势力 也是好奇地 看向秦浩 他们也想知道 秦浩 敢应战吗 在众人好奇的 目光之下 秦浩摸了摸手中的 天荒剑 喃喃自语道 我的天荒剑 似乎还没劈过 神经八重天 强者呢 随后 他抬起天荒剑 指向膳上级 道 今晚 你很荣幸 众人听到秦浩 这两句话 全都神情一争 秦浩这是什么意思 他这是 接受挑战了吗 不是吧 他真的敢应战 秦先生 果然是秦先生啊 我看他很快 就知道错了 四周各方势力 看向秦浩 全都一脸的惊讶 纷纷议论不已 善上级可是谐音宗的武道天才 而且还是神经八重天的修为 他可是比秦浩 要高两个小境界 而且善上级 还不是刚刚才踏入神经八重天而已 可以说 善上级的战力 是相当的恐怖的 而秦浩 竟然还敢答应善上级的挑战 秦浩 还真是够自信的呀 不过很多人则是冷笑不已 他们觉得秦浩这是在找死 因为秦浩就算再妖孽 也不可能是神经八重天强者的对手 否则他刚才为什么一直避战 神经八重天强者呢 太好了 林玉莎更是激动不已 眼中充满了兴奋之情 他并不知道 善上级是什么样的强者 但是他刚才看到了善上级 打伤了秦浩 而且从四周众人的表情来看 他也猜得出 善上级乃是一个很强大的武者 甚至秦浩的胜率都不高 所以刚才听到善上级 要挑战秦浩之后 他就内心一直在祈祷 秦浩答应 因为他相信 只要秦浩答应 秦浩的下场肯定会很惨的 现在见到秦浩还真的答应了 他怎么能不激动呢 秦浩 这样你败了 这样你死了 我的一切都会回来的 林玉莎看向秦浩 眼中充满了恶毒之情 今晚的秦浩真的把他吓到了 甚至他都不敢有 找秦浩报仇的念想了 而且他也知道 只要有秦浩在 恐怕他以后在阳城 甚至在汉冬上 都不好安心生活 而只要秦浩死了 那么他爷爷 说不定还会把林家 交给他二伯林海红 而林海红要是掌权了的话 他肯定也能回到林家 甚至他的地位 会比之前还要更高 所以他很是希望秦浩死 一旁的林海红看向秦浩 脸上带着浓浓的复杂之情 如果不是他跟秦浩有恩怨 他此时内心肯定很是高兴 因为秦浩今晚大杀死方 真是太霸气了 而且现在还敢接受 秦浩宗这样的武道门派的 武道天才的挑战 那是多么的自信呢 而他们林家能有这样的子弟 他怎么能不高兴呢 可惜了 他跟秦浩的恩怨太大了 这恩怨恐怕不可调节 我还是相信 我的办法更能让林家快速崛起 林海红内心喃喃自语 仿佛是在给他一个安慰的理由 秦浩你 远处 楚雪轩看向秦浩 笑脸也是一惊 他也没想到 秦浩将会答应 擅上级的挑战 就连楚家和秦天宗的众多高手 看向秦浩 脸上也是赏过一抹诧异之情 刚才 擅上级可是打了擅浩一招 让擅浩吐血了 擅浩应该是知道 擅上级的战力如何的呀 怎么擅上级还敢接受 擅上级的挑战呢 秦也 燕云山众人 看向秦浩 更是全都一脸的担心 天宣十八旗身上 都沾满了鲜血 很多都是他们自己的 没办法 虽然他们有着秦浩 传授的一些强大的武技 特别是那个合体阵法 他们的战力得到了加持 但是 他们终归还尚未突破的神剑 他们的修为相对来说 终归还是太低了 所以 今晚他们受伤不轻 特别是陆瑞义 他身上的衣服 基本破烂不堪了 而且身上全是鲜血 此时 他受的伤 相当的严重 不过 庆幸的是 他并没有缺胳膊少腿之类的 而且 他虽然受伤严重 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惊慌之情 反而 他的眼神更加的犀利 因为 经过今晚的生死绝掌 他对于武道的理解更深了 此时 他有种感觉 他快要痛破那层膜了 他要踏入到神境了 其实不仅他 天旋十八起当中 还有好几个人 也感觉自己快要突破修为了 这让他们内心很是激动 不过 此时 他们看向秦豪 脸上都充满了担忧着情 今晚的战斗 让他们明白了 神境强者是多么的强大 而膳上疾 那是神境八重天强者 那肯定更加的恐怖 所以 他们为秦豪而担忧 刘云身穿旗袍 浑身散发着成熟的气息 就跟一个熟透了的蜜桃一般 让人忍不住想一口吃下 此时 他看向秦豪 一双美眸中 也是带着担忧着情 而他身边的孟老和林泽民 也是紧紧地抿着嘴 特别是孟老 看向膳上疾 脸上更是闪过一抹凝重之情 他的修为虽然废掉了 但是 他还是能够感受得到 膳上疾的强大 贤阴宗这个子弟 虽然年岁不大 但是战力恐怕不凡 所以 他很是为秦豪担心 另一边 膳上疾此时 也是愣了一下 随即满脸的阴森道 你说什么 此时 他内心充满了暴怒 他没想到 秦豪不仅敢应战 而且还敢说出那么嚣张的话 秦豪说的这两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他会败吗 真是够嚣张的 秦豪手持天荒剑 看着膳上疾 神情淡然 道 放马过来吧 让我看看 你凭什么本事 敢挑战我 好好好 善上疾听了秦豪这话 内心更是暴怒无比 他可是神情八重天的强者 怎么就不能挑战你一个 神情六重天的强者了 我还想问你 你凭什么敢跟我应战呢 他满脸的阴森 浑身微微一震 一股气息 从他体内冲天而起 这股气息 呈灰黑色 十分的强大 而且阴森无比 让人不寒而栗 四周的众人 感到这股气息 全都内心已惊 膳上疾 果然不愧是神经八重天的强者呀 这股气息 真是太强大了 膳上疾 握了握拳头 脸上也是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 随后 他看向秦浩 眼神阴森 冷笑道 小子 记得 杀你这人 那是善上吉 说完 他双脚跺地 轰的一声 带着阴森无比的气息 直接杀向秦浩 一场年轻一辈的天才对决 就此开启 扇上吉 浑身喷涌 恐怖的气境 直接杀向秦浩 他的速度极快 而且眼中透着阴森的寒芒 对于秦浩 他是必杀的 只要打败了秦浩 甚至把秦浩杀了 今晚之后 他在汉东省武道界的声望 将会爆炸 此时 他的右手之上 有着灰黑色的气境涌动 五根手指 更是如魔罩一般 阴森无比 虚空 仿佛都被他的手指 给抓出了武道痕迹 他没有施展任何的武技 但是 他乃是货真恰实的 神经八重天的强者 所以 攻击力相当的恐怖 秦浩神经冷漠 右手成拳 拳头之上 有着金光闪烁 扇上级 有着神经八重天的修为 而且修炼的功法 肯定也不一般 所以秦浩不可能会轻视他的 瞬间而已 秦浩的拳头就化为了淡金色 仿佛黄金胶筑而成 秦浩也没有任何的犹豫 而是直接一拳打出 一道音爆声传来 虚空仿佛都被秦浩这一拳击穿了 同时 一道十数米的拳盲 划破虚空而去 哄 瞬间而已 这道恐怖的拳盲 就跟扇上级的手掌 撞在了一起 发出一道低沉的声音 秦浩和扇上级脚下的地面 一阵涌动 仿佛地下 有什么在翻身一般 随后砰的一声 直接炸开了 碎石飞溅 相当的恐怖 同时还有一股强大的冲击波 以两人为中心 快速向四周扩散开去 不远处 一块至少两米多高的石头 被这股冲击波击中 瞬间就炸开了 这 四周观战的各方势力 看到这一幕 全都神情也争 这两人只是随意一击而已 威力竟然都如此的恐怖 两人的战力 果然不是盖的 而扇上级 此时内心也是惊讶无比 因为 他跟秦浩的拳头撞在一起 瞬间就感到了一股气劲 从秦浩的拳头之上涌来 这股气劲十分的浩瀚 就算跟他相比 恐怕也差不了多少 这让他很是震惊 秦浩不是神情六重天而已吗 怎么体内的气劲 如此的浩瀚呢 怪不得能战胜穆森三人的联手 山上街内心暗暗想到 之前他还以为 秦浩能战胜穆森三人 可能是靠着强大的武技 或者有什么逆天的手段 因为他听说了 秦浩掌握有很多 世人未曾见过的强大的武技 所以他猜测秦浩应该是实力不够 靠着这些手段来取胜的 但是现在他感觉他之前想错了 秦浩虽然只是神情六重天而已 但是实力也相当的逆天 不过他也没有任何的畏惧 而是阴森一宿 体内的气劲疯狂地注入到手掌之上 瞬间而已 他的右手就爆发出恐怖的能量 同时他的左手上也有灰黑色的气劲涌动 扭动之间竟然如一条阴森的毒蛇一般 吞吐蛇性 这截刺向秦浩的脑门 秦浩冷横一声 手指并拢如箭 两只手指就如一把神剑一般迎击而上 砰 瞬间而已 两者撞在一起 发出一道沉闷的声音 同时秦浩的拳头跟扇上级的手掌 再次爆发出了一道恐怖的冲击波 咚咚咚 秦浩向后退了十几米 然后才稳住了身形 而扇上级也是身形不停的往后退去 一连退了十几米 他双脚跺地 然后才站住了身子 他怒吼了一声 双手合十 手掌之中犯着灰黑色的气劲 随后一道灰黑色的刀刃 凝聚而成 直接劈向秦浩 这道刀刃恐怕有十数米 而且阴森无比 秦浩一脸的漠然 手掌之中也有金光闪烁 随后一道金色的剑芒 也划破虚空而去 砰 瞬间而已 剑芒就跟刀芒撞在一起 仿佛针尖对脉芒 扇上级的这道刀芒 十分的恐怖 就算是十厘米厚的干板 在他之下 恐怕也会轻易被刺穿 但是此时在秦浩的剑芒之下 竟然如竹子一般 直接就被劈开了 瞬间而已 这道刀芒就如玻璃一般 砰的一声 直接炸开了 而秦浩的剑芒趋势不减 继续向膳上级的胸口刺去 虽然还相隔十数米 但是膳上级就感到肌肤隐隐作痛 秦浩的这道剑芒很是凌厉 他神情凝重无比 身形闪烁 向旁边移动了几米 膳上级刚躲开 剑芒击中了他身后的一块石头 那块石头砰的一声 直接炸开了化为了一堆碎石 膳上级看到这一幕 瞳孔一缩 不过他还是怒吼了一声 一股滔天的气息 从他体内冲天而起 而他整个人也是双脚跺地 轰的一声直接杀向秦浩 膳上级所过这处 地面都裂开了 气势十分的吓人 秦浩看到急速而来的膳上级 眼中也是闪过一抹战役 神经八重点强者 他也想好好地会一会 于是他体内的天旋真气 疯狂地运转 随后轰的一声 一股淡金色的气劲 从他体内喷涌而起 轰 秦浩也是双脚跺地 轰的一声迎击而上 轰 瞬间而已 两人就对了一招 然后各自分开 最后又再次交手 砰砰砰 两人不停地出手 每一招都相当地恐怖 一道的音爆声传出 同时还有一个个 恐怖的能量冲击波 向四周扩散开来 四周观战的各方势力 急忙往后退去 同时他们看向战场 脸上都充满了惊讶之情 这真的只是两个年轻一辈的交战吗 未免太过恐怖了吧 不少老一辈 内心更是震撼无比 这么激烈的战斗 就算是他们恐怕都坚持不了几招晚 其实不仅他们 就连附加三方的众多高手 此时也是满脸的惊讶 特别是谐音宗的众多高手 更是一脸的不敢置信 扇上几亿 虽然不是他们谐音宗 年轻一辈的顶尖天才 但也是一个妖孽天才 他比穆森的武道天赋还要高 然而扇上几亿 竟然都奈何不了秦浩 这怎么可能 秦浩不是神经六重天而已吗 他的战力 怎么可能跟神经八重天的扇上级抗衡呢 这不太科学呀 放心吧 闪师兄 肯定能够拿下这个上门女婿的 欣音宗的年轻一辈 脸上都带着自信的神采 这时 战场之中 一道璀璨的剑芒 仿佛击穿了虚空 直接劈向扇上级 第996集 激战 膳上级看到这道剑芒 脸色骤变 他能够感受得到 这道剑芒之中所蕴含的能量 他可不敢轻视 所以他双手护于头顶上方 体内的气筋疯狂地涌动 注入到手掌之中 瞬间而已 一个气筋掌印就凝聚而成 这个气筋掌印至少有五丈大小 就如一个保护气盾一般 这些挡在他的头顶之上 砰 而这时 那道璀璨的剑芒 刚好落下 看在了这个气筋掌印之中 瞬间而已 膳上级就感到了一股距离 从天而降 仿佛刚才不是一道剑芒 劈在他的气筋掌印之上 而是一座神山 此时 他感觉自己撑起了一座神山 他的双手不由的微微颤抖 而且 他脚下的地面更是轰的一声 直接炸开了 他的两只脚直接陷入到了地面下面 这让他内心很是惊愕 他已经察觉到 情号这一剑不简单了 但是他没想到 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真的 这是一套剑芒而已吗 为什么会如此之重呢 他怒吼了一声 体内的气筋疯狂的涌动 注注到气筋手掌之中 同时 他颤抖的双手 也变得更加的有力 他硬生生地撑住了 然而这时 一道清脆的破裂声响起 只见 他头顶上发的气筋掌印 此时 竟然出现了一道裂纹 紧接着 一道的裂纹 就如蜘蛛网一般 蔓延开来 膳上级看到这一幕 神经骤变 这气筋掌印 虽然只是他临时凝聚而成的而已 但是防御力也是相当恐怖的 然而 此时在秦浩的这道剑盲之下 竟然裂开了 这怎么可能 不过 此时他也来不及多想了 他怒吼了一声 浑身喷涌恐怖的气筋 随后 双手高高撑起 气筋掌印 他身形一闪 直接突破音障 从气筋掌印之下躲开了 砰 而这时 这个气筋掌印 也如玻璃般 悉数裂开 最后化为了点点光芒 而那道剑盲的威力 虽然有所减弱 但是 还是劈在地面之上 瞬间而已 地面就出现了一道沟壑 这道沟壑 至少有数十米长 而且恐怕 有一米之深 切面更是十分的光滑 从这就可以看得出 那道剑盲是多么的锋利无比 而在裂缝的源头 则站着一个青年 青年二十岁出头而已 但是身子挺拔 眼神犀利无比 正是秦浩 此时 秦浩右手拿着天荒剑 剑身之上 还泛着淡淡的金光 这 四周观战的各方势力 看到地上长长的裂纹 全都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恶 秦浩这一件 如此的可怕吗 而且他们刚才也听到了 膳上级的怒吼声 想来膳上级刚才 也挺被动的 他们扭头看向秦浩 眼中都充满了震惊 秦浩哪怕面对 神经八重天强者 也是没有落下风啊 不过 也有不少人 看着秦浩手中的天荒剑 感慨不已 因为他们觉得 秦浩刚才那一剑 之所以如此的恐怖 肯定是有天荒剑的加持的 那几个谐音从此地 刚才还是一点的自信 此时则是抿着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可恶 林玉莎眼中 闪过一抹失望之情 内心很是恼火 刚才看到交战如此的激烈 他还以为能很快就看到 秦浩倒下的画面了呢 没想到秦浩竟然还是平安无事 真是气人 楚雪轩则是暗松了一口气 虽然秦浩还没有赢 但是至少代表着秦浩 是有能力可以跟擅上级对决的 同时他看向秦浩 一双美眸中泛着异彩 这家伙明明这是神经六重天的修为而已 竟然真的有神经八重天的战力 还真是不可思议啊 其实不仅他 就连楚家和秦天宗的众多高手 看向秦浩也是满脸的惊讶 特别这两家的年轻一辈 看向秦浩更是敬佩不已 秦浩的年纪比他们都要小 甚至修为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都要低 但是战力却是不比他们弱呀 甚至比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还要强大 那些终老一辈则是感慨不已 秦浩这个年轻人还真是不可思议呀 而傅家三方的终老一辈则是脸色阴沉无比 秦浩越是妖孽 他们越希望秦浩死 否则要是给秦浩时间成长起来 恐怕他们这样的终老一辈都压不住秦浩了 所以此时傅家三方的神经九重天强者 眼神变幻不已 楚家和秦天宗的高手们 则是时刻的紧盯着他们 另一边 膳上急看了一眼地上的裂纹 最后看向秦浩 愣笑道 你果然得到了一把好玄冰 说着他看着秦浩手中的天荒剑 眼中闪过浓浓的贪婪之情 刚才那道剑芒正是从天荒剑中发出的 他相信肯定是有天荒剑的加持 所以那道剑芒才会如此的恐怖 这说明天荒剑这把玄冰太厉害了 秦浩神情淡然 淡淡倒 神经八重天强者 似乎也不过如此啊 四周的众人听了秦浩这话 全都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秦浩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很失望 他这是觉得擅上吉 也不过如此 他真是够自信的呀 邪淹宗的众多高手 则是全都脸色一沉 特别是那几个年轻一辈 更是全都大怒不已 他们此时恨不得立马冲上去杀了秦浩 善上吉是谁 那可是他们邪淹宗的武道天才之一 比穆森的名气还要高 而且修为也极高 所以邪淹宗很多年轻一辈 都十分的崇拜善上吉 而秦浩竟然敢如此轻视 善上吉 真是可恶 你说什么 善上吉看向秦浩 也是满脸的阴森 此时他的内心充满了暴怒 他一个神情八重天的强者 竟然被一个神情六重天嘲笑 这怎么能不让他动怒呢 于是他阴冷一笑 道 秦浩 你别以为你能跟我对上几招 你就真的能跟我相提并论了 说着 他脸上充满了嚣张之情 秦浩神情淡然 看着膳上吉 淡淡道 那就拿出你的本事来受死吧 秦浩的话语很轻很大 但是却透着一股张狂与嚣张之意 众人听到秦浩这话 全都浑身一阵满脸的惊愕 这我没听错吧 秦浩叫山上吉去受死 你嘛 秦浩果然跟传闻一样啊 很是张狂自信的 他也就嘴上嚣张罢了 没错 很快他就会知道错了的 四周观战的各方势力 探向秦浩 却他小声议论不已 山上吉可是邪淹宗的武道天才之一 神情八重天的强者呀 而秦浩只是神情六重天而已 但是竟然敢说出这样嚣张的话 果然传闻的一点都不假呀 秦浩真的是很是张狂与自信 那些妙龄女子看向秦浩 一双美眸之中更是泛着异彩 汉东省武道界年轻以北之中 敢跟山上吉说出这么嚣张的话的人 恐怕屈之可数啊 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太有魅力了 不过也有不少人冷笑不已 他们都是追随邪淹宗的势力 所以他们见到秦浩如此的嚣张 内心很是不爽 同时他们觉得秦浩很快就会知道 自己说这话是多么的可笑 神情六重天强者再怎么拟天 也不可能是神情八重天强者的对手 好好好 林玉莎则是激动的差点跳了起来 因为他觉得秦浩越是嚣张 就会死得越快 而他就越能快点 看到秦浩悲惨的下场 邪淹宗的众多高手则是满脸的暴怒 他们看向秦浩 眼神都阴森无比 小子 你说什么 山上吉的脸色也是阴沉到了极点 他出道这么多年以来 也遇到过不少强大的敌人 当中有不少天赋 比他还要厉害的武道天才 但是他就没遇到过像秦浩这么嚣张的人 一个小小的神情六重天而已 竟然敢叫他这个神情八重天强者去受死 真是嚣张至极呀 最后他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平静内心的怒火 道 看来我不拿出点真本事 你还真以为你能跟我抗衡了 说着 他双脚微微一跺地 一股气劲从他体内冲天而起 这股气劲十分的强大 而且呈灰黑色 阴森无比 这股气劲直接把山上吉包裹住了 就如一道能量天柱一般 直冲虚空 虚空之中传了一道轰鸣声 众人抬头一看 这件虚空之中有着能量波动传出 同时 众人还感觉到四周的天地缘起 正在往山上及头顶上的虚空汇集而去 很快 虚空之中就出现了一个能量漩涡 这个能量漩涡十分之大 恐怕有数十米大 而且众人感到四周的温度竟然还快速下降 不少人甚至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能量漩涡缓缓地转动 而且越来越大 最后更是轰的一声 发出一道低沉的声音 下一刻 众人就全都张到了嘴巴 满脸的惊恶 此时一条气井之蛇 从虚空之中的能量漩涡中缓缓地钻出来 这条气井之蛇十分之大 而且恐怕有数十米长 这条气井之蛇呈灰黑色 看起来更是恐怖无比 而且这条气井之蛇的背后 竟然有着一双巨大的翅膀 这双翅膀恐怕有数丈长 而且呈血红色 仿佛沾满了鲜血 这条气井之蛇一出 众人又感到一股恐怖的煞气 仿佛他们看到了一条 从地狱而来的鸣蛇一般 不少人更是脸色苍白 双腿战战 此时这道气井之蛇 盘旋在虚空之中 一双同龄大的蛇眼 正阴森地俯视着地面 众人看到这条气井之蛇 全都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恶 这气井之蛇的煞气 也太恐怖了吧 扇上级施展的 这是什么武技啊 这未免太过吓人了吧 这难道是太阴鸣蛇 突然有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惊呼道 太阴鸣蛇 众人听到这个名字 全都神情也争 这是什么级别的武技啊 不过不少人则是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恶 因为他们听说过这招武技 太阴鸣蛇 据说是邪音宗的一个老宗主 尽到一个神秘的遗迹 斩杀了一条 堪比人类五尊强者的鸣蛇 从而得到感悟 创造出来的一招武技 据说那位老宗主创造出来之后 就用这一招把一位强敌给打败了 之前说话的那人 见到众人看向他 脸上都带着询问之情 所以不由地解释道 什么 众人听到这人的解释之后 全都张大了嘴巴 半天说不出话来 邪音宗的一个老宗主 创造出来的 而且还用他 打败了一位强敌 这么说 这是武尊级别 才能施展的武技了 突然有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惊呼道 众人听了这人的话之后 全都反应了过来 内心又是狠狠的一阵 扇上级 竟然能施展武尊级别 才能施展的武技 他这么的逆天吗 楚雪轩等人 也是脸色一变 他们当然听说过 太阴鸣蛇这一招武技 他们没想到 扇上级 竟然掌握了这么强大的武技 怪不得他那么的自信 怪不得他明明知道 秦浩战里逆天 还敢挑战秦浩 原来他有这样的资本 邪音宗的众多高手 则是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特别是那几个年轻一辈 更是激动无比 善师兄果然不愧是善师兄啊 随后他们有头看向秦浩 愣笑不已 善师兄已经施展出太阴鸣蛇 这样的武技 秦浩还拿什么来抗衡呢 远处一片黑暗之中 林宇沙也是脸色苍白 浑身颤抖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并不是舞者 所以此时他感到莫名的惊恐 而且觉得很是冰冷 特别是看着虚空之中的气劲之蛇 那更是感觉自己的灵魂 都要坠入到无尽的深渊之中一样 太吓人了 随后他不敢再看虚空之中的气劲之蛇 而是扭头看向秦浩 眼中充满了恶毒之情 秦浩 这下你还不死 善上吉此时脸色有点苍白 不过他还是看向秦浩 一脸的自信道 秦浩 想来你也听到旁人的解释了 现在你认输 我可以给你留一个全尸 善上吉说着这话 脸上充满了自信的神采 正如刚才旁人的解释一样 他这招舞技确实名为太阴鸣蛇 而且也是他们谐音宗的一名老宗主所创的 他们那名老宗主曾经可是一个武道妖孽 在一个遗迹之中斩杀了一头强大的太阴鸣蛇 闭关了两年创造出了这招强大的武技 这招舞技一直都是他们谐音宗的最强武技之一 一般的子弟都没有资格修炼 他乃是谐音宗年轻一辈的天才之一 武道天赋也不低 所以才能修炼他 不过他终归只是神经强者而已 并不是武尊强者 所以并不能把这招武技的全部威力释放出来 但是饶是如此也是相当的恐怖了 所以此时他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 众人听了善上吉的话 全都神情也争 善上吉此时竟然这么的自信了 要知道秦浩虽然只是神经六重天的修为而已 但是他可是有神经八重天的战力啊 而善上吉竟然说让秦浩认输 确实有点自信了 不过一看到虚空之中的太阴鸣蛇 众人内心又一阵释然了 善上吉此时确实有自信的资本了 随后众人扭头看向秦浩 脸上都带着好奇之情 他们都想知道 秦浩该如何应对善上吉 这招强大的武技呢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之下 秦浩缓缓地抬起了右手 虚空之中 骤然间出现了一道闪电 众人看到这一幕 觉得神情也争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有闪电呢 咔嚓咔嚓 紧接着 无数的闪电出现 瞬间而已 虚空之中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闪电 仿佛那里有着一个雷尺一般 哄 最后 这些密密麻麻的闪电 不停地翻腾 形成了一条雷龙 这是一条银色的雷龙 而且至少有上百米长 看起来相当的恐怖 此时 一道道粗大的闪电 还在雷龙的四周游走 画面很是震撼人心 第997集 决战 众人看到虚空之中的雷龙 全都神情也争 这是什么武器 轰了龙 然而 这时 雷龙旁边突然出现了一道风暴 这是一道淡金色的风暴 这股风暴十分的强悍 不停地旋转 哄 下一刻 一道巨像传来 随后 众人就看到了一头巨像 出现在虚空之中 这头巨像 呈淡金色 而且巨大无比 立于虚空之中 透着无比的威压 而这时 旁边的那条雷龙 仰天怒吼了一声 然后跟巨像 缠绕在了一起 紧接着 一头似龙飞龙 似向飞向的后叫声 从虚空之中传来 虚空之中的元气波动 都被这道吼声正开了 就连远处山脉上的巨树的树枝 也是一阵摇晃 甚至还有好几个巨石 从山脉上滚落下来 而四周围观的众人 更是浑身颤抖 脸色苍白 甚至还有一些 秀为低下的 更是直接瘫软在地上 这 这是什么武器呀 众人抬头看着虚空之中 交缠在一起的 一龙一笑 脸上都充满了 惊骇之情 这是雷系武器 而且这武器的气势 也未免太过可怕了吧 随后 众人扭头看向秦昊 全都一脸的震惊 秦昊到底是何人呢 为什么会掌握有如此强大的武器呢 林家似乎没有过这样的武器呀 看来传闻是真的 秦昊真的得到过大造化 这 林玉莎被刚才那一道吼叫声 吓得直接跪在地上了 此时 他抬头看着虚空之中的一龙一笑 也是张大了嘴巴 半天说不出话来 秦昊竟然能施展出这样的东西 怎么跟电影一样啊 楚家和晴天宗的众人 也是惊愕地看向虚空 要知道雷系武器的攻击力十分的凶猛 所以雷系武器十分的稀少 哪怕他们两家 一个是汉东省前十的家族 一个是前十的武道门派 但是也没有掌握几个雷系武器 而秦昊 只是一个青年而已 竟然掌握有雷系武器 而且 这恐怕还不是一般的雷系武器 还真是不可思议啊 谐音宗的众多高手 原本是一脸笑容的 但是 此时他们的脸色 却是瞬间沉了下来 因为他们修炼的功法 比较偏阴冷 所以最是惧怕雷电 这样的致阳之物 没想到 秦昊竟然掌握有这么强大的雷系武器 真是可恶 就连远处虚空之中 正在交战的傅老四等人 看到秦昊施展出的武器 也是内心也争 这武器很不简单呢 随即 他们看向秦昊 眼中闪过贪婪之情 看来 秦昊果然是得到过大造化了 秦昊 一定要得到 如果能把秦昊身上的造化逼问出来 肯定能造就出一大片高手 而且说不定还能住他们更上一层楼 林正德和楚景培几人 此时也是一脸的惊讶 特别是林正德 内心更是震惊无比 他这个孙女婿 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为什么会掌握有这么强大的雷系武器呢 随后 他的眼中露出坚定之情 不管怎么样 今晚一定要护着秦昊 另一边 膳上级原本是一脸自信的 但是此时看到虚空车中的一龙一笑 他脸上的笑容缓缓地消失了 他的脸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他能够感觉得到 秦昊这招武器的不简单 于是他看向秦昊 沉声道 你这招是什么武器 四周围观的各方势力 也是好奇地看向秦昊 他们也想知道 秦昊这是什么武器 就连楚家和秦天宗的众人 也同样如此 他们也很是好奇 因为他们在汉东省 并没有见过这个武器 在众人的好奇的目光之下 秦昊一脸的淡然 道 龙象神泉 龙象神泉 众人听了秦昊的话 神情也争 这武器怎么没听说过呀 擅上级文言 也是内心一冷 这武器的名字 还真是霸气呀 不过他还是阴森一笑 什么龙什么相 在我的太阴鸣蛇之下 都得化为明龙明相 说完 他怒吼了一声 一跃而起 跟虚空之中的太阴鸣蛇 融合在一起 随后直奔情号而去 瞬间而已 庞大的太阴鸣蛇 似乎变得更加的狂暴 周身甚至还刮起了一股 灰黑色的风暴 一股恐怖的煞气 扩散开来 太阴鸣蛇背后的两只血色的大翅膀 煽动了一下 虚空仿佛都被击穿了 同时竟然还有两道龙卷风 在虚空之中形成了 而他的速度极快 怒吼了一声 直奔情号而去 虽然太阴鸣蛇 还在虚空之中 但是他所过之处 地面纷纷裂开 仿佛地震一般 不管是巨石 还是高大的树木 全都炸开了 场面十分的恐怖 四周围观的众人健壮 全都内心一惊 太阴鸣蛇 果然不愧是 邪音宗的最强武器之一啊 情号看着急奔而来的 太阴鸣蛇 也是神情一宁 虽然他很是自信 但是他也能够感觉得到 擅上级这招的强大 所以他自从看到 擅上级一跃而起之后 他的右手就成拳了 此时他一拳轰出 一道阴暴声传来 虚空仿佛都被击穿了 一道璀璨的全盲 划破虚空而去 而虚空之中的龙象之兽 也是怒吼了一声 随后跟情号的拳头 融合在一起 迎击山上级的太阴鸣蛇 瞬间而已 两者就撞在了一起 仿佛是两颗彗星 撞在了一起 发出一道向着天地的巨响 地面都晃动不已 同时一个能量光球 出现在战场之中 这个能量光球十分之大 而且上面有着好几种颜色 分别是灰黑色 血色 淡金色 以及银白色 此时 这种颜色正在不停的交汇着 最后 一道能量光柱冲天而起 这道能量光柱也巨大无比 恐怕直径都有十数米 这道能量光柱把夜空都照亮了 昼夜变成了白天 四周的众人看的这一幕 全都心惊不已 这两招武器的对决 还真是恐怖啊 同时 众人感慨不已 这两人都还只是神经强者而已 如果他们都是无尊强者 那该是多么的恐怖啊 哄 最后 这道能量光柱直接炸开 一道恐怖无比的能量冲击波 以它为中心 快速向四周扩散开去 扑扑扑 四周的石头 树木 被这道能量冲击波击中 全都瞬间炸开了 化为了击烦 啊 突然 一道参叫声响起 众人定睛一看 只见一人被冲击波的余波击中 下半身竟然直接炸开了 鲸血淋漓 十分的吓人 快后退 四周的众人看到这一幕 拳头脸色骤变 急忙往后退去 一直退了上百米 众人才停了下来 众人扭头看向刚才那人 发现他只有上半身 在地上蠕动而已 神情痛苦无比 而且嘴巴还在不停地往外吐血 看着样子 恐怕也活不成了 想到这儿 所有人都浑身一震 满脸的惊骇 因为那人可是一名神经四重天强者 这是被那道能量冲击波的余波击中而已 竟然就活不成了 这未免太过恐怖了吧 那能量冲击波的中心该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随后 众人扭头 看一下战场 这件战场仿佛发生了爆炸一般 一片烟尘滚滚 根本看不清现场是什么情况 众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一脸的惊讶 这滚滚的烟尘 还真是恐怖啊 话说你们觉得谁能赢啊 应该是膳上级吧 没错 当然是膳上赢了 这还需要想的吗 那可不一定 秦先生也是逆天无比啊 四桌的众人看下战场 全都小声议论不已 所有人都想知道战况如何了 大多数人都觉得肯定是膳上级赢了 毕竟膳上级那是谐音从年轻一辈的天才之一 而且他可是神经八重天的强者 战力恐怖 特别是他刚才还施展出了太阴鸣蛇这样的强大武技 秦浩就算再逆天 也不可能是膳上级的对手 不过也有不少人觉得肯定是秦浩能赢 毕竟秦浩虽然只是神经六重天的修为而已 但是他明显有着神经八重天的战力 而且秦浩施展的神秘的龙象神拳 似乎也不弱于膳上级的太阴鸣蛇 燕云山中人看着战场也是神情紧张无比 他们对秦浩充满了自信 但是他们也明白膳上级是多么的强大 放心吧 秦也不会输的 陆瑞毅浑身是血 但是他的脸上带着坚定之情 他对秦浩是充满了无比的相信的 你可别有事啊 六云双手紧握 成熟诱人的脸蛋上充满了担忧着情 林泽民和孟老则是紧紧的抿着嘴 神情宁重无比 楚家和秦天宗的众多高手也是好奇无比 小姐你觉得谁能赢啊 楚家的一个年轻子弟看向楚雪轩问道 其他人也是拳头齐刷刷的扭头看着楚雪轩 一脸的好奇 他们都是今晚才第一次见到秦浩本人而已 但是楚雪轩可不一样 他在石阴山就认识了秦浩 而且还跟秦浩一起经历了不少 他对秦浩的了解比他们要深得多 楚雪轩看向战场 摇了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 其实他刚才下意识就想说 可能是扇上级 毕竟扇上级 那是货真价实的神经八重天 而且还施展了太阴鸣蛇这样的武器 但是不知为何 这话刚到他喉咙 他就说不出来了 因为他虽然跟秦浩没有认识多久 但是也屡屡看到秦浩创造了奇迹 而且秦浩这人虽然很是张狂 但是其实并不是无脑的愣头青 既然秦浩敢应战 说明他还是有一定把握的 所以他只能摇了摇头 众人文言全都神情也争 楚雪轩竟然没有说是膳上级赢 看来他对秦浩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随后他们全都扭头看一下战场 脸上都带着期待之情 他们很想知道到底谁赢了 这时一阵清风吹来 把战场的滚滚烟尘吹散了 众人终于可以看清战场的情况了 下一刻所有人都浑身一阵 满脸的惊骇 因为他们眼前的画面太不可思议了 众人终于可以看清战场的情况了 然而此时所有人却都是张大了嘴巴 一脸都不敢置信 战场一片狼藉 地面全部都裂开 仿佛那里刚刚发生了大地震一般 此时一个青年正站在废墟之上 青年二十岁出头而已 但是身子挺拔 眼神犀利 就如一把出鞘的利剑一般 正是秦浩 而他在前方不远处 则跪着一道身影 这道身影头发凌乱 身上的衣服也是焦黑了 正是扇上疾 此时扇上疾浑身是血 特别是他的左上半身 已经完全没了 露出森森白骨 甚至还能看到 他体内破损的器官 扇上疾跪在地上 嘴巴还在不停地往外吐血 伤势很是严重 这 所有人看着这一幕 全都浑身一枕 一脸的惊骇 他们没有看花眼吧 扇上疾竟然跪在地上了 而且半边身子都不见了 扇上疾这是败了 这怎么可能 扇上疾是谁 他可是谐音宗年轻一辈的天才之一 神经八重天强者呀 现在竟然败了 而且还败得如此的惨烈 如果不是他们亲眼所见 哪怕打死他们 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秦先生 果然不愧是秦先生啊 随后 众人内心感慨不已 所有人看向秦浩 眼中都充满了敬畏之情 秦浩如此年轻 竟然有这么恐怖的战力 真是不可思议呀 潜力巨大呀 那些年轻的女子 看向秦浩 美眸中更是充满了炙热之情 此时他们恨不得上去 把秦浩扑倒 秦浩真是太帅气了 怎么会 林雨莎张大了嘴巴 一脸的惊恶 他还以为能看到秦浩 倒下的悲惨的画面呢 没想到秦浩还是仍然站着 而秦浩的敌人 已经跪在地上了 秦也为我 眼云山众人 则是全都满脸的笑容 他们都对秦浩很有信心 但是刚才他们也一样担忧不已 而今看得秦浩赢了 他们那颗心也都安定下来了 刘云也是深深的呼了一口气 他看向秦浩 一双美眸中泛着异彩 这样的男人太迷人了 只是很快 他就暗自摇了摇头 脸上露出哭笑之情 可惜这样的男人 他不配拥有 不过 只要他能够多看我一眼 我也满足了 刘云内心喃喃自语的 他看向秦浩 眼中充满了柔情 这 楚家和晴天宗的众多高手 则也是对视了一眼 眼中都充满了震惊着情 在他们的心中 他们可不觉得 秦浩能战胜善上级 毕竟 扇上级的修为 可是比秦浩高了两个小境界呀 而且太阴 明蛇这招武器也相当的恐怖 所以他们觉得 秦浩就算再逆天 那也只能跟扇上级平手而已 甚至可能还落下风 但是他们没想到 秦浩竟然赢了 而且赢得还相当的漂亮 楚雪轩看向秦浩 精致的脸上 也是带着惊讶之情 秦浩竟然赢了 这也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这家伙 果然不能以常理来看待 随后 他内心喃喃自语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谐音宗的众多高手 则是瞪大了眼睛 一脸都不敢置信 特别是那几个年轻一辈 更是感觉自己在做梦 善蛇兄都已经施展出 太阴明蛇这样强大的武器 竟然还输给了秦浩 这怎么可能 秦浩不是只有 神经六重电的修为而已吗 怎么可能战胜得了神经八重电的善师兄呢 其实不仅地面上的众人 此时很是惊讶 就连虚空之中正在激战的十几个武尊 此时也是惊讶无比 楚景培等人内心倒是相当的高兴 秦浩越是逆天 越说明他们站在秦浩这边是正确的 只要给秦浩足够的时间 秦浩肯定会成为一方巨拨的 这让傅老四等人的脸色 则是阴沉到了极点 同时 他们眼中的杀意更浓烈了 秦浩这青年太过妖孽了 所以不能留 于是 他们就与杀相秦浩 不过 他们很快就被魏阴等人拦住了